龙王传说第482到573章,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跪求订阅。 第482章暴怒袁恩 他到的时候,正好是看到袁恩叶辉舒爽的伸展身体的时候。 虽然只是看到一瞬间,但就是那一瞬间,他只觉得一股热血上脑,还没等他悄悄的退出去,鼻子就不争气的滴落了一滴鼻血。 这才引来了袁恩叶辉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谢谢心中暗暗叫苦,袁恩叶辉的脾气他再了解不过了,好不容易大家的关系才刚刚调和了一些,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真的觉得自己冤枉啊。 袁恩叶辉自己在院子里面洗澡,这谁能想得到? 他怎么不在自己的房间中啊,真不是故意的呀这次。 可袁恩叶辉能停下来跟他讲道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一拳拳空气炮毫不留情的在空中炸开,强烈的能量波动不断爆发。 谢谢将唐门绝学鬼影迷宗部发挥到了极致,这才能够勉强在空气炮的夹缝中生存。 这一个学期以来,他一直都非常努力,现在鬼影迷宗部也算是得了几分神髓,权力闪避起来,袁恩叶辉一时之间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你给我停下。 袁恩叶辉怒吼道。 我不。 我不想死。 谢谢一边惨叫着,一边更加加快了脚步。 其实,他现在是可以冲出公读生宿舍区的,但是,就算是放假期间,学院也一定会有老师。 一旦被发现他们在学院里面动手,岂不是又要被处分? 而且,袁恩叶辉被看到洗澡这种事儿,传出去也太丢人了,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袁恩着想啊。 所以,他虽然闪避的已经十分艰难,却依旧没有向外冲出去,咬牙苦忍着。 你以为你就跑得了吗? 袁恩叶辉立笑一声,双手突然在胸前一拍,与此同时,身上的第四魂环光芒大放,巨魔太坦。 身体再次膨胀,双拳在空中先后挥出,一团强盛无匹的空气炮飞射到宿舍区小院中央,紧接着,第二团空气炮从后面闪电般追上,两团空气炮在空中碰撞在一起,产生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轰,强烈的气浪四散纷飞,正在飞速狂奔的谢谢顿时被那强力的能量余波给带动的先飞起来。 他已经这么强了。 谢谢被先飞的同时,心中也是大为震惊,和袁恩有日子没交过手了,他明显比那次比赛中又强大了许多。 袁恩叶辉巨魔泰坦庞大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冲天而起,几乎只是一次呼吸的时间,就在空中追上了被气浪先飞的谢谢。 强盛的气势压迫,谢谢看到的是巨大的阴影。 但是,经过先前的追逐,谢谢的心态也已经平稳了许多。 身上第三魂环一闪,光龙分身施展。 身体在空中微微一晃,瞬间一分为二,化为两道身影,然后两道身影四掌相抵同时用力一推,顿时,在袁恩叶辉扑置的瞬间,两个谢谢已经同时朝着两侧倒翻而出,飞射了出去。 嗯? 袁恩叶辉原本以为自己这一机势在必备了,却没想到谢谢居然还有如此逃脱之法。 但他的反应也非常快,双拳一分,两团空气炮同时轰出,分别追向两个谢谢。 两个谢谢一个脚尖在屋顶上一点,腾空升高。 另一个脚踏轨影迷踪,横向翻滚,直接滚落向地面,做出了不同的应对。 两个分身,新分二用操控,谢谢着实是下了苦功夫的,在这个时候显现出了他的妙用。 袁恩叶辉的空气炮虽然强大,但毕竟不是全方位攻击,而且这是在攻毒声宿舍之中,他出手也有所顾忌。 没办法实力全开。 一时之间,在谢谢两道分身不同方向奔走之下,还真的抓不到他。 有本事你别跑。 袁恩叶辉怒喝道。 不跑是傻子。 谢谢有些不服气的说道,他也被追得有了些火气,袁恩那是真不手下留情啊。 刚才那空气炮要是挨上一下,肯定是要脱层皮的。 被他抓住,还能有自己的好。 我让你跑。 袁恩叶辉突然身形急剧缩小,背后一双黑色翅膀绽放而出,释放了自己的第二武魂,堕落天使。 他的堕落天使现在还只有三个魂环,但换了武魂,速度骤然激增。 右手虚空一招,魔剑入手,在空中环绕一圈,顿时,大鹏的黑暗能量四下波洒。 黑暗天幕 袁恩叶辉这黑暗天幕可是有攻击性的,一旦被笼罩住,还有很强的控制效果。 自从输给唐武林他们小队之后,袁恩叶辉的修炼格外刻苦,他自己的两大武魂全都是顶级存在,单是武魂自身能力的开发,就让他的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此时这黑暗天幕,就是他以自己堕落天使特性施展出来的。 在一瞬间强行释放出超过三分之一的魂力形成黑暗天幕,迟缓,腐蚀对手,大范围群控。 袁恩叶辉的远程攻击能力和近战都非常强,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够灵活。 一旦遇到速度特别快的对手会有问题。 就像他现在面对谢谢,所以,他才自创了堕落天使黑暗天幕这个技能,为的就是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对手。 虽然消耗很大,但只要能够给他接近对手的机会,那么,凭借着泰坦巨猿的强势,一定能够给对手以重创。 很不幸,谢谢成为了他这堕落天幕的第一个试验品。 谢谢两道分身只觉得全身一紧,仿佛陷入泥潭之中一般,为了对抗黑暗腐蚀的能力,他自身光明属性飞速释放,但速度可就下来了。 鬼影迷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然后他就看到,袁恩叶辉的身体再次膨胀变大。 泰坦巨猿重临,一道分身瞬间就在泰坦巨猿的轰击下化为泡影。 袁恩叶辉是很清楚谢谢这分身情况的,只要还有分身,本体就不会真的受到重创,所以他这第一下是毫不留情。 然后猛然回扑,在黑暗天幕结束之前,来到了谢谢本体面前,一拳就向谢谢垂击了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谢谢突然感觉到,袁恩叶辉这一拳的力量似乎收敛了许多,也不是空气炮。 他在手下留情吗? 我是躲不了了,谢谢也没打算用魂技硬扛,只能是一闭眼,双手架在身前,脸上满是苦笑。 砰! 气浪翻滚。 谢谢向后跌退几步,但他惊讶的发现,并没有任何痛苦传来。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团耀眼的金色。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面前已经多了一个人,从后面看,他的肩膀,后背以及右臂上都覆盖着金色的鳞片,菱形鳞片每一道棱线都微微凸起,充满质感。 他的后背宽阔,伟暗,给人一种坚实的感觉。 挡在袁恩叶辉拳头前面的,正是他的一只手掌。 老大,救命啊。 谢谢惨叫一声。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你这倒霉孩子,又怎么招惹袁恩了? 可不是吗? 这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挡住了袁恩叶辉一拳的,正是唐武林。 第483章 倒霉孩子 看着唐武林,袁恩叶辉眼中闪过一抹惊讶,这家伙的力量似乎又变强了,虽然自己刚才已经收手,可他抵挡的也太轻松了吧。 唐武林道,袁恩,先别动手。 咱们说清楚再说。 谢谢又怎么冒犯你了? 袁恩叶辉恶狠狠的道,还不是因为你。 他拿起旁边自己的干净衣服,转身就跑。 唐武林回过身来,身上金色鳞片悄然退去,想谢谢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又怎么了? 好好的,袁恩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谢谢苦笑道,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当下,他将当时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遍。 唐武林越听表情越是古怪,看来,还真的和自己有关,袁恩是好心为自己护法,才会在院子里洗澡的。 正好被提前回来的谢谢看到了,这个。 你要真的说谁是谁妃吧,还真难判定,和上次的情况还不一样。 上次袁恩是在房间之中,谢谢去偷看人家房间,这本来就不占理,但这次着实是有些巧合的因素在其中,真要完全说是谢谢的错,对谢谢也不太公平。 时间不长,换好衣服的袁恩叶辉走回来了。 脸色一片铁青。 看着谢谢,他真恨不得将这家伙撕成碎片。 两次了,自己冰清玉洁的身体竟然已经被这个家伙看到两次了,这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啊? 混蛋,杀了他的心都有。 谢谢的表情有些古怪,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唐武林只能来充当这个和事佬了,袁恩,实在对不起。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你是为了给我护法,才。 他有些尴尬的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不过,谢谢也不是故意的,他提前回来了,本来是打算给我们一个惊喜的。 他应该就看到了那一瞬间,就被你发现了。 谢谢,你赶快跟袁恩认个错。 无论怎么说,也是谢谢占便宜了。 谢谢低着头,道,对不起,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出声的就回来。 不过,我真的只看到了一眼。 他在心里说的是,虽然只是一眼,但看得好清楚啊。 先前袁恩叶辉在阳光中舒展郊躯的美好,深深的烙印在他脑海中,没有亵渎,只是充满欣赏。 他真的好美。 似乎变成泰坦巨猿之后,都挺美的。 袁恩叶辉的呼吸明显有些急促,伸出两根手指,两次了,两次了。 他一个闽宫系浑师,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能相信他只看了一眼,就算是只看了一眼也不行。 谢谢低着头不说话,唐武林赶忙道,袁恩,实在抱歉。 这件事因我而起,要不这样,我再给你免费锻造一块有灵金属,保证融合度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怎么样? 不行。 袁恩叶辉怒道,我的清白就只值得一块有灵金属吗? 唐武林无奈的道,那你说怎么办吧? 大家都还没成年,谢谢也确实不是故意的。 这件事真的是巧合。 要不你说个章程。 我们来弥补你。 袁恩叶辉怒道,你一个喜欢男人的家伙,怎么能懂得我们女孩子被异性看了身体的痛苦? 我。 他还要愤怒的说什么,唐武林却是脸色骤变,抬手阻止他再说下去,等等,你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唐武林一脸疑惑的看着袁恩叶辉。 袁恩叶辉愣了一下,面部肌肉牵动了一下,扭头看向一边,有些生硬的道,对不起,我不该拿你的姓取向说是儿,这是我不对。 但是。 你等等。 唐武林再次叫住他,什么情况? 什么就我喜欢男人了? 怎么你说的还跟真的似的? 袁恩叶辉也愣了一下,抬手指向谢谢道,是他说的呀。 他说你跟乐正语。 唐武林回过身来,脸色不善的看向谢谢。 谢谢愕然抬头,看着袁恩叶辉道,啊? 这件事我没跟你解释过吗? 那次,那次其实是误会。 唐武林想起来了,拳头缓缓攥紧,然后回过身向袁恩叶辉道,你一直都认为,我是喜欢男人的。 袁恩叶辉也看出不对来了,看着谢谢,你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了? 解释什么? 谢谢嘴角抽搐的道,你们听我说呀。 那件事是误会,我,当下,他将那次误会唐武林和乐正语的事简单的讲了一遍。 唐武林的拳头攥得更紧了,歪着头看着谢谢,道,行啊。 你造谣就算了,还传谣? 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跟全学院都说说呀? 袁恩,我现在明白你被亵渎清白的感觉了。 你看,是我动手,还是你动手? 不要啊。 老大,我错了。 我真是忘了,忘了跟袁恩解释了。 谢谢赶忙求饶,他连跑的念头都没有。 有唐武林和袁恩叶辉两人在,就算往外面跑,他也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唐武林笑了,笑得很开心,一抬手,一把就抓住谢谢,拉着他来到袁恩叶辉面前。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不管他了,交给你。 一边说着,他松开谢谢,转身就回房间去了。 袁恩叶辉和谢谢紧距离四目相对,袁恩叶辉的右手猛然扬了起来,紧紧握拳。 谢谢眼睛一闭,也不闪躲,眉头皱紧,准备承受怒火了。 谁让自己看了不该看的呢? 但他等了半晌,却依旧没有疼痛传来。 只听英宁一声,他在睁眼时,看到的是转身跑回宿舍方向的背影,还有那飞散在空中的晶莹泪珠。 身形一闪,谢谢探手接住一颗泪珠,没来由的,心中一阵抽痛。 这是儿闹的,早知道不回来这么早了。 有些失魂落魄的回到宿舍,一进门就看到郑金威坐在那里的唐武林。 老大,我,那个。 唐武林美好气的看着他,无奈的道,算了,你这倒霉孩子,已经够倒霉的了。 他没揍你。 谢谢摇摇头,苦笑道,我倒宁可被他揍一顿,他哭了呢。 唐武林看着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眼神突然一动,你是喜欢他了吧? 啊? 谢谢抬起头来,看向唐武林。 半晌之后,他有些失落的点了点头,可这种事儿发生了,他还怎么可能喜欢我呀? 唐武林道,感情的事儿我不懂,但我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努力,就有机会,放弃,就一切都是零。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出去吃东西了。 他实在是饿得可以,刚才吸收完封印中的能量后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和袁恩叶辉试了一拳,他自己也能明显感受到力量又变大了,整个人似乎更像是一个整体,体内气血奔涌流淌,有种如同江拱一般的感觉,凝实,浑厚。 虽然突破这第四层封印就用去了那么好的灵物,但对自己的身体提升也确实是强悍。 好饿。 金龙王精华并没有满足他的饥饿感,反而更加强烈了。 而且,吸收了这一道精华之后,唐武林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经脉又扩充了,然后就需要更多的营养来补给。 魂力变得越发凝实,液态般的魂力在丹田中显得有些空荡,站的地方实在是有点小。 这还需要自己付出更多努力才行。 按照眼前的这个速度,就算是十五岁的时候,自己都未必能够达到四环魂宗级别吧? 这实在是有点慢。 没有魂宗修为,就没办法进阶到六级锻造师层次。 一切只能逐步积累才行了。 目送着唐武林走了,谢谢坐在自己的床上发了会耳呆。 在他脑海中,闪现着的只有元恩叶辉的身影,他的一颦一笑,早就深深的烙印在他内心深处了。 谢谢站起身,走出宿舍门外,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水盆,还有元恩叶辉之前换下来的脏衣服。 拿起衣服放到水盆里面,接了一盆清水放在旁边泡着,然后开始打扫院子。 院子打扫干净了,再把元恩叶辉的衣服洗干净,亮起来。 水盆放回元恩叶辉习惯的地方。 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他似乎还是挺了解的。 第484章缺磅牙的中年大叔 此时,宫独生宿舍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个在房间里,一个在院子里。 谢谢站在院子中央,咬着嘴唇。 半晌之后,他猛的一挥拳头,老大说得对,努力,就有机会。 放弃就一切都是灵。 鼓足勇气,他来到元恩叶辉宿舍门前,抬手在宿舍门上敲了敲。 元恩,你的衣服我给你洗干净了,晾在院子里。 回头你收一下呀。 谢谢试探着说道。 房间内没动静。 沉默了一下后,谢谢道,元恩,队长出去吃饭了,现在宿舍区这边就剩咱们俩了。 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可以吗? 滚。 里面传来元恩叶辉低沉的声音。 谢谢抬手捏了捏自己的面颊,测试了一下脸皮的厚度。 哦,那我就说了。 其实,第一次看到你身体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那次真没看清楚,被你揍得也挺惨的。 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儿,特别在乎这件事。 所以我每天都给你打扫,打扫卫生,帮你擦擦玻璃,扫扫地。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宿舍内,元恩叶辉听谢谢厚脸皮的开始说的时候,就已经愤怒的站起身来,但当他听到他后面的话,不禁站在那里有些发愣。 后来,我开始干得习惯了。 好像每天不帮你打扫,打扫卫生,全身就不自然似的。 那次的事,其实我不后悔,如果不是因为不小心偷看到你,我也不会知道你是女孩子,你那么美,看不到才是我最大的损失,挨顿揍也值得了。 再后来,我渐渐发现,我习惯的并不是每天帮你打扫卫生,而是习惯每天都能看看你,要是有哪天看不到你,我心中就会感到失落。 这次也是,本来打算在家里好好修炼一段时间,回来之后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但我发现,我在家里根本就待不住,特别想回到学院这边来。 刚才我才想清楚了,原来不是因为学院这边更适合修炼,而是因为这边有你在。 对不起啊。 我刚才又看到你了。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我也真的就只看了那一眼。 虽然和上次相比,这次看得好像更清楚一点,但真的就看了那一瞬间。 房间内的袁恩叶辉忍不住了,愤怒的咆哮道,你给我滚。 谢谢咳嗽一声,继续说道,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男人,我是很有责任感的。 所以,我决定对你负责。 袁恩,嫁给我吧。 做我老婆,好不好。 房间内沉默了。 谢谢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加速,吞咽了一口唾液,袁恩啊,你看,其实只要是在你不变身的时候,我们还是挺般配的,我也长得不算差吧。 咱们现在年纪还小,但可以先订婚啊。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跟家里说。 然后等咱们长大了,毕业之后,就结婚。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对你好的。 宿舍门开了。 袁恩叶辉从里面走了出来。 谢谢从他那美丽的娇颜上看到了笑容,虽然他的双眸有些红肿,但不得不说,他的笑容很美。 袁恩。 谢谢上前一步。 我来帮你滚。 袁恩叶辉脸色突然转立,猛的一把抓住谢谢的钱筋,就那么拉拽着他的身体一步跨出,迈了出去。 谢谢骇然看到,袁恩叶辉在跨出这一步的同时,身体迅速变大,化身泰坦巨圆。 然后,他那粗壮有力的手臂就那么抓着自己的衣巾抡了起来。 嗖。 谢谢的身体直接如同炮弹一般,被袁恩叶辉扔出了宿舍区,直接飞向远处。 空中,只留下谢谢惨叫的声音。 身形重新变回原样,袁恩叶辉虎着脸来到晾衣绳那边,把谢谢给自己洗干净的衣服一件件抓下来,转身走回宿舍房间,砰的一下,关上房门。 力量的尽头是一株大树,灵兵广场旁边的大树,谢谢灵活的在一根根树枝上借力,总算是化解了充饰,落到地面上。 吓死宝宝了。 他有些剧烈的喘息,挠挠头,自己喜欢袁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 太暴力了,这简直是太暴力了。 咦,空中飞人啊。 有意思,有意思。 一个听起来有些幸灾乐祸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这时候学院里面怎么有人? 不是都放假了吗? 谢谢疑惑的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材中等,相貌普通的中年人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这人短发,眼睛不大,但看上去却很有亲和力,很有几分邻家大叔的味道,咧嘴一笑,有一颗门牙还少了一半。 手里拿着个扫把,正扫着地。 大叔,你是谁? 谢谢疑惑的问道。 中年人没好气的道,大叔。 我有那么老吗? 小子,看你刚才那几下还算灵活,闽宫系的。 谢谢乐乐,大叔,您真不愧是咱们史莱克学院的清洁工,还知道闽宫系呢。 中年人嘿嘿笑道,小瞧人是不。 小子,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谢谢道,赌什么? 中年人道,我站在这里不动,你要是能从我手里把这扫把抢走,就算你赢。 否则就是你输。 以十分钟为限。 谢谢毫不犹豫的摇头道,不赌,你能输给我啥? 中年人道,赌一百学院贡献点的,我们扫地的也有贡献点呢。 谢谢嘿嘿一笑,大叔,你这是要白送我贡献点呢,我看你扫地也不容易,还是算了吧。 中年人不屑的道,就凭你。 我是要从你身上赢点贡献点吃早饭。 没想到你连这点胆子都没有。 谢谢也是少年心性,而且对方赌的还是他最擅长的,站在原地不动让他抢扫把,这简直是太简单了。 好,堵了。 一边说着,他身形一闪就已经到了中年人面前,一把就抓向了他手中扫把。 跟唐武林在一起混得久了,这副黑方面,多少也学了一点。 哎呦。 中年人惊叫一声,手一松,扫把掉落,就像是吓到了。 但谢谢的手却抓在了空处。 扫把掉在中年人的脚尖上,谢谢一抬脚就踩了下去,同时弯腰去抓。 中年人一转身,扫把就像是粘在了他脚上似的,凭空横移,他的动作再次落空。 咦? 谢谢不禁有些惊讶,从这两下就能判断出,这中年人绝非普通人。 但也同样激起了他的好胜心,身形再闪,速度提升了一倍,飞速抓去,同时,自身武魂也释放了出来。 中年人脚尖一挑,扫把入手,还朝着谢谢咧嘴一笑,开始计时了哦。 谢谢也不吭声,脚踏鬼影迷踪,身形一晃,就闪出了残影,一时间,很难看清他的真正身形在什么位置。 但是,那扫把在中年人手上就像是活过来一般,不断的翻转,飞舞,谢谢自认动作已经够快的了,但扫把在那中年人手中却总是能够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他的抓取,要知道,这中年人一直站在原地不动,基本上都只是腰部以上的动作呀。 第485章 山西小黎明 我就不信了。 谢谢怪叫一声,摇身一晃,第三魂技释放,直接奋出一道分身,一前一后,变成四只手,向那中年人抓去。 中年人笑眯眯的看着他,身体轻微的摇摆起来,看上去幅度不大,可是,谢谢的每一次抓去,手却总是穿过他留下的残影,却就是无法落在那扫把之上。 一时间,就在这灵兵广场旁边,身影重重,两人展开了这一场并不公平的较量。 谢谢竭尽所能,将速度提升到极致,本体和分身更是控制的妙道豪颠,彼此配合。 可是,那扫把却像是活了一般,跟随着他的速度而增速,无论他如何巧妙的预判,出手,却始终都无法抓到。 这时候谢谢已经意识到面前的对手不一般了,可是,他却依旧不想认输。 没到最后一刻,怎会知道自己没机会呢? 到时了。 啪的一声,扫把在谢谢本体和分身头上各敲了一下,谢谢吃痛,也随之停了下来。 他明显有些喘息,刚才这一阵全力以赴,对他的消耗是着实不小。 刚才被谁扔出来的呀? 中年人没有急着要堵住,反而问了个问题。 谢谢脸上表情一僵,没吭声。 说实话,他心中真的有些不服气,好几次刚才都像是要抓到扫把了呢。 不管是被谁扔出来的,既不如人是肯定的。 你这速度嘛,在同龄人中也还算凑合了。 但一些技巧方面还有欠缺,然后就是还不够快。 你的身法可以了,但出手速度不够。 出手慢,意味着你命中敌人的可能就低,同时,也意味着你的攻击力不够。 身为闽弓系战魂师,攻击力其实比速度更重要,你知道吗? 中年人笑咪咪的向谢谢说道。 谢谢不服气的道,闽弓,闽弓,闽在弓前,怎么会使攻击更重要呢? 中年人道,因为攻击是一切的根本啊。 你速度是快了,也能够跟对手周旋,可干不掉对手,有什么用? 现在有机甲,有窦凯,哪一个不是防御力惊人? 攻击不够,你只是闽,没有攻。 把你的匕首抬起来。 因为释放着武魂,所以谢谢手中还握着光龙笔,之前只是抢夺操把,他并没有用匕首。 谢谢下意识的把光龙笔抬了起来。 就在这时,中年人突然动了。 谢谢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手中光龙笔轻轻一动,下一刻,肩头就传来一阵刺痛。 他下意识的低头看去,顿时吃惊的张大了嘴。 那是一根头发,崩的笔直的头发,头发刺穿了他的光龙笔,刺入了他的肩头。 这,这怎么可能? 那只是一根头发呀。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崩的笔直的头发软化下来,谢谢只是光龙笔一动,头发就被魂力摧毁成了积粉。 肩膀上的刺痛依然还在,刚刚这一切,却让他觉得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攻击力和速度有关,和力量有关,当你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当你的力量能够凝聚于一点,那么,你的攻击力就能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 小家伙,你要走的路还很长。 谢谢眼中的不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狂热。 您,您能教我吗? 中年人耸了耸肩膀,先把堵住负了,我考虑一下。 好。 谢谢毫不犹豫的拿出自己的学院贡献卡,转给了中年人一百个贡献点。 既然你提前回了学院,明天早上,来这里等我吧。 好的。 我叫谢谢,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谢谢问道。 中年人笑道,我叫梁小雨,你叫我梁哥好了。 我有个绰号叫,山西小黎明。 因为我家住在一座大山的西面,早年间,我们那里有个特别帅的帅哥,后来去了城里,成了一代歌星。 村里人都说我长得像他。 这个绰号我就一直用过来了。 谢谢嘴角抽搐了一下,梁哥,坦白说呀,你这长得和帅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 梁小雨大咧咧的道,那不也就是差一点吗? 谢谢瞥了一眼梁小雨有些谢顶的头,道,还有啊梁哥,下次别用头发扎人了,我看你自己也不富裕呀。 梁小雨,活该你被人扔出来。 唐武林吃饭的地方,选了徐励志带他去过的那家面馆,他很喜欢吃面,尤其是有肉的面。 十几大碗面下肚,通体舒泰。 想想谢谢和元恩叶辉,唐武林不禁有些失效,他俩还真是有缘分呢。 不管他们了,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 谢谢虽然有的时候运气不太好,但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不少的,宿舍区就留他们两个人,应该化解矛盾会容易一些。 取出自己的浑岛通讯器,唐武林拨通了武长空的通讯号码。 回来了。 武长空清冷的声音哪怕是隔着浑岛通讯器,都有种能令人瞬间冷静下来的感觉。 嗯,老师,我回来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去内院那边找您? 唐武林问道。 从放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时间了。 武长空道,你待惠尔就过来吧。 直接进内院,我会帮你打招呼的。 是。 唐武林不敢怠慢,结了账,出了面馆就直奔史莱克学院内院而去。 他还真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自己的血脉又提升了,而且,还获得了第二个气血光环,这玩意儿带给自己的魂迹是什么他还没有尝试呢? 对此,他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的。 要是远程攻击能力,就再好不过了。 内院门前,一片清静。 向内看去,趋近通幽。 大门开着,也并没有人守护在这里。 看上去,似乎谁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入内院似的。 但唐武林却很清楚,如果真有人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里,对于自己人可以说是圣地,但对于敌人,那就是龙唐虎穴。 不知道莫兰姐怎么样了? 醒了没有? 圣灵斗罗的治疗可真的是强大呀。 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达到那个层次就好了。 他脑海中还深深的记得那天看到圣灵斗罗身上六个黑色魂环三个红色魂环时候的情景。 真的是太令人震撼了。 和圣灵斗罗相比,自己小小的三个紫色魂环,实在是什么都不是啊。 走进内院,空气变得更加清新了,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给人一种异常舒适的感觉。 好喜欢这里。 湿润的空气,那是海神湖了。 唐武林沿着道路一直向里,绕过正面那一尊尊代表着史莱克学院先辈的雕像,走到海神湖畔。 海神湖波光淋漓,湖水清澈,深刻见底。 远处,一些水生植物漂浮在湖面上,荡漾着生命的气息。 唐武林刚要取出魂岛通讯器给武长空拨号,却看到,海神湖湖心的海神岛上,一艘小船,破浪而来。 小船速度不快,武长空一袭白衣,站在船头,双手背在身后,在湖面上轻风的吹动下,飘然若鲜。 武老师好帅。 白衣服也帅。 唐武林不禁暗暗赞叹,等自己以后,也弄个白衣服穿穿,学院的绿色校服,着实是,可可。 小船临近,很自然的画出一道弧线,横在唐武林面前。 上船。 武长空在能不废话的时候,绝不多说。 唐武林上了船,魂力波动传来,小船自然而然的朝着海神岛方向滑行而去。 你在魂岛列车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碰到了邪魂师。 武长空问道。 嗯? 唐武林答应一声。 武长空道,邪魂师的能力非常邪恶,和正常魂师截然不同。 以后再遇到,一定要小心。 还有,你可能已经被这个隐藏在暗处的邪魂师组织盯上了。 轻易不要离开学院,以后再出去的话,要提前跟我说。 唐武林点了点头,武老师,我一定会努力变得强大,那时候就不怕邪魂师了。 一提起邪魂师,他心中就有怒火生疼,那些以生命为草剑的家伙,实在是该杀。 第486章 绝美的银发少女 登上海神岛,唐武林顿时感觉到空气中充满了奇妙的生命气息,他的武魂是蓝银草,对这一切感知最为明显,那一棵棵参天大树,都孕育着庞大的生命力,古朴沧桑,不知道经历了多么久远的岁月。 一些特别挺拔的树木,高度已经足有数百米,恐怕要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在这海神岛上,哪怕是树木都会受到庇护,天雷也无法毁坏这里的一切,这是唐武林第二次来到这里,和第一次来时相比,感觉又有所不同。 或许是因为精神力提升到灵海境的原因,感知到的多了,就更是感觉到海神岛的神秘与深邃。 下船,唐武林正准备跟随武长空向岛内走去,突然,心神微动之下,他下意识地扭头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又有一艘小船朝着海神岛的方向而来,船上,站着一名少女。 一头银色长发在空中飘扬,他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身穿红色运动装,在湖面上轻风的吹拂下,露出一张绝美的娇颜。 那是怎样的美丽啊? 唐武林自己已经十分英俊了,武长空更是冷面男神,可是,当唐武林看到那少女的相貌时,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他实在是太美了,精致的五官没有半点瑕疵,整个人就像是湖面上的精灵,一双大眼睛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竟然是淡银色的,十分特异。 虽然才只是十三,四岁的样子,但女孩子成熟的要早一些,已是亭亭玉丽,双腿笔直修长,身材比例接近完美,虽然有些青色,但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真是好美呀。 而且,看着他,唐武林更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红色校服,这是内院的标志,内院弟子。 可是,徐立志和叶兴兰不是都从内院转到外院了吗? 不是说至少要达到一次窦凯师才允许进入内院。 难道说,这姑娘已经是一次窦凯师了? 这怎么可能啊? 嗯? 武长空正向岛内走去,却没听到后面跟上来的脚步声,停下脚步回头看去,正好看到唐武林目瞪口呆的一幕。 身形一闪,他就回到了唐武林身边,抬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唐武林吃痛,这才清醒过来,武老师。 武长空自然也看到那银发少女了,向唐武林问道,你在看什么? 唐武林道,他,他是内院弟子。 武长空点了点头。 唐武林有些不敢置信的道,可是,内院不是只有一字窦凯师才能加入吗? 这不是新规定。 难道说,他已经是一字窦凯师了? 武长空瞥了他一眼,他不是。 他是特例。 为什么呀? 唐武林好奇的问道。 武长空道,因为他是阁主的亲传弟子,阁主就只有这么一名弟子,自然是特例。 他的潜能,无庸置疑。 未来必成大器。 所以阁主才留他在海神岛上着力培养。 阁主? 海神阁主? 来了史莱克学院这么久,唐武林怎么可能不知道海神阁呢? 那可是整个史莱克学院的最高机构啊。 唐武林曾经向不少人打听过有关于海神阁阁主是什么样的存在,但却没人给他答案。 对于那位,大家都是讳莫如深。 就算是武长空,也从来不提阁主是怎样的存在,以他的冷傲,眼中也只有尊敬。 可见那位是何等的强大和令人尊敬。 走。 武长空转身向岛内走去。 此时,那艘小船也已经靠岸了,但却是从和唐武林不同的地方登上了海神岛,银发少女快步走入岛内,消失不见。 为什么我好像见过他,好熟悉的感觉。 唐武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赶快跟着武长空走进了海神岛。 追上武老师的脚步,唐武林忍不住问道,武老师,刚才那个内院的学长,叫什么名字啊? 武长空瞥了他一眼,你才击碎,不要被外物影响了修炼。 唐武林无奈的道,武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觉得他看上去有些眼熟。 武长空淡淡的道,男人看到漂亮女人,都会习惯的觉得眼熟。 眼看武长空不愿意再说下去,唐武林也不好追问,只得跟着他,来到了赤龙斗罗卓市的那座小楼。 小楼前的院子里,沈亿正盘西坐在一个石凳上冥想,他身上有着淡淡的墨绿色气流若隐若现。 唐武林能够清楚的感觉到,沈老师身上的魂力波动异常魂厚,宛如深潭。 但令他亲切的是,那也是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植物类武魂。 沈亿平时很少显露自己的实力,唐武林只是知道他的武魂和藤蔓有关,究竟是什么就不清楚了。 但能够成为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实力一定不会差。 至少也是一位二次斗凯师。 武长空带着唐武林走进小楼,令唐武林惊讶的是,赤龙斗罗卓氏正在客厅之中。 看到他,卓氏面庞上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朝着唐武林招了招手。 唐武林赶忙快步上前,给师祖请安。 好了,没那么多俗礼。 你很不错,没给老夫丢人。 对于这个徒孙,卓氏还是非常满意的。 唐武林带着伙伴们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那一场比赛他也看过了,对唐武林大家赞赏。 在对方有两个武魂融合剂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战而胜之,着实是很不容易。 而且,不久前圣灵斗罗还特意跟他提了有关唐武林的事,对他的心性赞赏有加,这才是让赤龙斗罗觉得最为长面子的。 此时见到唐武林,自然是态度十分之好了。 谢师祖夸奖。 唐武林笑道,师祖,您上次教我的龙惊天,我基本已经掌握了。 您是不是在教我一招啊? 龙惊天令唐武林受益匪浅,不但是拥有了仪式战技,同时也教会了他逆运气血以催动气血之法。 对他的重要程度仅次于玄天宫。 着实点了点头,不急。 肯定是要教你的,不过,先让老夫看看,你将龙惊天修炼到了何种程度? 到院子里来。 说完,着实站起身就向院外走去。 唐武林此时还真有几分想要展示自己的想法,毕竟刚刚突破了金龙王第四道封印,气血之力在上巅峰,获得了第二个金色光环,他也想看看,突破第四道封印之后,自己的战斗力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沈毅似乎是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当他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修炼。 赤龙斗罗来到院子中央,向唐武林招了招手,道,来,全力以赴,龙惊天,向我来。 是。 唐武林走到卓氏身前十米外,武长空和沈毅站在一旁。 对于唐武林的实力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唐武林的成长有目共睹,突破三环之后,他的个人实力逐步提升,虽然魂力修围在班里不算优秀的,但综合战斗力还有领袖能力都超过了绝大多数学生。 第487章金龙第二魂技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受到蓝银草影响,自身魂力提升速度较慢。 这也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制约他的地方。 但他现在年纪还小,还要再看几年,如果18岁的时候,魂力修炼还没有明显提升的话,就要运用一些手段才行了。 至于唐武林进入内院,实际上他们都是一点也不担心的,但是唐武林是大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五级锻造师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进入内院了。 有这么强的锻造能力,想要获得一身一字豆铠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他现在可是连熔断都能够完成了呀。 唐武林深吸口气,顿时,体内龙吟声低沉的出现了,血脉流淌,以金龙惊天的方式迅速运转起来。 体内气血澎湃欲出,唐武林全身迅速浮现出金色纹路,右臂胀大,金色鳞片覆盖,金龙爪出现,金龙鳞片一直蔓延到脖子,将他的脖子也全都护了起来。 五长空很关心唐武林,对于唐武林使用气血之力身体的变化再熟悉无比了。 当他看到唐武林脖子上出现鳞片时,延伸不禁移动,他的血脉之力进一步激发了。 正在这时,两圈金色光环从唐武林脚下升起,他的身体也随之变得挺拔了几分。 沉稳如山的气势迅速急剧,唐武林体内气血流淌的声音,哪怕是五长空他们都能清晰地听到。 伴随着金龙惊天气血匿运,唐武林的双眸很快变成了金色,身上的气息也变得越发强盛起来。 赤龙斗罗也是眼睛一亮,他对唐武林的估计已经很高了,但当唐武林将自己的气血之力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小子比自己估算中更加强大。 两圈金色光环? 之前好像只有一圈才对吧? 他这血脉变异的还真是彻底啊! 居然还有持续性! 唐武林眼中金光一闪,第一个金色光环点亮,整个人瞬间拔高,身体骤然变得壮硕,身上的金色纹路全都变成了金磷浮现而出。 虽然没有那些真正的金磷那么厚重,但也呈现出一层细密鳞片。 除了面部之外,全都包覆在内。 黄金龙体 气血之力在黄金龙体的增幅下,变得越发雄浑了。 紧接着,唐武林身上的第二个金色魂环就亮了起来,他要借助这机会,测试一下,自己这第二个气血魂环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坑!一声金属翠鸣声从唐武林身上响起,紧接着,他全身的金色鳞片骤然一亮,竟是变成了亮金色,每一块鳞片都像是一个小镜子,闪烁着夺目光彩。 这是! 卓士,武长空和沈亿都是看得一愣,唐武林这是什么能力? 怎么鳞片突然变亮了? 别说他们看不出来,就连唐武林自己,也没弄清楚自己这第二个气血光环带来的技能究竟是什么。 肯定不是远程攻击就是了,在使用之后,他体内的气血之力并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半点增强,反而是猛的消耗了一部分,以至于原本催动起来的金龙晶天有所减弱。 更令唐武林无语的是,那变得闪亮的金色鳞片,只是闪烁了大约两秒左右,就恢复原状了。 再就没有任何变化出现。 这! 这就是气血光环带来的第二魂技。 难道说,这是炫技? 就像孔雀开瓶吸引异性似的,只是为了好看。 闪亮那一下是挺好看的,可是,这有什么用啊? 唐武林此时有种欲辜无泪的感觉。 期待了许久的第二光环出现了,不是远程攻击也就算了,可居然还是这么一个无用的能力,实在是是可忍熟不可忍。 但此时施祖在检查他的能力,他的金龙晶天也不能停下来。 幸好,突破第四道封印之后,他整体的气血之力还是大幅度增加了。 只听一声龙银响起,伴随着他双掌推出,一颗金色的龙头在身前浮现而出,和之前相比,这龙头变得更加清晰了,甚至能够看到一些龙头上的表情。 着实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身体也随之轻微一颤。 好家伙,这小子的气血竟然影响到了我的武魂。 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赤龙武魂有了经济的感觉。 右手抬起,一团火红色的光幕挡在身前,唐武林的金龙晶天完整的轰击在光幕之上。 顿时,金红色光芒似箭,低沉的轰鸣声,强烈的气血波动在小院中弥漫。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逆运的气血宛如长江大河一般浩浩伤伤轰击而出,在他的控制下,如同三叠浪一般,层层叠加,一浪强过一浪,震荡的那红色光幕泛起阵阵光运。 足足持续了数秒,金色才逐渐退去。 激昂的龙银声回落,渐渐平复。 光幕撤下,赤龙斗罗卓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你这金龙晶天有三成水准了。 继续努力,我先教你一些金龙晶天的技巧。 气血逆运完成金龙晶天,只是这仪式的第一步。 着式独创的赤龙九世,每仪式都蕴含着对气血运用的极致。 他表面虽然不说,但对唐武林却是越来越满意了,这小家伙的气血之力,比同龄时候的自己还要强上许多,这血脉的品质也要强过自己的赤龙武魂,继承自己一波正式再合适不过。 找了几十年适合自己的传承弟子都没找到,却没想到有了这么一个再传弟子。 当下,他开始传授唐武林金龙晶天的技巧。 唐武林认真地学着,但心中的郁闷却并没有消解,自己那第二个金色光环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呀。 只是耀眼一下,这也实在是太浪费了吧。 不行回头去问问老唐。 卓氏指点了唐武林一个小时,就让他自行修炼去了。 海神岛上天地元气极为充沛,再加上有大量高年份的植物,身为植物系浑师,在这里修炼对于唐武林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一边修炼,他一边在心中呼唤起了老唐。 但令唐武林有些郁闷的是,老唐像是又沉睡了似的,没有半点回应。 老唐难道罢工了? 唐武林有些无奈。 算了,罢工就罢工吧。 自己以后再慢慢摸索就是了。 他又尝试了几次第二光环技能,但除了要演个两秒之外,确实是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攻击没有变强,自身的力量,气血都没有增强。 而且他的消耗,比黄金龙体足足高了一倍。 在攻击的时候使用这个技能,不但没法提升自身实力,还会大量的消耗气血之力,有些得不偿失。 真是无语啊。 唐武林有些苦恼,幸好还有金龙惊天的技巧可以练习,在卓士的指点下,他对金龙惊天的领悟加深了许多。 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能够用出来了。 一直到夜幕降临,晚饭时间到了。 正如唐武林预料的那样,师祖还是管饭的。 桌子上的食物十分丰盛,唐武林曾经吃过的那种黑馒头也在。 在吃饭方面,他可从来都不知道客气。 然后,卓士就看到了自己小徒孙风卷残云的一面。 他已经让沈亿多准备吃食了,可唐武林这一发挥起来,那饭量,可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随着实力的增加,他这饭量还在增加。 尤其是今天又练了一下午气血之力,消耗不小,这一放开了吃,饭量真是吓人。 武林,照你这么个吃法。 你以后打铁赚的钱,够吃饭的吗? 沈亿在饭桌上忍不住调侃道。 唐武林黑黑一笑,道,沈老师,您这就不知道了。 只要我不离开学院,风老就会管我饭呢。 这是当初我答应做他徒弟的条件之一。 卓士一抬眼皮,风无语那老抠门会这么大方。 唐武林感觉的初师祖很喜欢自己,也不拘束,笑道,是啊。 谁让您徒孙这么出色呢? 师祖,之前我去天窦城,跟师伯学习了一段时间锻造,师伯说,只要等我的修为到了四环,直接就可以晋升六级锻造师了。 卓士眼神一动,四环就能六级锻造师。 那这么说,如果现在服用天才地宝让你晋升到四环,也可以。 第488章啪啪响啊。 唐武林挠了挠头,道,应该是可以的吧。 不过,纯粹服用天才地宝提升魂力,好像对未来修炼不太有利。 卓士脸色一沉,道,武林,你记住,做人不能好高骛远,尤其是在修炼一道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你那师伯是谁,但他这话你也不要当真。 锻造在四种副职业之中提升起来是最难的,尤其是到了后面,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神将只有一位的原因。 你要扎扎实实地修炼,巩固自身,不要轻信别人的夸赞。 明白吗? 是。 看到卓士有些不愚,唐武林顿时不敢再说什么了。 正在这时,一声大笑突然从外面传来。 哈哈哈哈,卓士老东西,老夫来也。 随着声音传来,外面走近一人,可不正是前一刻才念到的赤龙豆罗风无语吗? 唐武林赶忙起身,恭敬地向风无语行礼,老师。 风无语没好气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臭小子你行啊。 回来不说先来老师这里,倒是跑到某些人的老窝来了。 像他这种没见识的人,能教你什么? 啪! 卓士抬手一拍桌子,怒道,疯老头,你别别找不自在呀。 我怎么就没见识了? 当着我徒孙,你要乱说话,别怪老夫不顾情面,将你打出去。 风无语不屑地哼了一声,你也不用瑟利内忍地在这儿跟我扯着嗓子嚷嚷,我问你,你知道给武林评价的那人是谁吗? 卓士没好气地道,我怎么知道是谁,他的师伯,难道还是你师兄不成? 你锻造方面有师兄吗? 风无语道,那倒不是我,和我们比起来,他那师伯还是要低上一倍的。 卓士道,那我说的有错吗? 像武林这么大的孩子,最容易被夸奖弄得心态浮躁,我敲打敲打他,你废什么话? 没事儿就赶紧走,看见你我连食欲都没有了。 风无语也不恼,笑咪咪的道,走肯定是要走的,不过等我打完你的脸,我再走。 我这徒弟呀,还有个锻造老师,叫牧尘。 牧尘你知道吧? 之前在东海城那边锻造师协会当分会长的。 也是八级圣将。 他呢,还有个同门师兄,也就是武林口中的师伯。 名字好像是叫振华,是吧,武林? 唐武林抗砍师傅,再抗砍师祖,没敢吭声。 振华又怎样,简单的五个字,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卓士就已经不淡定了。 振华 神将振华 当今大陆唯一一位神将级锻造师,他对锻造师的评价要是都不准确,那还有谁能准确呀? 风无语拍了拍自己的面颊,一脸怪笑,道,哎呀,真是啪啪响啊。 老卓,你脸疼不疼啊? 滚! 卓士怒吼一声,一拳就朝着风无语打来。 风无语哈哈一笑,大袖一挥,卷住他的拳头。 两人你来我往,就在这餐桌上动起手来。 唐武林早就跑得远远的了,神仙打架,他这小鬼还是躲得远一点安全,别说是他,沈亿和武长空也早就退开了。 沈亿有些无奈的道,又来了,阴天打孩子,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武长空向唐武林挥了挥手,道,一时半会儿玩不了,你先出去活动,活动吧。 别走远了,有禁区标识的地方不要进去。 唐武林可怜巴巴的看着武长空,道,可是,老师,我还没吃饱呢。 武长空美好气的道,晚上回来再给你留点。 你这种吃法,海神岛真是容不下你了。 海神岛上的食材都非常讲究,就算比不上资产雄厚的振华,也差不了多少。 但架不住唐武林能吃啊。 岛上的攻击每个人都是有数量的,多一个人不算什么,可多一个唐武林这样的就是问题了,他一个人,至少能吃十个人的份。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出了木屋,此时外面已经是傍晚,海神岛上的空气格外清新湿润,深吸口气,仿佛有生命力直接被吸入体内似的。 总算先前也是吃了个半饱,并不是那么饿了。 唐武林信不在海神岛上溜达,专门朝植物密集的地方走,植物越多的地方,他就会感觉到越是舒服。 师伯说过,自己需要找生命气息旺盛的地方修炼魂力,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海神岛上这样的地方绝对是不少的。 这里不错,那里也不错。 渐渐的,不知不觉唐武林就走到了海神岛深处。 这个漂浮在海神湖上的小岛面积并不算太大,但因为植物众多,又生长了不知道多少年,所以,很难看到它内部的情况。 一路上,唐武林也遇到了几个标识着禁地的地方,赶忙绕开,不敢造次。 这可是海神岛啊。 正走着,他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这笑声听起来还有些耳熟。 下意识地靠近几步,朝着笑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目光穿过一片树枝,唐武林惊讶地看到,在前方一处高约二十米的断崖上,垂下来两根藤蔓,藤蔓上有个模板,居然是个鞦韆模样。 此时,在那鞦韆上,坐着一名青年,青年相貌十分英俊,气质如雅。 这青年唐武林还是第一次见。 青年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目光温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任何强大的气息存在。 可是,鞦韆上却不只是他一个人,在他腿上,还坐着一人。 那人眉目如画,脸上满是笑意,横坐在青年大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将头靠在他肩窝处,那银铃般的笑声,就是他发出来的。 鞦韆也不见有推动力,却自然而然的荡起,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唐武林吞咽了一口唾液,在他的双眸之中看不到羡慕,只有惊骇。 没错,就是惊骇。 那位坐在鞦韆上的青年他不认识,可是,青年腿上的那位美女他却是认识的呀。 不久前才刚刚打过交道,可不正是连自己师伯,神将振华都要心存敬畏以前被相称的圣灵斗罗雅力勉下吗? 圣灵斗罗坐在一名青年的大腿上,这,这,这。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都要被颠覆了,一时间目瞪口呆。 正在这时,荡漾着的鞦韆缓缓停下,青年向怀中的雅力微微一笑,有小朋友过来了。 吓到人家了。 我们走吧。 雅力俏脸微红,瞥了一眼唐武林所在的方向,右手一抬,一道白光亮起,下一瞬,白光和他们的身影同时消失无踪。 如果不是鞦韆还在轻微荡漾着,唐武林甚至会认为刚刚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怎么可能? 圣灵斗罗居然坐在一名青年怀中,这,这实在是颠覆三观哪。 唐武林吞咽了一口唾液,赶快回去吧,别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 他转身就往回走,刚没走几步,迎面走来一人。 红衣银发,绝美无瑕,可不正是今天刚来海神岛时,在岸边看到的那名少女吗? 此时已是傍晚,光线昏暗,和那少女实在太美,黑夜根本就无法遮盖她的光彩。 第489章 纳尔,纳尔 道路狭窄,两人迎面走去。 唐武林看到了她,她自然也看到了唐武林。 四目相对,两人都是一阵。 之前在岸边,因为距离很远,唐武林又没有运转子及魔童,看得不是太清楚,而此时此刻,近在咫尺,面面相对, 当唐武林看清那少女的容颜时,几乎脱口而出,纳尔。 银发少女呆了呆,看着唐武林,刚开始是迷惘,渐渐的,一层水雾从眼底缓缓升起。 啊! 她突然尖叫一声,唐武林还没反应过来,她就已经如同乳燕头怀一般,扑入了她怀中。 纳尔,是纳尔! 是纳尔啊! 唐武林的心在颤抖,她万万没想到,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让自己感到十分熟悉,又如此绝美的少女,居然会是纳尔。 当年,纳尔走的时候,才只有六岁,还是小女孩儿,现在的纳尔,应该已经是超过十二岁了。 女孩子在六岁到十二岁的过程中变化是巨大的。 以至于唐武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没有认出来。 可是,毕竟从小一起生活了几年的时间,对于纳尔的相貌,她的气息,唐武林终究还是太熟悉了。 她那一声试探着的呼唤,竟是真的成功。 真的是纳尔! 纳尔紧紧地抱着唐武林,她的娇躯因为兴奋而颤抖。 哥,哥哥,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纳尔兴奋得又蹦又跳。 唐武林的兴奋又哪里会比她少上半分呢? 这些年来,她独自在外闯荡,她坚强,勇敢,可是,在她内心深处,最深的伤痛,就是家庭。 纳尔走了,父母走了,她变成了孤家寡人,变成了孤儿。 此时再见纳尔,妹妹回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高兴的呢? 纳尔真的长大了,身材修长,不再是那个胖乎乎,漂漂亮亮的小丫头了。 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六,十二岁的少女看上去像十三,四岁似的。 更重要的是,她还认得自己,还认得自己这个哥哥呀。 好半晌,两人的兴奋才渐渐平复下来。 纳尔一脸惊喜的看着唐武林,道,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唐武林道,我是史莱克学院的外院学员呢。 你呢? 我听武老师说,你是海神格格主的弟子。 可当初,你不是连武魂都没能觉醒吗? 纳尔擦了擦眼中的泪水,哥哥,你先说吧,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听他这么一问,唐武林的眼圈顿时红了起来,这些年,他也过得实在是不容易呀。 当下,他将纳尔走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听到父母莫名离开时,纳尔也是皱紧了眉头。 等唐武林讲完的时候,天色都已经黑了。 纳尔,那你呢? 唐武林关切的问道。 正在这时,他身上的浑岛通讯器响了起来,唐武林拿起来一看,是武长空。 武老师。 唐武林赶忙接通通讯。 赶快回来。 武长空声音冰冷的说道。 是。 唐武林答应一声,他真的想和纳尔畅聊一晚呢。 可这里是海神岛,是史莱克学院最神圣的地方。 纳尔,我可能要先走了,我的师祖是赤龙窦罗卓氏免下,明天我们约个时间,我再听你说好不好。 文。 纳尔乖巧的答应一声,点了点头。 唐武林张开双臂,又抱了抱妹妹,和纳尔约好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这才匆匆走了。 纳尔站在原地,一直目送着他离去。 看着唐武林渐渐消失的背影,纳尔不禁抿起嘴唇,轻声地自言自语道,哥哥。 唐武林回到卓氏的小楼,武长空并没有说他什么,只是让他早些休息。 自从修炼以来这么多年,唐武林还从来没有失眠过,可今天,他失眠了。 就连冥想都无法进入状态。 他万万想不到,会在这史莱克学院之中遇到纳尔,而且还是在海神岛上,纳尔竟然已经成为了海神阁阁主的嫡传弟子,这在所有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之中应该是首屈一指了吧。 纳尔也能成为魂师,唐武林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可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初武魂都没能觉醒的纳尔,会一下变得如此强大。 纳尔的出现,也点燃了他对父母的思念。 爸爸、妈妈,我找到纳尔了,你们又在哪里呢? 第二天一早,唐武林在卓士的指点下继续修炼金龙惊天。 一晚的沉思,他总算是恢复了精神,修炼也算刻苦。 但他更惦记的,是下午和纳尔的见面。 还是昨天相遇的地方,当唐武林来到那里的时候,纳尔已经在等他了。 唐武林看着纳尔银色的眼眸,忍不住问道,纳尔,你以前眼睛不是这个颜色的呀? 怎么变成这样了? 纳尔微笑道,武魂觉醒之后就这样了。 哥哥,很抱歉,我那次不辞而别。 是我的家人找到了我。 他们把我带走了。 唐武林心中一动,你找到自己的家里人了。 纳尔点了点头,他们找到的我,然后就把我带回家族,举行了一个仪式。 之后,我的武魂就觉醒了。 唐武林道,那后来呢? 纳尔道,我八岁的时候,被家人送到这里,拜老师为师,开始修炼。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 远远没有你的精力那么丰富,可是,我真的很想你呀。 潜意识中,唐武林能够感觉到纳尔有什么事是没有说出来的,但他也没有追问。 既然纳尔是被他的家人带走的,有什么隐秘也一定是和他的家人有关,自己就别问的太多了。 你能找到家人就好。 我也好想你。 纳尔主动上前拉住唐武林的手,把他的手掌按在自己柔嫩的面颊上,轻声道,哥哥,你什么时候在给我买好吃的呀? 简单的一句话,一下就令唐武林的心融化了,哥哥现在就带你去买,好不好? 好啊。 纳尔笑道。 唐武林拉着纳尔的手,直奔湖畔。 他下午是跟武长空请了假的,说自己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上了小船,船上有讲,唐武林让纳尔坐好,自己划船,小船划破湖面,直奔岸边而去。 纳尔坐在船上,双手脱腮,就那么巧笑奄然的看着唐武林,一脸的笑意。 唐武林看着他,脸上也尽是笑容。 终于又有了当初在家里的感觉,看着妹妹,他心中暖融融的。 就算纳尔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家人,可在唐武林心中,他也始终都是自己的亲人。 上了岸,唐武林带着纳尔就出了内院。 在史莱克学院学了一个学期了,对于史莱克城多少也有些熟悉,他带着纳尔直奔自己最喜欢的那条小吃街。 史莱克学院外院,工读生宿舍外。 速度,你的绝对速度还是太慢。 而且,你要注意运力方式,要将速度融入到自己的力量之中。 出手时,手与身体要融合为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剑合一。 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把速度灌注到自己的攻击之中。 一次攻击,想要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那么,你就要将自己所有的攻击力都融入到攻击之中。 气势,速度,力量,武魂,魂技,机会,叙事,这所有一切都是这一击所必备的。 谢谢听着梁小雨的讲述,整个人都有种冲动。 他似乎隐隐感觉到自己触摸到了什么。 梁小雨的讲述,完全为他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在史莱克学院,更讲究的是让学员们自己摸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问题可以去问,一些高深的问题还是要花费贡献点的。 哪里有梁小雨讲的这么细致啊? 谢谢对自己的问题很清楚,确实就是攻击不足。 速度方面可以更快,可攻击力如果上不去,再快也改变不了战场。 光龙比和影龙比的威力,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 梁小雨一边为他讲解,一边不断的给他示范,让谢谢能够更加深刻的感觉到他所教授的知识奥妙。 第四百九十章巧遇 好了,今天就这些吧。 你回去之后多加练习,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再来。 我要看到你有进步。 梁小雨拍了拍谢谢的肩膀,身形一闪,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好快的速度。 谢谢心中暗暗赞叹,他其实也很奇怪,梁哥为什么会找上自己? 而且还传授自己敏攻系战魂师的技巧。 自己以前好像并不认识这么个人啊。 而且看上去,他也不像是学院老师,可又偏偏能够在学院之中出入自如。 他也问过梁小雨,但梁小雨却总是笑而不语。 反正对他来说是好事,谢谢所幸也不问了。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区。 他瞥了一眼袁恩叶辉的宿舍那边。 房门紧闭,袁恩叶辉应该是在呢。 谢谢探头探脑的看了两眼,窗帘拉得死死的,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一想到昨天自己被扔出去那一幕,他心头就有点发抖。 一定要努力跟两个修炼。 自己喜欢上这么一位,要是实力压不住,以后哪有可能有机会呀。 想到这里,身上的疲惫似乎都消失了几分。 跑到水管子那边打了盆水洗了把脸,清爽多了。 正在这时,背后传来声响。 谢谢迅速回声看去。 果然,袁恩叶辉的房门打开,他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已经恢复了男装打扮。 看都不看谢谢一眼就往外走。 谢谢心中一动,赶忙跟了上去,袁恩,你干什么去呀? 袁恩叶辉不吭声,继续走。 是不是去吃饭呢?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怎么样? 我也饿了。 谢谢屁颠颠颠的跟在后面。 袁恩叶辉突然停下脚步,扭过头,目光平静的看向他。 谢谢却是抬起头,目光飘向天空,嘴里吹着口哨,似乎什么都没看到似的。 无赖。 袁恩叶辉冷哼一声,转身就走。 谢谢立刻跟上,这次他索性不说话了,反正就是跟在袁恩叶辉后面,保持着和他有半步的距离,一步一趋。 袁恩叶辉出了学院,迈开大步,他索性不理会谢谢。 可谁知道这家伙就像块橡皮塘似的,始终跟在他身边。 你有完没完。 袁恩叶辉停下脚步,转身怒斥。 谢谢看了看周围,再看看自己脚下,笑嘻嘻的道,这条路不是你家的吧? 你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 无耻。 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袁恩也不好对他动手。 谢谢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小明? 这次叫对了。 你,袁恩叶辉真想再把他扔出去,但谢谢这次似乎是早有准备,停空后退一步,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突然爆发速度这方面,敏攻器总还是站着些上风的。 袁恩叶辉决定不理他了,反正吃完饭自己就回来,他愿意跟,就让他跟着好了。 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走进了史莱克学院附近的一条小吃街中。 小吃街的生意显得有些冷清,明显是因为学院放假了,平日里,出来打牙剂的史莱克学院学生可是不少。 这小吃街的各种食物物美价廉。 没走上几步,就会有一股不同的香气传来。 谢谢还真有点饿了,闻着小吃街上的香气,一时间肚子不争气的想了想。 袁恩叶辉私下看看,然后走到一个铁板烧前面停下脚步,我要两个鱿鱼,再要两个豆腐皮。 我也来两个鱿鱼,两个豆腐皮。 待会儿一起找我买单。 谢谢从他后面探出头来,向老板说道。 我不用你买单。 袁恩叶辉冷冷的说道。 谢谢孝道,大家都是同学,别那么认真嘛。 你是一年级一班,我是二年级一班,没有人跟你是同学。 袁恩叶辉冷哼一声。 那我们也都是一个学院的呀,学姐,要不你请。 我不反对的。 谢谢孝道。 袁恩叶辉脸色一沉,恶狠狠的看着他,你叫我什么? 谢谢这才反应过来,学长。 袁恩叶辉回过头来,不理他了。 好像啊。 哥哥,我们吃烤鱿鱼好不好。 正在这时,一个悦耳洞听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另一个让谢谢无比熟悉的声音响起。 老板,来五十个鱿鱼。 谢谢猛的回过身,正好和唐武林打了个对脸。 然后他就看到,唐武林拉着一个看上去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儿的手。 看到那女孩儿的样子,谢谢只觉得自己被晃了一下,太美了,这简直是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啊。 袁恩叶辉,徐小妍,叶兴兰都是美女,古月也可以说得上是气质美女。 可是,在眼前这女孩儿面前,却全都要黯然失色。 眼前这银发女孩儿的美,是那种中灵天下之秀的美丽,绝不艳俗,又不是那种清冷不尽人情的美。 她美得自然,就像是天地的宠儿。 咦,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袁恩,你也在呀。 唐武林自然也认出了他们。 袁恩叶辉回过身来,当他看到唐武林和他拉着的那儿时,也是愣了一下。 这家伙,还真的是直男哪。 只是,他不是和古月关系很好的吗? 那儿看看唐武林,再好奇的看看面前两人。 我们出来吃饭,这位是。 谢谢这才反应过来,疑惑的看向唐武林。 唐武林赶忙介绍道,这是纳尔,我妹妹。 我们失散多年,没想到在海神岛上碰到了。 纳尔,这是谢谢和元恩,谢谢的第二个字是谢后的谢。 你们好。 纳尔落落大方的向他们点头示意。 这惠尔谢谢已经有些琢磨过魏尔来了,眼含深意的看着唐武林,道,新妹妹。 哦,我想起来了。 当初你刚到咱们东海学院的时候,曾经因为被子被人踩了,大打出手。 当时你好像说那辈子上有你妹妹给你刺绣的什么纹路。 就是他吗? 唐武林笑着点头,是啊。 就是他。 谢谢看着纳尔绝美的娇言,赶忙向他伸出手,你好,你好。 我是武林的好朋友,闽宫系战魂尊谢谢。 纳尔嬉戏一笑,却躲到了唐武林身后,并不伸手和他相握。 谢谢讨了个没趣,却也没当真,只是看着唐武林的目光始终有些古怪。 袁恩叶辉则是朝着纳尔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你们里边坐吧,你们要的东西多,要烤一会儿才行。 铁板烧老板说道。 好。 铁板烧后面有几张桌子,露天的,但因为味道好,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 此时就只有一张桌子空着。 唐武林四人来到桌子这边坐了下来,闻着烤鱿鱼的香味儿,别有几分美感。 唐武林自然是和那儿坐在一边,袁恩叶辉和谢谢坐在对面,因为铺子里地方不算大,袁恩叶辉再不愿意,也只能和谢谢挨着。 老大,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回来? 谢谢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看看他,再看看袁恩叶辉,眼中含笑的道,我这几天都会留在海神岛那边修炼。 就不回去了。 反正有你们看着宿舍呢。 袁恩,我答应你的有灵金属,等我回去之后就给你锻造。 好。 袁恩叶辉答应一声。 很快,鱿鱼端上来了。 五十四个鱿鱼,还有四个豆腐皮,着实是一大盘子。 对于唐武林来说,这点吃的当然不算什么了。 他拿了两个鱿鱼先递给纳尔,然后自己就开始大吃起来。 纳尔一边吃,一边笑咪咪的看着唐武林。 哥,你饭量还是那么惊人啊。 唐武林嘿嘿一笑,这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了。 你也多吃点,我记得你也很能吃啊。 文娜。 纳尔答应一声,两串鱿鱼已经吃下肚子了。 一伸手,又抓了两串。 老板,再来五十串鱿鱼,五十个鸡肉串,五十个羊肉串,还有,都多久没有和纳尔一起吃过饭了,唐武林饭量本就惊人,此时心情大好之后,更是提升了几分。 又点了一大堆吃的。 元恩叶辉和谢谢的饭量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两人很快就吃饱了。 然后就看着唐武林和纳尔在那里大吃。 第491章 风铃 唐武林的饭量他们早就知道的,当初唐武林就曾经拦住过元恩叶辉,为了吃饭向他兜售锻造金属。 可是,纳尔此时的表现,才真是令他们大吃一惊。 这小姑娘看上去身材那么苗条,吃起东西来虽然没有唐武林那么凶猛,但也是源源不绝呀。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食物进了他的肚子,那饭量,也是杠杠的。 谢谢吞咽了一口唾液,忍不住向唐武林问道,老大,你们家是不是盛产大卫王啊? 纳尔,你可别跟他学,别吃多了撑着。 纳尔嬉嬉一笑,却不说话,只是继续的吃。 唐武林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能吃是福,你懂不懂? 纳尔,还想吃点什么? 纳尔摇了摇头,不用了哥哥,够吃了,好好吃啊。 好久没有吃过这些了呢。 唐武林微微一笑,再见纳尔,他已经不是当初的唐武林了,纳尔也同样不是当初的纳尔,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他成长了许多,但纳尔的变化却更大。 他能够清楚的感觉到,纳尔在刻意回避着什么,每当提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转移话题。 如此两次之后,唐武林就没有再问过了,他不想让纳尔为难,既然他不愿意说,他不问就是了,只要他还是他的妹妹,就足够了。 这惠尔烧烤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外面你已经有人在排队。 里面也有了几次翻台,但因为唐武林他们吃的太多,所以一直还在这里。 那个小姑娘长得不错呀。 唐武林正吃着,突然,在嘈杂的声音中,他捕捉到了一个刻意压低,却明显不怀好意的语调。 伴随着修为提升,以及自身不断吸收金龙王金华,他身体强度,感官都在不断增强。 甚至能够感觉到这恶意是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的。 此时袁恩叶辉是男装,他们四个人之中,就只有纳尔才是女孩子模样。 唐武林下意识地抬起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几名看上去二十多岁的青年刚刚走到烧烤摊摊位这边,走在最前面的几个人长胸漏怀,露出了手臂和胸前的纹身。 恶行恶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正在排队的时刻们看到他们,都下意识地向两旁闪开了一些,就连烧烤店老板的脸色也都微微出现了变化,低着头继续烧烤,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似的。 先前说话的,是走在最前面三人中左侧的那人,这人尖嘴猴腮,虽然场胸漏怀,但却瘦骨临寻,露出一身骨头。 小蕾,你说的是那个紫头发的。 当中那名青年留着墨西干饰发型,身材高大健壮,看上去犹如一头公牛似的,双臂上纹身图案是猙獰的恶鬼,更增几分凶悍之气。 是啊。 风哥,就是那妞。 长得可真水灵,这要是再过几年,长成年了,还不知道要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年龄有点小吧? 壮硕青年皱了皱眉。 小蕾一脸龌龊的道,小才好啊。 你没听说过吗? 美少女养成计划。 培养出来的才最贴心。 哈哈哈哈。 其他几名不良青年都是一阵哄笑,目光全都不怀好意的落在那儿身上。 他们并没有刻意克制着自己的声音,周围的时刻都听得清楚。 已经有不少人向唐武林他们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唐武林继续吃,那儿也在继续吃,就像是没听到似的。 烧烤店老板放下手中的烤肉,转身走到里间,把刚刚烤好的五串鱿鱿放在唐武林他们面前。 唐武林惊讶的道,老板,我们的鱿鱿够数了呀。 老板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们,压低声音道,这算我送你们的。 你们赶快走吧,那几个不是好人,惹不起的。 唐武林惊讶的道,这附近可是属于史莱克学院范围的,难道说,在史莱克学院范围竟然还有人敢作乱不成? 老板苦笑道,就算是在学院附近,学院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管。 史莱克城的治安算是不错,但是,也同样有着一些阴暗面。 他们应该是被史莱克学院开除的学生或者是入学考试没过关的,心中带着怨气,不愿意离去,生活在这里之后,又开始走入歧途。 唐武林心中一动,那这么说,他们也是魂师。 应该都是的。 老板向他连连使了眼色,示意他们赶快离开。 唐武林微微一笑,没事的,您放心,我们这就走。 一边说着,他将老板刚放下的五串鱿鱿拿了起来,三口,两口就吃了下去,然后买了单。 谢谢道,队长,要不要我? 唐武林摇摇头,没事,咱们走吧。 纳尔吃饱了吗? 纳尔一脸满足的点了点头,唐武林宠溺的拿过纸巾给他擦了擦嘴,那走吧。 四人站起身,向外面走去。 才刚出了店门,前面的路就被拦住了。 小朋友们,吃饱了。 我看你们刚才只是单纯的在吃,怎么不喝点酒啊? 人生无酒岂是畅快之势,不如一起喝一杯。 兽谷林寻青年摇头晃脑的说道,一边说着,抬手就朝着唐武林肩膀搭了过来。 唐武林微微一笑。 不用了,我们已经吃饱了,我们还未成年,不能喝酒。 小子,那你们几个先走好了,这小姑娘看起来很面善,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似乎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 我们聊聊。 此言一出,唐武林和纳尔脸上的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就连袁恩叶辉和谢谢也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 等一下。 壮硕青年突然开口说道。 兽青年扭头看向他,风哥,怎么说? 壮硕青年看着唐武林,问道,你们是史莱克学院的。 唐武林心中一动,你怎么知道? 壮硕青年撇了撇嘴,以你们的年龄,能够处遍不惊,自然是有底气的,在这里,最有底气的人,无疑就是史莱克学院出来的学员了。 周围的人听了他这句话,都不禁面露惊讶之色,看着唐武林他们的目光顿时变得不一样了。 史莱克学院,哪怕是在史莱克城,也同样人人敬仰,甚至更加厉害一些。 每一位史莱克城的住民都以自身和史莱克学院是邻居而骄傲。 对于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可以说是人人亲善。 是的,我们是史莱克学院学员。 唐武林淡然答道,现在可否让路了? 壮硕青年上前两步,走到唐武林面前,让路可以,你接我一招,接得下来,就让你们过去。 唐武林双眼微眯,如果接不下呢? 壮硕青年双腿分开,我叫封灵,如果你接不下,就从我胯下钻过去,喊一句,史莱克学院不如封灵,我也让你们走。 对学院的怨念很深啊。 以大欺小啊。 唐武林笑咪咪的说道。 论年龄,眼前这位至少比他要大上七,八岁。 第492章古月怎么办? 以大欺小。 好,你们四个可以分别接我一击,只要有一个人能接下来,就让你们走。 哥,我来吧。 正在这时,一直站在唐武林身边的纳尔突然开口。 没等唐武林说话,突然,一股强烈的肃杀之气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纳尔那原本淡银色的眼眸突然亮了起来,灿烂的银色光芒犹如实质。 壮硕青年只觉得一股无比锋锐的气息瞬间就到了自己面前,他骇然之中就要释放五魂。 但是,也就在这时,一柄长枪已经停在了他面前。 风锐与冰冷融合,点在他的咽喉之上,壮硕青年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在这一瞬都冻结了似的,刚刚想要释放出的五魂在这一瞬间竟然完全凝固,魂力也无法调动,根本就无法完成和五魂的融合,更别说是战斗了。 太快了,从纳尔眼眸发生变化,到他出手。 前后似乎只有十分之一个瞬间,在场所有人之中,包括唐武林和袁恩叶辉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 一、二、三、四、三子一黑,四个魂环在纳尔身上上下盘旋。 在他手中那柄银色长枪长度超过丈二,本身十分纤细,在纤细的枪身之上,有着细密的银色鳞片,这鳞片呈现为六边形,非常的细腻匀称。 这柄长枪只有一端有枪尖,枪尖的长度大约占了长枪的三分之一,枪尖整体呈锥形,上面一共有十二个凹槽,可以想象,如果他刺入人体的话,立刻就会有无数鲜血顺着凹槽澎湃而出。 就是这样一柄长枪,被纳尔单手握在掌中,枪尖刚好点在那壮硕青年咽喉之上,似乎只是差毫里没有接触到他的肌肤。 壮硕青年脖子上瞬间被鸡皮疙瘩不满,强烈的死亡恐惧瞬间传遍全身,两股战战,尿意涌动。 他先前还十分强悍的样子此时已经变得脸色煞白,不敢有丝毫妄动,而跟随在他身边的其他不良青年们,更是一个个浸若寒蝉。 正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浑尸,正是因为他们了解浑尸相关的知识,当他们看到纳尔身上的浑环时,才会更加恐惧。 三子一黑,这是什么情况? 他才多大年纪? 看上去顶天了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在如此年纪竟然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浑环,这说明了什么? 内院两个字,就像是高高悬在纳尔头顶上方一般。 而对于史莱克学院来说,每一名内院弟子,未来都必然是威震大陆的存在呀。 而且,就算是内院弟子,在如此年纪能够有这样成就的,也绝对是凤毛麟角。 纳尔根本看都没看那壮汉一眼,只是扭头向唐武林笑道,哥哥,咱们走吧。 我还想回去多和你说说话呢,别被这些人耽误了时间。 唐武林此时心中又何尝不震惊呢? 当年,他开始修炼的时候,纳尔连武魂都没有觉醒。 而此时此刻,纳尔的修为竟然在他之上,已经是四环的魂踪了,魂魂更是强大到逆天,唐武林可不认为,自己的第四魂魂能够融合一个万年的黑色魂魂,当然,这也是他所期盼的。 纳尔的武魂,就是他手中的这柄长枪吗? 敏攻戏 好强 当那长枪出手的时候,唐武林只觉得自己体内气血仿佛瞬间奔涌了一下似的,似乎要躲体而出。 荧光一闪,长枪凭空消失,纳尔就那么向外走去,唐武林,袁恩叶辉和谢谢跟在后面。 谢谢的嘴一直保持着张大的状态,而袁恩叶辉则是眼中金光连闪,目光始终都落在纳尔身上。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也同样没有看清楚纳尔那一枪是如何刺出的,他们心自问,那一枪,自己就一定能够挡得住吗? 太快了。 纳尔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回去的路上搂着唐武林的手臂,小笑奄然的说着刚才食物的美味。 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唐武林心中一片温暖,但在温暖之中,却不时有那道荧光闪过。 他们走后,风铃,小美他们才渐渐回醒过来。 脸色都变得异常难看,但却什么都没有说,灰溜溜的走了。 当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差距,而是,天欠。 唐武林四人回到学院,唐武林向袁恩和谢谢道,你们先回宿舍吧,我最近这几天就在海神岛那边修炼了。 开学之前会回来。 袁恩,我答应你的事,开学之前一定会完成的。 好。 袁恩转身就走,直奔宫读生宿舍方向而去。 谢谢看看唐武林,再看看纳尔,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向唐武林挥了挥手,追着袁恩叶挥的方向去了。 唐武林和纳尔转向内院方向,纳尔在前面蹦蹦跳跳的,看上去格外开心。 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唐武林脸上也不禁充满笑容。 终于找回了妹妹,爸爸,妈妈,你们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们也找回来,让我们一家团聚的。 袁恩,你等等我呀。 谢谢凭借着闽宫系战魂师的脚力,飞快地追上了前面的袁恩叶挥。 袁恩叶挥也不理他,竟自向宫读生宿舍的方向走去。 袁恩,我问你点事儿啊。 谢谢跟在他身边,突然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袁恩瞥了他一眼。 过去了两天,他的气也消了一些,毕竟,那天谢谢也确实不是故意的。 而且,谢谢那天后来的求爱,让他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小到大,这是第一个向他是爱的男生,第一个向他求婚的男生。 哪怕是完全不喜欢的情况下,女孩子遇到这样的事,也会自然而然地留下深刻印象。 没有谁是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喜欢的,所以,他虽然一直告诉自己不理他,可实际上,心中却已经没那么气了。 谢谢每天都忙前忙后的打扫卫生,现在甚至早上起来还专门打盆水放在他宿舍门口,虽然他对他一直不假辞色,但他却乐此不疲。 你有没有觉得,武林和他那妹妹太亲热了,他们可不是亲生兄妹呀? 而且,他妹妹还长得那么漂亮。 谢谢说道。 你什么意思? 原恩疑惑的看向他。 谢谢道,没什么意思,只是有点担心。 他妹妹实力超乎想象的强,还长得那么美,对他明显也很依恋。 是个男人恐怕就会被吸引。 哦,我不是说我呀。 我心里只有你。 你滚原点。 原恩叶辉猛的加快了不速。 哎,你别走啊。 你听我说完了。 谢谢赶忙追上去,现在的问题是,古月怎么办? 大家都是明眼人,谁看不出古月对武林有意思啊? 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说要是武林以后跟他妹妹在一起了,古月可怎么办吧? 原恩叶辉愣了愣,看了谢谢一眼,你管人家的事情干什么,感情这种事儿,只有自己才能决定。 谢谢忧愁的道,可我们是朋友啊。 要是万一闹得大家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多不好。 而且,古月对武林真的不一样,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吧。 原恩叶辉淡淡的道,看得出来如何? 看不出来又如何? 你才多大年纪,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难怪你那么弱。 谢谢气往上撞,我怎么就弱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配不上你了。 原恩叶辉淡淡的道,自己知道就行了,也不用说出来。 你,谢谢怒道,那要是有一天我能打得过你,你就嫁给我,怎么样? 原恩叶辉瞥了他一眼,没吭声,腾身而起,快速朝着宿舍方向去了。 谢谢用力一挥手臂,突然觉得全身都充满动力,至少,他没有拒绝呀。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打得过他,就有机会了。 打得过他,好像有点难。 人家是双生武魂,都是顶级武魂。 这双生武魂好像有点不公平啊。 我也是双生啊。 努力,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战胜他。 第493章终于知道效果是什么了。 人家想的也没错,作为男人,如果还不如自己的女人,这是件多么憋屈的事情。 此时,唐武林和纳尔也已经回到了内院这边。 哥哥,你是不是很好奇我的武魂是什么? 纳尔一边说着,一抬手,荧光闪烁,那柄长枪又出现在了他掌握之中。 枪身一阵,角若游龙,荧光闪烁,化为一片银色光影。 我的武魂叫白银龙枪。 纳尔轻声道。 白银龙枪? 唐武林愣了一下,冥冥之中,心里似乎感受到了些什么。 纳尔嘻嘻一笑,武魂收回,飘身而起,宛如精灵一搬上了海神湖畔的船。 唐武林也赶忙跟了上去。 今晚的月色非常好,湖面映照月色和星光,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星空所充满。 就在这湖面上,小船荡漾,宛如破开星河,朝着海神岛的方向而去。 天上的星星好美呀。 纳尔一脸微笑的说道。 唐武林也笑了,坐在船上,看着船头的纳尔,她的心特别安静。 纳尔是魂师,重要吗? 纳尔的实力强大,重要吗? 不,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妹妹就在眼前,平安无事。 重要的是自己终于找到她了。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小船速度不快,但终究还是到了海神岛。 纳尔飘身下船,唐武林走在她身边,她主动搂住唐武林的手臂,一脸的巧笑奄然。 唐武林摸摸她的头,一如小时候那样。 从纳尔眼中,她能够看到浓浓的衣脸。 我到了。 纳尔指了指前面一个山坡,低声对送自己回来的唐武林说道。 唐武林停下脚步,好,快回去吧。 纳尔道,哥哥,那明天我们还在那里见面哦。 唐武林道,好,不过明天恐怕不能这么长时间了,还要修炼。 嗯啊,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开心了。 纳尔向唐武林挥了挥手,倒退着走入那个山坡的树林之中,悄然消失。 目送着她离去,唐武林深吸口气,再徐徐吐出。 找到纳尔了,真好。 接下来的几天,唐武林继续苦练她的金龙惊天。 由于最难的基础逆运气血已经完成了,加上她现在体内气血足够旺盛。 金龙惊天的后续变化领悟得非常快。 到了第六天,卓氏将自己的赤龙九世第二世也传授给了她,龙汉帝。 如果唐武林能够练成,就是金龙汉帝。 先惊天,后汉帝。 有了金龙惊天打底,对于这第二世,唐武林领悟的速度也丝毫不慢。 但唯一令她郁闷的是,尝试了好几天了,可到现在,她却依旧还不知道,自己那血脉光环第二技能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仿佛除了闪光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似的。 好不容易突破了第四道封印,具备了第二个光环,却是个无用的东西,怎能不让她郁闷。 虽然心里想着不在意纳尔实力如何,可那天看了纳尔展现出的四个魂环和奇快无比的枪法,还是激发了唐武林内心的修炼狂热,这几天分外努力,除了每天见纳尔那一会儿之外,她几乎全都沉浸在修炼之中。 无论是魂力提升速度还是战斗力,都在快速成长。 哥哥,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有些闷闷不乐的? 纳尔看着面带微笑,却有些神思不属的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道,还不是我那第二个金色光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带给我的能力是什么。 关于自己有血脉魂环环的事,她根本就没有向纳尔隐瞒,除了封印的事情没说之外,其他的都告诉纳尔了。 毕竟,父母不在,纳尔就是她最亲近的人。 纳尔道,什么样子? 你用出来给我看看呗。 说不定我能帮你想出来。 好。 唐武林气血调动,金龙鳞片浮现,两个金色光环也随之浮现而出。 看好了。 第一光环闪烁,全身覆盖上了细密的金色鳞片。 然后才是第二光环亮起。 唐武林也很无奈,这第二魂祭吧,没什么用不说。 还必须是要在黄金龙体的基础上才能施展得出来,所以消耗自然就更大了。 伴随着第二光环的亮起,唐武林身上的鳞片也随之变得如同镜面一般光彩夺目。 持续大约两秒之后,镜面效果消失。 就是这样了,时间很短暂,如果想要再用,还要大量消耗气血之力,弄得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使用它的时候,无论是魂力还是气血之力都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强势攻击技能出现。 纳尔想了想到,那防御呢? 防御有没有变强? 唐武林愣了一下,防御。 这个他还真没怎么考虑过,他所有的能力都是以攻击为主的,就算是蓝银草,也是以控制为主。 难道说,金龙光环会带给自己一个防御魂迹? 防御方面也没什么感觉,并没有发现防御变强。 唐武林下意识的说道。 纳尔道,那咱们试试给。 嗯,好。 唐武林有些异性阑珊的说道,就算是防御类的能力,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自己要一个防御类能力,对本身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提高。 一边说着,他再次运转气血,催动第二光环,鳞片再亮。 纳尔手上荧光一闪,白银龙枪横空出世,枪杆横扫,击打在唐武林胸口处。 砰! 纳尔并没有用太多的力量,但是,就在他那白银龙枪击打在唐武林胸前的刹那,奇异的变化出现了。 唐武林全身闪亮的鳞片突然剧烈的闪烁起来,纳尔只觉得一股犀利传来,自己体内的气血不受控制的奔涌而出,竟然有一部分被唐武林吸收了过去。 唐武林的感觉则更为奇妙,他只觉得一股能量瞬间从那儿的攻击之中注入到自己体内,自己体内的气血一下就沸腾了,激昂的龙吟声瞬间从体内响起,他完全是下意识的腾身而起,对着空中就推出一掌金龙惊天。 龙吟嘹亮,金龙龙手宛如实质一般横空出世,刹那间,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在全身不断闪烁的金光映衬之下,金龙惊天的威力至少增加了三,四成之多。 这……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纳尔刚才那一击,让他一点痛苦都没有感觉到。 纳尔看着唐武林,若有所思的道,好像还不止是防御哦。 金龙惊天释放完毕,唐武林惊讶的发现,这次使用金龙惊天不但威力大增,而且消耗还减少了。 释放速度也增加了。 难道说,那是一个辅助型魂技? 哥,你还能施展吗? 纳尔问道。 唐武林道,还可以。 纳尔道,那再来一次。 唐武林道,好。 第二光环再次闪耀,纳尔手中白银龙枪这次不再是横扫,枪间闪电般刺出,目标正是唐武林鳞片最为厚实的右臂。 白银龙枪盲内敛,枪间刺中在唐武林右臂上,唐武林身上的鳞片顿时再次闪耀起来。 他这次没有腾空,而是身体旋转,然后右脚重重的跺在地面上,顿时,八道龙形气劲朝着四面八方盘旋散开,正是金龙汉地。 第494章 金龙霸体 纳尔白银龙枪在地面上一撑,腾空跃起,但就算如此,还是受到了气劲的带动,身形翻转了一圈,全身荧光缭绕,这才从唐武林头顶上方落下。 唐武林早就告诉过他,金龙汉的唯一能够闪避的位置,就是他头顶。 疼吗? 纳尔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摇了摇头,白银龙枪只是刺中他身体的一瞬间,全身鳞片就开始闪烁了,他那时候只觉得全身气血额外的充沛。 完全是应激反应一般,就施展出了金龙汉地。 至于疼痛,一点都没有,手上金龙鳞片也没有任何破损。 那就没错了,我估计我知道你这个魂技的能力是什么了。 纳尔微笑着说道。 唐武林好奇问道,是什么? 纳尔道,有一半是类似于无敌一秒之类的效果。 这类魂技你应该听说过吧,一旦使用,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够承受自身承受上限三倍以上的防御类能力,就被称之为无敌了。 虽然不是绝对的无敌,却能让自身防御力暴增。 另一半的话,就是吸收对方的攻击力,转化为自己的力量,瞬间爆发出更强的一击。 刚刚我有感觉到在命中你的时候,我的魂力和气血都被你抽走了一部分。 还能这样? 唐武林在史莱克学院也学习了一段时间了,但这样的魂技确实还是第一次听说。 纳尔笑道,魂技无其不有,而且,你这本来也不是正常的魂技,是什么自然是都有可能了。 这个魂技要是运用的好,实战方面的效果应该会特别厉害吧。 唐武林心中一动,仔细思考,还真是这样。 这个技能瞬间把防御力增大数倍的话,还能提升自己的攻击力。 运用的当,岂止是特别厉害,简直就是神技一般啊。 纳尔,你多用点力攻击我一次试试,看看防御力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唐武林说道。 纳尔点了点头,好。 那你可要小心了哦。 唐武林点了点头,以他的气血之力,突破第四层封印之后,这第二金色光环魂技使用四,五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纳尔深吸口气,双眸之中荧光大放,刹那间,整个人的气势未知一变。 在唐武林眼中,纳尔仿佛消失了,无尽的荧光之中,纳尔与手中白银龙腔融为一体,龙腔风锐触,瞬间喷出三尺长的腔芒,腔毛闪耀着令人惊恐的光运。 好强。 唐武林眼力不差,一眼就看出这腔芒之中蕴含的力量有多么可怕了。 纳尔娇喝一声,手中白银龙腔斜指天空,身上四个魂环宛如水波一般律动一变,长腔指向唐武林,顿时,风锐之气扑面而来,以唐武林此时黄金龙体的防御力,自身鳞片都随之炸起,体内魂力不自觉的高速运转起来。 开始 纳尔向唐武林点了下头。 唐武林深吸口气,第二金色光环闪耀,铃片再次亮起。 一道璀璨的银芒,带着晶莹剔透的尾焰顺闪而至,那一瞬间,唐武林根本就没看清楚纳尔是如何出枪的。 叮,翠鸣伴随着两声龙吟同时响起,一声高亢激昂,一声轻月嘹亮,就连唐武林也分不出自己身上响起的龙吟究竟是哪一声。 全身一震,一股庞大的能量瞬间涌入体内,金龙惊天瞬间再现,巨大的金龙头比先前更加清晰几分。 仿佛真有一头巨龙要从唐武林体内拖出似的。 龙头昂扬,金光闪烁,周围的空间瞬间被撕裂。 如果不是唐武林拼命控制,这金龙惊天直接找上的就是纳尔了。 枪盲闪烁,脚弱游龙,白银龙枪似乎在那一瞬变得柔软了,犹如一条银龙盘绕在纳尔身体周围,银芒吞吐,化解掉金龙惊天的余波。 唐武林从来没有感到过金龙惊天是如此的酣畅淋漓,之前一些着实传授的技巧还有些声色的地方豁然贯通。 体内魂力涌动,气血奔涌,分明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金龙龙头足足持续了三秒才缓缓消失,唐武林身上的鳞片,强盛的气血之力也随之消失无踪。 体内气血终于尽受不住如此强烈的消耗,罢工了。 虚弱感随之传来,但刚刚那酣畅淋漓的感觉还是令唐武林不禁大喜。 哥,在你用那一招的时候,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能够破你的防。 你有什么更深的感觉吗? 纳尔收起银龙枪,来到唐武林身边。 唐武林点了点头,这次感觉更清晰了,你的攻击越强,我吸收到的力量也就越多,从而让我的反击也变得更强。 但同样的,你的攻击越强,我的反击越厉害,我自身的消耗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你想要攻破我的防御,就是要让我吸收到的力量超过我自身气血能够承受的范围,才有可能。 那样的话,我直接就会受到重创。 不过, 感觉应该如你所说,有无敌魂技的效果。 至少要超过我正常防御力的两,三倍,才有可能破了我这个技能。 纳尔微笑汗手,恭喜哥哥,获得神技。 唐武林笑道,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不是你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弄懂这个魂技呢? 明天等我气血回复了,咱们再试试。 这个魂技要不断的试验,才能真的掌控。 纳尔道,我应该是破不了你的防了,刚才那一下反击如果针对我,我也很难全身而退的。 相当于是你用自己的力量结合了我的力量发起了反击。 哥,你这个技能有名字吗? 唐武林摇了摇头。 纳尔微笑道,那我给你起一个怎么样? 唐武林笑道,好啊。 叫什么? 纳尔略做思索后,道,不如就叫金龙霸体吧。 是不是特别帅气? 唐武林哈哈一笑,好,就叫金龙霸体。 金龙王血脉第一魂技,黄金龙体,第二魂技,金龙霸体。 虽然没有出现唐武林希望的远程攻击,但此时试验出了这个魂技的作用,唐武林还是大为兴奋的。 这金龙霸体应用得当,在战场上绝对是能够扭转战局的存在。 尤其是在针对比自己实力强大许多的对手时,效果应该会更好。 有了金龙霸体,对于唐武林修炼赤龙九世也有很大的帮助,突然暴增的气血之力催动金龙惊天,金龙汉帝,能让他在自身更强的实力中,更好地领悟这两世自创魂技的真谛。 很快卓士就发现,自己这徒孙简直就是天赋异禀啊。 等到了快开学的时候,不但金龙惊天的小技巧基本都能熟练运用,就连金龙汉帝,也掌握了个七七八八,绝对可以用天才二字来形容。 武林,你接下来要努力提升魂力了。 这些战斗技巧固然能够让你的战斗力提升,但魂力才是魂师的根本。 你们同班同学之中已经有不少人都到了四环修为,你也要尽快提升到四环,魂力提升一个大境界,你能够做的事情也要多得多。 在唐武林离开海神岛之前,着实叮嘱道。 唐武林心中凛然,自己的师掌们几乎都提醒着自己要努力修炼魂力,看来开学之后,其他的事情都要放一放,减少时间。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炼魂力方面。 就算第二学期不能达到四十级,等到第三学期,一定要达到才行。 一个学期一年,等第四个学期的时候,他们就要进入二年级了。 临走之前,唐武林找到纳尔。 绿草如荫,海神岛上的空气永远清新的让人陶醉,如果有的选择,唐武林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这里天地元气浓郁,如果能够一直在这里修炼的话,他的修为一定会提升的快很多。 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 他现在还没有进入内院的资格。 而且,就算是进入了内院,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登上海神岛的。 唯有努力,再努力,未来自己才能真正的留在这里。 纳尔,我要回外院那边了,你在内院要努力修炼哦。 唐武林摸了摸纳尔的头。 纳尔眼圈微红,哥哥,我不舍得你走怎么办。 第495章要开学了。 唐武林笑道,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哦。 咱们都留了魂岛通讯,你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还可以出来看我。 不过,平时我恐怕是没法来海神岛了,规矩不允许。 我就在外院攻读生宿舍,很好找的。 嗯啊! 纳尔突然扑入唐武林怀中,紧紧的抱住他,哥哥,无论以后你遇到怎样的困难,为了纳尔,你也要努力支撑过去哦。 一定要变得更加强大。 纳尔在海神岛等着你。 一定,我一定会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入海神岛的。 少年充满热血的说道。 唐武林走了,纳尔依旧站在远处,看着他离开的方向,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空洞,在眼底深处,还有淡淡的悲伤。 怎么了? 你哥哥走了。 柔和的声音在身边响起,纳尔眼神顿时恢复了正常,轻轻的点了点头。 温柔白皙的手掌搂住了他的肩膀,你们都还小,未来有的是时间。 傻丫头,你竟然也会这么依恋于人,你老师可是极度的狠呢。 纳尔抬头看去,不依的道。 师母,我也很依恋您和老师啊。 如果唐武林在这里,一定会认出,站在纳尔身边的这位,正是海神阁副阁主,有当今大陆最善良女性之称的圣灵斗罗雅丽。 雅丽抱了抱他,师母很喜欢你的依恋呢,我和你老师没有孩子,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放心吧,你哥哥很优秀,未来他一定能够考入内院的。 文,谢谢师母。 师母,为什么现在不能让他进入内院呢? 我觉得哥哥的潜力可以的。 纳尔一脸稀奇的看着雅丽。 雅丽却摇了摇头,道,现在还不行,朴玉需要更多的磨练,在这里,磨练是不够的。 所以,我和你老师也准备让你出去一段时间,总是在这里修炼,对你未来的提升不利。 还有一年吧,一年后,你要出去走走了。 不,纳尔才不要离开老师和师母。 纳尔抱住雅丽,撒娇着说道。 史莱克学院外院,攻读生宿舍。 唐武林回来的时候,徐励志已经在宿舍中了。 励志。 唐武林笑道,你和星兰去哪里了? 怎么在学院里一直没看到你们? 徐励志呵呵笑道,星兰姐去了一个是和她修炼的地方,我这武魂,在哪里修炼都一样,就跟她去了。 我们也刚回来。 队长,看你的样子,似乎又有所突破呀。 徐励志虽然是食物系浑尸,但她的感知非常敏锐,并不是精神力带来的感知,而是一种先天感知。 她明显发现,今天的唐武林有些不同。 不但身材高大了几分,增添了英气。 同时,她的眼神变得更加内敛了,身上的气息没有什么变化,可她就是感觉到,皮肤下似乎有光运流转的唐武林已经变得更强。 唐武林笑道,还行,有了一点突破吧。 不算特别强,我最近准备开始努力修炼魂力呢。 徐励志呵呵笑道,嗯,没想到来到外院压力还那么大,班里都好几个四环的了,咱们是要努力了呢。 唐武林道,小颜和谷月他们回来了吗? 谢谢呢。 徐励志摊了摊手道,小颜和谷月还没回来,谢谢这家伙一大早就跑出去了,不见人影。 乐正宇也回来了。 在他宿舍那边呢? 我看袁恩好像一直都在。 嗯? 唐武林道,那我先去找他们一下。 答应袁恩叶辉的事要先给人家做到。 袁恩叶辉的宿舍门关着,自从第一次被谢谢看到之后,他这里就变得非常神秘,哪怕是白天,都很少有拉开窗帘的时候。 唐武林抬手在门上敲了敲,袁恩,你在吗? 袁恩叶辉开门而出,回来了。 唐武林点了点头,我这就给你锻造有灵金属去。 你的需求没什么变化吧? 袁恩叶辉摇了摇头,没有,品质越高越好就是了。 唐武林笑道,尽力而为,十几天没有摸锻造了,我要先熟练一下。 不急。 没别的事我回去继续修炼了。 唐武林道,你知道谢谢去哪了吗? 袁恩叶辉眼神微微一变,冷声道,不知道。 你们是室友,他在哪里,你问我。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实在是抱歉,不过大家也还是同学,你。 哼。 袁恩叶辉直接关了房门。 唐武林摸了摸鼻子,这还真是碰了一鼻子灰呀。 先去锻造室吧,十几天没摸锻造了,别说,还真有些想念。 一想到要去锻造,他嘴角处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现在还记得,疯老那天在师祖那里得意的样子。 疯老最近已经没有再督促他修炼锻造了,唐武林的师长们给他的共同意见,全都是要尽快提升魂力修为。 这是他现在相对比较薄弱的。 他刚要前往锻造室,却突然接到一个魂岛通讯,一个令唐武林高兴的叫出来的好消息。 太好了,莫兰姐醒了,这真是太好了。 莫兰的丈夫打来的通讯,莫兰已经醒过来了,虽然还有些神志不清,但最亲近的人却是已经能够认得出来。 这已经是相当好的情况了,圣灵斗罗也接到了他们的消息,最近会再去一次。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莫兰是有痊愈可能的。 队长,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 停停欲力的徐小妍从外面走进宿舍区,刚好看到唐武林兴高采烈的一幕。 唐武林笑道,一个朋友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了,替他高兴。 徐小妍巧笑嫣然的道,那真是太好了。 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了。 一个月不见,大家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变化,但唐武林还是看得出,徐小妍比以前自信了。 自从他的武魂在观星台升华之后,他的心态就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份自卑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越来越自信了。 确实,他现在的三大星空魂迹,在控制方面,绝对是极其强大的,单是绝对成立性,就已经能够改变战场了。 大家都在飞速进步,这就是史莱克呀。 一刻都不能松懈的史莱克。 这种氛围,总是能够让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唐武林走出公读生宿舍,才一出门,又碰到了熟人。 班长好。 来人正是有禁锢之称的洛贵星,他们班五大少年天才榜成员之一。 贵星,你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也打算当公读生吗? 唐武林笑道。 那次团战之后,唐武林在一年级一班的威望不断提升,尤其是当他们战胜了二年级一班之后,更是如此。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班长地位了。 而他和洛贵星,伍斯多他们的关系也改善了不少。 毕竟,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同班同学,有竞争,但也是同窗。 我是来向你们发出邀请的。 这不是新学年要开学了吗? 大家修炼了一年了,咱们来一场班内有意赛怎么样? 对大家也是个锻炼。 洛贵星笑咪咪的说道。 第496章古月归来。 唐武林失笑道,怎么? 不服气? 还要再来一次吗? 洛贵星瘫了瘫手,总要验证一下我们的修炼成果吗? 你们是最好的验证对手。 虽然我觉得我们胜率不会高,但总要试试。 我们可是一直以你们为目标苦练的。 唐武林道,什么时候? 洛贵星道,明天就开学了,上午开学典礼,下午没什么事。 就明天下午吧。 输的人出场地费。 怎么样? 好。 唐武林痛快地答应一声,同学之间的正常切磋有什么? 而且,他对自己和伙伴们也是信心十足。 洛贵星道,班长,可不要大意哦。 我们进步可是很多的,配合问题也解决了。 这次我们绝不会有上次那么多失误。 不过,你们那五魂融合技是不是就不要用了? 那个太霸道了,用了对你们自己伤害也大。 唐武林笑了,贵星,你这么说,可就相当于信心不足啊。 这样的话,我看你们就没什么获胜的机会。 他才不上当呢,洛贵星想用话套住他可没那么容易。 而实际上,唐武林确实是没打算用五魂融合技,被老唐提醒之后,神龙便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好吧,明天见。 洛贵星告辞而去,唐武林也跟着他走了,去锻造室那边,他都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的伙伴们。 对于这场挑战,他确实是信心十足。 等唐武林从锻造室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的是,十几天没锻造了,可这重新拿起锻造锤之后,锻造的感觉反而比之前更好了。 这应该是沉淀的原因,也有他自身气血之力提升,感知更敏锐的原因。 熔断的成功率比之前还要高了,品质也相当不错。 一个下午的打造,居然让他锻造出了一块品质高达89%的有灵金属。 唐武林直接给袁恩叶辉送去了,一听说融合度高达89%,袁恩脸上总算是有了笑容。 宿舍里,谢谢还没回来,古月也没回来呢。 唐武林皱了皱眉,拿出自己的浑倒通讯器,拨通了古月的号码。 武林? 很快,通讯接通。 不知道为什么,当唐武林听到古月的声音时,整个人都有种放松的感觉。 嗯? 是我? 明天就开学了,你怎么还没回来? 在哪呢? 唐武林问道。 呵呵。 另一边的古月笑了笑,快到了。 我给你带了点好吃的。 还有一会儿就到学院了。 我去门口接你。 唐武林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说出这句话。 说完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诧异。 好啊。 古月的声音依旧平和,但明显带着几分喜悦。 唐武林从床上跳下来,套上鞋子就跑了出去。 徐励志目送着他离去,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唐武林才一出门,迎面就碰上了刚进宿舍区的谢谢。 咦,老大,你回来了。 谢谢的样子着实是有些狼狈,一头的汗水,还有灰尘。 头发都粘连在额头上了,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一副疲惫的样子。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了这是? 唐武林疑惑的说道。 谢谢的眼睛很明亮,秘密。 好吧。 唐武林也不多问,向他挥了挥手,就出宿舍区去了。 谢谢走到水管子那边洗了把脸,把脸上的灰尘洗掉,再直接用清水冲着自己的头,大有几分畅快淋漓的感觉。 真是豪爽啊。 被虐得豪爽啊。 他绝不愿意回忆先前经历的一切,每天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那天嘴欠说了梁小雨头发的问题,这几天着实是被虐得愈生愈死。 但他却依旧是兴奋的,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更让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和武魂其实是一个宝库,在不断的开发过程中,宝库内的一切逐渐展现出来。 自己并不是天生就那么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掌握武魂的真谛,没有掌握敏公系魂师的真谛,才没能将自身的能力全都发挥出来。 在梁小雨的教导中,他分明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而且,现在他也已经知道梁小雨的身份了。 在他跟随梁小雨学习的第二天,梁小雨就带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有着专业训练设备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属于堂门外三堂之中的,敏堂。 自称山西小黎明的梁小雨,正是堂门敏堂堂主,敏堂,在堂门之中负责消息收集,公关,市场等工作。 负责范围最大,项目最为繁琐。 敏堂招收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敏公系战魂师。 无疑,谢谢被梁小雨直接吸收到了敏堂之中,现在他已经是专属于敏堂的知识了。 梁小雨亲自教导,谢谢终于摸到了敏公系真正的大门。 换了以前,这么残忍的教学,谢谢恐怕已经扛不住了,但那天被圆恩叶辉刺激之后,他就憋着一股劲,所以,连梁小雨都很惊讶,这个家伙的忍耐力居然这么强。 每天训练都非常拼,不到筋疲力尽绝不结束。 谢谢骨子里是有股狠劲儿的,这已经在以前的战斗中显露了出来,而这次,他的狠劲儿就全都用在了自己的修炼之中。 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很简单,超越圆恩,战胜圆恩,取圆恩。 人都需要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 目标的吸引力越大,奋斗的自然也就越努力。 谢谢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动力十足,一切的痛苦和疲惫,都是直老虎。 圆恩叶辉站在窗前,从窗帘和窗户的缝隙中,看着在那里洗头的谢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听到唐武林和谢谢交谈的声音后会来到这里,看着他。 那家伙,究竟每天在干什么? 在他心中,也同样不无好奇。 史莱克学院大门,唐武林跑到门口处停下脚步,四下张望着。 暂时还没有看到谷月的身影,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心中,他的身影特别清晰。 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这么关心谷月? 正在他思索的功夫,远处,一辆混倒汽车闪亮的灯光照耀过来,时间不长,汽车来到学院门前停下。 从车上下来一名司机,拉开后面的车门,谷月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到唐武林,他脸上顿时流露出灿烂的微笑,向唐武林招了招手,然后走到后备箱那边。 唐武林赶忙走了过去,忍不住说道,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谷月轻声道,之前有点事情处理,处理完了就回来了。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一边说着,他从后备箱拿出几个盒子来,递给了唐武林。 盒子外面都包装着,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还热着呢? 谷月奄然笑道。 唐武林把盒子放在车顶,盒子一打开,顿时,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作为一个地道的吃货,唐武林的眼睛瞬间就直了,怎么能这么香? 三个大石盒,放着九个菜,每一种都是一大盘子。 然后还有大约二十个馒头。 没敢做太多,怕路上颠簸不好了。 营养应该够的。 你吃晚饭了吗? 谷月帮他把石盒都打开。 学院旁边不远处有个花圃,花圃外圈是石台,石盒就都放在这里了。 还没? 唐武林的眼睛已经离不开石盒了。 那吃完了再回去吧。 谷月道。 好。 唐武林早就按捺不住了,飞快地抓过一个馒头,拿起餐具就大块朵一起来。 味道真是相当好啊。 凭借着多年吃货的经验,唐武林很快就认出,这些美食都是用品质极高的食材做成的,居然一点都不逊色于师伯那里。 全都是营养极为丰富的高等食材。 这是野生海参,好吧。 这么大个头,起码是二十年以上的。 唐武林一边吃着,一边辨认食材。 这些菜的味道不是特别好,但却绝对是真材实料,他一通大吃,吃得没开眼笑。 第497章你做的 古月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吃,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每当唐武林吃空一个盘子之后,他就帮他拿上来新的食物。 就在学院门口,大块朵仪。 没用多久,三个大食盒中所有的饭菜都被他一扫而光。 古月看着他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问道,吃饱了吗? 唐武林点点头,还行,量虽然不算大,但都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呀。 你从哪里买的? 真是破费了。 古月微微一笑,我做的。 学了好几天,好像味道一般。 你做的。 唐武林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对于他们这些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来说,时间绝对是宝贵的,回家后的古月竟然专门抽出时间来研究怎么做饭,就为了做这一顿给自己吃。 一种奇异的暖流瞬间传遍全身,唐武林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谢,站起身,帮他把食盒都收拾好,然后收入到储物魂倒气之中。 走吧。 唐武林向古月招了招手。 古月和他并肩前行。 天已经黑了,在月光的照耀下,史莱克学院的大道上洒落着婆娑树影,两人就在这静谜之中前行。 唐武林突然觉得,这次回来之后的古月,在自己心中的感觉好像不一样了。 分别一个月,他一直在努力修炼,更有着见到那儿的惊喜。 可今天,古月没有回来之前,他心中的惦念却变得强烈,当他回来时,那份欣喜与兴奋是前所未有的。 扭头看向古月,皎洁的月光从参姿婆娑的树影中落下,照耀在他那吹唐可破的胶岩上,盈润如玉。 他不算特别美,但却有着一种难言的气质。 看什么? 古月感受到了他有些灼热的目光。 唐武林微笑道,看你呀。 古月瞥了他一眼,我又不美,有什么可看的。 美帝。 唐武林却毫不犹豫地说道。 古月眉头微皱,略微低下了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的左手攥紧,又缓缓松开。 两人就这么漫步走回宫独生宿舍。 古月姐。 徐小妍蹦蹦跳跳地将古月迎接回了他们女生宿舍。 唐武林站在宿舍门外喊道,大家都出来一下,我有件事跟大家说。 宿舍门开,徐小妍,叶兴兰,古月,另一边的谢谢,徐励志都出来了。 让唐武林有些惊讶的是,就连袁恩叶辉和乐正宇也出来了。 拿到了唐武林锻造的有灵金属之后,袁恩叶辉的态度明显好转了几分,当然,这态度是对唐武林的,可不是对谢谢的。 抱歉,和你们没啥关系,我们班里的是儿。 唐武林向袁恩叶辉和乐正宇说道。 乐正宇笑嘻嘻的道,没事儿,我们也听听,算是刺探情报。 我可跟你们说,我们班同学对你们可都是很不服气呢。 今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再来一次交流赛。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愿意给我们送考核分数,随时欢迎。 悠喝,底气很足啊。 看样子最近进步不小。 乐正宇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武林。 唐武林看了他一眼,道,你四环了吧。 乐正宇挺起胸膛,没说话,但那得意尽已经彰显无疑。 唐武林道,我们大家都距离四环不远了。 不服气的话,回头咱们较量一番。 让你知道厉害。 乐正宇瞥了一眼旁边的袁恩叶辉,袁恩叶辉一直没吭声,作为二年级一般的班长,他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班级。 唐武林转向伙伴们道,今天洛贵星过来了,他们小队想向我们提出挑战,明天下午。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哦。 徐小颜若无其事的应了一下。 谢谢的眼神瞬间就变得亢奋了,好。 在他脑海中瞬间出现的,就是不死徐渝成的面旁。 上次他拼着重创,将不死徐渝成拉下马。 这次呢? 叶兴兰淡然道,正好练练手。 唐武林道,你魂灵搞定了。 嗯? 叶兴兰点了点头。 古月道,那就比吧,他们不死心,就打到他们死心。 徐励志,呵呵,呵呵。 没有一个人紧张,上一次面对五大少年天才榜同学的时候,他们还陷入苦战。 但这一次,他们却有着强烈的信心。 信心来源于实力。 伍斯朵他们一定有了不小的进步,可是自己和伙伴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好,验证一下这段时间大家提升的成果。 夜幕降临,唐武林没有回宿舍,而是在树林中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在植物中修炼,对他的魂力提升会更有帮助。 伙伴们之中,论魂力修为,他现在其实是最低的一个,伴随着第二道封印突破,才刚刚三十五级。 就连徐小言都借助观星台的时候突破到三十七级了,徐励志,谢谢都是三十八级,古月三十九级,叶兴兰四十一级。 自己落后伙伴们已经不少了,虽然有金龙王魂环的辅助,但魂力,魂环终究才是一名魂师的根本。 唐武林已经下定决心,在新学年要相对减少锻造的时间,把更多时间放在修炼魂力上。 他大量的吃有营养食物,除了提升身体之外,对魂力修为提升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精神力冲破了灵海境瓶颈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平稳增加,不需要担心。 巩固和提升,慢慢的积累。 一直修炼到天蒙蒙亮,唐武林才从冥想中清醒过来。 修炼子及魔童的人数明显增加了,唐武林,徐小妍,谢谢,徐励志,叶兴兰,全都参加。 仔细营绕,精神力明显向上跳动了一丝,双眸之中温润舒适,隐隐有水雾弥漫。 水雾渐渐吸收,眼眸周围一片暖意。 精神力达到灵海境表面上看对普通魂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可实际上,变化却是无处不在的。 唐武林在修炼子及魔童的时候就能清楚地感觉到。 以前修炼中,他只是知道精神力会伴随子及魔童修炼而提升,但真正提升多少却并不清楚。 现在感知敏锐了,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自己精神力方面的变化。 整体上来看,现在精神力提升速度明显比以前快多了。 谷月早就已经突破到灵海境了,不知道他现在的精神力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 深吸口气,玄天宫默默运行一周,神清气爽。 就是这样,每天努力修炼。 队长,其实你不用晚上在这里修炼的,这里虽然有很多树木,但生命气息和天地原力也不算特别充沛,你这样的食物系浑师,应该去学院租用专门的修炼场地啊。 徐立志也收工了,向唐武林说道。 唐武林愣了一下,专门的修炼场地。 徐立志道,是啊。 难道你不知道,在学院可以花费贡献点租用适合自己的修炼场地? 你都在学院一年了。 唐武林这才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啊? 当然知道了。 在刚进入学院的时候就有专门的老师介绍过。 第498章 想挑战三年级 史莱克学院有一些专门开辟出来的修炼场地,适合于不同属性的魂师、元素类、植物类、兽物魂类、器物魂类都有,大概有十几个类别,虽然不能囊括所有物魂种类,但大多数都包含其中。 唐武林为什么一直没考虑过去使用这些呢? 主要是因为,太贵了。 他纳惠尔一直囊中羞涩,要攒钱买锻造的金属,买用来突破封印的灵物,哪有闲钱去租用这种修炼地啊? 他没记错的话,这种修炼场地,每个小时的租金高达一百个贡献点。 每小时啊! 扫一天灵兵广场,也就赚一百个贡献点而已。 但现在和纳惠尔显然是不一样了,锻造达到准六级水平,有灵金属的锻造成功率增加。 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底蕴获取收入了。 不过,每个小时一百个贡献点,可真是贵呀。 是不是觉得贵? 叶昕兰一眼就看出了唐武林在纠结什么。 唐武林咳嗽了一声,主要是怕白花钱。 叶昕兰道,这个你不需要担心,还是物有所知的,可以试试。 唐武林点了点头,好,那我回头去试试。 要是效果真的好,贵点我也认了。 他现在手头上还有一批有灵金属没有出售呢,现在也开学了,是该把这些融合度不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有灵金属换成资源的时候了。 有乐正宇提供的稀有金属,锻造材料不是问题,他现在只需要为将来突破第五层封印购买灵物攒钱就好,其他的钱还是要换成修炼资源最好。 今晚就去试试。 唐武林决定了。 至于现在,先去吃早饭吧。 饿了。 新学期开学了,食堂自然也重开了,对于唐武林来说,这是他最期盼的事情。 开学典礼依旧是那么简单,六个年级六个班,一共也就是几百人而已,蔡老简单的讲了几句话。 并且通报表扬了战胜日月皇家魂师学院的唐武林六人。 开学典礼就算是正式结束了。 然后就是各班级老师将学生们带回到班里进行班训。 这就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要做的事情。 听说了吗? 洛贵星他们又要向班长他们挑战了。 就在今天下午,昨天我听一位老师说起洛贵星去租用场地的事。 真的? 他们又挑战? 还不服气吗? 肯定是不服气的呀。 他们都是少年天才榜榜上有名的,班长他们团队,一个上了少年天才榜的都没有,能服气才怪了。 不过,这样也好,咱们下午就能去看看了。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肯定是咱们望尘莫及的了。 说起来,当初我一直都认为洛贵星,五四朵他们是必胜的,可谁知道,班长他们小队那么厉害。 其实也没觉得他们小队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地方,可就是能赢。 连二年级一般都败了,我觉得洛贵星他们这次机会不大。 嗯,我也觉得是,不过,拭目以待吧。 以洛贵星的性格,没有一些把握,他也不会提出挑战的。 下午一起去看看。 班训是由审议进行的,首先就布置了新学年的任务。 第二学期,也是第二学年,给这些学员们的任务很简单,开始尝试一字窦凯的制作。 想要进入史莱克学院内院,最重要的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在二十岁之前要成为一字窦凯师。 因此,虽然此时学生们大多是十四、五岁的年纪,也要开始尝试了,制作窦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又有了唐武林已经完成有零金属一字窦凯第一块的案例,案地里,一般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尝试一字窦凯制作了。 但这又谈何容易? 一字窦凯对于金属的要求还可以去购买,可设计,制造却非常艰难,没有足够水平的副职业很难完成。 经过了第一学年的学习,所有学生又都通过了期末考试留了下来,一年级一班的整体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一届的新生班自从战胜了二年级一班之后,被誉为百年来最强新生班,不只是有唐武林他们小队,还有骆桂星,五四朵小队,有这十几个人在最前面,其他学员们也都是压力很大的,只能是拼命追赶。 争取早日追上他们的脚步。 这样良好的气氛令一年级一班全班都充满了斗志。 虽然最终能够进入内院的只可能是极少数人,但不拼一把,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下午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武长空一下课就把唐武林叫到了办公室。 您也知道了。 唐武林笑道。 武长空冷冷的道,不要大意。 骆桂星他们的基本素质非常优秀,比你们只强不弱,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 他们不但没有气美,反而更有斗志。 在期末考试之中,他们也全都是以满分结束第一学年的。 唐武林点了点头,我明白。 上次我们赢,和他们自身配合不默契有很大关系,论修为的话,他们还是占据优势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他们彼此的配合一定比以前更强了。 而且实力也会有所进步。 但是…… 武长空瞥了他一眼,但是什么? 唐武林笑了,他的笑容非常灿烂,一双大眼睛朔朔放光,我们更强。 简单的四个字,将他此时内心强大的信心全部显露无遗。 武长空眼神微动,看着唐武林斗志昂扬的样子,他不禁想起了当初的自己,曾几何时,自己不也是如此的吗? 用事实说话。 武长空淡淡的道。 嗯? 武老师,我还有件事想要麻烦您。 唐武林向武长空说道。 什么事? 武长空疑惑的看向他。 唐武林道,今年是第二学年了,下半学年的时候,我想带着咱们班挑战一下三年级一班,您看怎么样? 武长空一愣,你要挑战三年级一班。 唐武林道,看看和学长们的差距,是对我们努力修炼最大的动力。 要不然,最近也行。 不过我们没什么把握。 武长空看着唐武林,这小子,说他是好高无远好呢? 还是志向远大好。 三年级一班。 在史莱克学院外院,到了三年级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史莱克学院的入学考试年龄来看,正常年龄报考进入的,到了三年级,基本就要接近二十岁或者达到二十岁了。 每个年级学三年吗? 目前的三年级一班,在学院已经学习了七年。 其中一些特别优秀的,已经具备了考取内院的资格。 也就是说,三年级一班和二年级一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很可能已经拥有了一字豆凯师。 唐武林他们的天赋固然不错,但挑战一字豆凯师。 看看和眼缝那一战就很清楚了。 到了一字豆凯师层次,提升可不是一点半点。 一般来说,外院三年级结束之前还没有考入内院,基本就没有什么希望进入内院了。 至于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更多的是为了让一些天赋不错的学员有机会提升到一字豆凯师以上的水平,然后才准与毕业。 哪怕是外院毕业,史莱克学院的毕业生也一居是非常吃香的。 五常空道,你凭什么认为你们能够挑战三年级? 唐武林道,凭我们的努力啊。 今年下半年,我就十五岁了。 星兰现在已经是四环魂师,我们有能力开始制作一字豆凯了,在拥有足够材料的情况下,我觉得,半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装备到一定程度。 就算无法完成全部一字豆凯,对自身的提升也不会小。 而完成一字豆凯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融合部分。 深刻体会一下三年级学长们的一字豆凯效果,对我们自己完成一字豆凯很有帮助。 我当然也想赢,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修炼。 所以,您看。 到时候再说吧。 五常空给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那好吧。 第四百九十九章再次对阵 洛贵星租用的场地,是史莱克学院专门的比赛台,学院内部比赛时都会使用,比赛台设有专门的魂导护照,还有自我修复系统。 能够让学员们在其中充分发挥出自身实力。 在有老师保护的前提下,受到重创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租用这么一个场地的价格也是相当不便宜的。 唐武林六人到来的时候,洛贵星他们五人早就已经来了。 不只是他们,一年级一班的学生来了一大半,还有二年级一班也来了不少人。 袁恩叶辉和乐正宇都在。 唐武林走到袁恩叶辉身边,低声道,来刺探军情啊。 袁恩叶辉瞥了他一眼,怎么? 不敢让我们看。 唐武林笑了笑,就怕你们看了失去信心啊。 耍嘴皮子,三个袁恩叶辉也比不上他。 袁恩叶辉淡然道,那就拭目以待吧。 乐正宇笑咪咪的凑上来,武林,等什么时候我们也再打一场,上次着实是有些不服气。 唐武林道,团战就算了,单挑可以。 随时恭候。 乐正宇眼睛一亮,这可是你说的呀。 别后悔哦。 唐武林知道他晋升四环之后信心十足,好,那到时候我们天点踩头背。 乐正宇眼神一灵,他还是了解唐武林的,这家伙从来不打没把握的赌,一定是有所倚仗。 幸好今天来了,就看看他现在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这时,洛贵星五人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过来了。 洛贵星和武思朵走在前面,后面是徐于成,杨念夏和正宜然三人。 一个学年过去,大家多少都有了一些变化,成熟是共同的。 每个人都比当年入学的时候要沉稳多了。 班长。 洛贵星笑咪咪的叫道。 武思朵也向唐武林点了点头。 唐武林微笑汗手,大家都来了。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他注意到,在洛贵星五人眼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念光芒。 显得非常有信心。 那就用实力来证明吧。 正在这时,武长空到了。 武老师好。 所有人全都恭敬的向武长空行礼。 武长空道,上台。 一边说着,他第一个上了比赛台。 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将比赛台准备好了,一看正主们都来了,一年级,二年级的学员们也都聚集了过来,期待着这一场一年级一般的巅峰对决。 实际上,就算是袁恩叶辉和乐正宇也很好奇,唐武林他们已经这么强了,一年级一般还有什么样的团队敢于挑战他们,而且还有信心获胜。 对于武斯朵他们少年天才榜的排名,袁恩叶辉他们也是知道的,但却并没有真正见识过他们的实力。 毕竟,他们只是对阵过唐武林他们,一年级一般没有让武斯朵他们出战,自然是因为他们实力逊色的原因。 少年天才榜,在进入史莱克学院之前是有意义的,但学生进入史莱克之后,能够提升多少,又岂是曾经的少年天才榜能够判断。 但袁恩叶辉自己也是上榜者,对于这个榜单他还是有些概念。 自从上个学期他们输掉对抗赛之后,袁恩叶辉一直都特别努力,对于一年级一般来说是荣耀,可对于他们二年级来说却是耻辱了。 尽管私下里和唐武林是朋友,可在班级荣誉上,他却从未放松。 今年,说什么也要击败唐武林他们一次。 二年级一般要击败一年级一般才行。 所以,他今天来,不只是要观察唐武林他们的提升程度,同时也是要来看看,除了唐武林他们之外,一年级一般还有哪些强者,这些人很可能会作为唐武林他们的后辈出场。 唐武林他们只有六个人,距离最标准的七人团队差一个,这差的一个很可能就会从他们今天的对手中选出来。 乐正宇和袁恩叶辉并肩而立,还有二年级一般上次参加对抗赛的其他几人都在袁恩叶辉身边。 不过,除了一年级和二年级学员之外,却没有更高年级的学员来了。 到了三年级以后,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就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 唐武林他们再有希望,也年级还小,对于高年级还够不成威胁和压力。 高年级的学生们,还没有到达二十岁的都在拼命努力,早日成为一字窦凯师好冲击内院名额。 哪有心思来关注低年级的这样一场班内对抗赛。 五对五 五四朵他们就五个人,唐武林他们这边自然也只能出场五个。 这一次,没有出场的换成了徐励志。 叶兴兰代替他出战。 事实上,一个学年过去了,一年级真正知道叶兴兰实力的,也就是他们小队这几个人而已。 平时叶兴兰在班里很低调,修炼也都从不和其他学员在一起,沉默寡言,是个安静的美少女。 所以,哪怕是五四朵他们,也只是知道他实力不弱,究竟强到什么程度却并不清楚。 唐武林站在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是叶兴兰和谢谢,后面是徐小颜和谷月。 对面,站在最前面正中的,赫然是杨念夏,金雄杨念夏。 杨念夏左后方是幽冥五四朵,右后方是不死徐于成,两大入学就是四环的存在。 杨念夏后面,是碧蛇郑怡然,郑怡然后面,才是团队核心,主控魂师,禁锢洛贵星。 双方阵型略有不同,彼此相对。 气势开始持续攀升。 武长空站在比赛台正中,看看双方。 比赛开始。 没有什么倒计时,也没有让他们再做什么准备。 在这直径一百米的比赛台上,他直接宣布了这场一年级一般的最强对决开始。 唐武林第一个就冲了出去,左脚跺地,轰,的一声,令整个比赛台仿佛都颤抖了一下,然后人就朝着炮弹一般,朝着对面的杨念夏冲去。 在他右脚跺地的那一瞬间,杨念夏就吓了一跳。 好强的力量,他的力量似乎比以前更加强悍了。 当初,刚入学的时候,唐武林还显得有些青涩,一年过去,现在在看他,除了强烈的信心之外,更有着一种以前所没有的霸气。 这是不断获得胜利,不断提升自我逐渐积累出来的。 杨念夏不甘示弱,仰天一声长啸,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出,但身体却迅速膨胀,释放出了自己的暗金熊武魂。 强壮的身躯大踏步地迎向了唐武林,这是力量的之间的对决。 武思朵、徐渝成,两人同时从两侧闪身而出,速度奇快,看上去像是要绕过唐武林,迎向叶星兰和谢谢。 但他们才刚刚冲出十米,突然,两人毫无预兆的变相。 唐武林冲得太快了,以至于有些脱节。 脱节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出现,孤军深入。 此时他已经和阳面下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了,武思朵和徐渝成突然变相,只是这一瞬间的改变,立刻就变成了三为一。 以三个人的力量,同时包围唐武林。 台下,袁恩叶辉看到这一幕不禁皱起了眉头,以唐武林的战斗智慧,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纰漏? 第五百章死局 也就在这时,禁锢洛贵星出手了。 一片荧光突然从比赛台正中升起。 这道荧光十分奇异,看上去通通透透,却又真实存在。 强烈的空间波动给人一种无法感受清楚的感觉。 此时,唐武林和伙伴们才看到,洛贵星身上升腾起来的不再是三个魂环,而是四个。 没错,洛贵星也已经晋级四环了,这也是今天这一战他们最大的底气之一。 两皇,两子,四环魂宗。 此时他所施展的这个魂迹,正是他的第四魂迹,两界分割。 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空间系魂迹,能够瞬间将空间分割开来,分割一切的气息,元素属性,就像是将一个地方分割成两个世界。 所以叫做两界分割。 在两界分割范围内,不能进不能出。 也就是说,如果唐武林现在选择突围,在两界分割效果完成之前,他无论怎么冲到两界分割范围内,都会比立刻传送回来。 这个魂迹在某种情况下,绝对是神迹一般的存在呀。 洛贵星一上来就动用了第四魂迹,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坑唐武林。 谁都知道,在唐武林他们小队之中,最强的就是唐武林自己,他是团队核心,也是团队指挥官。 团战之中,只要能够先把他击败,那么,获胜机会就大得多了。 唐武林他们代表一年级和二年级那一战,洛贵星他们也都亲眼看了,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战术规划。 唐武林喜欢在战斗一开始就冲出来,孤军深入,获取时机的战斗方式他们都非常清楚。 这依靠的是谷月娜随时可以将他传送回去的空间掌控。 一旦对手露出破绽,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发起强力攻击,从而获得最终胜利。 而洛贵星利用的也就是这一点,他的两界分割不只是能够困住人,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隔绝一切空间波动。 也就是说,在两界分割的作用下,他这道分割线宽度足有三十米开外,谷月是不可能把唐武林传送回去的。 而要救援唐武林,就要先绕开正面的两界分割。 这个过程至少要五秒以上。 而五秒的时间,在全力以赴的合击之下,洛贵星认为足够击溃唐武林了。 只要唐武林败了,再对付谷月他们四个,就要容易得多。 因此,当唐武林真的冲出来的时候,洛贵星大喜过望,他知道,机会来了。 一切都按照他制定的计划那样,伍斯朵、徐于成和杨念夏三人,完全抛却了原本少年天才榜的骄傲,三人围攻唐武林。 杨念夏现在的魂力也已经到了三十九级,加上伍斯朵和徐于成这两大四十级强者。 三为一,怎么看,唐武林都是没有半点机会的。 唐武林面对这样的一幕,心中也是大为吃惊。 果然啊,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他的战斗经验也足够丰富,看到身后的两界分割他就知道,谷月不可能把自己传送回去了。 洛贵星擅长的也是空间传送,这其中,一定是有克制谷月方面的意思。 现在,自己能够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唐武林没有半点慌张,首先就激发了自己的蓝银草第二魂迹。 蓝银突刺阵大范围升起,无数根蓝银草突然冒出,将它自身淹没其中。 以武思朵他们的实力,当然不至于被蓝银突刺阵定住,但延缓还是做到了。 三人的速度都是一慢,其中,金雄扬念下凭借着自己超强的身体素质,悍然冲入蓝银突刺阵内,双臂骤然胀大一倍,抡起,巨大的力量横扫,直奔唐武林先前的位置冲去。 徐渔城的死神镰刀同样横扫而出,蓝银草纷纷被切割开来,巨大的光刃直奔唐武林斩去。 武思朵腾空而起,下一刻,化为一片欢迎,幽冥突刺,从半空中直扑唐武林。 何为之事到了这时候已经完成了。 不仅如此,一圈银色光环也在瞬间到了唐武林脚下。 禁锢洛贵星的控制魂迹,空间锁。 四大少年天才榜成员同时围攻唐武林。 全都拿出了他们最擅长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唐武林几乎是面临绝境啊。 别说对手了,就连自己人都已经有些不看好。 谢谢和叶星蓝的速度虽快,但在第一次冲击两界分割被传送回来之后,才刚刚开始向两侧绕过,至少还有三秒,才能起到救援作用。 谷月身前元素波动剧烈,但原水解不了尽可,徐小妍的心脏已经高举过头,但她却没有在这个时候出手。 怎么看,唐武林面对的都是一个死局。 谷月娇喝一声,右手向空中一指,两团蓝焰火球终于成形,带着绚丽的尾焰,画出两道优美的弧线,从两侧朝着战场中心飞去,她竟然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控制着火球要绕开两界分割。 可就算如此,从时间上也已经来不及了。 荧光闪烁,唐武林的身体依然承受了空间禁锢的压制。 一抹淡淡的微笑已经浮现在洛贵星面庞上,五长空也已经到了战场附近,一旦发现唐武林抵挡不住,立刻就会在第一时间帮她脱离战场。 洛贵星并没有指望自己这一下就真的能禁锢住唐武林,但只要迟至她一下,让她没法用最好的状态应对三个方向的合击,就足够了。 解决了唐武林,五对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就容易得多了。 唐武林是核心,也是五魂融合剂的两个人之一,没有她,古月一个人也不可能施展出五魂融合剂啊。 至于其他人,实力虽强,却也不能跟唐武林的作用相比,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足以获得胜利了。 毕蛇证依然已经开始喷吐大范围的绿色毒物,毒物从两侧升腾而起,按照洛贵星的计划,解决了唐武林之后,伙伴们都退入毒物略做调整,在凭借人数优势获得最终比赛的胜利。 就像他对唐武林说的那样,他们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没有配合的团队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他们彼此之间配合默契,相互信任。 团队的整体实力有了非常巨大的提高。 空间禁锢控制,幽冥突刺,金雄巨掌,死神镰刀,三个方向的攻击同时落下,唐武林危在旦夕。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冲到唐武林面前的伍斯朵,却看到了笑容,唐武林的笑容。 他居然还在笑,难道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办法抵挡? 不可能的。 这个念头才刚在伍斯朵心中出现,他就看到唐武林身上骤然升起了两个金色魂环。 是的,两个,居然是两个。 一丝不好的预感顿时在伍斯朵心中升起。 本来为了怕真的伤害到唐武林,他还没敢全力以赴,但此时却立刻将自身魂力提升起来。 让幽冥突刺的攻击力加强到极致。 金色鳞片覆盖,右臂膨胀。 空间禁锢毕竟不是绝对成立的,不可能阻止唐武林自身血脉的运转。 血脉魂环环剂,黄金龙体 第501章金龙霸体出显微 紧接着,就在下一瞬,第二个金色魂环也亮起了夺目光彩,唐武林身上的所有鳞片突然变得明亮,宛如镜子一般明亮。 三道攻击,也在同一时间到了。 没有防御,也没有试图挣脱空间禁锢,唐武林就那么站在那里,面带微笑的承受了这三下攻击。 武长空的手本来已经伸出了,但当他看到唐武林脸上的微笑时,却并没有真的出手。 台下,沈亿和乐正宇的眼睛同时瞪大,两个金色魂环,他竟然又多了一个金色魂环,那是什么? 他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第一个金色魂环带给唐武林的黄金龙体增幅,他是根本不可能和自己对抗的。 能挡得住武斯果的幽冥白虎,挡得住袁恩叶辉的泰坦巨猿,凭借的都是黄金龙体的强势增幅。 此时此刻,和黄金龙体的金色魂环并列,竟然又出现了一个魂环,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又有了一个强力魂迹。 难怪他会如此自信。 可是,这个魂迹的作用是…… 叮,叮,轰,三个不同的声音几乎是不分先后的从唐武林身上响起。 幽冥突刺直接让武斯果的力爪抓在唐武林胸前。 但他却只觉得自己仿佛抓在了钢板上一般,那钢板有着一股诡异的吸引力,硬是吸扯得他全身一僵,体内魂力和气血之力瞬间倾泻了一下。 徐渔成的死神镰刀斩在唐武林肩膀上,最后时刻他还略有收力,怕真的重创了唐武林。 可是,在那如同镜面一般的金色龙鳞之上,他的死神镰刀却是嘎然而止,根本无法进入分毫。 最后一声轰响自然来自于阳面下的巨大熊掌,如中铁板,自身强盛的气血之力顿时被瞬间剥夺了一部分。 然后他们就看到,唐武林那如同镜面一般的全身鳞片剧烈的闪烁起来,光芒刺目,都令他们在惊骇的同时,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怎么可能? 他竟然凭借身体的强度硬是挡住了我们三个人的全力一击。 这还是人吗? 就算是武老师那个层次的强者,在不穿窦楷的情况下,也不敢这样来硬扛吧。 就在他们心中震惊的下一瞬,激昂的龙吟声已经从唐武林身上爆发而出。 几乎就是在他们攻击命中唐武林的下一瞬,唐武林的右脚已经骤然踏落。 所有闪亮的龙吟在这一瞬仿佛有一条巨龙盘绕,灿烂的金色将唐武林渲染得宛如天神下凡一般。 伴随着他一脚落地,整个比赛台都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八条小型金龙贴得而出,瞬间爆发。 唐武林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攻击手段,而且这一下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在心中受到震撼的情况下,想要闪避已经不可能了。 伍斯朵、徐于成、杨念夏三人同时被那些金龙震得飞了起来。 全身如遭雷击一般,剧烈颤抖。 金龙汉帝,而且还不是唐武林一个人的金龙汉帝,这是集中了他自身力量以及从杨念夏、伍斯朵、徐于成三人身上吸收来的能量爆发而出的。 最倒霉的就是徐于成,在金龙汉的面前,他那脆弱的身体直接就承受不住了,一口鲜血喷出,眼看就要被升起的金龙绞碎。 白光一闪,被武长空拉出了战圈。 杨念夏的防御力最好,但此时也是全身巨震,体内魂力疯狂爆发才能勉强扛得住。 而伍斯朵却直接被逼迫的用出了武魂融合剂,幽冥白虎。 身形变大,幽冥白虎出事。 可就算如此,在金龙汉帝的轰击下。 幽冥白虎的身体也是迅速变得虚幻。 两团蓝光就在这个时候已经率先飞了过来,目标正是幽冥白虎。 在金龙汉帝的压迫下,连闪避都做不到,两团蓝焰火球狠狠地炸在幽冥白虎身上。 伍斯朵尖叫一声,幽冥白虎解体。 金龙汉帝的八条龙有三条都照顾在他身上,直到此刻也才消失。 一道虚幻的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匕首直指伍斯朵咽喉。 天空中多了一团星光,星光璀璨,正准备救援伍斯朵的骆桂星只觉得自己全身毛孔都骤然炸开,强烈的危机感令他下意识地就做出了空间转移。 一道星光从天而降,骤然轰击在地面上,恐怖的冲击波将周围的毒雾荡起,夜星蓝手持星神剑,出现在骆桂星先前的位置。 白光一闪,伍斯朵出局。 杨面下狼狈地防御住了金龙汉帝的冲击,也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唐武林变成金色的眼眸。 右手金龙爪悍然出现在他面前。 轰! 熊爪,龙爪碰撞。 杨面下的身体直接被唐武林拍击在了地面上。 就算是他巅峰状态时,力量也不可能和唐武林相比。 两大气血浑环让唐武林现在的力量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一圈星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骆桂星脚下。 一点寒星下一瞬到了他面前。 无数毒雾虽然在这一瞬也已经奔涌而至。 但却根本快不过夜星蓝的剑神星。 剑尖在骆桂星面前停顿。 荧光闪烁,夜星蓝凭空消失,空间转移,他回到了谷月身边。 唐武林此时已经转过身来,看着骆桂星和硕果仅存的闭蛇证依然露出了微笑。 是的,当剑神星抵达骆桂星面前的时候,他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寂静,整个比赛场地内,一片寂静。 别说在场两个年级的学员了,就算是身为老师的武长空和沈亦,此时的眼神又何尝没有震惊。 武长空突然想起唐武林向自己提出要挑战三年级一般,当时他还认为唐武林是在好高骛远。 但现在看来,或许,再给他们一年时间,他们真的有可能挑战成功啊。 短短一个假期过去,他们明显都变得强大了。 骆桂星也呆住了,输了,无疑是已经输了,就剩下正宜然一个人,人家还有五个人之多。 别的不说,平谷月一个人的元素控制,正宜然的剧毒就拿人家没什么办法。 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会输得这么惨,这么快。 他一向以擅长掌控全场而著称,可今天,就在他认为他已经掌控了的时候,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乐正宇用力的吞咽了一口口水,猴杰动了动。 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不要挑战唐武林的好,这家伙。 原恩叶辉眼神凝重,他已经很努力了,在输给唐武林他们之后,他一直都在拼命修炼,提升自己,希望在新学年能够将之前的失败洗刷。 可现在他却发现,这个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了。 唐武林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了? 这让他不禁想起不久前唐武林让他帮忙护法的那一天,他应该就是在突破这第二个金色魂环吧。 那究竟是什么能力? 瞬间的防御力如此恐怖,恐怕足以和魂王以上级别的防御系魂尸媲美了吧。 这还怎么打? 他最擅长的也是力量,可从刚才唐武林一巴掌拍落扬面下时展现出的力量就能看得出,自己的力量已经并不比他强多少了。 还有就是唐武林的伙伴们,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慌乱,给予了唐武林绝对的信任。 战斗的转折点就是唐武林那一次防御和一次群体攻击。 然后战斗就结束了,后面他的伙伴帮他做出的衔接可谓妙道豪颠。 而且很明显,他们都还没有发挥出自身最强的实力。 那么,这样一个团队,他的极限会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认输了。 洛贵星苦笑道。 唐武林微微一笑,收起身上的金色鳞片,两个金色魂环悄然消失,走到他面前,向他伸出右手。 洛贵星有些无奈的抬手和他拍击了一下,本以为能够追上你们,可我看到的却是更大的差距。 班长,你真的是人类吗? 唐武林笑道,一起加油吧。 等到了窦凯师的层面我们再较量。 第502章 专属修炼的 嗯? 洛贵星从来都不是一个会轻易服输的人,他的眼睛已经重新亮了起来。 只是,在这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面前的唐武林,身材似乎变得格外高大,再不是当初那个刚入学时青涩少年了。 短短一年时间,他竟然已经成长如斯。 洛贵星第一次为了自己当初的骄傲而感到后悔,原本,自己也可以是他团队中的一员呢。 武长空从天而降,没有对这场比赛做出点评。 武斯朵,徐于成和羊面下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更多的是颓然。 努力修炼了许久,原本想要找回场子,却没想到比上次输得更惨。 武斯朵那原本强力的五魂融合剂,在唐武林他们面前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 太强了,实在是太强了。 唐武林刚才那一次防御,一次攻击,带给他们的是不可战胜的感觉。 绝非他所展现出的魂力修为所能达到的。 唐武林自然不会告诉他们,金龙霸体承受的攻击越强,能够借用的力量也就越强,只要在承受极限范围之内,他的效果会随着承受攻击强度而提升。 也正是因为有金龙霸体这近战逆天神技,他才能扛住三人的攻击并且做出震撼全场的反击。 当然,唐武林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未来肯定不会再出现了,别人也会研究他这金龙霸体的特性。 这个魂技最终的归宿,应该就是在关键时刻救命用的。 这一战,再次为他在一年级树立了绝对的威信,甚至也威慑了二年级。 安慰了对手之后,就是和伙伴们机长相庆了。 在别人眼中,这完全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比拼。 但实际上唐武林很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自己的金龙霸体特性太强,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相当于是骆桂星被自己骗了,这种情况可一而不可在。 双方的实力差距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毕竟,人家也是三名四环魂师啊。 当然,从整体上看,无论怎样,骆桂星他们也是不可能赢的。 徐晓妍的心脏控制太逆天了,再加上唐武林,叶星兰和解解的爆发力。 凭借着金龙霸体和黄金龙体,唐武林根本就不怕伍斯朵的武魂融合技。 这就让对方的优势全无。 徐渝成的攻击虽强,但他弱点也明显,身体太脆弱了。 看到没有,如果人家想,甚至可以组织出一个全部四环的小队来,这都要超过我们了。 乐正宇向袁恩叶辉说道。 袁恩叶辉没吭声,转身走了。 他知道,今年的二年级和一年级对抗赛,还是不要进行比较好。 唐武林先前展现出的实力,已经令他对自己的信心有些动摇。 在想不出解决办法之前,唐武林他们小队很难撼动。 别忘了,他和谷月还有那个强力的武魂融合技呢。 比赛结束,今天剩余的时间就全都是自由活动了。 唐武林直奔学院一个专属区域,适应性修炼区而去。 今天他打算尝试一下,需要花费那么多贡献点才能获得修炼资格的武魂专属修炼区,能够带来多大的效果。 一百贡献点一个小时,你买几个小时? 工作人员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一阵肉痛,老师,如果我买的时间多,能不能有点折扣啊? 工作人员道,没有,统一定价,无论买多久,都是这价钱。 唐武林一咬牙,道,那我先买一个小时的。 节俭是美德,万一不好用呢? 先试试再说。 什么属性的武魂? 工作人员问道。 植物系? 唐武林赶忙说道。 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个绿色号牌,左手第七肩,平号牌电子识别进入。 一个小时后会提示你续费。 用你自己的学员身份卡可以贴住号牌可以续费。 也可以到我这里直接续费长时间。 谢谢。 接过号牌,唐武林带着好奇心快速来到了第七个房间门外。 房门是金属的,就连周围的墙壁也都是,至少在这里,看不出和外面有什么不同。 号牌放在电子识别去扫过,滴答一声,门开。 唐武林推门而入。 这个房间不是很多,看上去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房间了。 房间正中有一条向下的楼梯。 看起来,应该是要下去才行。 唐武林不敢怠慢,时间宝贵呀。 赶忙顺着楼梯向下走去。 一直延伸十几米高度之后,渐渐的,有了不同的感觉。 这是一个碧绿色的世界,周围全是不同的植物,墙壁上,地面上,全都是。 浓郁的生命气息扑面而来。 空气也格外新鲜。 进入这里,唐武林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蓝银草武魂仿佛在欢呼一般。 释放五魂,一根根蓝银草向外延伸,和周围的植物们贴合在一起。 这里的地方不算大,也就十几平方米,就算是都是植物,也不应该有如此浓郁的生命力啊。 学院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唐武林心中满是好奇,史莱克不愧是史莱克,这就是底蕴呢。 不敢耽误时间,他赶忙在房间中央一个草边的蒲团上坐了下来,盘膝坐好,开始冥想。 精神力微动,他立刻就感受到,空气中的天地原力明显要比外面的世界浓郁得多,甚至和海神岛相比也是不遑多让了。 他心中顿时恍然,内院弟子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在海神岛上修炼不花钱吧。 原来在外院也可以有这样的待遇的。 只是要花费贡献点。 他体验过在海神岛上试半功倍的修炼效果,对于眼前这个植物房间的修炼大体已经有了判断。 至少能够提升自己修炼速度百分之二十。 这样的提升,一百个贡献点还是值得的。 看来,自己原本打算要将大部分有灵金属都卖到天都城去的算盘要打破了,必须要留一部分在学院这边卖,换取贡献点才行。 他的魂力修炼速度比别人慢得多,有了这百分之二十的增幅,说不定,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就有机会冲击四十级了。 那时候,伙伴们一定都已经四十级了吧。 四十级之后,魂力提升速度会进一步降低。 按照伍老师所说,一般来说,外院正常情况下,要到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达到魂王层次的可能。 魂力修炼,前三十级最简单,过了三十级之后,修炼速度开始降低。 过了四十级,大幅度降低。 实际上并不是修炼速度变慢了,而是提升一级需要增加的魂力变多了。 四十级之后,就涉及到了压缩魂力,修炼起来的困难程度要比之前大得多。 早日达到四十级,对自己才是最有利的。 唐武林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和普通人不一样。 四十级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真正成为六级锻造师了,并且为了未来成为圣将做准备。 同时,四十级的时候,以自己的身体强度,穿戴整套的一字窦楷将毫无问题。 那时自己就可以向一字窦楷师努力。 第503章 赚贡献 叶兴兰已经四十级了,在自己有零金属的支持下,她开始帮助伙伴们完成一字窦楷的制作。 按照唐武林的规划,她让叶兴兰首先为自己打造一字窦楷,以提升她自身实力。 然后再为其他人打造。 叶兴兰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尝试给她自己打造右手和钳壁甲了。 一旦完成,她在制作窦楷时的稳定性就将大幅度增加。 成功率也会有所提高。 所以,自己当务之级就是早日达到四十级。 只要能够成为一字窦楷师,自己的窦楷又是有零金属打造而成的,进入内院将不成问题。 十六岁之前,无论如何要完成四环,十八岁之前,达到一字窦楷师的水平。 这是唐武林给自己制定的目标。 也就是说,三年级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取进入内院了。 一个小时修炼结束,果然效果比自己在宿舍修炼强了不少。 而且,这个专属修炼场十分静谧,最适合冥想,也不需要担心有人会影响到。 唐武林一咬牙,直接把场地使用费支付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 在这里修炼了一整夜。 中间他空出来一个小时去吃饭,剩余的十几个小时,全都在这里修炼,一下就花掉了一千多个贡献点呢。 新学期正式开始了。 上午是紧张的学习,下午是紧张的自我修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史莱克学院的学习气氛永远是那么的浓郁。 一年级一般经过了唐武林和骆桂星两个小队那一场比拼,进一步激发了普通学员们的斗志。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催促,大家修炼的都相当拼命。 风老,我想卖点有灵金属给咱们锻造师协会换取学院贡献点。 您看我怎么卖比较值得。 唐武林找到风无语。 风无语给他的指示同样是让他尽快达到四十级,现在每周只需要他来学习一天锻造就够了。 当然,前提是要能通过风无语的考核。 跟随振华学习之后,唐武林现在熔断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不但两种金属的熔断成功率大大提高,甚至偶尔还能完成三种金属的熔断,以风无语的苛刻,在他这个年龄也挑不出他什么问题。 你要卖有灵金属? 你有多少? 风无语眼睛一亮,向唐武林问道。 有灵金属别说是学员们需要,就算是史莱克学院锻造师协会也非常需要啊。 唐武林锻造出来的有灵金属虽然都是千段层次的,但这样的金属可以二次锻造提升到灵段,就算是对二次斗凯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唐武林想了想,道,玉银、星银、金鲸,大约能拿出每样十块吧? 融合度普遍在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之间。 三十块? 这么多? 风无语吓了一跳。 看着唐武林的眼神顿时变得怪异起来,据算是六级锻造师,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锻造出这么多的有灵金属啊。 当然,唐武林和六级锻造师的区别就在于,他的有灵金属是千段而不是灵段的。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协会统一收购吧。 风无语自己很少锻造有灵金属,史莱克锻造师协会的高级锻造师数量虽然也有不少,但大多数又都是强大的魂师,平时在锻造方面很少真的卖力气。 而且,有灵金属的需求量在史莱克学院实在是太大了。 外院高年级学员,内院学员,甚至是老师们都很需要。 当下,唐武林取出一系列的有灵金属。 看着那一块块光芒璀璨,生命气息内蕴的有灵金属,风无语眼神变化。 先下手卫强真的是对的呀。 能收这么一位弟子,值得了。 他现在甚至已经认定了,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这个弟子一定是能够站在锻造师界巅峰的存在。 他一定可以成为神将的。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百分之八十以下。 按照融合度给你贡献点吧。 不同融合度,不同材质,价格会有区别。 咱们锻造师协会的收购价格之外,我额外给你上幅百分之十,因为你这是批量供货。 风无语不知道的是,除了眼前这些之外,唐武林还有五十块左右的有灵金属没有拿出来呢? 这还不包括他打造出的高品质专门给同伴们制作豆凯用的。 在振华那里的十天,在不需要考虑稀有金属材料的情况下,他可是着实积攒了不少好东西呀。 剩余的这些,他还是打算到天豆城去卖。 那边能够卖更高的价格,积攒一些钱,也好给未来购买灵物做准备。 一共是一百六十三万五千三百贡献点。 我直接转给你。 发财了。 这是唐武林的第一个念头。 到了高阶之后,锻造师果然是个非常赚钱的职业呀。 一百六十多万贡献点,足够他修炼很久一段时间了。 还能从学院购买一些所需的东西。 短时间内,不需要再赚取贡献点了。 剩余的有灵金属,唐武林准备拿出二十块给唐门。 对于唐门,唐武林还是非常有归属感的。 尤其是这次还奖励了他们每人一项唐门绝学以及贡献点。 回报宗门,这是应该的。 最后的三十块左右,就拿到天豆城那边去贩卖了。 风老,咱们学院有叫开车的吗? 我想学学开车。 唐武林向风无语说道。 坐魂岛列车真的让他有点做怕了,每次都出事。 而且他现在已经被邪魂师盯上了,乘坐魂岛列车真的有些不安全。 唐武林决定,还是要自己买辆车,从史莱克城到天豆城距离不算太远。 如果辛苦一些的话,早上出发,当天往返也是能够做到的。 每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前往天豆城去交易。 有。 我给你报个名。 你学车干什么? 风无语疑惑的问道。 唐武林咳嗽一声,道,师伯让我偶尔过去。 听他提起振华,风无语忍不住哼了一声,但也没说什么。 谁让人家是神将呢? 那就学吧。 以后等你自己的钱赋予了,给自己做一个机甲,我可以找人帮你在联邦注册,让你合法拥有战斗机甲。 机甲? 唐武林疑惑的看向风老,他的目标可是要成为窦凯师啊。 笨蛋。 机甲和窦凯不冲突。 风无语抬手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唐武林心头一震,是啊。 机甲和窦凯本身是不冲突的呀。 窦凯可以隐于自己身体内部,使用的时候才会催动,将它释放出来。 机甲则是在外部的,算是很好的保护。 那天乘坐了刘安的黑色机甲,唐武林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黑级机甲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非常稳定,在刘安的操作下,乘坐其中,很有几分僻逆天下的感觉。 以前从来都没考虑过自己要拥有机甲这件事,此时风老提出来,唐武林的心思顿时变得活泛起来。 战场上,机甲是第一层保护,强大的机甲,本身虽然还不能和斗凯比,但它有它的优势。 在机甲的保护下,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作战,都能极大程度的节约魂师本身的魂力。 所以,真正顶级的窦凯师,自身也是优秀的机甲师。 你们这个学年就要开始有机甲驾驶课了,你小子可别给我忽视了。 是。 谢谢老师提醒。 唐武林心头凛然,如果不是风老提醒的话,他还真的没打算认真学习机甲操作。 他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要学习,要修炼,还要锻造。 每天的时间总是感觉不够用。 再学习一个机甲操控的话,那无疑就要有更多的事情了。 但按照风老所说,如果同时拥有机甲和窦凯,那么,在战斗的时候,安全性就要大得多。 机甲本身可以携带能量,窦凯则是以魂师自身魂力为基础。 这二者是不同的。 窦凯师当然更加强大,但机甲的消耗小啊。 除了造价昂贵之外,机甲同样有它的可取之处。 看来,自己需要考虑给自己制作一台机甲了。 第504章 买车还是买机甲 机甲制作的基础知识,唐武林也都知道。 不过这不需要他自己出手。 他只要锻造出金属就足够了。 机甲材料,核心法阵,这二者是最贵的,然后才是机甲制作。 风老的话,相当于给唐武林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咱们学院有专门的机甲协会,你可以自己出材料,拜托那边帮你制作。 价格不便宜。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我觉得,你买车还不如直接弄抬机甲。 只要在联邦注册下来,就可以驾驶机甲在大陆通行无阻。 能量消耗当然要比开车多得多,但那可不是一种感觉。 风老带着几分诱惑味道的向唐武林说道。 说的没错呀。 开车能和驾驶机甲相比吗? 那可是机甲呀。 如果能够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机甲。 唐武林的心开始有些发热了。 给你,这是机甲协会那边的报价单,你先看看。 一边说着,风无语将一份电子版的机甲报价单递给了唐武林。 只是看了一眼,唐武林的嘴角就开始抽搐了。 原本他认为,自己刚刚赚取了一百六十多万贡献点,已经算是非常富有的学员了,但当他看了这份报价单之后,他觉得,自己好穷。 黄级机甲,一百万贡献点。 紫级机甲,九百万贡献点。 黑级机甲,自己提供材料,专属设计,专属制作,三千万贡献点。 这! 难怪刘安说他那么穷了。 这简直是在抢钱呢。 唐武林吞咽了一口唾液,看向风老,老师,我觉得吧,我还是买辆车比较靠谱。 这也太贵了。 风无语道,你自己提供材料的话,会便宜很多。 不过,具体的你要自己去机甲协会那边询问。 我只是告诉你可以这样做,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想要赚取更多的贡献点,那你就努力锻造吧。 等你真正成为六级锻造师之后,赚一台紫级机甲出来问题不大。 一般来说,紫级机甲已经足够你使用的了。 就算是黄级机甲,也比魂倒汽车快得多。 你现在就可以拥有。 唐武林愣了愣,心面电转。 是啊。 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只是个代步工具而已。 并不需要特别强大的机甲,反正又不是战斗。 拥有一台机甲,除了代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来练习机甲战斗,机甲操控。 黄级机甲就足够了。 看了一眼自己卡片上一百六十多万贡献点的数量,唐武林一咬牙,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史莱克学院,机甲师协会。 张扬懒洋洋的坐在柜台后面,机甲协会这边平时一直都是很冷清的,作为一名五年级学员,他在这里打工也是为了赚取一些微薄的贡献点。 他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魂力五十一级,但一次窦凯到现在都还没有凑齐。 还差了几件最核心的部件。 想要进入内院已经是不可能,但从外院毕业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和当年刚刚进入学院时相比,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那么强的紧迫感了。 只要完成一次窦凯,成为一次窦凯师能够从外院毕业就行了。 史莱克学院一向如此,最为紧张的学习时间就是前三个年级那九年,或者说是二十岁之前。 如果到了二十岁还没能突破一次窦凯师,那么,反而可以放松一些,毕竟,之后还有九年时间可以用来突破。 最终完成一次窦凯,并且从学院毕业,对于大多数坚持了前三个年级学习下来还没有被开除的学员来说,大多不是难事。 张扬现在就是这种心态,能毕业就可以了。 已经有一家非常顶级的公司聘请他去做保全总监。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完成一次窦凯,等到毕业。 但是,在史莱克学院时间长了,他还真有些舍不得这里,一旦离开了,外院弟子就再也没有回来修炼的机会。 所以,他宁可慢一点,多享受几年学院的生活。 还差最后两个部件了,都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 真不舍得毕业呀。 张扬心中暗暗感叹着。 不过,他年纪也不小了,二十六岁,是需要成家立业的年龄了。 三个月内完成突破吧。 一想到要离开,张扬心中就充满了不舍。 叮咚。 门铃声响起,一名少年从外面走了进来。 学长好。 少年的眼睛很大,长得相当漂亮,哪怕身为同性,张扬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学弟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想加入我们机甲协会吗? 张扬只是按照例行公式在询问。 事实上,机甲协会在史莱克学院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协会,因为来到这里的学员们,无不是以窦凯师为目标的。 机甲协会之所以一直都存在,在张扬看来,这只是学院为了保持所有协会分类而已。 整个协会的成员,还在学院的,也不过只有二十几个而已。 果然,少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是来加入协会的。 是啊。 没事儿谁会加入机甲协会? 只有那些小时候对机甲有情怀的学员,来到学院之后才会加入这里吧。 学长,我想定制一台黄色机甲。 少年下一句话就吓了张扬一跳。 你说什么? 张扬有些不敢置信的问道。 我要定制一台黄色机甲。 唐武林重复道。 学弟你知道一台黄色机甲要多少贡献值吗? 那可是一百万,不是十万哦。 他在学院十多年了,都还没积攒出一百万贡献点呢。 而实际上,一台黄色机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还真不算什么。 我确定,我的贡献点足够。 唐武林把自己的学员卡拿了出来,递给了张扬。 当张扬看到那个一百六十多万的树枝时,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液,好多贡献点呢。 他很想问问这位学弟是不是抢了学院办公厅。 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好吧,那你先做一下登记,然后,我要测量一下你的身材。 机甲定制是要和机甲师身材相契合的,这样在操控的时候,才能最大程度的掌握机甲。 我要一台远程攻击型机甲,装甲可以轻薄一点,以节省能源。 能量核心要强一些,续航能力要长,唐武林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要求。 张扬能够在这里工作,他本身就是一位机甲爱好者,当他听完了唐武林的要求之后,忍不住皱眉道, 学弟,你可知道,按照你的要求,你这台机甲被我们称之为脆皮机甲。 远程攻击机甲都不配备战刀或者重剑之类的近战武器,你又要求装甲要保。 这样的话,一旦被攻击命中,你增强的能量核心很容易爆炸,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唐武林道,没关系的,就这样吧。 对了,学长,如果我自己提供制作机甲所需要的全部稀有金属,能便宜多少钱? 张扬道,如果你自己提供材料的话,只需要支付48万贡献点就可以了。 但稀有金属的品质要保证。 没问题。 那我自己来提供稀有金属。 第505章 十吨天星铁 接下来,张扬给唐武林测量了一下身材。 身高,一米七四,体重66公斤。 对于一名年龄还不到15岁的少年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身材了。 机甲设计会设计一定的可延展性,根据年龄和目前的身体特征。 唐武林这个年纪还在青春期,自然是需要有一些提前量设计的。 各种测试以及设计初稿的定制,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成。 你先预付十万贡献点作为定金就可以了。 如果你之后选择放弃机甲制作,这笔贡献点不退。 十天之后,设计最终搞完成,咱们核对一下,如果没问题,当你的材料运送过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制造了。 张扬向唐武林交代了一番。 唐武林确认,付了十万贡献点。 这才走出了机甲协会。 呼,长出口气,这可是唐武林付出过的最大一笔贡献点了,心中着实是有些心疼。 不过,还是有用的。 风老说的对,机甲和窦凯共有,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节约力量。 真正顶级的窦凯师,都是这样做的吧。 唐武林之所以下定决心买这台机甲,不只是为了他能代步。 机甲的能量消耗可要比普通混岛汽车大得多得多。 但有了自己的机甲,这个学期开始学习机甲操控之后,唐武林就可以用自己的机甲进行练习了。 否则,租用学院的机甲,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在仔细思考之后,他还是决定制作这么一台黄极机甲。 至于机甲的装甲要求单薄,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材料来解决的。 一般来说,黄极机甲只需要稀有金属直接锻造就可以了。 更低级别的白极是练机甲甚至还是铸造的,批量生产。 黄极机甲有些都是用铸造。 而唐武林给自己的黄极机甲当然不可能用铸造这种低级的手段,装甲单薄没关系,咱用千段的。 以他现在的锻造水平,完成一整台机甲所需要的千段金属,有十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要购买这么多天星铁。 干什么? 当唐武林找上乐正宇的时候,乐正宇被他吓了一跳。 唐武林嘿嘿一笑,这你别管,我就问你有没有吧。 乐正宇吞咽了一口唾液,十吨天星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要上千万的联邦币了。 唐武林道,我用有灵金属跟你换。 之前你需要的玉银,85%以上品质的,已经给了你四块了,按照你机甲的设计,再有七块可以完成。 我答应你,剩余的七块玉银你不需要支付给我其他费用了。 三个月内,帮你完成。 我就要这十吨天星铁作为酬劳。 如何? 成交。 乐正宇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唐武林锻造玉银的材料也是他提供的,再加上这十吨天星铁,单从价值来看,他还小亏一些。 可问题是,三个月之内得到这么多块85%以上融合度的玉银,可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 乐正宇现在也已经四环了,他和袁恩叶辉现在有约定,相互帮助对方完成豆楷。 他现在已经十六岁,虽然距离二十岁还有几年,但谁不想早点完成一字豆楷。 有了充足的材料,再完成豆楷就容易多了。 85%融合度的豆楷,有五次重新锻造的机会,就算是失败个一两次,也不要紧。 十吨数量太多,要分批给你。 半个月内凑齐吧。 乐正宇说道。 没问题。 班长,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成天都不见人影。 谢谢好不容易在宿舍抓到了回来拿东西的唐武林。 唐武林最近每天都很忙碌,回宿舍的时间非常少。 大多数都只是在课堂上才能见到他。 唐武林神秘的一笑,保密,再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哦,对了,提醒一下你们,下周开始,要学习机甲操作了,每周三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机甲操作选修课,你们都选了吧,把这个学好。 谢谢愣了一下,学他干什么? 我们以后可是窦凯师。 旁边的徐励志却是点了点头,道,机甲操控还是要学习的,因为机甲和窦凯不冲突,可以同时拥有。 谢谢心中一动,但还是摇了摇头,我就不用了。 我是闽工系,靠速度吃饭的。 弄抬机甲不轮不累,而且我也没那么多精力。 我还是苦练我的闽工系战绩好了。 开学半个多月了,他每天下午都去唐门跟梁小雨在闽堂学习闽工系战绩,进步速度非常快。 当然,每天也都累得很。 徐励志叹息道,看你们都那么忙,我好惭愧,机甲我会好好学的。 反正一台机甲能带两个人,谢谢你不学也没关系。 谢谢笑道,怎么? 你准备带我? 好兄弟。 徐励志却摇摇头,道,谁说我要带你了? 我要带星兰姐的。 她应该也不会学习机甲操控吧? 重色轻有你。 谢谢没好气的道。 徐励志憨憨的一笑,反正我没有每天给人家扫地,擦玻璃,打水什么的。 人胖就是有点懒,不像某些人那么殷勤啊。 胖子,你想死是不是? 谢谢比了比拳头。 唐武林笑道,不许欺负励志,她说的也没错呀。 话说,你跟袁恩怎么样了? 一提起这茶,谢谢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不怎么样,她对我还是那父爱答不理的样子。 哎,你说我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容易吗? 唐武林拍了拍她的肩膀,持之以恒,说不定就有收获了。 谢谢钻紧拳头,不只是要这样,她那么好强,如果我不能在战斗力上超过她,我看我是没戏了。 所以,我一定会拼命努力,争取早日超过她的。 唐武林失笑道,那你可要努力加油了。 论修为,谢谢和袁恩叶挥差的可不是一点呢。 唐武林现在的时间安排的实在是太满了,上午上课,下午先锻造三个小时的天星铁,只是千段,她完成的速度非常快。 吃过晚饭后,就去专属修炼的修炼魂力。 一直到早上开始修炼紫棘魔童。 如此枉复。 谢谢他们当然见不到他的人。 不过,忙碌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大家都很忙,都在努力的学习着各方面知识。 史莱克外院一年级,永远是最具有冲进的三年。 什么? 要加钱? 为什么? 唐武林看着张阳,不禁瞪大了眼睛。 一听说要加钱,他顿时不干了。 学弟,你太猛了你。 你就做个黄级机甲,至于拿来一堆千段金属吗? 千段金属的制作能和普通稀有金属难度一样吗? 不加钱协会就赔死了。 外骨骼这些还好说,关键是核心法阵。 你用来制作核心法阵的都是品质极高的千段陈银,这玩意儿是要一点点的铭刻出来的。 难度至少是普通金属的五倍。 管你多要三十万贡献点,真不多。 张阳苦口婆心的解释道。 当他看到唐武林拿来一大堆千段天星铁的时候也傻了眼。 这还真是不需要太厚的装甲了。 天星铁的坚硬程度在稀有金属中本来就是名列前茅的,再加上千段。 绝对是制作机甲的上品。 就算是紫级机甲,也很少有如此奢侈的。 唐武林这一个黄级机甲,却要用这么奢侈的材料,张阳也是十分无语。 唐武林的理由很简单,经久耐磨。 这理由也说得过去,但张阳对唐武林说,为什么不索性打造一台紫级机甲? 唐武林的头却摇得像捕棱鼓似的,开什么玩笑,紫级机甲的制作费用是九百万贡献点。 就算自己出材料,估计也不会少于四百万,他也要有这么多贡献点才行啊。 而且他也没指望着用这机甲去战斗。 只是用来练习和代步,根本就不需要紫级机甲,以后要是真有钱,直接换黑级了。 现在有个黄级机甲完全够用。 第506章 国民大舅哥 在一阵讨价还价之后,唐武林最终又心疼的支付了二十八万贡献点,才算是完成了机甲定制。 按照时间,两个月后,他就可以取自己的这台机甲了。 而学院机甲操控课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下午的自由报名我要参加。 徐小妍毫不犹豫地举起手。 表示自己要参加下午的机甲课程。 看他双眼放光的样子,显然是真的感兴趣。 于是,唐武林小队之中,选择学习机甲操控的,就有他,徐立志和徐小妍三个人。 古月,叶星兰和谢谢都没有报名。 古月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每天下午没事他就会前往传灵塔那边学习。 但晚饭回来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回来。 谢谢他们也看到过,但是,却从来都没吃过。 古月带回食物也不吭声,直接就递给唐武林。 有次唐武林打算跟谢谢,徐立志分享的时候,直接就看到了古月凶狠无比的眼神。 然后徐立志和谢谢就跑了。 自那以后,古月带来的食物就专属于唐武林。 你要学机甲操控。 古月有些疑惑的向唐武林问道。 嗯,我想试试。 豆凯师和机甲师并不冲突。 可以二者兼具。 多一个能力,也是多一份保障,而且,你别忘了,我以后的心愿是能够参军。 军队以机甲为主,要是我一点机甲操控都不会,怎么在军队立足啊? 好吧,我只是担心你会浪费时间。 古月有些无奈的说道。 唐武林笑道,那倒不会。 我小的时候就梦想成为一名机甲师呢。 那时候,什么时候也没想过自己要成为豆凯师呢,甚至连豆凯师的概念都没有。 我出生在小地方,我们那里,所有男孩子的梦想都是未来能够操控机甲驰骋在天空之中。 古月笑了笑,好吧,随你了。 下课。 讲台后的沈亿宣布下课,率先打开教师门走了出去。 当他开门之后,脚步却停顿了一下,因为门外站着一个人。 老师好。 一头银发,绝色无双的少女恭敬的向沈亿行礼。 沈亿疑惑的道,娜儿。 你怎么来了? 你找我。 娜儿笑咪咪的摇了摇头,伸手指了指里面。 沈亿心中一动,回头看了一眼斑内,娜儿他当然认识,这位可是海神阁阁主的亲传弟子,被誉为内院第一天才,是未来要培养进入海神阁的。 天才也分层次,他能够被当代海神阁阁主看上,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天才程度。 他竟然到一班来找人。 难道班里有他认识的人? 沈亿让开到一旁,却没有离开。 他倒要看看,能让这位被称为内院小公主的娜儿来找的,到底是谁? 他一让开,正准备下课离开的一年级一般的学员们自然也就看到了站在门口巧笑燕然的娜儿了。 几乎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尤其是那学员,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这! 这也太美了。 而且看上去和大家还是同龄人的模样。 娜儿美帝觉力,美帝耀眼,站在那里,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别人看到了娜儿,唐武林自然也看到了,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主动迎了出去。 娜儿,你怎么来了? 唐武林此言一出,立刻坐实了他就是娜儿前来寻找的人。 顿时,全班学员看着他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除了唐武林自己之外,见过娜儿的就只有谢谢,此时,他看看娜儿,再看看眉头微醋的谷月,下意识地让开几步。 唐武林走出教室,娜儿立刻凑上来,挽住他的手臂,甜甜地叫道,哥,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这就是你们学习的地方吗? 地方好大,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们班。 班内已是一片哄然,哥。 唐武林的妹妹。 班长的妹妹。 美女你好,我叫杨念夏。 是班长的好兄弟。 身材高大的杨念夏挤开其他人,第一个从班里冲了出来,一脸憨厚的向娜儿说道。 唐武林翻了个白眼,什么时候成好兄弟了,这家伙腹黑程度比自己一点都不差。 娜儿微微一笑,你好,我是娜儿。 娜儿你好,我是骆桂星。 荧光一闪,骆桂星就出现在了唐武林的另一边,这家伙竟然用了瞬间转移。 你好。 娜儿同样回忆微笑。 男学员们飞快的一个个都冲了出来,他们这个年纪,还不太知道什么叫矜持,娜儿实在是太美了,而且美的亲切,温柔可人,没有半点架子。 谁跟他打招呼他都回忆甜甜的一笑,看得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年们一个个眼神呆滞。 好了你们,咱们走。 唐武林一抬手,巴拉开同学们,拉着娜儿走了出去。 目送着他们离去,扬念下一脸认真的道,从今天开始,班长就是我大哥了,我要努力让他成为我的大舅哥。 歇。 臭不要脸。 大舅哥是我的。 一时间,一般这边全都是乱轰轰一片,沈亿看着唐武林和娜儿离开,也是一脸的惊讶。 哥哥。 娜儿是唐武林的妹妹。 可他们看上去可没有半点相像啊。 唐武林拉着娜儿走出教学楼,来到凌兵广场上。 娜儿,你可真受欢迎。 唐武林看着巧笑嫣然的娜儿,忍不住说道。 不只是同班同学如此,他们这出来的路上,遇到别的年级的学员,无不向娜儿行住墓里。 而被娜儿挽着手臂的唐武林,遭受到的更多却是极度的目光。 娜儿嘻嘻一笑,哥哥不喜欢我这样吗? 那下次我就不来这里找你了。 咱们约定个地方好了。 平时修炼好忙,我一周可以跑出来一次。 那就以后每周三下午,我们见面好不好。 你带我去吃好吃的。 好。 唐武林宠溺的捏了捏娜儿的鼻子,今天想吃什么? 你来安排好了。 我要吃穷你。 娜儿兴奋的发出宣言。 出发。 和娜儿在一起的时候,唐武林心中总是暖暖的,总能回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娜儿的出现,令他内心深处的冰冷与孤寂得以融化,是最好的放松了。 这一天下午,他没有修炼。 一直到傍晚回来,才直接去了专属修炼的修炼魂力。 第二天一大早,唐武林才一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 然后全班男生搜的一下,至少站起来有三分之二多,集体朝着他鞠躬,大哥好。 唐武林嘴角抽搐,这什么情况? 滚远点你们都。 唐武林没好气的说道,然后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坐下。 大哥您喝水。 立刻有人送水过来。 大哥您吃点零食。 你们够了。 唐武林拍拍自己的额头。 大哥,娜儿什么时候再来呀? 下次咱们一起约个饭。 约什么约? 正在这时,一个冰冷而充满怒气的声音突然爆发了,古月猛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强盛的精神波动顿时宛如火山爆发一般从他身上澎湃而出。 第507章 隐隐有七彩色光芒闪烁。 他身上瞬间爆发出的强大气势,就连旁边的唐武林都感觉到有些呼吸困难。 好强,这才是古月真正的实力吗? 唐武林一直都知道,他们在进行比赛或者是对抗的时候,古月实际上都是有所保留的,几乎没有怎么全力出手过,他的光芒几乎都被自己所掩盖。 但他却一直都知道,一对一,自己应该不是古月的对手。 此时,古月身上的气势骤然爆发,顿时吓住了所有人。 哪怕是刚刚走进班级的伍斯朵,脸上都是一片骇然。 他不是还没有道四环吗? 为什么身上的气势会如此强大? 古月 大家只是开玩笑的。 唐武林拉了拉古月的手。 古月一甩手,甩开他的手掌,冷冷的道,无聊。 说完,他就一屁股坐了下来,一脸冷意。 这什么情况? 唐武林扭头看向另一边的谢谢,什么情况? 你们谁招惹古月生气了? 谢谢面部肌肉一僵,另一边的许小妍却差点笑出来。 徐立志最老实,直接指了指唐武林自己。 我? 唐武林一脸疑惑,我怎么会? 我昨天没跟古月在一起啊? 谢谢用手蒙住脸,老大,你的情伤呢? 不懂。 你们把话说清楚了。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 唐武林,我问你一件事。 正在这时,古月一拉她的手臂,让她转向自己。 什么事? 唐武林疑惑的看向古月。 昨天那个女孩儿,是你妹妹? 亲妹妹? 古月眼神灼灼的看着她。 是啊。 是我妹妹啊。 虽然不是亲妹妹,但也和亲妹妹没什么区别。 她小时候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 唐武林道。 只是妹妹。 古月再一次追问。 这回唐武林明白过来了,顿时有些啼笑皆非的道,干嘛你? 有压力啊。 我妹妹漂亮吧? 当然只是妹妹,除了妹妹,还能是啥? 她才十二岁好不好。 所以说,你们这些禽兽,谁也不许惦记我妹妹,不然我揍死她。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对全班同学说的。 才十二岁。 发育得好好啊。 杨念夏忍不住念叨了一句,然后她就看到了唐武林凶狠的眼神。 班长我错了,我可以等,等咱妹妹长到十八岁。 那你等吧。 纳尔十八岁以后,你们凭本事。 不过我可以提醒各位一句的是,纳尔也是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只不过,她在内院。 所以说,你们想要配得上她,那就努力修炼吧。 唐武林一脸微笑的说道。 我去,内院。 难怪能进入学院这边来。 竟然是内院的。 班长,你不厚道啊? 你这种激励方法太,不过我认了,我会拼命努力进入内院的。 好了,都安静点,要上课了。 唐武林看到五长空已经从外面走进来了。 然后他偷眼看了看身边的谷月,谷月的脸色已经缓和了许多。 正惊微作,没有再说什么。 唐武林轻轻的碰了碰他的肩膀,低笑道,我能理解你这是吃醋了吗? 一边去。 谷月白了他一眼。 唐武林失笑,摇摇头,你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 我们年纪还小,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还不到十五岁呢。 你滚。 我想什么了。 好,没想。 唐武林憋着笑,转过头。 五长空走到讲台后面,看看全班同学,分明感觉到今天的气氛有些怪异。 但在接下来上课的过程中,他却发现,所有人今天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非常的聚精会神,认真听讲。 今天下午有机甲实践课,报名参加的同学不要迟到。 下课。 唐武林舒展了一下身体,下午是机甲实践课,他们已经学习了一些机甲的基本操控。 比想象中操控难度要大得多。 唯一的优势就在于,身为魂师,尤其是他这种气血充沛的魂师,机甲本身的负荷,冲击力都对他影响不太大。 古月,呆惠尔食堂一起吃饭呐。 唐武林向古月招呼道。 嗯? 古月应了一声。 谢谢,小颜,星蓝,励志,一起呀。 不了,我下午还要去唐门,我去那边吃了。 谢谢第一个拒绝。 徐励志道,我跟星蓝姐有点事情要谈,你们吃吧。 徐小颜道,我也有事,我今天晚上的设计课非常重要,我随便吃一口就要回去先准备一下。 下午还要机甲实践课呢? 全躲了,这些家伙。 唐武林有些无语,只能是跟古月两人一起去了食堂。 吃什么? 我去拿。 唐武林向古月问道。 吃什么都行。 古月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早上的愤怒,与其平静,甚至唐武林还感觉到一丝温柔。 吃饭对唐武林来说是大事儿,风卷残云,每天都吃得那么畅快。 古月的饭量当然没法和他比了。 一直到唐武林吃完,古月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块餐巾纸,凑上去给他擦了擦嘴。 这个动作他做得很自然,就像是曾经做过千百次一般,但唐武林却愣住了。 走吧,回去休息一会儿,你下午不是还有实践课吗? 古月站起身,率先向外走去。 他这是,有危机感了吗? 唐武林嘴角处勾勒起一圈弧度。 快步跟上,和他并肩而行。 宫读生宿舍这会儿很安静,只有袁恩叶辉的房门关闭着,应该是回来了,其他人都不在宿舍。 古月,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唐武林在走到自己宿舍门前的时候,拉住古月。 没有。 古月摇了摇头。 唐武林笑笑,那儿真的只是我妹妹。 古月回头瞥了他一眼,记住你的话。 说完,他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唐武林摸了摸鼻子,也回了宿舍。 冥想是最好的休息。 机甲实践课有专门的场地,位于史莱克学院西南角,机甲试炼场。 报名参加机甲实践课的一年级一班学员一共只有十几人。 此时已经集合,横着站成一排。 而教导他们实践课的老师,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这位老师姓叫断商。 老师好。 在唐武林的带领下,所有人向断商行礼。 断商沉声道,今天将继续进行机甲实践课的基础操控训练。 好了,登上你们的机甲,打开通讯设备。 是。 众人转身,跑向自己的机甲。 用来训练的机甲全都是白色的,是最基础的机甲,高十二米,重十吨,没有任何武器装备,中等装甲。 机甲胸前的胸甲开启,露出里面的驾驶舱,众人需要通过攀爬进入。 唐武林进入自己的机甲驾驶舱,熟练的按动按钮,胸甲合拢,一个头盔笼罩下来,相对应的许多金属环合拢,把它的四肢固定。 在双手前方,各有一个小型的键盘,可以通过手指按动键盘来进行一些辅助操控。 当代机甲最主要的操控方式还是以自身行动来进行操控。 通过核心法阵和联动轴带动机甲。 机甲的各方面功能启动则是通过手掌下方的键盘来进行。 一号通讯设备开启完毕。 唐武林打开了自己机甲内的通讯设备。 联通公共频道。 很快,全部十五名进行机甲实践课的学员全部开启完毕。 好。 机甲操控,掌握平衡是最为重要的。 上节课我讲过,你们首先需要把机甲当成自己,当成是你们身体的延伸。 如何能够将机甲操控的灵活呢? 首先你们自己要灵活。 要感觉到你们自己已经变成了身高十米。 我们的机甲辅助装置非常敏感,你们的一个小动作,就会影响到它的行动。 因此。 在操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求的就是平衡和精准。 下面跟我开始做。 左脚抬起。 第508章机甲操控 刚开始学习机甲操控,全都是最基础的操控,但这却非常重要。 以唐武林的身体素质,也用了两堂课的时间,才找到了机甲的平衡感。 正如段老师所说,首先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身高十米,然后再去找那个平衡,才有可能找得到。 他也是第一次进行实践课的时候唯一一个没有倒下的学员。 操控机甲绝对是个体力活儿,进行机甲控制的时候,连肌肉的绷紧都会影响机甲操控,所以,身体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要控制得非常精准,才能让机甲听话。 譬如,当手臂肌肉绷紧的时候,机甲表面装甲会迅速合拢,如果是配备武器的话,这个动作甚至还可以通过程序调整为浑倒射线发射。 机甲操控,实际上就是机甲师对自己身体每一个细节的操控。 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更好的掌控机甲。 好,今天的实践课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最后,谁来为我们演示一下相对比较复杂的动作? 可以按照你们的心意进行。 段老师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来。 唐武林控制着自己的机甲原地蹦跳了一下,段老师,我想试试。 好,你来。 段商控制着自己的机甲向后退去,空出了试炼场的中央空间。 对于唐武林这个班长他还是非常满意的,教了机甲实践课这么多年,唐武林是第一个以班长身份来参加机甲实践课的。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外院班级的班长,未来都是能够进入内院的。 所以,他们的精力大多数都放在豆凯的制造以及自身修炼上。 唐武林却显现出了对机甲非常高的热情,而且他也确实很有天赋。 身体能力超强,进步速度之快,是段商交过的学员中最让他满意的一个。 到现在为止,一共才上了三次机甲实践课,但唐武林却已经基本掌握了机甲平衡和机甲操控的一些技巧,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个学年下来,他至少应该能够达到黄级机甲式的层次。 只是一年呐。 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唐武林抬腿,控制着自己的机甲稳定的走到场地中央。 单是看着他机甲的前进,段商就不禁暗暗点头,很好,平衡控制得很不错。 唐武林走到正中站定,深吸口气,让自己尽量的平静下来,达到灵海靖的精神力发散,让自己的感知覆盖整个机甲。 融为一体,融为一体,他不断的在内心中告诉着自己。 抬起手臂,踢腿,收回,一个个基础动作,他做得不快,但却非常认真,稳定。 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标准。 这些动作算不上有难度,但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初学者,能够把这些基本动作完成的标准,就已经显现出这几次实践课的提升了。 把所有基础动作都做了一遍之后,唐武林控制着的白色机甲动作速度突然快乐起来。 左脚向左侧跨出半步,身体猛的旋转,右脚后退,迈出一个奇妙的小胯步。 机甲略微失去了一些平衡,有些晃动,但很快就被唐武林控制着拉了回来。 一个个小胯步不断用出,他开始在试炼场中央游走起来。 比先前做基础动作的时候快了许多,但又不是特别的迅速,但那一个个小胯步却让机甲动作变得行云流水起来,没有半分的阻止。 这是。 断伤双眼微眯,眼神中满是惊讶之色,唐武林的这些动作不算复杂,看上去很简洁,但感觉上,却是一种特别适合用来规避的动作。 他这些步伐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规律性。 没有规律,就不容易被敌人捕捉身影。 很不错呀。 这算是无定向步伐的一种,虽然还有些声色,但以一个初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简直是天才,机甲操控的天才。 唐武林自己也沉浸在了机甲操控之中,他现在卖出的,是简化版的鬼影迷踪步。 以他对机甲的熟练度,还不可能把鬼影迷踪步完全实现出来,而且机甲体积过大,关节不能和人体真正的关节相比,一些鬼影迷踪步的特殊技巧也不可能用得出来。 就算如此,在步伐的脉动下,他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和机甲之间的熟悉感。 再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机甲就能够制作完成了,看来,这机甲操控还是要多练习,练习得多了,自然就能熟练。 机甲是现代科技的最高产物,窦凯则是魂师与现代科技融合后的产物。 二者不同,各有各的道路。 从小唐武林就喜欢机甲,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机甲了,他心中怎能不兴奋呢? 表演结束,段商毫不吝惜地夸奖了唐武林一番。 离开机甲试炼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唐武林正准备回去洗个澡,然后继续到专属地修炼魂里。 却在宫读生宿舍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身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的笑容,郭潇旭就在唐武林的宿舍内等着他。 您好。 唐武林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眼前这位。 郭潇旭微笑道,你跟我来,我有些话对你说。 说完,他就向外走去。 郭潇旭是唐门高层,唐武林心中一喜,对于唐门他是非常有归属感的,正是唐门的玄天宫,让他的实力提升加速,才能最终考入史莱克学院。 谢谢跟随唐门闽唐唐主良小语修炼的事情唐武林是知道的,难道说,唐门找上自己,也是要培训自己吗? 眼前这位就带给自己非常强烈那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走到树林,郭潇旭停下脚步,武林你好,我现在代表唐门跟你谈话。 他脸上笑容收敛,变得非常严肃。 您说。 唐武林正色问道。 郭潇旭道,有没有兴趣加入唐门内堂,斗魂堂? 斗魂堂? 唐门内堂,唐武林却并不是特别了解。 郭潇旭点了点头,斗魂堂是唐门最核心的堂口,可以说是为了唐门未来培养顶级人才的地方。 同时,斗魂堂也肩负着一些唐门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加入斗魂堂,你未来很可能会面对一些特别棘手的敌人。 但同样的,加入斗魂堂,你将得到唐门全面支持,以提升自己。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你的基础非常牢固,而且天赋极佳,具有非常罕见的气血魂环。 经过五常空推荐,我们决定吸收你进入斗魂堂。 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 唐门内三唐,斗魂堂,执法堂,供奉堂。 唐武林早就听说过。 但却并不完全清楚那三唐负责什么。 执法堂很好理解,负责唐门内部执法,纠正成员错误之类。 供奉堂应该是修为达到一定程度的强者,才可以进入供奉堂。 唯有斗魂堂最不好理解。 郭总管,您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斗魂堂的情况? 唐武林问道。 第509章 斗魂堂,白级斗士 郭肖旭正色道,我只能告诉你,斗魂堂是堂门真正的核心,但因为涉及众多机密,在你真正加入斗魂堂之前,很多东西我是没办法告诉你的。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并不公平,也有很多隐藏于阴暗之中的邪恶,很多事情是联邦也没办法处理的,而我们斗魂堂,就是处理这些事情。 我们从不标榜正义,但我们却维护弱小,驱除邪恶。 譬如,我们斗魂堂的最大敌人,就是你曾经遇到过的邪魂师。 听他提起邪魂师这三个字,唐武林顿时眼神一宁。 莫兰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啊。 但据说还是有后遗症的,再也不能当列车长了,现在在天斗城执政厅从事一些文职工作。 尽管联邦给予了他很多嘉奖,可是,他所受到的伤害有些却是不可逆的。 邪魂师是人命如草剑,他是亲眼见过的。 好,我愿意加入。 唐武林认真思考片刻之后,做出了决定。 唐门的历史,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邪恶机构,从很小的时候,唐武林就听说过很多关于唐门的传说,这才是他当初愿意加入唐门的根源所在。 郭潇旭对唐门的简单解释,让唐武林隐约理清了自己未来的目标。 所以,他决定加入。 郭潇旭微微一笑,欢迎加入。 既然你决定加入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斗魂堂的情况。 咱们斗魂堂内部就不按照唐门整体分级了。 斗魂堂的成员被称之为斗士。 分为四个级别,白级斗士、黄级斗士、紫级斗士和黑级斗士。 目前斗魂堂拥有斗士约两百人。 你作为新加入者,直接拥有白级斗士身份。 因为斗士在唐门做出的卓越贡献,每一名斗士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基础贡献点。 斗魂堂对斗士的唯一要求就是,每年要完成三次任务。 而对于你们还在学院学习的成员来说,每年只要完成一次任务就可以了。 任务将给予奖励。 同时,斗魂堂斗士可以享有一些其他堂口所没有的权利。 但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遭遇危险。 就算任务无法完成,也要以自身安全为重。 我建议你未来还在学院期间,每一次完成任务都放在假期,因为任务需要时间。 好。 唐武林答应一声。 你跟我来,到总部进行注册登记。 唐武林跟着郭潇旭来到唐门使来课程总部。 在郭潇旭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接近过的区域。 经过层层检查,进入一个地下区域之中。 这是你的斗士装备。 记住,我们斗魂堂的斗士是生活在阴暗之中的,外界并不知道我们。 所以,无论何时,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要尽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 以避免受到敌对势力的报复。 郭潇旭递给唐武林一个托盘。 托盘上放着一些东西。 一身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作而成的白色浸装,看上去有些复古,面料有些清凉的金属质感,上满没有任何纹路。 白色浸装外面,还有一个白色斗篷。 还有白色金属面具一个,只露出双眼。 穿上这一身,就算是平时非常亲近的人,恐怕也认不出本来面目。 令牌一块,洁白如玉,才知不明,内部拥有奇异的能量波动。 这是白极斗士徽章。 平时你也可以携带在身上,凭借斗士徽章,可以在任何地方求援。 上面这个按钮只要按动,直径一百公里范围内,只要是斗魂堂成员都能够接收到信号,会在第一时间赶去救援你。 还有内堂总管以上级别的堂门成员,也可以接收到你的求救信号。 同时,你也能够接收到别人的。 一旦接收信号,无论你在干什么,都要第一时间前往救援伙伴。 明白了。 唐武林点了点头。 初期加入斗魂堂,你年龄又小,其实也不会让你进行什么任务。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 从白级斗士晋级黄级斗士,需要你提升到一字斗凯师,同时完成至少十个任务,才可以晋级。 不同级别,基础贡献点给予的也不一样。 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同。 同时,得到堂门的支持也不一样。 唐武林忍不住问道,郭总管,您就这么相信我吗? 不需要什么考核就让我加入斗魂堂。 如果一个组织不够严密的话,恐怕会有问题啊。 郭潇旭微微一笑,我是堂门史莱克总部总管,同时也是斗魂堂堂主。 从你进入堂门的那一天起,你的考核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是综合了所有考核项目,经过这么多年的评测,才决定吸收你加入斗魂堂的。 你看,你的伙伴们现在还都没有加入斗魂堂的资格,就是因为他们做的还不够。 而你真正加分的,并不是你个人实力的提升,而是你在两次混倒列车遭遇歹徒时的表现。 舍己为人,面对强敌绝不退缩。 你的考验让我们很满意,原本加入斗魂堂是要经过考核的,但因为你的优秀表现,这项考核给你免除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加入斗魂堂容易。 是你自己足够好。 唐武林心头一震,没想到自己所有的行动堂门竟然都知道。 来吧,我带你体验一下咱们斗魂堂拥有的特殊资源。 郭潇旭带着唐武林走进里面一个房间,房间封闭,缓慢下沉。 这竟是一个以房间为面积的巨大电梯。 电梯停下,一条涌道出现。 郭潇旭走在前面,带着唐武林来到最里面。 一扇大门出现在他们面前,大门看上去像是青铜铸旧的,上面有许多神秘花纹。 在空间科技的研究上,传灵塔,联邦都各有特色。 而我们唐门,也有自己专属的空间研究成果。 你进去之后,可以在里面看看,寻找你需要的地方。 会有电子音提示你出来的时间。 到了时间,你自然可以离开。 预计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 唐武林心中计算了一下,十二个小时后,是明天凌晨了,倒是不耽误上课。 好。 郭潇旭并没有给他解释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唐武林推门而入。 巨大的金属门十分沉重,金属门开启,后面还是一闪门户,一闪闪烁着光怪陆离光芒的门户,门户上方,有三个大字,斗魂堂。 这里果然是斗魂堂专属的。 深吸口气,调整体内魂力,带着几分小心。 唐武林踏入了第二扇门户。 刹那间,天旋地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虚幻起来,所有的一切都不同了。 光影围绕自己旋转,强烈的眩晕感令唐武林的精神之海承受着强烈的刺激。 幸好,这个时间并没有持续的太长,光芒一闪,它已经出现在了一个空间之中。 依旧是一条涌道,看上去,这条涌道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转过身,看向自己刚刚走进来的门户。 门户却已经悄然关闭,最终凝聚成一点光芒,消失不见。 饿,我今晚还没吃饭呢? 这是唐武林此时心中的第一个念头。 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只能饿一晚上了。 这个如同地窖一般的涌道大约有五米宽,两边有一些门户,唐武林向里面走去,左侧第一个门户上面写着,英雄殿。 英雄殿? 这不是当初加入唐门时候那个试炼的地方吗? 从窦魂堂这里竟然能够进入英雄殿。 唐武林没有急于进入,而是继续向后走去。 在后面,他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设计室,制造室,锻造室,机甲练习室,豆凯融合室,植物系魂师修炼室。 每一个门户上面都有标识,这是一个唐门自己用来修炼的内部区域吗? 不知道和史莱克学院相比,这些地方有什么区别? 一边想着,唐武林首先选择了植物系魂师修炼室,第一次来这里,他决定还是保守一些。 第510章 斗魂堂的福利 一进植物系魂师修炼室,唐武林就惊呆了。 这是一个房间吗? 不,推开那扇房门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走入了一片大森林,一片茂密无比的大森林。 森林中没有路,只有参天大树和无树长的异常繁盛的植被,那浓郁的生命气息,仿佛只是呼吸都能让人的生命力随之提升。 虫鸣鸟叫声入耳,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唐武林心中一动,他突然感觉到这里像什么地方了,像传灵塔的生灵台呀。 生灵台是模拟星斗大森林的,这里难道也是? 和生灵台不同的是,这里的生命气息更要浓郁得多,植被也更加茂盛。 史莱克学院的专属修炼是虽好,但论生命气息浓郁程度,最多也就只有这里三分之一,如果能一直在这里修炼的话,绝对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敢怠慢,唐武林第一时间盘膝坐下,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这样的好机会他可不愿意放过。 闭目,凝神。 他感觉到的是周围生灵们的生命气息,很快,他自己就融入到这份生命气息之中,进入了冥想状态。 冥想中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突然,冥冥中似乎有了一丝触动,唐武林下意识地睁开双眼。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在先前修炼的大森林之中,而是来到了刚刚进入斗魂堂空间世界的地方,而那扇自己来时的光门已经开启在面前。 这意味着时间到了。 唐武林顿时明白过来。 此时他只觉得神清气爽,体内魂力有了一丝明显的增长,比在学院专属修炼地至少多了一倍,而且,自己的血脉气息似乎也变得更加纯粹了几分,气血之力似乎变得越发雄浑了。 这是被生命气息洗礼后激发的效果。 好地方啊。 唐武林心中暗暗赞叹。 唐门不愧是已经存在了两万年的宗门,底蕴之身后,绝不逊色于传灵塔。 跨入光门,唐武林眼前景物变幻,又承受了一次眩晕感之后,来到了最初的青铜大门前。 郭潇旭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看他出来,面露微笑。 感觉如何? 郭潇旭问道。 唐武林赞叹道,太棒了。 这里修炼的感觉非常好。 如果能够一直在那个植物系魂师修炼室中修炼,我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年内能够达到四十级魂力。 郭潇旭微微一笑,道,其实,让你在这里修炼,选择修炼魂力是有些浪费的。 浪费? 为什么? 唐武林好奇地问道。 你跟我出来就知道了。 郭潇旭带着唐武林向外走去。 两人这次一直出了堂门,外面的天色还黑着。 天还没亮啊? 那我应该修炼了不到十二个小时吧? 唐武林问道。 郭潇旭微笑摇头,在斗魂堂空间之中,你确实修炼了十二个小时。 但是,在外面的世界中,却只过去了一个小时。 唐武林呆了呆,有些没明白郭潇旭的意思。 斗魂堂空间,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 在那里,时间流速会变缓,会让人的生命特征出现一些变化。 时间大约是一比十二。 也就是说,你在里面修炼十二个小时,实际上外面世界只是过了一个小时。 加入你利用这十二个小时练习战技呢? 练习锻造呢? 岂不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下次前来,不要纯粹的修炼魂力,那就有些耽误时间了。 唐武林一边听他说着,已经瞪大了眼睛。 这,这都是什么情况? 时间流速变化。 一个小时当十二个小时用。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啊。 唐武林此时心中充满了震撼,正像郭潇旭说的,如果自己把时间更多的用在修炼那些技巧类的能力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他的心跳不争气的加速起来,唐主,那岂不是说,如果一直在那里修炼的话,修炼一年就等于外面修炼十二年。 郭潇旭呵呵一笑,摇摇头,道,不能那么计算的。 因为那个空间的特殊性,如果进入一次时间太长,会被那里的时间和空间所同化,生命体征变化过于厉害的话,就无法扭转了。 一旦你的生命体征和那个世界的特性吻合,那么,你在出来之后,你的衰老速度会增加十二倍。 因此,经过我们测算。 每个人进入一次的最长时间是十二小时。 然后就至少要一周以后才能进入一次。 这样你的生命体征还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不会受到影响。 唐武林长出口气,原来是这样,我说呢,要是能够长时间在那里的话,可就太过逆天了。 郭消旭微笑道,你们现在这个年纪,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难免要占用你各种时间。 而咱们斗魂堂的这个福利,就是能够让你每周多出十一个小时的修炼时间,而且咱们这里修炼条件非常好,有着全大陆最优秀的修炼场所。 各方面都是。 所以,一周一次。 你自己选定时间前来。 这福利简直是太棒了。 唐武林发自内心的赞叹道,真没想到,咱们唐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掌控如此强大。 郭消旭道,但这些都是外力,想要变得强大,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己。 你现在的修炼路线走得很好,但你自身的血脉提升变化在大陆魂师历史上都是没有记载的。 你修炼过程中要多加小心,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是,谢谢唐主。 唐武林恭敬地说道。 去吧。 下周再来。 关于你成为斗魂堂斗士的事情,要注意保密。 你的任务不用急于完成,等你第二学年结束,放假的时候再说吧。 好。 每周多十一个小时的修炼时间,还有着最好的修炼场地,唐武林的心已经变得灼热起来。 是啊。 他现在真的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尤其是在决定要学习机甲操控之后,更是如此。 机甲操控也有很多技巧的,需要长时间练习才行。 唐武林之前还在纠结,以后每周要分多少时间给机甲训练。 除了固定的机甲实践课之外,是不是还要额外增加一些练习时间? 可是,他还要练习实战,锻造,修炼魂力。 每一项都需要时间。 如何分配时间就成了他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多了这十一个小时,难题的解决就要容易多了。 机甲训练,锻造,实战训练,都可以放在斗魂堂空间之中。 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英雄电视脸时的感觉,那可是相当强悍的压迫力啊。 而且还能和唐门历史上最著名的强者们交手,感受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这简直是太美妙了。 唐武林的生活就在这样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修炼中度过着。 一年级一班的每个人都很努力。 武长空是第一次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沈亦却已经不是带第一个班级了。 他发现,和自己上次带的那个班级相比,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们简直是太努力了。 根本就不需要督促,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大家的进步。 第511章挑战三年级 唐武林小队,武斯朵小队,更是全版进步速度最快的。 按照这个速度,恐怕这两个小队的成员,未来都有考入内院的可能啊。 转眼间,第二学年已经过半。 唐武林,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武长空在下课前说道。 是,武老师。 半年时间,唐武林的身材又长高了几分,已经接近一米八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稚气渐渐减少,明亮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单从相貌来看,他已经超越了冷傲男神武长空。 只是因为少了岁月的积淀,才没有武老师那么吸引女孩子。 但在同龄人之中,唐武林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 也不知道武老师找你什么事。 谢谢凑过来说道。 唐武林收拾好自己的课本,摊了摊手,道,我也不知道,去问问呗。 一边说着,他率先出了教室,来到武长空办公室。 这个给你。 武长空递过来一张银色卡片给唐武林。 唐武林接过卡片,老师,这是什么? 武长空道,你的机甲已经通过审查了。 这是身份卡,插入你机甲的卡槽之内,就可以通过所有关卡的扫描以及雷达扫描,机甲合法性已经没问题,可以在大陆绝大多数地方飞行了。 太好了。 唐武林的机甲早就好了,但奈何没有一个合法身份,是不能在外面随便行动的,不然被城市警察发现,会有大麻烦。 而办理机甲身份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还是武长空以学院方面身份再加上唐武林曾经在天斗城做出的特殊贡献,从天斗城那边向联邦申请给他办理成功的。 谢谢武老师。 唐武林笑道。 武长空道,先别急着谢,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记得在本学年初的时候,你曾经提出要挑战三年级一班是吧? 这件事我向蔡院长申请,蔡院长批准了。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 但不是咱们班单独挑战,而是加上二年级一班。 一年级加二年级,挑战三年级。 唐武林心头一震,那比赛形势呢? 武长空道,三场一对一,一场二对二,一场七对七。 咱们班会以你们小队和武斯伯小队为核心,参与这次比赛。 二年级方面,也会有所选择。 这次比赛,将进入你们的年度考核。 成绩会影响到期末考试。 一对一,二对二,七对七。 这不是最传统的比赛方式吗? 唐武林道,二年级一班那边知道了吗? 武长空道,应该也是今天通知的,你可以和袁恩商量一下,都有谁来参加各场比赛。 唐武林道,这其中恐怕会有一些麻烦,咱们和二年级谁出场人数多,这个怎么判断? 武长空道,这个我不管,你们自己和二年级一班商量。 凭实力说话。 懂了,交给我吧。 武长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在这场挑战三年级的比赛中,当然是本班出战人数越多越好。 而出战人数的争取,自然要看自身实力。 回到宿舍,唐武林第一时间来到袁恩叶辉的宿舍门外,敲了敲门,却没有回应,袁恩叶辉似乎还没有回来。 没回来呀? 那就再等等看吧。 回到自己的宿舍,唐武林有些无奈的发现,对这里自己居然有些陌生感。 实在是回来的太少了,现在他晚上都在专属修炼的修炼,下午则是练习锻造,机甲操控或者是练习实战技巧。 很少有回宿舍的时候。 不只是他,其他人也都很忙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道路。 只有每天上午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全都聚集在一起。 这惠尔宿舍里都没人,唐武林躺在床上,享受这一刻的放松着实是有几分奢侈的感觉,但这种感觉真是好啊。 武长空就对他说过,嫌不要绷得太紧。 过刚则一折。 不知不觉中,他竟然睡着了。 这一觉没有梦,睡得特别香甜,当他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有些发热,说不出的舒服。 太美妙了,这种感觉实在是。 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本来今天下午要练习锻造的。 有零金属锻造供应给伙伴们制作豆楷现在是足够的,毕竟,叶星兰的制作能力有限,而且还有失败几率。 大约每十天能够稳定的制作成功一块豆楷。 现在叶星兰的豆楷数量是众人之中最多的,已经有三块了,右前臂右手,右侧尖楷及大臂楷,还有就是头沽。 之所以先给她打造,就是为了能够增强她的豆楷制作能力。 这几块都是最好的辅助。 在完成这三块豆楷之前,叶星兰制作豆楷完成的时间要十五天才有可能完成一块。 现在有了这三块豆楷的加成,她的制作成功率就要高得多了。 然后才是其他人的右手和右前臂豆楷的制作。 原恩叶辉和乐正宇的豆楷制作到了什么程度唐武林不清楚,但想来原恩的制作水平应该也不会比叶星兰高太多。 翻身而起,唐武林用力的舒展了一下身体。 这一觉睡眠,最重要的是给她紧绷精神的放松。 整个人都仿佛觉得轻快了。 这种感觉真好,看来以后要不定期的好好睡一觉了。 这惠尔宿舍内依旧没有其他人,徐励志和谢谢都没回来。 唐武林走出宿舍,看向原恩的房间。 她惊讶的发现,一个下午竟然就被自己睡过去了,此时天色已经擦黑,傍晚了。 原恩叶辉的房间内灯亮着,显然是已经回来了。 唐武林走过去敲门。 谁? 原恩叶辉的声音传来。 我,唐武林。 门开,恢复了女装的原恩叶辉从里面露出头来。 大忙人,想见到你可真是不容易啊。 原恩叶辉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 唐武林苦笑道,大家都忙。 谁让学院压力大呢? 进来吧。 原恩叶辉让开门口。 唐武林走进她的房间,原恩叶辉道,为了和三年级的对抗赛来的吧。 嗯?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原恩叶辉道,你们出场人选定了吗? 唐武林道,这不是来跟你商量吗? 你们呢? 三场一对一,一场二对二,再加上一场团战。 你们准备出场哪些场次? 原恩叶辉道,武林,这场对抗赛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年级和三年级的。 一般来说,学院是没有跨年级对抗的。 因为大家年龄相差太多,并不公平。 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 可你们输给了我们呢? 唐武林眨了眨清澈的大眼睛。 原恩叶辉怒哼一声,我经常会想要揍你这张漂亮的脸。 唐武林哈哈一笑,好了,咱俩也别试探了。 大家什么实力,彼此心中有数。 你说你想要的吧? 咱们权衡一下。 原恩叶辉道,好。 这场对抗赛应该以我们二班为主,一对一的三场我们要两场,二对二的一场,我们要了。 团杖我们出四个人,给你们三个名额。 唐武林眉毛挑了挑,原恩,这就是你没诚意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会向学院提出,单独向三年级进行挑战。 既然是对抗赛,当然要以获胜为目的,以你们为主,你认为能赢吗? 原恩叶辉冷笑一声,以你们为主就能赢。 我坦白告诉你,三年级的情况我比你们了解,一字窦凯师,两名。 别的还用我多说吗? 听了他这句话,唐武林的瞳孔猛的收缩了一下,三年级已经有两名一字窦凯师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呀。 一字窦凯师的实力毋庸置疑,他们曾经见识过。 如果是两名一字窦凯师的话,这比赛确实是艰难了。 唐武林道,以你们为主就能赢。 原恩叶辉淡然道,至少我们更了解对手。 赢不了也能坚持得更久。 唐武林道,用实力说话吧。 不行我们就来一场选拔赛。 谁实力强谁上。 第512章我可以放弃。 原恩叶辉至了至,这确实是他的软肋,他们二年级,天赋一柄的学员不少,但和这一届一年级相比,在综合实力方面确实是有差距的。 原本他还有必胜唐武林的把握,但看了唐武林面对伍斯朵他们那一战之后,他现在也没把握了。 唐武林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看他沉默,唐武林道。 我说我的办法吧。 如果在考虑最大可能性获胜的情况下。 一对一的三场,我们这边应该是你,叶星兰和武斯朵上,二对二,我和谷月上,我们俩配合最默契,还有五魂融合技,这一点你没法否认吧。 七对七的话。 我们这边应该出五个人。 我,谷月,叶星兰,谢谢,徐小言。 你们这边,你和乐正宇。 这样才能保证最强战斗力。 也就是说,一对一,你们战两场,二对二归我们,七对七,我们出五人,你们两人。 不行。 袁恩叶辉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二年级,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怎么跟我们班同学交代。 唐武林道,袁恩,坦白说。 实力如此。 他目光灼灼的看着袁恩叶辉,气息骤然变得强势起来。 袁恩叶辉的呼吸略微有些急促,足足沉默了半赏之后,才道,好,我承认你说得对。 你们的实力确实综合上要更强。 但你敢说你这样分没有私心? 别人的能力我可以承认。 但团战中,为什么是谢谢,不是五思朵? 五思朵个人实力肯定比谢谢更强。 谢谢不过是三环敏攻系魂师,在实战中的作用能超过五思朵。 唐武林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针对谢谢说是耳,眉头微皱,为什么不能? 谢谢也是双生五魂。 你是不是刻意忽略了这一点? 而且,谢谢是我的伙伴,在配合上,和我们一定会更默契。 袁恩叶辉眉头紧皱,这件事我考虑一下。 正在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我可以放弃名额。 有些冰冷的声音响起。 唐武林和袁恩叶辉同时向门口看去,站在门口处的,不正是脸色有些铁青的谢谢吗? 说完这句话,谢谢转身就走。 谢谢。 唐武林赶忙追了出去。 袁恩叶辉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突然呆住了,他听到了吗? 他听到我刚才说他的话了。 他一定很受伤害吧。 为什么我要那么说? 我。 一时间,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有些彷徨。 谢谢没有回房间,而是竟自走出宿舍区,唐武林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谢谢。 谢谢停下脚步,他全身的气息都有些冰冷,我没事武林,我想静静。 唐武林搂住他的肩膀,不要被别人的想法影响你自己。 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 你是我的伙伴,我相信你的实力。 越是别人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力的回击,用我们的实力回击。 你是最强的敏工。 谢谢扭头看向唐武林,看着他眼眸中的真诚,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猛的一拳砸在旁边的树干上,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还是这样。 我每天修炼得这么辛苦了,却还都起大澡,给他门前打扫干净,帮他打水,擦玻璃。 只要是他需要的,我都努力去做。 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他不一样。 我并不会因为他说我的实力不行而生气,我生气的是,在他心目中,一点都没有我的地方。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 他的胸口处微微有些起伏,眼神就像是受伤了的野兽一般。 唐武林道,这种事而你只能自己决定。 但有句话我必须要送给你,坚持就是胜利,如果你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 那么,未来当你再喜欢别人的时候也未必就会成功。 虽然我也不太懂感情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就一定不会轻易改变目标,我永远不想找一个喜欢我的,而是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然后让她喜欢我。 谢谢瞥了她一眼,老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边有谷月,那边还有个好妹妹。 你哪有这方面的烦恼。 唐武林抬手在她头上敲了一下,你满脑子都是这些事儿,有这功夫不如好好修炼,我们马上就十五岁了。 时不我待。 进入内院之前,我可不会考虑这些,趁着年纪小,多多努力才是正经。 谢谢也笑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吗? 唐武林微笑道,很多时候,越是简单的话语,越是充满真谛。 怎么? 想通了。 谢谢耸了耸肩膀,我这人就是越挫越勇,你说得对,别人质疑我们的实力,就用实力证明给他们看,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嗯,这是美德。 唐武林认真地点了点头。 谢谢惊喜地道,你也这么觉得? 唐武林笑道,是啊。 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三个字,脸皮厚。 你。 好了,我去专属修炼的修炼了。 你去不。 唐武林向谢谢问道。 谢谢摇摇头,不去了,我魂力修炼速度不慢,我们双生五魂可是有得天独厚优势的。 哦,对了,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已经四十级了。 唐武林表情一僵,你也四十级了。 伙伴之中,他只知道古月应该是差不多要四十级了,徐励志应该也相差不远,没想到谢谢也四十级了。 那剩下的,就只有他和徐小妍距离四十级还有差距。 这实在是令人有些郁闷,他这还天天使用专属修炼地呢,距离四十级却依旧遥遥无期。 嘿嘿,不是要跟三年级打吗? 四环把握就大多了。 他现在已经是两个魂灵,所以四环的时候不需要再额外寻找魂灵。 这一点上,古月和他也一样,所以,一旦突破四十级,就意味着,他们都具有第四魂迹了。 唐武林竖起大拇指,加油。 我再继续努力去。 二年级一班那边,最终还是没有同意唐武林的建议,原恩叶辉汇总了班内的意见和老师的意见,第二天再次找上了唐武林。 选拔赛吧,这样省得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用实力说话。 原恩叶辉向唐武林说道。 好。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对于自己的伙伴,他有着十足的信心。 原恩叶辉道,选拔赛怎么进行咱们商量一下? 唐武林道,一对一三场比赛的人选,你们有没有意义? 原恩叶辉摇了摇头,个体实力的话,基本上你的建议是差不多的。 不过,你认为叶兴兰比你强?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点头,一对一,我面对他,胜率大概在三成吧。 原恩叶辉眼底闪过一抹惊讶之色,他还真不知道,在唐武林心中,对叶兴兰的估计竟然如此之高。 不过,那次一二年级的对抗赛中,叶兴兰以一己之力顶住了二年级几大强者,确实是实力非凡。 第513章挑战赛 二对二呢? 你们有没有意见? 原恩叶辉道,这个我们要争取一下,我家乐正宇,对你和谷月。 唐武林道,好,那这算一场。 团战呢? 团战的七个人怎么说? 原恩叶辉道,你们这边,你,谷月,叶兴兰是肯定没问题的。 对徐小言和谢谢这两个人选我们有意义。 我会从我们班之中选出两位学员,和他们进行一场二对二的较量。 谁赢了,谁代表参加这次比赛,如何? 当然,我们班选出的这两个人不是我和乐正宇。 好。 一言为定。 唐武林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看他答应得这么痛快,原恩叶辉不禁皱了皱眉,你就那么有把握。 当然。 坦白说,你们班除了你和正宇之外,其他人,还未必能打得过伍斯朵他们小队。 你别那么自大行不行。 原恩叶辉美好气的道。 唐武林道,要不试试。 我们六个不出场,大家组织个五对五,你们那边你和正宇不出场。 看看谁赢。 懒得跟你废话。 原恩叶辉气鼓鼓的走了。 这就是实力不如人的郁闷。 确实,这一届的一般,平均实力太强了。 唐武林双眼微眯,举行这样一场选拔赛也好,对谢谢和徐小言实力有质疑的可不只是二年级。 本班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伍斯朵、洛贵星、徐渔成他们哪个不是实力强悍的存在,团战却没有他们出场的名额,心里能服气。 而通过这样一场挑战赛来证明实力,无疑也能够让大家服气。 选拔赛的时间决定很容易,两天后。 史莱克学院切磋类。 一共比两场,都是二对二,第一场,谢谢,徐小言,对阵二年级一般,断魂霄,叶星末。 第二场,唐武林,古月,对阵袁恩叶辉,乐正宇。 虽然只是两场二对二,但绝对充满看点。 上次一年级和二年级对抗赛之中,叶星末被叶星蓝压制的那叫一个惨,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不强,只是因为自身武魂被叶星蓝压制的太厉害了。 断魂霄更是二年级一般的四环主控魂师。 是最早达到四环修为的,那时候甚至连袁恩都还是三环。 而一年级这边,谢谢和徐小言一直都被认为是唐武林小队的短板。 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地方。 顶多就是谢谢显得比较能拼而已。 这场比赛将决定谁获得两个对抗三年级一般的团战名额。 至于第二场,那就无疑是最强碰撞了。 两个班级公认最强二人组之间的对比。 各有优势。 唐武林和谷月修为弱一些,但他们却有着那强悍无比的武魂融合技。 袁恩叶辉和乐正宇能否对抗,还很难说。 相对来说,看好唐武林,谷月这一组的人会多一些。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一场选拔赛,外院院长蔡老却决定亲自作为选拔赛的裁判,来为他们执法。 两天后 下午两点,切磋类这边,一、二年级外院学员们就已经全都到了。 等待着这场内部选拔赛的开始。 有没有信心? 唐武林看着面前的谢谢和徐小妍。 有。 谢谢毫不犹豫的说道。 徐小妍微微一笑,她不拖后腿,我就没问题。 谢谢气节,合着你们都看不上我是吧? 这次歌就让你们看看,歌有多么强大。 看台上,洛贵星低声向身边的伍斯朵道,为什么这次选拔赛没有我们? 你问过武林了吗? 伍斯朵嘴角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笑,他那人你还不知道。 看上去和风细雨的,实际上腹黑得很。 他跟我说,这场选拔赛如果谢谢和徐小妍输了,就让我跳出去,怒斥他不公平。 然后我们再跟他们比一场。 洛贵星表情也变得古怪了,这也行。 这不是耍赖吗? 伍斯朵道,当时唐武林是非常理直气壮跟我说的,他说,我们小。 二年级应该让着我们。 而且,我们这也不是耍赖。 洛贵星拍了拍脑门,那如果谢谢和徐小妍赢了呢? 伍斯朵道,如果赢了,他让我们权衡一下,二对二,除了我以外,咱们这边有没有两个人的组合能够战胜他们,譬如你家徐愚成。 洛贵星惊讶的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认为徐小妍加谢谢会比我家徐愚成更强? 伍斯朵道,我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唐武林这家伙,却不是个会无地方使的人。 洛贵星眉头皱紧,难道说,他们的实力有巨大飞跃? 学年初那场挑战,你有觉得他们俩特别强吗? 伍斯朵道,他们都没有尽全力,当时哪里感觉得出来? 看看吧,今天这场比赛自然就能看出来了。 嗯? 洛贵星微微汗手。 内部选拔赛,没有任何繁琐的程序。 蔡老走上比赛台,二对二,双方参赛学员上场。 二年级一边,段魂霄和叶星墨双双登上比赛台,和上次碰撞时相比,他们显得更加沉稳了。 叶星墨眼神犀利,隐隐有风锐光芒闪烁。 另一边,谢谢和徐小妍一起走上比赛台。 当袁恩叶辉看着他们并肩上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那么一丁点的不舒服。 自从那天谢谢愤怒离开之后,他心中多少有些不忍。 可以他的骄傲,自然不可能去主动向谢谢承认错误。 他本以为,那天自己伤害了谢谢之后,他就不会再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可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当他清晨起床之后,却依旧看到,自己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盆清水放在门外。 在那一瞬,他足足呆滞了半分钟才回过神来。 这家伙,还真是执着呢。 从那天开始,他心中原本对谢谢的怨气真正的消失了,至少不会一看到他就想要发怒。 这家伙虽然有些跳脱,但平时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他了,想来他一直也都很努力吧。 只是,他能跟上自己的步伐吗? 自己是注定要进入内院的。 当袁恩叶辉脑海中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可怕,什么时候我会为了他想这些了? 谢谢相貌也十分英俊,只是平时和唐武林在一起,被唐武林硬衬的就略显普通了,此时,当他和徐小妍一起上台的时候,还真有几分狼才女貌的感觉。 双方登上比赛台,彼此相对。 蔡老淡然道,放手而为,开始。 没有什么比赛规则,就是让他们放手而为,展现自身实力。 伴随着蔡老一声比赛开始,谢谢第一时间动了。 他就像是一道清风,轻飘飘飞起,右手之中,光龙笔浮现而出。 速度奇快,蔡老开始两个字的声音还在回荡,他就已经冲过半场了。 好快。 断魂霄和叶星末都是一惊,观战的一年级,二年级学员们也是如此。 很多闽宫系战魂师都下意识的判断着自己的速度,和谢谢相比如何。 他们很快就判断出,肯定是没有谢谢快的。 断魂霄和叶星末能够代表二年级组合出场,实力自然非凡。 叶星末一步跨出,就已经挡在了断魂霄身前。 右手上光芒一闪,星圣剑跳入掌中。 一点星芒刺出,正是谢谢前冲的必经之路。 但也就在这时,谢谢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动作。 他那么高速的冲刺,在这一瞬间,竟然停顿了。 从急动到急静,这变化实在是太突兀了。 光荣比扬起,在这一刹那,他给所有人的感觉,就像是整个人突然变大了似的。 人没有变大,变大的是气势。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中,谢谢的气势宛如颈喷一般爆发,与此同时,大家才看清楚他身上两黄,两子四个魂环。 看到这四个魂环的时候,观众席上的五四朵,洛贵星和徐渝成眼神都是一名。 他们一直以来的魂力优势似乎不在了。 幸好,另一边正在释放出星帐武魂的徐小妍还是三环。 第五百一十四章 叙事爆发的谢谢 星圣剑一剑刺出,星光璀璨,却刚好够不到谢谢。 谢谢双眸之中紫光闪烁,凭借着紫及魔童,他做出了最精准的判断,刚好是对方无法攻击到他的位置。 他手中光龙笔扬起,做出一个类似于预备刺出的动作,人却停滞在那里,只是,他身上的气势却已几何倍数暴增着,右手中的光龙笔光芒大放,璀璨宛如朝阳一般。 整个比赛台上,似乎全都被他的气场所笼罩。 这是。 叙事。 叙事这并不是魂迹,但却绝对是一个逆天的自创魂迹。 不是说叙事已经失传了吗? 怎么会在他身上出现? 星圣剑叶星末背后的断魂霄不敢怠慢,长霄入手,就要吹奏。 作为主控魂师,打断对方叙事无疑是最适合的。 但也就在这时,一圈璀璨星光在他脚下升起,断魂霄全身一致,已经释放出的魂迹被硬生生打断了。 叙星末一剑刺空,脚尖点的,身剑合一,只是略微顿挫,就想谢谢刺去,他当然不能让谢谢把叙事完成给自己雷霆一击了。 但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谢谢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幻了,叙星末这一冲,竟然从他身上透穿了过去。 叙事,也就在这一刻爆发了。 叙事未满,但光龙比依旧比正常情况下不知道璀璨了多少倍,谢谢双眸明亮,轻悦的龙吟声中, 他整个人已经化为一道金线,从断魂霄身边掠过。 断魂霄才刚刚从星光锁链中挣脱出来,根本来不及反应,眼前金光就已经放大。 谁能想到,从一开始,谢谢的目标就不是叶星末,而是断魂霄。 叮! 翠明声中,断魂霄手中长销一折为二。 一抹暖意从咽喉处掠过。 这怎么可能? 谢谢在从他身边闪过的下一瞬,人就已经消失了。 金光渐变,油浓转弹,就那么悄无声息的融入空气之中消失无踪。 整个战斗过程发生的再快不过。 蔡老手中荧光一闪,照耀在断魂霄身上,下一刻,他已经被送出了比赛台。 不需要言语,行动已经证明,作为二年级一般的主控魂师,魂力最强者断魂霄,淘汰。 敏攻克控制,在刚刚这一击毙杀之中,被谢谢展现得淋漓尽致。 袁恩叶辉的眼神有些呆滞,断魂霄是什么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还有叶星末。 可是,断魂霄就这么被淘汰了。 谢谢在战斗的时候,眼神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他,眼神远没有现在这么坚定。 当他看着邪星末的时候,那眼神,分明是玉石巨坟一般的疯狂。 可玉石巨坟的攻击力展现出来了,目标却不是叶星末。 一击必杀,飘忽,不可预测,他将敏攻系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挑剔的蔡老,看了谢谢刚才那一击,都不禁暗暗点头。 叶星末此时已经回过身来,眼看着断魂霄被淘汰,谢谢隐身,他手中兴圣剑光芒骤然爆发。 四环,他也同样是四环了呀。 刹那间,整个比赛台仿佛被银河环绕了一般,无数星光笼罩,覆盖着巨大的范围。 每一点星光落下,都带着无比锋锐的气息和一往无前的气势。 不只是笼罩了他身体周围,也同时笼罩向了远处的徐小妍。 这是一个全方位攻击的魂技,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只要击溃了对方的控制系魂师,那么,双方就扯平了。 而且,敏弓系魂师最怕的就是强弓系魂师的群体攻击。 叶星末直接释放出自己的第四魂技剑星宇可谓是恰到好处。 但是,他看不到谢谢,依旧看不到谢谢。 如果他能看到的话,一定会骇然发现,此时的谢谢,如同鬼魅,在星宇中穿梭。 万星从中过,半点不沾身。 至于徐小妍,他身上亮起的是第二魂环。 一圈灿烂的金色光芒将他笼罩在内,同样是星光璀璨。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面镜子,所有落下来的星光,照耀在镜子上都被瞬间反射。 一时间,大量星光反弹而回,到时弄得叶星末一阵手忙脚乱。 星光反馈。 叶星蓝第二魂技。 就在这时,谢谢出现了,在那众多的星光剑芒之中出现了。 他飘忽得犹如一点烟云,但整个人的气息却完全隐藏。 他出现在叶星末身体的后上方,光龙笔消失了,哪怕是台下的观众,也只能看到那里是一道影子,一道虚幻的影子。 飘然而落,没有声息,没有半点先前叙事时的强大气势。 如风,如雾,轻巧的不带一丝烟火气。 叶星末突然感觉到景后有些发紧。 心血来潮。 身体猛然前窜,手中星圣剑挥洒出万点星光守护自身。 但下一刻,他就看到了一道幻影,一道从重重星光之中穿越而来的幻影。 他扭曲着,闪烁着,星光如此密集,却就是无法挡住他的飘忽。 叶星末迅速闭上双眼,他知道,对方的速度太快,凭借视觉,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判断对方的确切位置了。 那么,就凭感觉。 万点星芒瞬间融合为一,在最关键的时刻挡在他身前。 叮! 翠鸣声中,谢谢的身形显现出来。 他的攻击被挡住了。 二年级一般的学员们都不约而同的松了口气,闽攻系魂师最强的就是速度,一旦被打停了,面对强攻系魂师,他们要承受的,就是强攻系的强烈冲击。 就像闽攻克控制一样,强攻系魂师也同样克制闽攻系魂师。 可是,他们的放松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挡势挡住了,可下一瞬,魂力暗说应该占忧的叶星末却是如同触电一般弹退,身为强攻系魂师,他竟然被敏攻系魂师的谢谢阵退了。 谢谢身形浮现,影龙笔切换回光龙笔,璀璨金光再次闪亮,强大的气势瞬间爆发。 就像最初时一样,这一刻,他不再是隐藏于黑暗中的刺客,而是光明照耀的太阳之子。 又是叙事。 肩不容发的叙事。 叶星末这边才控制好身体,人家叙事都已经开始了。 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有着先前的失败经验,叶星末竟是有些不敢攻击了。 他立刻就想后退,拉开和谢谢之间的距离。 对方不但能叙事,还能在叙事的时候不被自己攻击到,这就太可怕了。 可是,谢谢给他的压迫力太强,以至于他忘记了一件事,谢谢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一圈星轮,精准无比的出现在叶星末脚下,一条条金色锁链攀爬而上。 他的身体随之凝固。 光龙闪耀,金光掠过。 比赛,结束。 谢谢根本没有回头去看叶星末,他的光龙笔只是从叶星末咽喉旁边掠过。 当然不可能真的命中。 镜子走向徐小妍。 徐小妍面带微笑的看着他。 两人同时抬起手,啪。 右掌相机,庆祝胜利。 全场肃静。 呼吸在这一刻似乎都停止了。 不只是二年级一般的学员如同见了鬼一般,一年级一般的学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515章再战元恩 谢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 还有徐小妍的控制。 是他,让断魂消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是他,在最后时刻让叶星末没有还击的机会。 配合看上去好像没有多么默契,可是,这一场却就是赢得那么简单。 赢了,一年级一般,赢了。 哄,掌声在谢谢和徐小妍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才骤然抱起。 一般这边,完全是欢呼声。 只有五个人比较沉默。 一对一,你赢得了他吗? 洛桂星向不远处的徐愚成问道。 徐愚成的眼神有些明智,我不知道。 以他的高傲,说出这样的三个字,已经足以证明很多事情了。 原恩叶辉也同样还处于呆滞过程中,他刚刚清楚的看到,当谢谢击溃断魂消的时候,眼神在注视着自己,当他击溃叶星末的时候,眼神同样是在自己身上。 不需要语言,他这分明是在用行动质问自己,我怎么就不行了。 他真的变强了,战斗中的专注,对于战局的掌控,对自身武魂的理解,和以前截然不同。 就像是两个人一般。 或许,他们团队的光芒真的是因为唐武林太过璀璨,而其他人更多的都被掩盖了。 而实际上,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可圈可点。 徐小妍又何尝不是变强了? 那星光反馈魂迹,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难怪唐武林有那样的底气。 一年级一般,比想象中,更加强大。 二年级一般的学员们,普遍脸色都很那看。 断魂霄和叶星墨更是尤其如此。 比赛进行得太快了,全场战斗只是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就已经结束。 断魂霄甚至连一个魂迹都没有释放出来。 这输得憋屈呀。 输得丢人啊。 根本就像是虐菜一般,就被对手给虐掉了。 第二场。 唐武林、谷月、袁恩叶辉、乐正宇,双方同时登场。 躁动的切磋类观众席重新安静下来。 如果说前一场是对两个班级整体实力的判断,那么,这一场,就是两个班级最强战力的对抗。 乐正宇笑眯眯的看着唐武林,武林,咱们商量个事儿啊。 武魂融合剂这种东西就不要用了吧。 那个可不太公平。 而且,要是你们虚弱的太厉害了,怎么参加下周和三年级的对抗赛呀? 好,不用。 唐武林一口答应。 乐正宇愣了一下,这可不像他认识的唐武林,这家伙就算真的不用,也不会说出来的吧,应该留着作为威慑才对。 说话算数。 乐正宇还追问了一句。 唐武林笑了,怕了吧,怕了趁早投降。 乐正宇眉毛一挑,你们俩三环,我们俩四环,我们怕你。 随你用什么能力好了? 累那么多废话。 开始。 蔡老呵斥了一声,就宣布了这场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强战力巅峰对决的比赛开始。 双方武魂同时释放。 元恩涅辉身上,四个紫色魂环升腾而起,另一边,乐正宇身上同样是四个紫色魂环。 三世魂环光芒的闪烁,就明显处于上风。 唐武林和古月这边,古月身上,一个个魂环闪耀,四紫色。 唐武林是三个紫色魂环。 古月果然四环了。 元恩叶辉大喝一声,身体迅速膨胀,泰坦巨元武魂第三魂计,金刚泰坦。 已经在台下找地方做了的谢谢忍不住蒙住脸,他总是那么暴力。 唐武林左脚点地,一步跨出,就冲了出去。 也不用蓝银草武魂,直接就释放出了自己两个血脉魂环,金光一闪,黄金龙体释放,身体同样膨胀几分,金灵护体,金龙爪横空出世。 两人早已不是第一次交手了,彼此之间都算得上是相当熟悉。 元恩叶辉空气泡起手,一拳轰向唐武林。 另一边,乐正宇背后天使双翼展开,一道神圣之光披向唐武林。 从整体实力来看,似乎怎么都是乐正宇和元恩叶辉站着上风。 他们的武魂更强,实力更强。 配合默契度有了这一个学年的演练,总要比以前强得多了。 谷月算是远程攻击,就要看他对唐武林的帮助能有多大了。 在唐武林小队之中,光芒真正被唐武林掩盖的,应该是谷月才对。 荧光一闪,唐武林圆的消失,元恩叶辉和乐正宇的攻击都落在空处。 谷月身上的第四个魂环骤然闪亮起来,第四魂技。 一上来他就要使用第四魂技了吗? 在所有人惊讶的注视之中,一道七彩光芒从他手中延伸出来,化为一柄修长的法杖。 法杖下面是银色长柄,最顶端,是一枚七彩色的光球。 光球之中,光芒阴晕。 法杖一出,整个比赛台上的元素似乎瞬间就变得狂暴起来。 这是! 第四魂技,元素之杖 谷月握住元素之杖,顶端光球突然变成纯粹的青色,顿时,一道龙卷风席卷而出,挡住了元恩叶辉和乐正宇的去路。 元恩叶辉一拳落空,紧接着,第二拳就轰了出来,又是空气炮。 谷月元素之杖向空中一点,空气炮瞬间就消散了。 元恩叶辉能够感觉到的是,自己的空气炮似乎在被谷月点中的瞬间,整个空气炮分解了,里面所蕴含的空气成分全都消失了似的。 这! 紧接着,谷月手中元素之杖顶端光球又变成了金色,朝着乐正宇摇摇一指,乐正宇顿时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光元素开始疯狂流失,全都朝着谷月的方向汇集过去。 天哪! 这是什么玩意儿? 唐武林这次没有再冲出去,只是挡在谷月身前,看着他施法,唐武林心中也同样震撼。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谷月使用这第四魂技。 这元素之杖,似乎对一切元素都有着超强的掌控力。 连神圣天使的光明之力都能逐渐剥夺,这是何等的强悍? 唐武林能够明显感觉到,有元素之杖在手,谷月对于元素的掌控力度大大增强了。 元恩叶辉低吼一声,高达五米的身躯悍然撞碎了龙卷风,直奔这边冲了过来。 乐正与紧随其后,借助元恩叶辉金刚泰坦的庞大身形遮挡着自己,身上金光收缩,强行凭借武魂控制着自己的光元素不至于流失的太快。 唐武林眼中金光闪烁,体内龙银之声大作,双掌翻天,金色巨龙光影在身前出现,金龙惊天。 元恩叶辉身上第四魂环亮起,身体略微缩小,但气息骤然变得强横,正是他那泰坦巨元武魂第四魂计,巨魔泰坦。 巨魔泰坦悍然发起了冲锋。 这是两人在上次交手之后的又一次全面碰撞。 轰。 剧烈轰鸣声响起,金龙惊天硬汉巨魔泰坦。 上一次,唐武林完全不敌。 而这一次,他虽然亮枪后退,却并没有被轰飞。 元恩叶辉也被打得从空中落下,停顿下来。 一团凝实的蓝焰火球划出弧线,饶过了元恩叶辉,直奔乐正宇。 乐正宇此时手中已经掌控圣剑,一剑斩出,劈开蓝焰火球。 但蓝焰弥漫,也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无法和元恩叶辉形成配合。 代表着一年级,二年级的最强战力的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元恩叶辉猛然跃起在空中,身体突然缩小,他竟是主动收回了巨魔泰坦。 紧接着,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一片黑暗。 正是堕落天使武魂第一魂计,黑暗天幕。 与此同时,乐正宇身上金光全部收敛。 在黑暗环境下,悄然消失。 这! 他们黑暗和光明相互克制,使用堕落天使武魂,元恩就不怕影响到乐正宇吗? 还是说他们有什么配合要用出来? 但越是这样,唐武林心中就越是警惕,大家的实战经验都很丰富,元恩叶辉不可能无地放始。 金色魂环切换成紫色,第三魂环光芒大放,一圈金色光环以唐武林为元心向外扩张开来,第三魂祭,蓝银金光阵。 除了站在元心位置的他和谷月之外,蓝银金光阵所过之处,黑暗顿时如冰雪消融般迅速消失。 元素玻璃 第516章发怒的谷月 无论是黑暗还是光明,都会受到元素玻璃的影响。 但蓝银金光阵范围有限,不可能囊括整个比赛台,只是驱散了黑暗天幕的粘稠感。 谷月手中元素之杖顶端光球转化为金色,一道金光冲天而起,配合蓝银金光阵向外扩张,元恩叶辉和乐正宇的身影这才显现出来。 此时,他们两人做出了一个非常奇异的动作,乐正宇手中,圣剑金光闪烁,元恩叶辉手中,漆黑魔剑散发着暗紫色的光芒。 两人同样是将自己掌中剑高举过头,指向天空。 悠扬悦尔的声音和低沉嘶吼的惨叫同时响彻在比赛台上。 元恩叶辉和乐正宇背后各自出现了一个高达五米的巨大虚影。 元恩叶辉背后虚影是黑色的,一双羽翼张开,充满了黑暗的气息,乐正宇背后虚影则是金色的,同样是双翼张开。 二者水火不容,自然排斥。 元恩叶辉堕落天使第三魂祭,堕天使降临,乐正宇第四魂祭,天使降临。 他们凭借着黑暗天幕争取到的时间,各自将自身的武魂提升到了极致。 魔剑,圣剑剑芽闪烁,长达一仗,骤然朝着唐武林和谷月的方向挥斩而出。 金色与紫色,两大巨大剑芽横空出世,二者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伴随着他们的延伸却逐渐缩缩小。 眼看着即将到达唐武林面前时,他们才骤然重合在一起。 顿时,黑暗与光明,两种压缩到极致的力量碰撞的瞬间。 恐怖的爆炸出现了。 自从上次输给唐武林和谷月的武魂融合继神龙变之后,袁恩叶辉痛定思痛,认真思考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和他们相互抗衡。 最终被他和乐正宇研究出了这一招光暗圣剑。 正常情况下,光明与黑暗相互排斥。 但他们的圣剑和魔剑却是极度浓缩的光暗能量组成,在没有碰撞之前,本身气息相互影响是最小的。 凭借着天使降临和堕天使降临的增幅,圣剑,魔剑的攻击力提升到极致,在凭借极度压缩的光明与黑暗彼此碰撞,借助元素力量的强悍,相互引爆。 从而爆发出远超他们个人力量叠加的强大攻击力。 今天还是光暗圣剑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展现出来。 哪怕是蓝银金光阵,在那一瞬间,也只能略微剥离他们的元素力量,但却无法阻挡这一件的威势。 元恩叶辉双眸明亮,心中暗响,使用你们的武魂融合剑吧,除了那武魂融合剑,没有别的能力能够挡住我们的光暗圣剑了。 他仔细研究过唐武林和古月上次使用的神龙变,那么强大到恐怖的攻击力,意味着他们绝对坚持不了太久。 越早将他们的武魂融合剑引发出来,在这场比拼中就越有力,等他们用了神龙变,再以光暗圣剑与他们周旋,坚持的时间长一点,自然就能将他们战胜。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元恩叶辉看到的是唐武林身上闪亮的鳞片,宛如镜面一般的鳞片。 在那剧烈的大爆炸之中,唐武林张开双臂,将身后的古月完全保护在内,就那么正面承受了光暗圣剑这一击。 全身龙鳞上光芒急剧闪烁,唐武林只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元素风暴一般,恐怖的光明与黑暗力量相互排斥所产生的撕裂感仿佛要将它撕碎。 金龙霸体能够承受它防御力上限三倍的攻击力啊。 但在这光暗圣剑的爆发之下,竟然都有种要承受不住的感觉,可见这一击的攻击力有多么强悍。 唐武林体内气血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但它却就是咬牙硬撑住了。 对方出剑的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几乎是黑暗天幕被清扫的下一瞬,光暗圣剑就在唐武林面前爆发了,整个空间都剧烈的波动,以至于古月连空间转移都用不出来。 必须要挡住,不能后退一步,身后就是古月呀。 全身鳞片温明,唐武林咬紧牙关,右手点点星剑闪烁,窦楷手甲浮现而出,幻化出一团金光护在胸前,进一步提升它的防御力。 整个爆炸的过程足足持续了数秒,唐武林身上的衣服大部分都破碎了,但却硬是半步未退。 昂,激昂的龙吟声从唐武林身上响起,它猛的向前跨出一步,承受的攻击越强,金龙霸体借助的力量也就越大。 伴随着它这一步跨出,又是一圈金色光环从它脚下蔓延而出,爆炸所产生的残留元素风暴瞬间荡然无存,这一次,蓝银金光阵在金龙霸体的增幅下笼罩了整个切磋类。 威力更是几何倍数提升。 斩出一剑的元恩叶辉和乐正宇同时感觉到身上一空,手中的圣剑和魔剑以及它们背后的天使,惰天使,竟是都在瞬间分解了。 蓝银金光阵瞬间爆发,而下一瞬,银光一闪,一道身影出现在它们之间,手中元素智障向地面移顿,光球瞬间出现青,蓝,红,黄四色光芒。 紧接着,元素风暴爆发。 乐正宇和元恩叶辉的身体在元素风暴的恐怖力量下同时被甩飞而出。 元恩叶辉还好一些,他立刻切换到自己的泰坦巨元武魂,身体膨胀,化为金刚泰坦,抵御元素风暴。 而乐正宇就没有这份能力了,一道银色月光闪过,他被蔡老直接吸射出了比赛场地。 古月面沉似水,手中元素智障指向勉力抵抗元素风暴的元恩叶辉。 一团团如同磨盘大小的光球宛如连珠炮一般轰出。 蓝燕火球,青帝风球,尖刺冰球,陨石土球。 四种元素连续变幻爆发,每一个之间只是相隔数米。 元素风暴之内,元恩叶辉根本就没法闪避,事实上,就算他想要闪避也不可能做得到。 古月凭借着远超同龄人的强大精神力,指挥着这一团团元素之球飞速砸向他的身体。 是的,古月怒了。 平时他轻易不会发挥权力,是为了不想掩盖唐武林的光芒。 但就在刚才,他闪现释放元素风暴的时候,清楚地看到,另一边的唐武林嘴角处流出了一缕血丝。 他受伤了。 哪怕是一年级一般的学员们,此时也才真正见识到了古月的恐怖。 那一团团光球爆发出的恐怖攻击力,竟然将防御力那么强的元恩叶辉轰击得在比赛台上连连后退。 他的空气炮竟然都无法完全阻挡那些元素球的攻击。 蓝焰火球,炙热高温,空气炮被扭曲,挡不住。 青壁风球,内运风暴,空气炮被撕碎,还是挡不住。 尖刺冰球,高速旋转,空气炮被刨开,依旧挡不住。 陨石土球,稳固宣赫,空气炮只能令其持滞,无法破坏。 元恩叶辉只能凭借金刚泰坦自身强大的攻防力量将这一颗颗元素支球震碎,但那恐怖的元素之力却压迫得他连连后退,这可是正面压制啊。 唐武林没有再出手,他又何尝不惊讶。 他一直都知道古月很强,也知道自己应该不是古月的对手,但直到此时,古月全面爆发的时候,他才看清自己和古月的差距有多大。 第517章 力压元恩 凭借着七种元素掌控,他可以使用的战术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唐武林有种感觉,自己的蓝银金光阵如果是作用在古月身上,恐怕未必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 轰,又是一枚元素支球炸碎。 元恩叶辉面沉似水,他没有使用巨魔泰坦,而是凭借泰坦之力和金刚泰坦硬扛。 拼消耗。 实际上,他已经知道,这场比赛他们输了,当唐武林正面硬扛了光暗圣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输了。 古月之后的爆发是出乎预料的,但他不会就这么认输,他会一直战斗。 如果能够拼到古月魂力消耗殆尽,自己和唐武林一对一,对付受伤的唐武林,还是有一丝机会的。 他是双生武魂,怎么看都应该比古月的魂力更雄厚,魂力等级也应该在古月之上才对。 魂力超过四十级以后,提升的速度明显降低,他已经突破四十级快一年的时间了,现在也不过才四十三级而已,这还算修炼快的了。 古月也就是刚突破,应该是四十一级。 他那元素之杖是第四魂技,再加上连续发动如此强大的攻击,消耗一定比自己要大。 一颗,两颗,十颗,二十颗。 元恩叶辉已经被压迫得接近切磋类的边缘了,但古月发出的元素之球还是如同连珠炮弹一般,没有半点要收歇的样子。 他的魂力怎么会如此雄厚? 这不可能啊。 元恩叶辉瞪大了眼睛。 蔡老此时已经来到场中,双眼微眯,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古月的魂力应该确实是没有元恩叶辉魂后,但是,他的五魂是元素掌控,和正常魂师的区别在于,掌控元素,使用元素,不只是和自身魂力有关,同时和精神力也有关。 精神力才能吸引和控制元素,这样一来,古月的修为就是精神力叠加魂力。 他的精神力远在元恩叶辉之上,此消彼长之下,他的持续战斗力才会如此之强。 轰,元恩叶辉上身向后一仰,但这次他脚下没有后退,不能再退了,再退就要掉出切磋类了。 吼,他仰天发出一声怒吼,第四魂环终于闪亮,拼不过消耗,就只能最后一拼了。 巨魔太坦。 身体变得更加凝实,一拳轰出,元素球破碎。 空气炮连续轰出,总算是能够凭借着暴增的威能挡住古月的元素球了。 但也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唐武林,笑咪咪的唐武林走到了古月身边。 好了。 唐武林拍了拍古月的肩膀。 古月元素智障光芒收敛,看了他一眼,再看看元恩叶辉,没有吭声。 攻击停止。 元恩叶辉微微有些喘息,巨魔太坦确实强大,但消耗也是巨大的。 他看了唐武林一眼,转身跳下了切磋类。 胜负一分,一对二,他不可能有机会,唐武林已经给他留面子了。 欢呼声瞬间从一年级一般的观众席上爆发起来。 如果说,去年和二年级一般切磋获胜,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那么,今天就是实打实的胜利了。 两场二对二,两场完胜。 尤其是第二场,班长和班长之间的对决,元恩叶辉终究还是输了。 你没事吧? 古月向唐武林轻声问道。 唐武林摇摇头,没事,刚才气血有些翻涌,这惠尔已经好了。 伴随着不断吸收金龙王精华,他的自愈能力,抗击打能力又有了新的提升。 刚才被光暗圣剑斩的确实是五内如焚,可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体内气血就已经平复下来了。 虽然还有些不舒服,但已经没什么大碍。 你那个闪光的技能是什么? 乐正宇并没有因为输掉比赛而郁闷,反而是充满好奇。 唐武林和古月刚从切磋类上下来他就凑了过去。 光暗圣剑的威力他和元恩叶辉试验过很多次,绝对是威力非凡啊。 就算是五环魂王,正面也挡不住他们这一击。 但唐武林就凭一个人硬抗了,这绝对是他那个魂技的作用。 唐武林向他微微一笑,想知道吗? 乐正宇用力点了点头。 唐武林道,刘吉我就告诉你。 乐正宇一呆,刘吉。 下一刻他明白了,从二年级刘吉,那不就成一年级的学员了吗? 喂,学员没有刘吉好不好? 成绩不合格就开除了。 他不满的声音并没能让唐武林听见,唐武林和谷月已经被欢呼的一年级学员们吞没了。 一、二年级与三年级一般切磋挑战赛出场人员最终确定。 三场一对一,元恩叶辉,武思朵,叶兴兰。 二对二,唐武林,谷月。 七对七,队长,唐武林,副队长,元恩叶辉,队员,谷月,谢谢,乐正宇,徐小言,徐立志。 比赛时间,下周五。 元恩叶辉今天收到的刺激还是挺大的,输给唐武林还在其次,毕竟,因为输过一次,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 最让他震惊和不解的,是谢谢的实力。 断魂霄和叶星末,虽然从实际实力来看,应该不会输得那么惨。 可是,在那场比赛中,完全被谢谢和徐小言掌控了节奏。 尤其是谢谢,他的进步太大了,无论是速度还是攻击力,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在他攻击力爆发时的赤裂,就算是在台下,元恩叶辉都能感受到强大的威胁感。 他竟然已经变得这么强了。 为什么他们一年级的进步速度会这么快? 信念。 如果谢谢知道他的疑问,一定会回答他这两个字。 正是因为元恩叶辉,他才会这么拼命,他拼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要在实力上追上他,他要,配得上他。 你真的没事。 回到宫读生宿舍区,古月又问了唐武林一次。 真的没事,你看我这皮糙肉厚的。 话说,明天是休息日,你又要去传灵塔吗? 唐武林向古月问道。 嗯? 也没别的事,就去传灵塔修炼吧。 古月点了点头。 唐武林笑道,你隐藏的可真是够深的呀。 没想到你现在实力都已经这么强了,我可不是你对手。 你还这么努力,咱们这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 古月玩耳一笑,你担心什么? 唐武林笑道,担心每天如果我们要是对手,会被你打得满地找牙呀。 古月呆了呆,他的眼神在瞬间暗淡了一下。 虽然只是持续了那么短暂的时间,却还是被唐武林捕捉到了。 怎么了? 古月摇摇头,没事。 休息打算去干什么? 唐武林道,我可能会去一趟天斗城,这几个月打造的有灵合金积攒了一部分,拿去卖一下。 顺便买一些稀有金属回来。 听师伯指点一下锻造。 我跟你一起去吧。 古月脱口而出道。 啊? 好啊。 唐武林有些惊讶地看着他,自从第二学年开学以来,他们还真是从来都没有一起出去过,大家都在忙着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 古月向他笑了笑,转身走向自己的宿舍去了。 第518章 古月同行 一想到古月要和自己一起去,唐武林心中突然有些期待。 武老师刚给他办好了机甲身份卡,这次终于可以驾驶着机甲出去了,开着机甲去兜风,想想都挺爽的。 而机甲刚好可以带一个人。 专属修炼地 唐武林盘西坐在那里,身体周围,萦绕着淡淡的蓝色光韵,一根根蓝银草如同小蛇一般,自如地在他身边摆动。 金羽就那么安静地匍匐在那里,金色的身体上同样也有蓝色光纹,他的身材比以前更大了几分,现在身长已经超过了一米五,虽然依旧纤细,但气息却明显深沉了许多,鳞片的颜色也变得更加艳丽。 作为唐武林的第一魂灵,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魂灵,随着唐武林修为的进步,他的提升也是飞快的。 唐武林吸收的金龙王精华有一部分就被他同化,吸收,所以才让他一个肺魂灵逐渐变化,产生了良性一变。 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同样也具备了金龙王血脉。 所以,唐武林魂环的提升,魂力的提升固然对他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提升还是来自于唐武林血脉的提升,每一次突破封印,吸收金龙王精华,相当于都是帮助金羽进化一次。 对此,唐武林自己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在这第四次突破封印之后,唐武林惊讶的发现,金羽的智慧进步了许多,与自己心灵相通也更加直接。 正常来说,魂灵也是能够借用宿主魂力来使用魂技的,只是威力不如魂师直接使用那么强。 因此魂师和魂灵一般都是直接进行战斗。 但金羽身上却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这次唐武林突破第四道封印之后,金羽除了蓝银草的几个魂技能够使用大约五成威力之外,多出了一个自己能够单独使用的血脉魂环技,和唐武林的一样,黄金龙体。 能够瞬间极大程度增强他身体强度的黄金龙体。 而且,消耗的是他自己身上的血脉气息,他的血脉气息消耗了,就需要在唐武林身上温养。 唐武林饭量进一步提升,有很大原因是因为金羽对他的血脉气息需求更大了。 盘绕在唐武林身体周围,吸收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魂力波动和血脉气息,金羽看上去懒洋洋的。 他的头轻轻的倚靠在唐武林大腿旁边,谁说蛇类是冷血动物的。 至少此时的金羽眼神中,分明充满了亲切,就像是依偎在父母身边一般。 唐武林胸前突然鼓起,一口气息深吸,那一根根自由摆动的蓝银草骤然停顿,紧接着,每一根蓝银草都散发出璀璨金光。 就像金羽一样,唐武林的蓝银草持续进化,也同样是因为他那金龙王血脉的能力啊。 一根根藤蔓比以前更加粗壮,颜色更加艳丽,隐约间,已经多了几分王者气息。 这是金龙王血脉带来的王者气息,催生在植物系五魂蓝银草上,让他散发出的就是类似于蓝银草王者般的气息波动。 这一口深吸气足足持续了数分钟,唐武林才缓缓呼气,吸气绵绵,呼气微微乃是玄天公运气之法。 半晌之后,他缓缓睁开双眼,双眸光泽盈润,身体周围的所有蓝银草全都悄然收回,只有金羽有些不舍的爬了上来,盘绕在他脖子上,身头在他面颊上蹭了蹭,一副亲切的样子。 唐武林面露微笑,轻轻的抚摸着金羽光洁冰凉的身子,一人一舌心意相通,好,你愿意的话,就在外面多待会儿也行。 金羽向唐武林摇摇头,金光一闪,悄然融入到唐武林身体,在融合的过程中,他就像是化为了唐武林身上的一道金色纹身,悄然烙印进去,光纹在徐徐消失,异常的玄妙。 一抹淡淡的微笑从唐武林脸上浮现出来。 他和金羽之间越来越默契了,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金羽就能拥有独自作战的能力。 魂灵只有达到那个层次之后,才能在战斗中真正的帮助魂师。 圆恩叶辉也好,古月也好,他们也都有魂灵。 但在战斗中却少有把自己魂灵放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魂灵在自身体内对他们的辅助反而会更大。 魂师只有超过四环境界之后,魂灵的智慧才会逐步完全开启,而且还是要千年以上的魂灵才有可能。 而想要具备直接战斗力,不需要魂师控制,那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培养。 一旦培养成功,那么,魂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魂师的一个分身,在战斗中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魂师。 这也是四环魂宗以上魂师强大的地方。 当然,对于普通魂师来说,一般情况下想要达到魂灵独自出战的水平,至少要到魂王层次才行。 培养魂灵需要自身血脉足够强大旺盛,这就需要强大的魂力作为支撑,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精神力来开发魂灵的智慧才行。 在这些方面,唐武林无疑是得天独厚,远超常人的。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神光,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光芒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会轻微的扭曲一下。 蓝银草再次蜂拥而出,犹如一条条长蛇一般,在这专属修炼地中挥舞。 它们完全呈现微淡金色,表面的鳞片纹路也变得更加鲜明。 和三年级的挑战,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努力争胜吧。 不过,在那之前,先感受一下驾驶机甲的乐趣,这次前往天斗城的机甲之旅唐武林还是非常期待的,这是他第一次驾驶机甲出远门,更何况还是有古月陪伴的情况下。 出了专属修炼地,唐武林返回宫读生宿舍。 此时时间还早,正是清晨。 一进院子,唐武林就看到正在那里卖力扫地的谢谢。 谢谢扫地扫得还挺认真,唐武林走进来他都没发现。 看着他那殷勤的样子,唐武林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笑意,这家伙,还真是很能坚持啊。 只是不知道他这样的坚持能否打动原恩。 伴随着实力的提升,他的信心应该会越来越足了吧。 谢谢停下来,扭头向唐武林看来,今天挺早啊。 休息不该多修炼惠尔再回来吗? 紫棘魔童的修炼时间才刚过而已。 显然唐武林是修炼了紫棘魔童之后就直接返回的。 唐武林道,今天我要出去一趟,所以早点回来。 我去天斗城,你有什么想带的吗? 谢谢摆摆手,继续扫地,咱们使来课程什么没有? 不需要了。 唐武林笑笑,走到谷月宿舍门前,在房门上轻巧地敲了几下。 这惠尔徐小颜和叶星兰肯定都已经起来了,因为他们早上也要修炼紫棘魔童,自然也不怕吵到他们休息。 门开,果然,徐小颜探出头来。 咦,队长,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干嘛? 唐武林笑道,我找谷月,她起了眉。 闻,来了。 谷月的声音从门内转来,徐小颜嘻嘻一笑,就缩回头去,谷月推门而出。 看到面前的谷月,唐武林不禁微微一呆。 黑色长发疏拢在脑后,细成一个马尾,充满了青春活力。 白色连衣长裙,仙尘不染,没有什么装饰,就是那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接近十五岁的少女出落的越来越有女人为儿了,谷月不是那种绝美,却有着一种难言的奇异气质。 无形中就会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 今天真美。 唐武林低声说道。 谷月翘脸微微一红,你吃早饭了没? 她知道,对她来说,吃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唐武林摇头道,还没呢,这不先来接你吗? 然后咱们去一趟唐门。 嗯,好。 谷月点头答应。 优贺,约会去呀这是要。 谢谢打去的声音传来。 扫你的地。 谷月美好气的呵斥一声。 别说,谢谢还真怕她,可能是早年被打怕了,也可能是因为昨天谷月的爆发吓到了。 在谷月面前,她还真不敢嘚瑟。 第519章 唐武林的机甲 吃了早饭,唐武林带着谷月出了门,打了一辆混岛出租车,直奔唐门而去。 机甲的体积太大了,并不是她现在的储物装置能够装有的。 事实上,绝大部分机甲师的机甲都需要有专属地方停靠,保养。 只有那些实力特别强,并且非常富有的机甲师,才有可能配备能够装的下机甲体积的储物魂倒气。 至少目前唐武林是没这个闲钱。 为了一台黄色机甲也不需要购买那么贵的储物魂倒气。 车到唐门,两人下车。 我进去拿点东西,然后咱们就去天斗城。 唐武林向谷月微笑说道。 好。 我在门口等你吧。 谷月虽然不清楚唐门有什么规矩,但作为外人,进去人家中门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去去就来。 唐武林跨步进了唐门。 唐门总部的大门看上去十分朴素,但上面悬挂着匾额,匾额上唐门两个大字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质感。 这两个字的右下角有落款,写着,霍宇号。 霍宇号? 灵兵斗罗霍宇号,显然,这两个字是当年那位威震大陆的传奇人物所留下的。 看着唐门二字,谷月略微有些迷惘,霍宇号,应该就是创立了传灵塔的那位大能吧。 正想着,突然,谷月心中一动,下意识朝空中看去。 唐门内传来一声呼啸。 紧接着,他就看到一台黄色机甲冲天而起。 这台机甲高度大约在十米左右,全身都是黄色涂装,腾空数十米后,缓缓落下,方向正是自己所在的唐门门前。 谷月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唐门原来也有机甲师啊。 机甲落地,控制的恰到好处,并没有发出沉闷的响声,显现着机甲师对于机甲操控相当不错。 高达十米的机甲全身都充满了流线型,给人一种非常清零的感觉,谷月在学院也学过基础的机甲操作和辨认。 立刻就认出,这是一台擅长远程攻击的机甲。 主武器应该就是他背后的那问手持魂倒炮了。 魂倒炮长度超过六米,贝贝在背后,随时可以通过手持进行发射,口径大约在八十毫米左右,这已经是威力相当不错的存在了。 能够在千米范围内爆发出接近魂宗权力一击的威能。 机甲的出现,曾经一度颠覆了魂师在大陆的地位,因为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身体足够强壮,都能在一定程度控制机甲。 直到窦凯出现,以及魂师凭借魂灵辅助,比常人更强的操控力和身体极限承受力称霸机甲界之后,才又重新站在了大陆顶端。 一般来说,普通人哪怕是身体再强壮,极限也就是能够驾驶黄色机甲而已,到了紫色机甲层面,就必须是魂师才能够驾驭了。 此时,面前的机甲徐徐落地,然后竟是转向了自己的方向,谷月不禁眉头皱紧。 他要干什么? 这位美女,可愿一起共乘机甲去游玩一番。 黄色机甲内,电子音响起。 谷月脸色顿时一沉,转身就走。 这里毕竟是唐门门口,他也不愿意在这里闹事,一台黄色机甲,还真没被他放在眼中。 正在这时,那黄色机甲向他抬起右手,一道金光电射而至。 谷月怎么也没想到这机甲会不分青红皂白就向自己出手,而且他还是背对着机甲的,等到那金光飞射而至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金色缠绕,小然围在他腰上,谷月身上银光已经亮起,正准备瞬间转移,但缠绕腰间事物的熟悉感却令他的传颂收回,下意识地低头看去。 但金色藤蔓上隐隐有鳞片纹路,内部闪烁着淡蓝色光运,这是。 他猛地回过身,刚好看到那黄色机甲胸前的驾驶舱徐徐开启,里面的主驾驶位上站着一人,可不正是唐武林吗? 唐武林一脸笑意地向他挥着手。 蓝银草一拉,在谷月轻微的惊呼声中,他人已经飞向了驾驶舱的方向。 唐武林抬手接住他,在他纤细的腰之上轻轻一带,让他在自己身边的副驾驶位坐了下来。 驾驶位因为要和机甲完全融合便于操控,是站着的,当然,各处都有支撑,而副驾驶位则是紧挨着驾驶位并且靠后一些,是坐着的。 机甲这样设计,原本是为了主驾驶员如果出现问题,能够迅速通过切换装置切换和副驾驶之间的位置,从而保持战斗力。 尤其是在长途奔袭的时候,这个配置相当有用。 而对于民用机甲来说,这却是带人的好地方。 在很多地方,一些附加子弟拥有自己的机甲,则是用来泡妞的,乘坐机甲副驾驶,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是新奇体验。 坐在软厚的皮座上,安全带自动扣好,鼓跃白了唐武林一眼,你跑唐门来,就是为了借用机甲的。 唐武林呵呵一笑,不是借用,这机甲本来就是我的,我在咱们学院定做的,然后保存在这里。 我是怕了魂倒列车了,坐一次出一次试。 魂倒汽车虽然便宜得多,但实用性远不如机甲。 你选修机甲操控,就是为了这个。 鼓跃疑惑的问道。 唐武林笑着点了点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甲和窦凯并不重叠呀。 多了机甲,就多一份战斗力。 武老师说,很多强大的魂师都既是窦凯师,也是机甲师,我觉得这样不错。 当然,最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就有个机甲梦,现在有能力实现了,总要试试吧。 我这台机甲可都是用天星铁打造而成的,鲜断金属,别看是黄极机甲,实际上材料配置都是紫极机甲层次的。 只是核心法阵明刻起来太贵,我只是按照黄极标准打造。 就这样,还花了我好多贡献点。 你是他的第一个乘客哦。 平时他把机甲留在这里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斗魂堂每周一次的修炼时可以在这里练习机甲操控。 斗魂堂空间内有专门培训机甲操控的地方,和学院教导的基础修炼相比,这里的技巧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一些更加高深的。 凭借着强横的身体,唐武林现在对机甲操控已经相当熟练了,也能做出一些复杂的动作。 胸甲闭合,让机甲内部化为一个密闭空间,唐武林双手手指弹动,确认着机甲的各项指标。 平时机甲放在塘门这边,保养的自然是非常好的,一切正常,能量满格。 唐武林把自己从武长空那里拿到的机甲身份卡插入卡槽之中,低得一声轻响,辅助操控屏幕上出现一型绿色小字,显现着这台机甲所获得的权限,能够自由在大陆绝大多数地方通行。 联邦对于机甲的限制还是相当严格的,毕竟,机甲的破坏力太强,一旦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很容易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因此,民用机甲想要获得官方的通行许可证是非常困难的。 一般来说,单座城市的通行许可证获得还容易一些,全大陆性质的通行许可证可就难了。 第520章 共乘机甲 武长空是通过史莱克学院方面,直接向联邦提请,再加上唐武林拥有天斗城荣誉市民称号,以及莫武帮助连带担保,这才能够审批下来。 这张卡片的价值事实上还要超过这台机甲。 只不过唐武林自己对这些并不清楚而已。 有了这张卡片,他这不过是黄级的机甲就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 当然,前提是不能犯事儿,一旦出现一次问题,机甲身份卡将直接被收回,并且打入黑名单。 对此,武长空并没有跟唐武林特别强调,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弟子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出发了哦。 唐武林扭头向近在咫尺的谷月说道。 机甲内部空间不大,副驾驶位置尤其如此。 谷月身材修长,虽然不至于拥挤,但也绝不宽裕。 因为地方狭窄,唐武林能够闻到从谷月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那是一种非常柔和的香气,闻起来特别舒服。 闻。 谷月轻轻的点了点头。 黄色机甲跨前一步,背后和脚下的喷射口同时喷射出淡淡的光焰,在唐武林的操控下,下一瞬,机甲腾空而起,直入高空。 民用机甲一般情况下被许可的飞行高度是一千米以下,也就是说,只能低空飞行。 唐武林操控着他的机甲飞行到大约八百米高之后,背后三对折翼缓缓开启,保持着在空中的悬浮力,推进器继续喷射, 黄极机甲顿时朝着天斗城方向进发。 机甲内部有专门的导航系统,能够指引方向,同时也能够通过导航和雷达来规避有可能产生碰撞的飞行物。 当唐武林机甲飞起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雷达扫描过来,他的机甲会通过身份卡内的一系列密码释放出响应信号,以确保自己的安全飞行。 要是没有身份卡冒然飞入高空,尤其是在史莱克城这样的地方,呈防魂倒炮第一时间就会给予攻击。 机甲护卫队也会赶来。 哇哦,果然还是外面的世界飞行器来感觉更好。 唐武林操控着机甲,一脸的兴奋。 古月看着他,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从刚才唐武林有些显伴式的介绍他这机甲的时候,古月就感到有些好笑,这家伙原来也有这样的一面。 这就是少年天性吧。 平时可是很少看到唐武林如此兴奋的,他是真的喜欢机甲呀。 机甲保持高速飞行,渐渐进入巡航状态,果然是要比地面上的混岛汽车速度快多了。 脚下景物不断掠过,高速行进的黄色机甲在天空中非常醒目。 内部略微有些震荡,偶尔遭遇气流的时候,机甲也会有些颠簸。 但整体来说,唐武林对机甲的操控还是相当平稳的。 怎么样? 帅不帅? 唐武林向身边的古月问道。 古月抿嘴一笑,你怎么没告诉大家,你买了台机甲? 唐武林嘿嘿一笑,这是我的秘密啊。 告诉大家,不是炫富了吗? 可不是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私人拥有一台机甲绝对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古月笑道,那你怎么就告诉我了? 就不怕我说你炫富。 你不一样的。 唐武林下意识的回答道。 一边说着,他控制着机甲在空中做出一个翻滚的动作,灵活的继续向前飞行。 古月听了他的回答微微愣了愣,脸上笑容更浓了几分。 翱翔在天空中的感觉实在是太过瘾了,唐武林之前训练的时候固然也有飞行训练,可却都是局限在一定的空间内。 此时真正操控在外界飞行,感觉那是相当的过瘾。 难怪机甲师是绝大多数男性的梦想,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混岛列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从史莱克城抵达天斗城,而机甲飞行,只要一个小时就足以了。 要快得多,比混岛汽车自然就更快了。 当机甲进入到天斗城范围内时,还没到正午。 唐武林带着谷月直接飞到天斗城锻造师协会,在来之前他已经跟师伯打过招呼了,这里有专门可以停放机甲的地方。 对接系统联系完成,机甲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天斗城锻造师协会楼顶的专属停靠地。 稳定的停下,唐武林也随之松了口气,这毕竟是他第一次长途驾驶,平稳着陆,意味着成功。 驾驶舱开启,唐武林和谷月下了机甲。 回身看看自己这高达十米的巨大机甲,唐武林心中一阵骄傲。 自己现在也可以算是一名机甲师了。 正在这时,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唐武林下意识地看向一个方向。 在锻造师协会大楼楼顶,有一个专门停靠机甲的区域,唐武林的机甲就是停在这里的。 这里还有专门的充能装置,可以给机甲补充魂岛能量。 这种地方停靠的自然不可能是一台机甲,唐武林这台黄色机甲旁边,就是两台紫色机甲,另一边甚至还有黑色机甲。 能够被获准停靠在这里的,显然都不是普通人。 可也就在这时,唐武林目光突然凝固了。 远处,角落里。 有一个封闭式的停靠空间正缓缓关闭。 那里显然也是停靠机甲的,但却像是个单独的包房一般。 当他目光看过去的时候,卷帘门已经关闭了一半,只能够看到内部那台机甲的下半部分。 鲜红的涂装,宛如在唐武林脑海中乍响了一道惊雷一般。 红色,红色,红级机甲。 红色,红导机甲,神级机甲,必须亲手打造,方有可能完成,需要最顶级的材料,最顶级的锻造,需要以自身精血和武魂完全融入其中,形成生命交关一般的存在。 是生命真正的一部分,真正的神级机甲,甚至会出现魂灵和机甲融为一体的特殊情况。 白色机甲被称之为基础机甲,黄色机甲是质式机甲,紫色机甲是高级机甲,黑色机甲是超级机甲。 但这些都是正常情况下能够存在的,而被称之为神级机甲的红色机甲呢? 在全大陆也是屈指可数啊。 据说,红级机甲没有上线,甚至可以和三次窦凯师相媲美。 至少也需要八环魂窦罗以上修为的强者才能驾驭,但他的制作要求会更高,比制作三次窦凯的难度一点都不逊色。 并且有着一些窦凯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然,窦凯的一些优势也是他无法拥有的。 简单来说,窦凯是凌驾于机甲之上的存在这句话,是不包含红色机甲的。 唐武林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在这里见到一台红级机甲,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却已经足以令他惊艳了。 他看到了,古月自然也看到了。 那就是传说中的红级机甲吗? 古月低声问道。 唐武林兴奋的点了点头,应该是的,走,咱们去师伯那里,师伯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惠尔我跟师伯学习一惠尔,然后把有灵金属做了交易。 然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估计傍晚之前这些都能结束,晚上你想去干什么,我陪你。 嗯? 古月轻声答应。 唐武林带着古月乘坐电梯,来到振华办公室所在的一层。 振华给了他专门的电梯卡,一般人是没办法来到这层的。 电梯门开,唐武林就兴冲冲的走了出去。 来到振华办公室门外,他轻轻的敲了敲门。 估计是那小子来了。 进来吧。 里面传来振华爽朗的声音。 唐武林推门而入,带着古月一起走了进去。 振华果然是在等他的,但办公室里却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除了振华之外,还有另外一人也在。 而且这个人唐武林还认识。 大叔,是您哪。 唐武林惊喜的说道。 坐在振华办公室沙发之中的可不正是那位他第一次来时给他做饭的中年大叔吗? 看上去五十多岁,精神绝朔。 只不过今天这位厨师大叔却没有穿厨师衣服,而是穿了一件普通的灰色长袍,有些复古的味道。 这位相貌普通,但能够坐在一代神将的办公室内,显然是身份非凡。 第五百二十一章 什么是神级? 哦! 还有客人呢? 武林,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振华微笑道。 唐武林恭敬的道,师伯,这是我的同学古月。 古月,这位是我师伯,这位大叔是我师伯的朋友。 振华的身份唐武林早就告诉过古月了,古月同样上前行礼,您好,免下。 振华看看古月,再看看唐武林,眼底闪过一丝暧昧之色,我还以为你这小子只会锻造和修炼呢,没想到情商也是不错的吗? 很好,很好。 坐吧,小姑娘,别拘束,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感受到振华的亲和,古月脸上也不禁露出微笑,向这位神将点了点头。 唐武林忍不住道,师伯,我刚才来的时候,在天台看到了一台红色机甲呀。 太炫了。 可惜没有看到全貌。 那是谁的呀? 是您的吗? 以振华一代神将的地位,拥有一台红色机甲是很正常的。 连黑色机甲的价值都那么高昂,更不用说红色机甲了,这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哪怕是魂斗罗腾刺的强者也是一样。 令唐武林意外的是,振华微笑摇头,不,不是我的。 唐武林顿时觉得有些失望,如果那台红级机甲是师伯的话,他还有机会去看看,不是师伯的话,显然就难了。 对了,你小子怎么会驾驶着机甲来? 你还有闲工夫练习机甲驾驶? 郑华有些好奇的问道。 唐武林道,我从小就喜欢机甲,武老师说,陋凯师是可以兼具机甲师的,二者并不矛盾。 所以我想试试,就在学院定制了这台黄级机甲。 郑华微笑摇头,他说的是没错,但是,你却忘了一件事。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只是黄级机甲倒是没有什么,可机甲想要继续向上升级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紫级机甲我估计你也还能承受,但未来到了黑级机甲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机甲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要和魂师本身契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能,这就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并且要真正的参与到制造之中,还要不断的调试。 绝不会比你制作窦凯需要的时间短。 虽然顶级窦凯师也会选择拥有机甲,但那都是他们在窦凯方面都已经很难进步以后,才会这样选择。 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是尽量不要分心,这黄级机甲就算了,但不要太过深入了。 机甲也有很多迷人的地方,深入其中,我怕你无法自拔。 还是尽快成为窦凯师,才是正途。 听了郑华的话,唐武林不禁悚然一惊,是啊。 师伯说的有道理,自己之前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主要是因为在窦魂堂有额外多出来的十二个小时时间能够让自己练习,可是,机甲想要达到更高层次,确实是需要更多精力才行。 师伯,我明白了。 我这台机甲也主要是用来代步,我不会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的。 您放心吧。 郑华微微一笑,不过,多了解一些机甲也没什么坏处。 以你现在的进度,只要修炼跟得上,窦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未来还是有可能在你达到窦凯极致之后向机甲方面发展的。 你想看看那台红色机甲。 唐武林顿时兴奋的连连点头。 郑华微笑道,那我就替机甲主人做主了,带你去看看。 开阔一下眼界也没什么不好的。 走吧。 一边说着,他站起身向外走去。 厨师大叔也站了起来,微笑道,你倒是会康他人之铠呀。 郑华哈哈一笑,推门而出。 唐武林和谷月跟在后面,一想到能见识一台红色机甲,他心中就充满了亢奋,就连谷月也露出了渴望的眼神。 红色机甲,那可是矗立于大陆巅峰的存在。 上了电梯,唐武林向振华问道,师伯,您没有红级机甲吗? 振华摇摇头,我有一台黑级机甲。 等你以后对机甲深入了解就会明白了。 想要打造红级机甲是一件多么好费心神的事情,我的心神大多数都放在了锻造上。 不想在红级机甲浪费太多时间。 主要是怕自己沉迷。 一旦进入红级机甲的领域,提升是没有尽头的,我认识的所有红级机甲师,没有一个不沉迷于持续开发的。 是啊。 红级机甲可以说是机甲毒药也不为过。 厨师大叔叹息一声说道。 唐武林听他们这么一说,心中却是更加好奇了。 连自己师伯都不敢轻易去尝试制作的红级机甲,究竟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呢? 看来,它很可能比传说中更加强大呀。 重新回到天台。 震华走在最前面,直奔那个专属停放红级机甲的地方走去。 也没看他如何操控,卷帘门自动开启。 机甲从足部开始露出来。 这次离得近了,看得也更加清楚。 机甲足部是华丽的流线形,鲜红色的机甲上,有着一道道案金色的纹路,机甲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而眼前这台红色机甲看上去,组成部分反而比正常机甲要少一些。 像它的踝关节和脚掌部分,似乎根本就没有连接处,是一体成型的。 继续向上,露出小腿,大腿。 唐武林惊讶地发现,这台红色机甲与其说是机甲,却更像是放大的人类。 身材修长,比例和人类非常近似,本体鲜红,但除了纳暗金色纹路之外,并没有特别华丽的装备,也没有特别多的甲咒。 但唐武林却也发现,以它的锻造师水平,竟然看不出眼前这台机甲是用什么材质的金属锻造而成的。 这只能意味着一个情况,那就是这台红级机甲的制作金属远超零段。 所以它连金属是什么都判断不出来。 终于,红色机甲完全呈现在它们面前。 机甲高度大约在六米左右,比一般的机甲看上去小巧的多,也清零的多。 奇异的是,机甲身上唐武林没有看到任何武器装备存在。 整体华丽,轻盈。 一般机甲看上去机械杠还是十足的,而这台红色机甲看上去却像是传上了简单铠甲的放大版人类。 它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气息散发出来,但那流线型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哪怕是再挑剔的审美也无法找出半点瑕疵。 这就是被称之为神级机甲的红色机甲呀。 振华走到唐武林身边, 微微一笑,道,是不是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 唐武林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小红。 正在这时,厨师大叔低沉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响起。 下一刻,那红色机甲竟然动了。 他身上所有的暗金色纹路全都亮了起来,鲜红色的涂装被映衬的晶莹剔透。 老板,你来了? 有什么吩咐? 柔和的女生从小红身上传来。 他会说话。 唐武林吃惊的看向厨师大叔。 厨师大叔上前几步,没什么,有两个小朋友对你很好奇,我带他们来看看。 你稍微展现一下你和普通机甲的不同。 好搭,老板。 似乎是因为看到了厨师大叔的原因,红色机甲的声音居然变得甜蜜起来。 这! 紧接着,红光一闪,那高达六米的红级机甲突然凭空消失了。 再次出现时,已经在十米外。 瞬间转移。 厨师大叔淡然道,固化瞬间转移生命机能,可以在千米范围内,自由完成空间转移。 红光再闪,红色机甲突然匍匐在地面上,变成了一台绚丽无比的红色混岛跑车,流线型堪称完美,上面有两个座位。 红光再闪,他已经悬浮在半空之中,化为飞机模样。 一股逼人的风锐气息迎面而来。 红光最终重新让他化为原本人形模样,但双臂却飞速旋转起来,无数混岛炮管从里面变出,身体向下一坐,就变成了一个拥有上百门混岛炮的巨大炮台。 中央主炮的口径足有近一米。 这! 颠覆,只有这两个字能够形容唐武林此时的感受。 这还是机甲吗? 机甲能够达到这种情况。 固化瞬间转移。 变形。 这是机甲。 还有。 这台红色机甲竟然是厨师大叔的。 这! 颠覆,此时在他心中,唯有颠覆。 红色机甲变回原样,老板,可以了吗? 可以了。 你回去休息吧。 厨师大叔向红色机甲温柔的说道。 小红身上光芒一闪,就回到了原本的位置站定,身上亮起的金色纹路重新化为暗金色,就那么平静的站在那里。 厨师大叔转向唐武林,道,机甲到了一定层次,和魂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可以与自身魂灵融合。 我这台机甲就和我的一个魂灵融合在一起,宛如我的分身。 论实际战斗能力,哪怕是没有我的指挥和操控,它也不逊色于我本体多少。 这样的存在,还具有不断继续开发的可能,身为机甲师怎么可能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呢? 所以,选择了机甲这条路,就必然意味着会放弃一些其他的路。 但我不后悔,我喜欢机甲。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眸之中已经充满了狂热。 是的,他喜欢机甲,热爱机甲,为了机甲,他甚至放弃了冲击超级斗罗的机会。 直到现在,都还处于94级魂力的水准。 对于普通魂师来说,修魏能够达到94级绝对是无与伦比了,可对于他和他的传承来说,94级真的不够。 可是,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自己将更多的精力给了机甲。 因为热爱。 这才是机甲呀。 当今天下机甲的最高境界。 唐武林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液。 一时间,情绪有些受到了影响。 但你不行,你不能走我这条路。 厨师大叔突然说道。 唐武林心头一震,脱口而出道,为什么? 厨师大叔沉声道,因为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机甲这条路,不适合你。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红级机甲再强,也不可能达到四次斗凯师的程度。 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再强的红级机甲也有上限。 而虚无缥缈的更高一个层次的机甲,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不可能真的出现。 我再向这个方向努力,才知道有多么艰难。 而对你来说,未来成为四次斗凯师的难度,要远远小于这个。 你自己不会制作机甲,你的锻造等级已经到了五级这个程度。 改学机甲制造已经晚了。 而真正的顶级机甲师,一定是机甲制造师。 我是,所有红级机甲师都是。 你认为你能够改修机甲制造吗? 这个问题唐武林无法回答,是啊。 自己能够改修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金龙王血脉令他具有了超过常人的力量,这么多年锻造苦练下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他年纪虽然不大,但学习锻造却已经扎扎实实的有九年时间了。 九年才最终成为了五级锻造师。 如果转修机甲制造,又不知道要多久。 原来如此。 唐武林扭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师伯,师伯带自己来看这红级机甲,就是为了要打消自己成为更高层次机甲师的想法吧。 振华正色道,武林,你记住,在道路的选择上一定不能有偏差。 一旦出现了偏差,那么,很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大陆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天才,但是,在这些天赋卓绝的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 就因为他们太具有天赋,他们的可选择性太多,所以才会迷失。 而一旦迷失,那么,很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就会停滞不前。 在想要专心的时候,却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做好自己,一定不能走歪路,明白吗? 唐武林心头凛然,宛如醍醐灌顶一般。 是,师伯,我明白了。 振华微微一笑,明白就好,你这孩子很聪明,不需要我说的太多。 这不只是我要对你说的,同时我也代表你老师。 我们都会好好的看着你,不会让你走歪路。 在锻造这个职业,你已经完全走入了正轨,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还记得吗? 当初你选择不用药物提升,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窦凯师的路。 当有一天,你成为四字窦凯师,站在大陆魂世界顶端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选择一切你想要做的事情。 机甲带步很好,不要深入了。 是。 快中午了,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厨师大叔突然笑了笑,走到红色机甲后面,在他腿上位置按了一下。 一道光芒照耀而下,一个大盒子徐徐从红色机甲腹部位置释放下来。 这盒子一米见方,非常大。 很显然,红色机甲内部就有属于自己的储物空间。 唐武林赶忙上去要帮忙拿,却被厨师大叔拒绝了,不用了。 我来就好。 脚尖一挑,木盒子飞起,平稳的落在他手上。 紧接着,光影一闪,大叔就消失了。 不是空间传送,就是快。 这位厨师达叔也真是有意思啊。 用神级机甲来装食材,还爱做饭。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振华轻叹一声,这个家伙呀。 就是太容易分心了。 论天赋,他绝不在你之下,可是,他却始终无法逾越超级斗罗那个层次的门槛。 就是因为,他的心太杂了。 他今天愿意让你看他的机甲,就是希望你能以他为剑。 按道理说,以他的传承,也应该站在大陆最顶尖才对的。 师伯,他到底是谁啊? 唐武林问道。 振华微微一笑,待惠尔吃饭的时候你自己问他吧。 为了你,他可是纠结了很久,今天知道你要来,特意赶过来的。 还专门带了好吃的,就算是我,平时也没有这个待遇的。 为了我。 唐武林一脸好奇。 振华点了点头,你今天心情受到冲击比较大,不适合跟我学习锻造了。 走吧,等着吃饭。 回到振华的办公室,唐武林心中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 厨师大叔究竟是谁? 不到超级斗罗,那也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呀。 还是一位红级机甲师,在大陆上一定赫赫有名才对。 论个人实力,恐怕他不会逊色于自己师祖吧。 就算如此,师伯都还为了他感到遗憾,这又是为什么呢? 带着满腔的疑惑,唐武林和谷月一起等待着。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一道道美食才端上了餐桌。 每一道食物看上去都极为漂亮,更带着一些特殊的香气,令人食指大动。 首先上来的是四碗汤。 看上去,只是清汤,带着淡淡的清香。 看到这道汤,振华眼睛都是一亮,哈哈一笑,道,武林,今天师伯可是占了你的光了。 这汤叫做仙灵君汤。 好东西呀。 仙灵君。 唐武林脑海中灵光一闪,这种植物他听说过呀。 第522章 浊气下降 仙灵君,君类之王,据说,他只能诞生于一些阴阳交态的地方,极其罕见。 他是少有的生长在泥土之中的君类,一旦破土而出,他就拥有着相当于千年浑瘦的能量波动。 每生长一年,就会多一千年修为。 直到生长到万年时会因为自身拥有能量太过庞大而坠落。 仙灵君不会拥有灵质,但就在他脱落的时候,本身的营养成分会飞速浓缩。 体积快速缩小。 只有这个时候的仙灵君才是真正成品。 这东西的罕见程度超过万年浑瘦,对生长条件的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 但它的营养也同样惊人,有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功效。 简单来说,服用过仙灵君之后,人体的阴阳平衡会变得特别稳定,最大的好处就是,修炼不容易走火入魔。 同时还能给自身增加一丝仙灵之气,突破一切瓶颈的时候,都会减少困难。 这碗一耳已经不是食材了,而是天才地宝啊。 仙灵君成宗褐色,在汤汁中如同散状,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一个仙灵君,但当汤端上来的时候,厨师大叔放在唐武林面前的这一碗,明显要比给其他人碗中的仙灵君大。 毫无疑问,唐武林这一碗的营养最为丰富。 师伯,我跟您换换吧。 唐武林向振华说道。 振华哈哈一笑,你的孝心师伯心领了,但这是你厨师叔叔给你的。 他的好意我可不抢,快喝了吧。 趁热。 仙灵君不但营养高,而且,味道也是一绝哦。 确实是一绝。 一口清汤入腹,唐武林只觉得一种飘飘若鲜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清零了似的。 噗,唐武林脸顿时红了,这个时候怎能排气。 振华笑道,没事,氢气上升,浊气下降,每个人都是如此的。 我以前喝过,所以没事。 咦,小姑娘,你以前也吃过仙灵君? 他好奇的看向古月,古月也喝汤了,却没像唐武林这样。 嗯? 古月轻轻的点了点头。 振华看着古月的眼神顿时愣了愣,这仙灵君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弄到的呀。 唐武林赶忙帮古月解释道,师伯,古月是传灵塔的人,他拜了传灵塔副塔主,天凤斗罗为师。 振华恍然大悟,难怪了,原来你是他的弟子。 好,很好,哈哈。 振华对于传灵塔并没有任何排斥,作为锻造师,和各大势力搞好关系是必须的, 事实上,各大势力都会主动和他搞好关系。 当今天下所有四字豆楷只要是现代成型的,几乎都与这位神将有关。 古月只是轻轻点头,却不开口。 一碗清汤入腹,唐武林赶然发现,以自己那么强悍的饭量,竟然有了饱腹感。 这是要多么强大的营养才能产生如此感觉呀。 排气的不只是特定位置,此时他只觉得自己全身所有汗毛孔全都张开,再轻微地呼吸着。 每一次呼吸,他的身体都会变得清零几分。 浊气排出,氢气上升。 果然是好东西。 就连他的魂力隐约都提升了一丝。 血脉气息没有变得更强大,但却更纯粹。 突破第四道封印后,金龙王精华被他吸收了大部分,但还是有一些残留在四肢百骸中的,此时受到先灵军的作用影响,竟是加速吸收,被他融入。 算是第四道封印突破之后,气血大成了。 靠吃饭来提升修为,这简直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了。 在唐武林满怀期待之中,一道道真修美味不断端上,算上鲜灵军汤,一共只有八道菜,每一道的分量也不算多,但都非常精致。 但这却已经足够了,无异不是天地灵物为食材的美味呀。 不但味道好,而且蕴含的能量太过强悍。 一顿饭吃下来,唐武林都有种称得不行的感觉,体内气血沸腾,蒸腾得他全身微微冒汗。 这种情况还是他自从开始大吃以来第一次出现过的。 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形容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营养过剩。 唐武林明显感觉到,今天晚上都不需要再吃饭了,只要持续消化体内的这些营养成分就行了。 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奇葩,无论吸收多少营养却始终有种无法满足的感觉,消化飞快。 但无疑,这些以天地灵物为原料的美食,为他将来突破第五道封印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厨师叔叔。 唐武林看着厨师,一脸的尊敬。 厨师难得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谢就不用了,我有点是要和你说。 您说。 厨师想了想,道,我们单独说吧,你跟我来。 一边说着,他站起身就要向李坚走去,唐武林虽然不明所以,但吃人家的嘴短,也赶忙站起身。 正在这时,小食堂的房门突然被急促敲响。 什么事? 郑华眉头微皱,他这里平时是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会长,大厅那边出事了,有人上门闹事。 门外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郑华眉头微皱,进来说。 门开,走进来一名中年人,他快步来到郑华身边,低声说道,会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人,一大一小,那个年长的应该是一名圣将级锻造师,他提出要向我们进行锻造挑战。 不过出手的不是他,是他带来的一个孩子。 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哦! 郑华面露其色,这么多年了,有他坐镇的锻造师协会总部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居然有人来登门挑战。 这还真是奇葩。 好,去看看。 一边说着,他站起身,扭头向厨师道,你们先去聊吧,我去去就来。 厨师皱了皱眉,胆敢登门挑战的一定是有什么凭借,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们的事稍后再说。 郑华愣了一下,点点头,道,也好。 走吧。 唐武林和谷月自然也跟着一起,四人乘坐电梯下楼。 当他们来到锻造师协会大厅的时候,大厅已是人满为患。 会长! 会长您来了! 一声声问候纷纷响起,同时,人流也自然分开一条通道,让郑华四人走向大厅中央。 在这里,身为会长的郑华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大厅中央,站着一老一小两个人,年长者看上去六,七十岁的样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身材高大睽萎,一双眼眸特别深邃,丝毫没有老年人的浑浊。 另一人不但年纪小,而且还是一名女孩子,看上去十五,六岁的样子,相貌极美,身材窈窕。 最吸引人的是他那双手掌。 手掌迎白如玉,手指特别修长,手掌大小比成年男子毫不逊色却要纤细得多。 郑华四人出现,对方目光自然看了过来。 那名老者脸色一正,可是神将郑华。 郑华微笑汗手,这位同道不知从何而来。 老者淡然道,来历并不重要,老夫长公眼,这次前来,是想要挑战一下锻造师协会年轻一代。 不知锻造师协会可有优秀人才与我徒而异比。 第五百二十三章唐武林出战 郑华眉头微皱,协会是锻造师们交流的地方,切磋当然可以,但阁下如此大张旗鼓,在这里影响到其他人就不好了。 老者沉声道,我只是希望验证一下,锻造师协会是否孤名调语罢了。 怎么,郑华会长身为神将,怕了不成。 此言一出,周围顿时一片骚动,甚至有喝骂声响起。 郑华在锻造师协会有着崇高的威望。 郑华抬起手,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阁下想要如何来比? 这里是锻造师协会总部,面对挑战,郑华其实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对于整个锻造师协会的声望都会受到影响。 无论如何,眼前的挑战都要先接下来再说。 老者指了指身边少女,道,这是小图林玉涵,公平比锻造,一对一,只要你们锻造师协会二十岁以下的锻造师有人能赢他,就算我们输了。 输了,我们就加入锻造师协会。 郑华微笑道,那赢了如何? 输了又如何呢? 老者沉生道,赢了,我们也不要求别的,只需要郑华会长认输就行。 输了,我们就加入锻造师协会,听从你的调遣。 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公平的比赛,输了听从调遣,赢了只需要郑华认输。 可实际上,这位却是取巧了的,什么叫听从调遣? 这个非常泛泛,也很难界定。 而郑华认输说起来简单,但郑华本身是一代神将,当今天下第一锻造师,又是锻造师协会会长,如果他认输,就相当于整个锻造师协会都认输了,这对于锻造师协会的声望绝对是巨大的打击。 不公平,这不公平。 周围立刻就有聪明人明白了老者的意思,高声喊了起来。 大家先安静一下。 郑华平静地说道。 诺大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如果阁下输了,也不需要你们听从我调遣什么,以后大家多多交流就是了。 锻造师本为一家,锻造的世界,与其他无关。 只要大家都本着为了追寻锻造巅峰而努力,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妄。 郑华这番话说得非常大气,但那长公眼听了却是脸色微微一变,看着郑华含有深意的目光,眼神闪烁了一下。 准备两个锻造台。 郑华向工作人员说道。 是。 在锻造师协会准备锻造台,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时间不长,两个锻造台就已经摆在了大厅中央。 不知郑华会长这边,哪位出手。 长公眼沉声问道。 郑华淡然一笑,武林,你来吧。 是,师伯。 唐武林缓步上前,在几方这边的锻造台后面站定。 他一出场,顿时被周围不少锻造师认出来了。 当初唐武林可是曾经在这里大出风头的。 看到唐武林,长公眼却是眉头微皱,这少年看上去,年纪绝不会比玉航更大,玉航可是百年不遇的绝顶天才,难道还有另外一名锻造天才不成? 林玉涵站在唐武林对面,看到面前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相貌极为英俊的少年时,他也是微微一愣。 随着年龄的增长,唐武林的魅力也渐渐展现出来,大而清澈的双眸,长长的眼睫毛,挺拔的鼻梁,英俊的面旁。 他不但长得英俊,而且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亲和力。 全身更充斥着阳光和清新的味道。 对于同龄女孩子,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 郑华向长弓眼道,长弓兄,想要怎么比试这一场? 长弓眼显然是早就打定主意,也不客气,立刻道,锻造师最简单的实力对比,就是对金属的提纯。 不如进行两场,第一场由我们选择一种金属,让他们二人进行提纯,第二场你们再选一种金属,让他们提纯。 两场下来,看看谁提纯的金属更好。 在场都是明眼人,郑华会长更是一代神将,想必做出判断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好。 郑华也不多言,立刻答应下来。 然后他就后退几步,把中央场地让出来。 就像长弓眼对自己的弟子有信心一样,他对唐武林也有绝对的信心。 他也同样不信,在童年龄段还有人能够比唐武林锻造能力更强的。 唐武林看向对面的林玉涵,伸手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请先选金属。 我选蓝蕴铜。 少女毫不犹豫地说道。 听到蓝蕴铜这三个字,唐武林眼神略微波动了一下,在稀有金属中,这蓝蕴铜绝对算得上是非常难以锻造的一种了。 蓝蕴铜内部具备极大的活性,在提纯过程中要不断地疏离,绝不能让活性散乱,提纯非常难。 好。 请。 很快,两块相等体积的蓝蕴铜就被送到了锻造台上。 无论是长弓眼还是振华,在锻造方面都是顶尖的人物,稀有金属只需要看上一眼,就能够判断出这两块稀有金属品质相差无几。 林玉涵看向唐武林,唐武林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开始吧。 林玉涵点了下头,他的眼神一瞬间就变得专注起来,他的眼眸是蓝色的,此时一旦进入专注状态,顿时明亮的犹如一对蓝宝石一般。 双臂在身体两侧伸开,两道光芒闪烁,顿时,两柄锻造锤就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这一对锻造锤通体闪烁着蓝莹莹的光泽,材质可不正是蓝蕴铜吗? 上面的花纹呈现出规律的漩涡图形,分明是梳理得非常完整,而且,生命气息内蕴,有若隐若现的温明存在。 灵断蓝蕴铜锤 唐武林心头凛然,看起来,这个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 能够使用蓝蕴铜锤,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 同样是双手抬起,两道荧光闪烁,灵断沉银锤随之入手。 长弓眼一直都在盯着唐武林,能够被神将振华派出来,这个年轻人显然非同一般,但当他看到唐武林的灵断沉银锤时,顿时松了口气。 沉银和蓝蕴铜比,在品质上差了可是不少。 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稀有金属,而锻造锤对于锻造师来说,乃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锻造锤的品质上有差距,在锻造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差距了。 锻烧完毕,两块蓝蕴铜同时从锻造台内升起。 双方的锻造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就连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左手锤在蓝蕴铜上轻点。 但效果却是截然不同。 唐武林左手灵断沉银锤落在蓝蕴铜上,发出叮叮叮三声翠鸣。 正是叠锤特效。 而另一边,少女林玉涵手中锻造锤落在蓝蕴铜上,却没有声音,反而有连衣轻轻荡漾一般。 她手中的灵断蓝蕴铜锤仿佛活过来一般,悬涡转纹路悄然旋转,被她倾触到的那块蓝蕴铜本身也有波纹荡漾,复杂的纹里顿时有轻微被梳理的迹象。 同样是特效,灵断蓝蕴铜锤的特效是,孕育。 是的,孕育温养。 这种特效是蓝蕴铜特有的,对于其他金属锻造可能效果还不那么明显,可对象是蓝蕴铜,这孕育特效一上来就显现出了惊人的作用。 哪怕是振华,看到这一幕也不禁眉头微皱,看来,对方是早有准备的呀。 唐武林没有去看林玉涵,锻造一开始,他就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他要做的,就是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锻造出自己极限的金属。 这一场,自己代表的是师伯,也是整个锻造师协会呀。 绝对不能输。 双方锻造同时开始了,唐武林的一对灵断陈银锤闪电般挥动起来,每一锤抡起,都带着呼啸恶风,巨大的力量令陈银锤和蓝蕴铜接触的时候发出剧烈轰鸣。 整个大厅似乎都随之颤动,再加上叠锤特效,这锻造绝对可以用轩鹤来形容。 而另一边,林玉涵的锻造却和他截然相反,唐武林的锻造如同狂风咒语,而林玉涵的锻造却是陈鸣如山。 第524章 齐逢对手 每一锤落下,都会在蓝蕴铜上停顿数秒之久,而且他的灵断蓝蕴铜锤也不会被反弹而起,当蓝蕴铜锤落在金属上的时候,会出现咔嚓一声,紧接着就能够看到丝丝电光从那蓝蕴铜锤上挥洒而下,注入到蓝蕴铜之中。 纳蓝蕴铜金属内部纹理顿时随之出现飞速变化,内部纹理迅速归整。 雷电提纯 它的武魂属性应该和雷电有关。 振华一下就做出了判断,同时眼眸中也流露出惊讶之色,以雷电提纯金属这种做法已经非常罕见了,不但对武魂要求非常高,同时对控制力也要求极高。 这女孩儿的精神力一定非常强,否则不可能将雷电控制得这么好。 双方锻造都在进行。 长弓眼和振华几乎都盯视着对方的弟子。 振华惊讶,长弓眼又如何不惊讶呢? 从唐武林身上,他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魂力波动出现,也就是说,在锻造的过程中,他凭借的是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魂力运锤。 虽然只是陈银锤,可陈银锤达到零段层次,重量也是极为可怕的, 在这少年手中却是举重若轻,仿佛如红毛一般。 那一锤锤落下,从声音就能判断出重于千军,而且速度还那么快,这小子天生神力啊。 天生神力无疑是最适合于锻造师的,这是纯粹的先天优势。 而且,长弓眼很快就发现,唐武林双锤落下的速度虽快,但却绝不草率,每一锤落在蓝蕴铜上,蓝蕴铜内部纹理都会被巧妙的疏散,却绝不凝聚纠结。 很显然,他对金属的兴致也是非常熟悉的。 好家伙,锻造师协会竟然有这么一名年少锻造师,至少也是四级水准。 难怪振华那么有信心。 砰! 两块蓝蕴铜同时光芒闪耀。 一共也只是过去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摆断几乎是不分先后完成。 两块蓝蕴铜上光蕴闪烁,纹理规律,已经初步具备了金属提纯状态。 但两人的锻造显然都不会因此而停顿,他们的眼神都很专注,从没有去看过对方,都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锻造。 无论唐武林那边多么的剧烈敲击,林玉涵的锻造速度始终保持不变,只是双锤落下时,雷电的光芒变得越来越明亮起来。 随着魂力输出变多,他身上的魂环也开始出现了。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 整整四圈魂环,全都是紫色的。 四环魂踪。 这少女竟然是四环魂踪,而且还全都是千年魂环层次,就算是从魂师层面来看,这也是不是出的天才呀。 他的眼神非常专注,一对零段蓝韵铜锤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双锤落下,每一次轰击,带给那块蓝韵铜金属的都是五雷轰顶。 而雷电并不伤害金属,却巧妙的调整着他的内部结构。 唐武林这边就要狂野的多了,一双零段陈银锤不断的发出一声声轰鸣,蓝韵铜以肉眼可变的速度缩小着。 双方锻造方式不同,目的却是一样,提纯。 极度提纯。 轰,轰。 两道光芒同时闪耀,千段有灵。 一品。 两块蓝韵铜同时升腾起强烈的光芒,两道光芒全部升起五指开外,从肉眼去看,竟是有些难以辨别,就连升腾起的时间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唐武林和林玉涵终于暂时停手,下意识的向对方看去。 当他们看到对方锻造的蓝韵铜竟然升起这样的光芒时,也都不禁面露惊讶之色。 显然,对方在前面的锻造中,展现出了不逊色于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们的比拼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能够前来挑战锻造师协会年轻一代,千段显然不可能是林玉涵的极限。 而唐武林的极限,自然也远不止于此。 千段光芸足足持续了数秒才缓缓回落,两人的锻造再次开始。 林玉涵一双灵断蓝韵铜锤相互碰撞了一下,发出一声带着温明的清响,顿时,面前的蓝韵铜金属升起的光芒轻微的波动了一下,就像是发出了回应一般。 震华眉头微皱,心中暗道不好。 用灵断蓝韵铜锤来锻造蓝韵铜,本身就占便宜了,更何况他这对灵断蓝韵铜锤本身还具有孕育特效,先天就具备了呼唤蓝韵铜生命气息的能力。 在灵断的过程中,明显要比唐武林容易许多。 而灵断的成功率是从各方面来看的,最终灵断品质也会有不同。 这一场,唐武林响赢恐怕不容易。 唐武林这边的锻造却是中规中矩,和先前的狂风暴雨相比,他的锻造明显慢了下来。 脚下,三圈紫色魂环升起。 进入灵断,必须要有魂力辅助了。 看到他的三环,一抹淡淡的微笑从长公眼脸上浮现出来,修卫的差距到了一定层次后就是锻造师的实力差距。 没有足够浑厚的魂力支持,锻造不可能走得更远。 双方的锻造令周围的锻造师们看得大呼过瘾,尤其是唐武林的锻造,根基扎实,宛如教科书一般。 他的精神完全集中,凭借着每一锤的敲击,呼唤着蓝蕴彤的生命气息,赋予着他灵魂的奥妙。 双方锻造速度稳定,蓝蕴彤上的光芒却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林玉涵面前的蓝蕴彤,每一侧都出现了规律的漩涡,在锻造过程中,雷电不再只是提纯,更是直接融入其中,令那漩涡看上去犹如乌云,内部隐隐有雷电闪烁,仿佛在那块蓝蕴彤之中,正蕴含着狂风暴雨的世界。 唐武林这边的蓝蕴彤,花纹同样瑰丽,但从活性上来说,就明显不如林玉涵那边了。 就算同样能够完成零段,速度也一定会比林玉涵慢。 这就是锻造锤上的差距,还有锻造方式的不同。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进入零段过程三十分钟后。 林玉涵双锤突然同时抡起,再轻轻落下。 刹那间,他全身突然迸发出一道道粗乳手臂的巨大雷电,电光顺着双手注入到一双零段蓝蕴铜锤之中,再注入那蓝蕴铜金属。 蓝蕴铜金属剧烈的颤抖起来,电光缭绕,刺目的蓝光夺目耀眼,生命气息油然而生。 一圈漩涡撞光运在他周围浮现而出。 低沉的乌叶声随之响起。 金属乌叶,心声。 零段成功。 林玉涵身上的雷电注入足足持续了数分钟之后,才缓缓停顿下来。 而那块蓝蕴铜,体积只有最初的三分之一大小,本身却散发着晶莹剔透的蓝色光芒,内部花纹完全活了起来,有规律的运转着,内部还有电光隐隐闪烁。 这可不是普通的零段,而是属性负予零段,这块蓝蕴铜除了本来的特性之外,还被额外附加了雷电特性。 其价值至少是同样零段蓝蕴铜的三倍以上。 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能够做到这一步,绝对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这可不是一般的五级锻造师能够做到的。 唐武林输了,在几乎所有人心中都产生出了同样的念头。 别的不说,直到现在,唐武林的零段还没有完成。 而事实上,正常情况下,三环魂师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零段的呀。 第525章 零段创生 唐武林的锻造很认真,一点都没有受到对面气息变化的影响,陈银锤每一次落下,都带着她的专注与呼唤。 她一点都不着急,她在和蓝蕴铜交流,一点一滴的呼唤着她的生命气息,并不强烈刺激,而只是让她自我觉醒。 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 她用的时间已经足足超过了对方一倍,而她面前的蓝蕴铜,终于开始亮起了柔和的光运。 漩涡旋转,并不是每一个侧面都有,只有正面一个,但那漩涡却缓缓浮现出来,晶莹剔透的蓝色,没有任何杂质,给人一种清爽自如的感觉,没有人工的痕迹,更多的,是生命气息。 她这是?林玉涵完成了自己的锻造之后,就在认真的看唐武林的锻造。 从之前唐武林的表现她就看出,这绝对是一个强劲对手。 当然,她并不认为唐武林能够赢得了自己。 尤其是在这一场比赛,更是如此,她已经用了多出自己一倍的时间了,就算最后能够完成灵断,首先品质也不太可能比自己的灵断品质更强,同时,她的时间用了那么多,也会减分的。 这么多人看着,总不能耍赖。 但是,当她看到唐武林眼前所展现出的能力,心中却是暗暗振动。 如果说她刚才的灵断是在赋予生命,那么,唐武林现在就是在呼唤生命。 她并没有直接通过锻造和魂力注入来赋予这块蓝蕴铜生命,而是通过千段有灵石那一丁点的生命力来慢慢的唤醒蓝蕴铜。 灵断也分很多种手段的,她此时所使用的这种方式是最难的,但这样锻造出的灵断金属,在生命力方面也是最旺盛,同时最具有灵性的。 但这需要强大的魂力作为支撑,同时,还要不断的为灵断金属注入生命力。 她的武魂应该与生命力有关,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绝大多数魂师都做不到,除非魂师肯付出自己的生命力。 林玉涵发现了,长弓眼自然也发现了,她眉头皱紧,看着唐武林的锻造。 唐武林选的这种锻造方式要难得得多,没那么容易成功的。 她才只有三环魂力修为,能够支撑得下来。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唐武林的魂力似乎非常浑厚,而且绵绵蜜蜜,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锻造。 一个半小时了。 终于,唐武林双锤猛然落下,在她深吸气的同时,蓝蕴铜内部自然而然的发出一声清月激昂的温鸣声,那是欢快的声音,就像是苏醒的孩童,浓郁的生命气息化为点点蓝光飘荡,反而注入到的唐武林身上。 生命反哺 灵段创生 这是最高层次灵段所拥有的特性啊。 她的灵段竟然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了吗? 欢呼声,口哨声,刹那间响彻整个大厅,一抹淡淡的微笑也随之在唐武林面旁上浮现出来。 是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她的魂力虽然距离四十级还有差距,可在玄天宫以及自身血脉的影响下,魂力魂厚程度和持续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尤其是她对生命的理解。 专属修炼地的贡献点不是白花废的,在那里,每天感受着植物的生命波动,让她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 她将这些融入到自己的修炼之中,也融入到自己的锻造之中,这才有了现在的进步。 灵段的成功率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五级魂师,而且是创生灵段。 时间虽长,但品质不同。 创生灵段金属是可以进行再加工的,虽然因为不是一气呵成无法再提升到魂断层次,但却可以进行熔断。 但是这一点,这创生灵段金属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普通灵段金属。 柔和的温明足足持续了半分钟才缓缓收歇,这块灵段蓝蕴铜没有林雨昕锻造出的那块那么绚丽,但本身通透,内部光芒有规律的闪烁着,就像是人类的心脏跳动一般,说不出的动人。 林玉涵张了张嘴,虽然眼神中依旧有不服气,但她却没有开口。 振华微微一笑,走到唐武林身边,抬手拿起了那块灵段蓝蕴铜。 不错,有进步。 唐武林笑了笑,然后就盘膝在原地坐下,闭目养神。 持续一个多小时的锻造,对她的精神和魂力消耗都不小。 长弓兄,如何判断? 振华向长弓眼问道。 长弓眼淡然道,层次不同,这一场,你们赢了。 她的眼神有些暗淡,本以为拥有绝对把握的一场,却败了。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层次不同。 同样是灵段,赋予生命和孕育生命是绝对不一样的。 创生灵段乃是灵段的最高境界,别说是林玉涵了,就算是她,也锻造不出创生灵段来,因为这不是修为的问题,也不是锻造实力的问题,而是本身武魂的特性。 没有创造生命的特性,是不可能锻造出这种最强灵段的。 郑华却摇摇头,道,不,我们输了。 虽然武林的灵段品质更好一点,但令图的灵段消耗时间短得多,而且雷电赋予令灵段拥有了特殊性,并不逊色于普通的熔断金属。 从实际功效来判断,除非武林这块灵段蓝运铜能够找到相同品质的灵段金属进行熔断,否则,很难在作用上超过令图的这块。 再加上三倍时间。 功允评价,应该是武林略逊一筹。 长弓眼愣了愣,但是郁寒用的锻造锤在蓝运铜方面是占便宜的。 郑华微微一笑,双方各选择一次金属,当然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第二场武林也会同样做出类似选择,第一场你们赢了。 第二场双方稍作准备,十分钟后开始吧。 长弓眼眼睛一亮,看着郑华的目光明显没有最初时候那么丰锐了。 郑华这已经很给面子了,锻造界如何评定金属提纯效果是有自己规则的,就算实际使用效果上,林玉涵那块零段不弱,可层次不一样,按说无论如何都是赢不了的。 可郑华既然这么说了,他也没有反驳,对于这一场的胜利,他实在是太过渴望。 而且,郑华只是说双方休整十分钟,在刚才的锻造之中,无疑唐武林的消耗要大得多,十分钟时间能够恢复多少魂力和精神啊。 就算第二场他选择的金属是他更加擅长的,但锻造疏图同归,本身优势也不会太大。 而魂力的差距,很可能就会造成第二块金属提纯出现问题。 欲含获胜的可能性不小。 虽然知道对方是不愿意占几方便宜,但长弓眼对郑华还是不禁暗暗钦佩。 这位不愧是锻造师协会会长,确实是大器。 十分钟后,第二场开始。 我选陈寅。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并没有像林玉涵和长弓眼想象中那样选择一种品质特别高的稀有金属,而是选择了普通的陈寅。 陈寅的特性很简单,而且是所有锻造师在最初锻造时经常会使用的金属。 没有人会对陈寅不熟悉。 选择陈寅,他是为了要灵断更容易一些吗? 他不可能再锻造出一次创生灵断的,林玉涵心中暗暗想到。 创生灵断何等艰难,而且消耗巨大,对心神和魂力的消耗都不是一点半点。 除非是达到圣将级,否则,连续两次创生,绝不可能。 陈寅灼烧。 林玉涵默默的看着对面的少年,唐武林感受到他的目光,看向他微微一笑。 他的笑容很温暖,也很干净。 林玉涵心头微微一动,立刻低下头,马上就要开始锻造了,他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出现任何波动。 对于锻造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专注。 断烧结束,两块沉吟缓缓升起。 林玉涵深吸口气,同样是左手锤悄然落下,沉吟吗? 灵断不会是问题的。 倒要看看,他还能否灵断成功。 轰,他这边左手锤才刚刚轻点到沉吟上,另一边,轰鸣却已经传来。 第526章 恶灵灵断 林玉涵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唐武林那边,惊讶地想到,他都不用先试探一下的。 就直接开始锻造了。 是的。 都没有用,就直接开始了灵断。 右手锤抡起,狠狠地砸在了沉吟之上,紧接着,他身体旋转,左手锤接踵落下。 没有之前锻造蓝运铜的时候那么快,但每一锤却更加沉重。 左脚围轴心,身体不断地旋转,每次旋转一周,双锤就如同流星赶月一般落下,然后借助反振之力再次旋转。 一抹骇然从长弓眼眼底闪过,这是…… 乱披风锤法 这是唐门的乱披风锤法吧。 轰,轰。 双锤第七次落下,沉吟光芒大放,摆断提纯完成。 唐武林的锻造根本就没有停顿。 乱披风锤法最强悍的地方就在于,每一次锤打之后,下一次锤击会借助先前的反振力变得更加沉重。 一锤重似一锤,绝对是最强悍和粗暴的锻造方式。 但那块沉吟就是在唐武林的锻造中跳跃,不但没有丝毫因为锻造的沉重而破损,反而上面的银色光芒越来越强。 轰,轰,第十六次双锤落下,一道银光冲天而起,足足冲起六尺之高。 银光璀璨,隐隐有龙银声响起。 这……而此时,对面的淋浴寒才刚刚完成摆断。 两圈金色光环骤然从唐武林脚下升起,紧接着,龙银声就从他身上荡漾而出,与那沉吟中出现的轻微龙银声交应生辉。 浓烈的气血波动骤然从唐武林体内释放,那气血之力注入到一双灵断沉银锤之中,双锤顿时被渲染成了淡淡的金色。 乱披风锤法没有停顿,第十七锤。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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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落下。 轰轰轰,都更加沉重,每一次落下,都带着近乎疯狂的气息,而那激昂的龙银声,也在每一次落锤时响起,到了后面,周围的锻造师们已经分不清是唐武林身上发出的龙银声,还是那千段沉吟上产生的共振龙银声了。 这实在是太霸气了。 有一些观察仔细的锻造师发现,唐武林所使用的这个锻造台,竟然已经整体微微向地板下陷,这是要多么恐怖的力量才能做到的呀。 轰,轰,第三十三锤。 昂,激昂的龙银声响彻整个大厅,那块沉吟之上,一条银色小龙猛地钻了出来,带着猙獰的气势,直扑唐武林。 灵断反噬。 这是锻造过程中非常罕见的情况,灵断有创生,也有恶灵诞生。 恶灵并不是不好,而是会让灵断金属变得更具攻击性。 一般攻击型武器用恶灵灵断是最佳的,但恶灵出现的几率仅次于灵断创生啊。 而且,恶灵一旦出现,很可能会给锻造师造成伤害,从而中断灵断,功亏一篑。 唐武林身上的金色鳞片突然变得闪亮,当那银色小龙冲击到他身上的时候,顿时悲呼一声,被反弹而回,重新没入沉吟内。 而唐武林身上如同镜面一般的银色金属则是剧烈的闪烁起来。 身体没有再次旋转,双锤高高扬起,以至于上半身都向后弯成了弓形,然后双锤在悍然落下,狠狠地砸在了沉吟之上。 昂,龙银声凄厉而强悍,银龙再次出现,但这一次却没有扑向唐武林,而是围绕着那块沉吟盘旋往复。 唐武林双手上光芒一闪,梁炳灵断尘银锤同时收回,他自己的身体也摇晃了一下,险些摔倒。 谷月及时来到他身边,扶着他在原地坐下。 唐武林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幸好中午吃得好嘛。 连续两次灵断,而且都是如此极致的灵断,对他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魂力确实是不够用的,所以在沉吟锻造的时候,他选择了最粗暴,也是实际上消耗最大的锻造方式。 以气血代替魂力,进行灵断。 这说起来简单,可需要消耗的气血之旁连唐武林自己都有种被抽空了的感觉。 之前吃了大量天地灵物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作用了,才让他最终坚持完成了33次乱披风锤法。 正常情况下,唐武林是有能力抡起更多次乱披风的,但刚刚这是在灵断,不单单是要力量大,而且还要控制力量,激发陈吟,还不能伤害到陈吟。 这其中消耗的心力可想而知。 这场比试,从一开始,唐武林心中就憋着骨气。 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为锻造师协会争光。 一直以来,郑华对他多方教导,各方面资源支持,唐武林都记在心里,这次总算是有自己回报师伯的机会了,他当然是不遗余力。 两次灵断,无不是当今灵断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 创生灵断,恶灵灵断。能够完成任意一种,就都有进入六级锻造师的资格。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振华要求唐武林要完成熔断灵断才能晋升六级锻造师,凭借他刚刚这两次灵断,就有绝对的资格成为六级了。 也是锻造师历史上最年轻的六级锻造师。 林玉涵的锻造停下来了,当那激昂龙银声响彻全场的时候,他终于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 而就是看了这一眼,他自己的锻造锤就再没有轮动。 第一轮,他用飞快的速度完成了灵断,人家很慢,但确实创生灵断。 而第二轮,唐武林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他可以更快。 虽然这是因为他对陈吟熟悉,但也是林玉涵自知万万做不到的。 看着盘西坐在那里的唐武林,林玉涵知道,自己输了。 输得很彻底。 他是五级锻造师,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锻造天才。 他也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同龄人之中竟然还有能够超过自己的。 但事实摆在眼前,容不得他不信。 长公眼也呆住了,看着那块恶灵沉吟,一时间竟是无法言语。 比赛进行到这里,胜负已分。 哪怕是一名一级锻造师,只要是知道一些基础知识的,也能判断出胜负了,更别说林玉涵的第二轮锻造根本就没有完成。 我们输了。 长公眼苦笑一声。 震华微微一笑,其实,我们赢得也很显。 如果不是刚好武林在我这里,我真找不出另外一名青年才俊能够和令图相比。 欢迎加入锻造师协会,但也绝不勉强。 长公眼勉强点了下头。 就在这时,没有任何预兆的,一点星红色光芒,突然从长公眼井侧飞掠而出,只是刹那,就到了震华面前。 这一点星红色光芒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之前也没有任何的预兆。 到了震华这种修为层次,如果遭遇危险的话,一般都会心血来潮有所感应,可眼前这一下,确实一点预感都没有出现,那星红色光芒就已经到了面门前方。 不好。震华心中暗叫一声。 就在这时,一道银光几乎同时亮起,震华在原地骤然消失,那一点星红色闪过,顿时射向了人群之中。 连四字斗凯师,一代神将都感到生命威胁的攻击一旦落入人群之中,后果不堪射想。 第527章 狄宗 但也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伸出,抓住了那一点星红色。 此时才有人看清,那一点星红色分明是一柄细件,星红色的细件。 他和那大手接触了一瞬间,一发急收,甚至连身影都没有出现,就骤然消失了。 拦住那一点星红色的,赫然是厨师。 他冷哼一声,身形一闪,原地消失。 去追敌了。 轩赫的气势下一刻升腾而起,刺目红光从震华身上迸发而出,强大的威压气息瞬间覆盖了整个大厅。 唐武林早已吃惊地睁开双眼,刚好看到身边的震华释放四字窦凯的一幕。 他整个人仿佛向内塌缩了一下似的,紧接着,全身就被华丽的窦凯所覆盖,恐怖的气势一下就令整个大楼似乎都随之颤抖。 都不要动。震华力喝一声,与此同时,他身上强大的威压直接就指向了长弓眼。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刺杀,刚才那一击,他真的没有把握躲过去,实在是来得太快了。 如果不是谷月的空间传送瞬间产生作用,恐怕他已经被对方一击必杀。 出手的那人,那一箭之上压缩了极其恐怖的攻击力,目的就是要让他在释放四字窦凯之前,将他击杀。 如此擅长于隐匿,让自己无法发觉,更有着必杀自己能力的,那至少是一位九十五级以上的超级斗罗呀。 对方是在没有穿戴窦凯的情况下发起攻击的,否则,一旦有窦凯穿戴,气息是不可能隐藏的。 这一切显然都是有预谋的。震华险死还生之后,自然是大怒。 所有锻造师都在这强大的压力面前蹲下,没有人轻举妄动。 长公眼张开双臂,将林玉涵挡在自己身后,两皇,两子,四黑,八个魂环升腾而起,围绕着身体盘旋,八环魂斗罗。 可就算是八环魂斗罗修为,在一名四字窦凯师面前,也被压迫得险些无法站稳。 他不可能没有窦凯,但却并没有将自己的窦凯释放出来。 震华会长 长公眼大喝一声 震华身上气势掠收,从天而降。 杀了他们 锻造师中有人怒吼出声,竟然刺杀会长,这简直是罪不可赦。 要知道,在整个联邦之中,震华都是最顶尖的存在,不只是因为他是四字窦凯师,更因为他是一代神将。 没有神将,就没有四字窦凯,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而神将只有这么一位,也就是说,一旦震华死了,未来就很难再出现四字窦凯师了,除非再出现另一位神将。 刚刚的刺杀着实是太惊醒了。 震华是锻造界的灵魂人物,锻造师们几乎都得过他的好处,此时怎能不暴怒,疯狂。 长公眼看着面前威压赫赫的震华,嘴唇泯得紧紧的,他知道,现在自己解释什么都没用。 这场挑战是他引起的,杀手的攻击也就是趁此时而来。 你是来自于其他大陆的锻造师吗?震华冰冷的声音响起。 长公眼心头一震,紧接着立刻沉入了谷底。 当今斗罗世界有三片大陆,众所周知。 星罗大陆和天斗大陆敌视斗罗大陆这边也同样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如果不是有遥远的海洋间隔,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恐怕会更加激烈。 就算如此,三方也会经常产生摩擦。 如果说最希望震华死的人有谁,那么,另外两片大陆的统治者绝对是。 被对方看穿了自己的来历,长公眼已经没有幸免的念头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我们。 有些倔强而清脆的声音在长公眼身后响起,林玉涵探出头来,面对四次斗凯师震华,竟是分毫不让。 不是你们是谁? 立刻有锻造师愤怒吼道。 就不是我们。 林玉涵抗声道,眼中已是泪光盈然。 你们跟我来。 震华却做出了奇异的举动,向长公眼招了招手, 同时右手朝着唐武林和谷月一挥,一道红光卷住他们。 长公眼有些莫名所以,他不直接出手。 虽然长公眼也是斗凯师,但他只是二次斗凯师,在四次斗凯师震华面前,他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 可震华却没有直接出手。 带着压力和忐忑,长公眼护着林玉涵跟着震华走向电梯。 重新回到办公室,震华身上的四次斗凯化为一道道红光融入体内消失。 请坐。 震华指了指沙发。 长公眼眉头微皱,你相信我们? 震华淡然道,我不相信你们,但我相信断造师。 第一场比试结束的时候,你能主动认输,没有矫情于其他,起码你是一名合格的断造师。 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来这里挑战? 他沉声问道。 唐武林和谷月站在震华身后,唐武林心中也是充满了震惊,他的惊醒,是在那星红色光点出现的一瞬间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战力感令他现在心脏还有些收缩。 那一剑实在是太可怕了,其中仿佛蕴含着洪荒猛兽一般,可想而知,那样的攻击要是落在身上会怎样。 但是,厨师大叔却就是用自己的手接住了那样的攻击,当时唐武林隐约看到,厨师大叔的手掌变成了金色。 但也仅此而已。 长公眼苦笑一声,这时候他也不敢有所隐瞒,事关生死。 以震华的实力,还有这里是人家的地盘,想要杀死他们再容易不过。 更何况他们还是来自于其他大陆,说世间系绝不会有人给他们证明。 你猜得对,我们不是斗罗大陆的人。 我们来自于兴罗大陆。 我是兴罗大陆锻造师协会副会长。 郑华会长应该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混岛科技已经进步到了相当程度。 曾经的仇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剧烈。 是你们斗罗大陆官方提出,请我们兴罗派遣代表,前来斗罗大陆进行调研,我们是跟着代表团来的。 身为锻造师,早就久仰你大名,自然想看看,斗罗大陆的锻造界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本来我们还没想来,是同行的代表。 话说到这里,郑华已经大概明白了其中意思,很显然是有人故意挑起了长公眼的好胜心,才让他带着林玉涵来此。 是什么人刺杀您,我们真的不知道。 言尽于此,信不信都有您。 长公眼苦笑道:"但就算要怪,也都是怪我。 和玉涵无关,玉涵虽然不属于斗罗大陆,但他是锻造界难得一见的天才,无论你们怎么处置我,可否放过玉涵。 郑华赞然一笑:"出了这样的事,你们想走肯定是不行的了。 可否告知,是何人挑唆你们前来? 可是你们代表团的人?" 长公眼苦笑道:"不是。或许您不信,但真的不是。 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遇到了一名锻造师,他的名字叫宁峰智,当然,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假名。 圣将级锻造师,锻造方面很有其独到之处,擅长用一柄重锤进行锻造。 我和他切磋之后,险胜于他,他就说你作为神将多么优秀,但锻造界却后继无人。 听着长公眼的讲述,郑华眉头皱紧,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按照长公眼所说,这宁峰智并非来自于新罗大陆,而是斗罗大陆的锻造师,可这么一位圣将身为锻造师协会会长的自己却并不清楚。 很显然,挑唆他的人和刺客有关。 但是,长公眼的话有几分能信。 郑华道,长公兄和令徒都暂时留下做客吧。 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同时也会通知你们使团前来领人。 长公眼愣了愣,你相信我? 郑华微微一笑,我只相信直觉。 正在这时,门开,厨师大叔从外面走了进来。 郑华看向他,如何? 厨师大叔微微摇头,速度非常快,罕见的闽公系封号斗罗,而且应该到超级斗罗层次了。 正面战斗,他未必行,但跑的话,速度太快了。 我追了一段,还是让他甩掉了。 看来你有麻烦了。 被一名超级斗罗层次的刺客惦记,嘿嘿。 第528章 木野的身份 郑华淡然一笑,看来,有人是不希望我活着呀。 厨师大叔若有所思的道,那人的能力很奇特,魂力是借助自身血气来运转增幅的。 五魂是什么看不出来? 有些奇怪。 会不会是邪魂师? 一直默默聆听的唐武林突然开口说道。 邪魂师? 听了这三个字,振华,厨师大叔以及长公演全都是一阵。 有可能。 厨师大叔毫不犹豫的说道,如果是邪魂师就能解释得通了。 最近这几年以来,邪魂师开始活动频繁,到处搞破坏和恐怖袭击,现在全联盟都在严查他们,没想到却把手伸到你这边来了。 邪魂师胆敢出山,显然是有所倚仗,必然有强者。 你们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那个叫凝峰制的锻造师,在锻造的时候气息特别阴冷,和正常魂师有所不同。 长公演说道。 郑华笑了,邪魂师,好啊。 我还没和邪魂师交过手呢。 厨子,你先跟武林说你的事吧,这次刺杀的事我来处理。 嗯? 厨师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扭头向唐武林道,你跟我到小食堂来一下,一个人。 他刻意强调了让唐武林一个人过去。 好。 唐武林渐然的看了谷月一眼,谷月向他笑笑。 这次前来天斗城,对于厨师,唐武林的认识早就和以前截然不同了,厨师绝对是站在大陆巅峰那个层次的存在。 神级机甲拥有者,封号斗罗层次强者,能够对抗超级斗罗。 就算是在史莱克学院,至少也是海神阁长老层次的实力了。 进入小食堂,周围的空间轻微扭曲起来。 柔和的魂力将外界隔绝开来。 唐武林能看到那是一层淡淡的绿色光运,就像是空间隔绝一般,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是被包覆在一个巨大的气泡中似的,这就是高层次魂力的运用吗? 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大叔,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呢? 唐武林问道。 厨师大叔淡然一笑,道,我叫穆也。 你叫我野叔就行了。 野叔。 唐武林在嘴田方面绝对是有天赋的。 穆也道,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要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而事实上,这件事我也琢磨了很久,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的说,我希望你能传承我的一波。 或者说是传承我这一门的一波。 唐武林一愣,野叔,您的意思是。 在锻造方面他现在就已经有三位老师了,如果算上师伯振华,那就是四位之多。 而修炼方面,也有五老师,师祖教导。 难道说,又要多一位老师不成? 穆也道,本来,我很犹豫,因为你是史莱克学院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这一门曾经和史莱克是竞争对手。 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的宗门逐渐衰落,已经无法和现在的史莱克相抗衡了。 我也听振华说了,你还加入了唐门,是吧? 嗯,是的。 唐武林点了点头。 穆也道,你愿意放弃唐门的身份吗? 你应该还是外门弟子吧,放弃身份也不会影响太多。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他,却赶忙摇了摇头,不,不行的。 唐门对我过去的修炼有很大提升,我现在修炼地功法都是来自于唐门,我不能离开唐门。 穆也眉头皱紧,你放心好了,本门功法绝不会比唐门弱的。 而且,我乃是本门当代宗主,只要你肯跟我学习,你能够学到的东西,一定会比唐门更多。 虽然我们不如唐门,但在重视程度上却是不一样的,而在巅峰绝学来说,却绝不逊色于唐门。 唐武林依旧摇头,对不起,也输。 这个我不能答应您,我喜欢唐门,也热爱唐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背叛唐门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斗魂堂的成员了。 自从加入唐门以来,他一直都是在唐门之中得到各种好处,实际上却并未付出什么。 怎能就这么退出唐门呢? 穆也有些惊讶地道,你已经加入斗魂堂了。 这倒是有些麻烦。 不过,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够出唐门。 你愿意,我会亲自去唐门一趟,用足够的利益换出你的身份。 唐武林抬头看向他,也说,您为什么选我呀? 这是唐武林最好奇的地方。 穆也道,因为你的天赋和本门功法非常契合。 外界很多人都认为,本门功法最重要的是武魂要契合。 事实上,最重要的还不是武魂,而是血脉。 只有强大的气血之力,才能真正将本门功法修炼到高深。 没有人知道,本门的每一代宗主,其实武魂都不是特别强,但在气血方面却绝对是天赋异禀的。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方面你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你的气血之强盛,远超同龄人,甚至远超普通魂师。 我在你这个年龄也绝对没有你这么旺盛的气血。 但当时发现你是史莱克学院学员,我才犹豫了。 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很快我就想通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你气血更旺盛的传承者。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其他的一切,我认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弥补。 譬如,史莱克只是学院,学完毕业之后,自然是可以离开的。 而唐门方面,我也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换你出来。 唐武林惊讶的道,也就是说,您这一门,是以气血修炼为主的。 不错。 牧野傲然道,在气血修炼方面,我敢说,没有任何传承能够和本门相比。 唐武林眉头微皱。 略作思索后,他却还是摇了摇头,对不起,也说。 我真的不能答应您。 学院方面还好说,但是,我不能背叛唐门。 我不只是从唐门得到了许多,我也真心的喜欢唐门。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听着唐门的传说,我以自己能够加入唐门为荣。 谢谢您的好意。 牧野微怒道,从小就听唐门的传说。 那你又没有听过本体宗的传说? 唐武林愣了一下,戚戚爱爱的没吭声。 他总不能说没听说过吧。 事实上,他是真没听说过呀。 一丝颓然浮现在牧野的面庞上,是啊。 本体宗没落了,自从万年前那一场浩劫之后,本体宗整体就开始衰落。 再也不在大陆最顶尖的层次了。 曾几何时,本体宗历代宗主都是超级斗罗以上修为,甚至还出过极限斗罗层次的半神级强者。 时隔多年,史莱克依旧有那样的强者坐镇,而身为本体宗宗主的自己,却连超级斗罗层次都无法突破。 野叔,您没事吧?看牧野脸色不对,唐武林小心翼翼的问道。 滚蛋吧你。 牧野有些暴躁的一挥手,一股魂力推来,周围的光运收敛,牧野自己也化为一道光芒消失。唐武林只觉得一股大力推来,向后亮枪了几步。 再看眼前时,小石堂内的牧野已经是红飞鸣鸣。 第529章 不会那么巧 哎,唐武林叹息一声,其实,要说做牧野的弟子,他是绝对愿意的,不说别的,但是牧野的厨艺,就充分征服了唐武林。 他完全可以肯定,如果能够经常吃到这位厨师大叔的美食,自己修炼的速度一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只是,总不能为了吃而背叛唐门吧。唐门要是也有野叔这样的厨师就好了。 吞咽了一口唾液,唐武林有些无奈的走出了小食堂。 长公眼和林玉涵已经不见了,只有振华和谷月在。 师伯。 唐武林恭敬的叫道。 振华微微一笑,怎么样? 跟他谈的如何? 唐武林有些尴尬的道,也输的是我恐怕不能答应,他走了。 可能是生气了。 振华哈哈一笑,道:"没事,没事。 他就那脾气,一把年纪了还跟个孩子似的。你不用理他,回头我去跟他说说。今天真是要感谢你们两个呀。尤其是谷月,救命之恩。 谷月连忙摇头:"不是的,勉下。我当时是下意识的。 振华微笑道:"如果不是你下意识的救援,我恐怕不死也要受到重创了。那一剑来得着实是突然,不过,你的反应速度也真是够快。 谷月腼腆的低下头。 振华看向唐武林,道:"你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没想到这几个月你在灵段方面进步这么大,已经可以顺利的完成创生灵段和恶灵灵段了。 很好。继续巩固,把基础夯实。更多的去体会每一次灵段时金属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感受你自身在锻造过程中的变化,这都是未来你进入混沌层次所必须的。 是,师伯。唐武林现在的锻造已经到了瓶颈期,修为不到四环之前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六级锻造师的,但事实上,他现在却要比绝大多数六级锻造师锻造出的灵段金属更好。只是没办法进行熔断的灵段。所以等级才升不上去。至于未来的混沌,那就需要更高层次的魂力才行。 郑华道:"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吧。对了,林玉涵让我转告你,他一定会超越你的。武林啊!你可要努力了哦!" 告辞了郑华,唐武林先去卖了一些自己锻造的有灵金属,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天在现场锻造的两块灵段金属都卖出了超高价。 创生灵段和恶灵灵段都非常罕见,两块金属没等唐武林去卖给协会,就被两名刚刚晋升五级的锻造师买走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两块金属的研究来提升自己的灵段能力。 唐武林上一次虽然震撼全场,但绝对没有这次当众击败林玉涵一战成名。在锻造师协会他立刻就成了著名的小天才了。 晚上想去哪?出了锻造师协会,唐武林向古月问道:"他们只要在明天凌晨往回赶,就不会耽误上课了。机甲暂时就留在锻造师协会这边,走的时候再来取。 古月道:"我对天斗城也不了解,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吧。那咱们走走吧。 我很喜欢天斗城的。唐武林微笑着说道:"天斗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建筑物,很多原始建筑保存得非常好,是当今整个斗罗大陆拥有最多原始建筑的地方。唐武林带着古月穿街绕像,在一些老街中闲逛。道路两边古香古色的店铺,仿佛将它们带回了过去的年代。 武林,你真的要小心一些了。上次邪魂师就险些害了你。咱们要不早点回学院吧。 走了一会儿,古月向唐武林说道。唐武林笑道:"没事了。邪魂师数量很少的,哪有那么凑巧,就能遇到我们哪。是吗?" 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唐武林心头一紧,下意识地一横身就挡在古月身前。但也就在这时,他骇然发现,周围的景物变了。 原本的老街突然变成了一个昏暗的世界,浓郁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下一刻,他只觉得脑海中一阵昏沉,天旋地转之间,就失去了意识。 暗红色光芒骤然收敛,老街又恢复了正常,就连过往的行人都没有注意到,街道上突然少了两个人,仿佛先前那一瞬,时间停止了似的。 森冷,阴寒刺骨。在寒颤中,唐武林从昏迷清醒过来。他下意识地睁开双眼,然后就骇然发现,身下是云雾飘渺,人竟是在高空之中。 然后他就看到了古月,古月身体横着,就在他对面。准确地说,是他们被一个人夹在两侧叶下。 古月双眸紧闭,脸色苍白。血腥气息是从那人身上传来的,而森冷则是来自于高空。 邪魂师。唐武林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判断,同时心中也是一阵无奈。看来,自己还是大意了,而且也没想到对方竟是会把目标放在自己身上。 他已经猜到,这个带着自己和古月两人欲空飞行的,很可能就是那位先前行刺振华的邪魂师。如果是那位的话,恐怕自己和古月幸免的可能不大。 超级斗罗呀。 醒得挺快呀。 冰冷的声音听不出性别,在唐武林耳中响起,只是声音,就令他有种精神错乱般的感觉。唐武林闭上双眼眉吭声,说啥都没用,不如不说。 正在这时,突然,强烈的失重感传来,令他不禁惊呼出声。 再次睁眼时,骇然发现,他们竟然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朝着地面飞速落去。 穿过云雾,飞速下坠。 那强烈的失重令人下意识的会产生出强烈恐惧。 眼看着距离地面还有百米左右,突然一股大力传来,唐武林险些吐血,但身形却是在空中稳定住了,在下一刻,他们就已经落在了地面上。 这里已是荒郊野外,看天色,此时已是接近黄昏。唐武林此时才顾得上去打量那邪魂师。 这名邪魂师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身灰色浸装,头上戴着头套,只露出一双眼眸。 他的眼眸也是灰色的,瞳孔却是红色,看上去十分诡异。 双手一挥,把唐武林和谷月抛在地面上。 幽鬼是不是死在你手里?冰冷的声音质问唐武林。 幽鬼?唐武林愣了一下,不认识。 不认识。 幽鬼自从上次去魂倒列车之后就失踪了。 而你却是那次的幸存者。 邪魂师冷冷的说道。 唐武林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那个擅长练魂的家伙。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你认为我这修位能够杀得了他吗? 邪魂师愣了愣,也是,这小子不过三环魂力,幽鬼却是六环魂帝,邪魂师比正常魂师诡秘,所以碰到普通魂师。 同级别的情况下一般都有着相当的优势。 唐武林翻身坐了起来,他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禁止,这不是对方客气,而是双方修位相差太远,人家认为没必要限制自己二人。 他先爬到谷月身边,摸了摸谷月,气息还算平稳,只是还在昏迷之中。 脚踏实地,心思也就随之活络起来。 这些魂师没有第一时间杀了他们,就意味着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那就还有机会。 前辈,您抓我们两个小孩子来做什么? 唐武林一脸好奇地问道,他的眼神清澈,非常具有迷惑性。 小孩子。 唐武林,史莱克学院外院一年级一班班长,赤龙斗罗卓氏的再传弟子。 曾经带领同伴战胜二年级一班。 在期末考试中,更是战胜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我说的可对。 森冷声音平静地说出。 唐武林心中暗暗吃惊,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调查得这么清楚,前辈,您一代缅下,调查我这个小人物做什么? 现在的小人物不代表未来也是小人物。 史莱克不是最擅长培养人才吗? 把你们这些小家伙扼杀在摇篮之中,史莱克还有什么未来? 邪魂师淡淡地说道。 唐武林苦笑道,您这算是以大欺小吧。 给振华拨通魂导通讯。 邪魂师根本就不接他的话查。 第五百三十章 兄弟 唐武林心中一领,对方把他抓来,原来是为了把师博引过来。 举出自己的魂导通讯器,看了一眼邪魂师,就在下一瞬,唐武林右手猛然发力,瞬间就把自己的魂导通讯器捏得粉碎。 啪,一巴掌闪电般抽来,唐武林根本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人就已经被抽得横飞了出去,左半边脸高高肿起,那感觉,就像是被高速行驶的魂导列车撞击了似的。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整个头部都麻木了,脑海里一阵嗡嗡作响。 但他一点都不后悔。 魂导通讯不能打,一旦打了,师博会有危险。 而一旦把师博吸引来之后,自己和谷月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很可能会死得更快。 每当面临绝境的时候,唐武林的思路都会特别清晰,此时也不例外。 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完全是浑浑噩噩的,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他想要挣扎着爬起来,身体所有的地方似乎都有些不听使唤了,挣扎了几次,却都又颓然倒地。 面罩动了动,邪魂师那双灰色的眼眸突然变成了星红色,只是一闪身,就来到了唐武林身边。 他蹲下身体,伸出一根手指,从唐武林的嘴角处沾了一点鲜血,掀开面罩下部,露出精巧的下巴,他的唇色异常鲜艳,鲜艳得甚至有些诡异,他把手指伸入口中,用力的瞬息了一下,把那低唐武林的鲜血吸入口中。 下一瞬,他身体猛的一震,眼瞳骤然收缩,瞳孔收缩的净是只有针尖大小,站起身,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完全变了。 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的魂尊,怎么可能有如此精纯的鲜血,如此浓郁而旺盛的血气? 太好了,太好了。还是纯男致羊之血。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振华算什么?只要能吸了你的血,我就能变得正常了,就再也不用饱受血海练魂之苦。哈哈哈哈。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吸干你的血。 他歇斯底里的大笑起来,声音不再那么冰冷,竟是女声。 一步跨出,就重新来到唐武林面前,一把将他从地面上抓了起来,小子,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吧?你试图保护振华,却暴露了自己的血液秘密。 放心,我不会杀死你的。我会让你做我的血脯,以你的血脉之强盛,就算是鲜血被我吸光,也同样是非常好的血脯体魄。 很好,很好。没想到,我的运气居然会这么好。一边说着,他再次掀开了面罩的下半部分,红唇张开,两根獠牙迅速长出,异常猙獰。唐武林想要反抗,可全身却被阴冷包围,无论他的气血有多么旺盛,也无法克制那阴冷的压制。 粉嫩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獠牙,就像是捕食者看到了人间最美味的食物有些不舍得下口。 邪魂师一点一点的向唐武林靠近,他身上带着淡淡的甜蜜气息。唐武林嘴角处牵出一抹苦笑,等一下。因为先前那一巴掌,他的声音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好,看在你的血液对我如此重要的份上,让你说一句话。不过,你最好不要说什么求饶的话惹得我厌烦。 邪魂师的声音中仿佛带着一种魅惑,令人心计的魅惑。唐武林道,我不为自己求饶,我肯定是没法幸免了。 但我的血既然对你有这么大的作用,吸干了我的血之后,你总要找地方修炼对吧,可不能浪费时间呢。 既然如此,你能不能放过我的同伴,他对你也没什么用。他那么弱小也威胁不到你。 你带我走吧,到别的地方吸干我的血,好不好。把他扔在这里就行了。我不想我被你吸干血的样子被他看见。 邪魂师呆了呆,手中的动作甚至都僵硬了一下,死到临头,你还顾得上别人。你喜欢他?小小年纪,竟然也懂爱情。 唐武林苦笑道,我不懂什么是爱情,死到临头了,说这些都没啥意义。 你能答应我吗?这算是我临死前最后的心愿了。 邪魂师突然叹息一声,原来真的有人会愿意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你很好,难怪能拥有这么纯净的鲜血。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骗子,原来,年纪小的时候,还没有被外界一切沾染的时候,还能保持纯净。我对你的血越来越渴望了。 听前面的话,唐武林心中还生起一丝希望,但最后一句却让他彻底绝望了。 好吧,我就答应你,放过他。 但是,谁放过你呢?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 这个声音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无法听出源头,但当这声音出现的一瞬间,周围整个空间都跟着轻微的震荡起来,压迫力从四面八方疯狂涌来,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怖压力瞬间封锁了整个空间。 邪魂狮猛的回过身来,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一步,一步朝着他的方向走过来。 怎么可能? 以自己如此强大的感知,事先竟然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被人接近到如此程度都没有感受到。 令灵魂都有些战力的危险感瞬间从尾锥冒起,一直延伸到顶门。 这种感觉邪魂狮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那高大身影身上散发出的凶力之气是无数血腥味道的融合,他的身高超过两米四,肩膀极为宽阔,远比普通人强壮得多。 定睛看去,邪魂狮看到的是一个中年人的模样,面旁刚毅,冷硬,皮肤呈现为深谷铜色,全身仿佛都充斥着金属质感。 他的一双眼睛是金黄色的,看上去毫无情绪波动,这样的眼眸颜色,哪怕是邪魂狮也是第一次见到。 你是谁? 邪魂狮声音恢复了冰冷,一抬手,将唐武林扔在了旁边的地面上。 因为他能够明显感觉到,面前这个对手能够真正的威胁到自己。 唐武林只觉得森冷瞬间蔓延全身,在极为不甘的情况下,昏了过去。 你没资格知道我是谁。 雄壮的身躯依旧一步步靠近,而四周的压迫感也越来越强。 邪魂狮冷哼一声,星红色的双眼突然光芒大放,一团浓烈的血光从他身上迸发而出,右手一挥,一柄血剑凭空出现在掌握之中,血剑纤细,轻微振占之下,以邪魂狮身体为中心,天空中出现了无数个红色光点。 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光点,但很快,光点放大,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只冰冷无情的血眸。 澎湃而浓郁的血气疯狂奔涌。 紧接着,万千道血芒瞬间从那些血眸中暴射而出,暂射那高大男子。 高大男子前进的脚步终于停下了,在他停步的刹那,右脚悍然遁地,伴随着一声剧烈轰鸣,整个空间仿佛都剧烈的扭曲了一下。 血芒瞬闪,但当他们来到距离那高大男子身前还有十米的时候,一层暗金色光照突兀的出现了。 第五百三十一章极限斗罗 无数密集的声音爆响,无数细小的空间裂缝被那碰撞所产生的爆发性光芒撑裂。 但那暗金色光照却是窥然不动。 下一瞬,那高大男子的右手骤然挥出,能够看到,他的右臂突然变得粗壮起来,手掌更是迅速变大,五道暗金色光芒仿佛要将整个天地为之撕裂一般。 在他出手的一瞬间,先前凝聚的气势同样收缩,所有的空间在刹那竟然被完全封锁。 以邪魂师的修为,竟是骇然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瞬间挣脱这个范围。 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实力? 没有半点犹豫,一点鲜红色的光芒骤然从他额头上亮起,紧接着,天空中那无数血眸瞬间回溯,融入他本体之内。 一身血色甲皱覆盖全身,甲皱上没有瑰丽的花纹,只有那一只止胸利的血眸闪烁。 刹那间,邪魂师气势暴增,背后,一双血色翅翼猛的张开,看上去如同蝙蝠翅膀一般,翅翼拍动,血光奔涌,手中血剑在空中画出一道看似纤细的血痕。 轰。轰明暴响,以碰撞的一点为中心,恐怖的爆炸力直冲云霄,两股强势无比的魂力波动甚至将天空都撕开了一个口子。 闷哼声中,血色身影倒飞而出,笔直的飞出数百米,才坠落余地。在他身前,五道伤痕整齐的出现在胸凯之上。如果不是那窦凯的保护,恐怕他整个人已经被撕碎了。 你,你是极限斗罗。邪魂师的声音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要知道,他可是三字窦凯师,同时更是一位超级斗罗呀。在身穿三字窦凯的情况下,修魂已经无限接近于极限斗罗了。而对方却根本连窦凯都没有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依旧能够轻而易举战胜自己,那么,就只会是说明一件事,对方是极限斗罗,真正的极限斗罗。 窦凯固固然可以把魂师提升到极限斗罗那个层次,但真正的极限斗罗之间,也是有差距的。那个世界,是属于神的领域。 以窦凯提升到极限层次,永远也无法真正触摸到神之领域,只有真正凭借修为达道,才能摸到那个世界的大门。 没有半点犹豫,甚至连能够对自己大补的唐武林都顾不上,血谋邪魂师身体在地上一个翻滚,下一瞬,整个人突然化为道道血光四散飞射。 没有朝着一个方向逃逸,而是四散纷飞,转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出人意料的是,那高大男子并没有去追他,只是缓步走向唐武林和谷月。 他的右臂缓缓收缩,变回原来的模样,五根手指上弹出的利刃也缓缓收回。 一直来到谷月面前,他才停下脚步。 而也就在这时,谷月从地上坐了起来。 是的,他直接坐了起来。 小姐! 高大男子单膝跪倒在地,恭敬地说道。 嗯! 谷月应了一声,站起身,走到唐武林面前,缓缓蹲下身体,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柔和的光元素从他之间飘逸而出,缓缓融入唐武林的面颊,令他那肿起的面庞徐徐恢复。 高大男子站直身体,宛如标枪一般,却没有发出任何疑问,金黄色的眼眸中,没有半点情绪。 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不让你杀了那个邪魂师? 谷月虽然是面对唐武林,但疑问却是向高大男子说的。 是。 高大男子的回答言简意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你去吧。 谷月摆了摆手。 是。 高大男子再次回答,然后转过身,缓步走向黑暗之中。 夜色弥漫,深夜已至。 谷月就那么坐在唐武林身边,看着他发呆。 足足半晌之后,他才走到唐武林身前,然后重新躺下,把自己的身体依偎在他怀中。 啪! 太猖狂了。 震华脸色铁青。 木野看了他一眼,他们没事,我仔细检查过身体了。 不过,天斗城恐怕不太平了。 这件事你上报联邦了吗? 最好只会使莱克学院一下。 嗯? 震华点了点头,重新恢复冷静。 幸好他们没事。 不过,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似乎是经历过一场强者之间的战斗,战斗时间应该不长,现场毁坏得不厉害,但空气中的原色。 速波动却非常狂暴,必然是超级斗罗层次强者交过手。 那邪魂师应该是跑了。 会不会是史莱克学院方面的人出手了? 木野向震华问道。 震华摇了摇头,应该不是,我问了史莱克那边。 等武林醒了,我亲自送他们回去。 看来,这小子也是被邪魂师盯上了。 以后不能让他轻易离开学院。 在史莱克范围,邪魂师还不敢造次,毕竟,史莱克有那位坐镇。 唐武林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 下意识地翻身坐起,然后迅速地摸了摸自己的面颊和身体,再看看周围房间中的布置。 我没死。 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他立刻凝神内视。 却还在,没有被吸干。 兴奋,喜悦的情绪瞬间传遍全身。 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他迅速翻身下床,来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看去。 这不是锻造师协会吗? 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安全了。 他最后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邪魂师把自己抛开的时候。 他只是隐约记得,当时有一个浑厚的男生,应该是他让邪魂师感觉到了威胁。 只是,那位是谁呢? 是他救了我们。 带着众多疑问,唐武林推开房门,却正好碰上了刚要推门而入的振华。 醒了。 振华抬手按在他胸前,感受了一下他的身体状态,这小子已经又是生龙活虎的了。 唐武林喜道,师伯! 劫后余生啊! 再见振华,怎能不让他心中充满兴奋与喜悦。 振华叹息一声,都是师伯不好,让你承受了这么大的风险。 没想到这些邪魂师真的是阴魂不散。 唐武林道,师伯,是您救了我们吗? 古月呢? 古月怎么样了? 他没事,在另一个房间休息。 不是我救了你们,我们赶到的时候,你们只是躺在那里,邪魂师不见了。 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唐武林把当时自己经历的情况讲述了一遍。 吸血! 看来,这是一个以血液为修炼源泉的邪魂师。 牧野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 野叔! 看到他,唐武林就更加心安了。 郑华道,你们今天应该上课了吧,上午的课已经耽误了。 你要没什么事,我送你们回学院。 郑华有自己专属的高空飞车,速度之快,远在普通机甲之上。 坐在高空飞车的后座,唐武林看向古月。 对不起啊。 是我连累你了。 唐武林低声向他说道。 古月摇摇头。 你没事吧? 身体有没有什么暗伤? 唐武林关切的问道。 我没事。 古月再次摇头。 唐武林还要再问,古月却把自己的手掌伸入他的手掌之中,握住他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被他有些清冷的小手握着,唐武林顿时感到一阵心安。 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坐在前面的郑华,情绪明显有些阴郁,虽然他对这次的事情没有多说什么,但唐武林却明显能够感觉到他那压抑的愤怒。 高空飞车速度奇快,比唐武林的机甲飞行速度还要快得多,更令唐武林惊讶的是,郑华的高空飞车不只是直接飞入了史莱克城,更是直接飞进了史莱克学院,一直飞到外院门前才缓缓落下。 武林,这个给你,你们去上课吧。 郑华回过身,把一枚戒指递给了唐武林。 和他原本的空间戒指不同,这枚戒指本身呈现为奇异的青碧色,内中仿佛有浓郁的生命气息要绽放而出是的,青碧色的戒指本体上还有一圈银色宝石,看起来异常规律。 唐武林试了试,刚好能够待在左手尾纸上。 师伯,这是…… 第532章返回学院 郑华道,这次因为师伯的事情连累了你们,就算是师伯给你的一点补偿吧。 你的机甲在里面。 唐武林瞬间就震惊了,机甲在里面是什么意思他再清楚不过,这意味着,这枚戒指内的空间足以装在他的皇级机甲呀。 这可是西式之宝。 这种层次的空间戒指在全大陆也绝对是屈指可数。 师伯,这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要。 唐武林还要推脱。 震华脸色一沉,好了,下去吧。 唐武林黑黑一笑,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呀。 震华再也绷不住脸色,忍不住笑道,你这个小财迷。 快滚。 唐武林和谷月下了车,赶快向学院内跑去,可还是要上的。 目送着他们离去,震华的脸色重新变得严肃起来,向司机道,去内院。 高空飞车再次升起,尽管这已经是史莱克学院内程范围,却并没有任何人拦阻他,飞车骤然加速,几乎只是几次闪烁,就已经来到了史莱克内院所在,在门口处停下,震华下车,大步向史莱克学院内院走去。 他的高空飞车在大陆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可以通行无阻,但这里却不行,这是史莱克学院内院,出于对史莱克的尊敬,他也要下车才行。 来到海神湖畔,震华也不飞起,就那么踏波而行,悬浮在水面上,身形几次闪烁,已经到了海神岛岸边。 停下脚步,他静静的等待着。 时间不长,一道身影从海神岛内走来,赫然正是赤龙斗罗卓士。 走吧,阁主在等你了。 卓士向震华点了点头。 震华向他微微焊手,在卓士的带领下,向海神岛内部走去。 海神岛核心处,有一座巨大的木屋,这座木屋是倚靠在一株大树上建造而成的,这里是海神岛的核心,也是史莱克学院的核心,甚至是整座史莱克城的核心。 因为,这倚靠大树而建造而成的黄金树屋,正是海神岛最高权力机构所在,海神阁。 史莱克学院真正的最高掌控者,正是海神阁阁主。 这位,也是当今天下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少数几人之一。 哪怕是联邦有什么重大决策,都要拯救海神阁的意见。 原因很简单,实力。 木屋内部布置简朴,如果是外人,一定想不到这被称之为大陆上最强大实力所在地的海神阁竟会如此朴素。 长长的木桌两侧,此时已经坐了八个人,再加上主位上的一人,刚好九人。 卓氏向振华做了个请的手势,振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直接走到木桌末位坐下,卓氏走过去,坐在了左手第四位。 如果唐武林在这里,一定会吃惊的发现,端坐于主位的那位,赫然正是他曾经见过,陪着圣灵斗罗荡秋千的那位青年。 他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相貌英俊,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但是,在场所有人,每一位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大人物,看着他的表情却全都充满尊敬。 雅丽就坐在他右手侧第一位,另一侧则是一位老者,面如银盆,身材高大。 风无语也在,坐在赤龙斗罗卓氏对面。 蔡老泽坐在风无语的下手位。 是的,眼前的众位,就是史莱克学院真正的高层,海神阁长老。 坐在主位的那位,则正是海神阁最高领导者,当代海神阁阁主。 勉下您好。 郑华恭敬的向海神阁阁主躬身示意。 海神阁阁主微微一笑,向他比了个手势,郑华这才坐稳。 别看他是当今唯一一位神将,但在这位面前,却是一点架子都不敢摆。 当年,这位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 这位海神阁阁主是公认的当今斗罗大陆第一强者,屹立于人类巅峰的存在。 据说,要不是现在斗罗大陆感应不到神界的存在,这位很可能早就已经飞升了。 有他坐镇,史莱克学院稳如泰山。 强大如联邦政府,也不敢轻易造次。 史莱克城相对独立也正是因为海神阁的强大。 郑华,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海神阁阁主面带微笑的说道。 海神阁会议从来不会轻易召开,只有发生大事时才会开启。 郑华点了点头,将自己遇刺,以及后来唐武林被邪魂师抓走,就回他的过程详细的讲述了一遍。 现场的战斗痕迹有没有留下来? 海神阁阁主问道。 有的。 郑华站起身,拿出一根金属棒,轻轻一按,一道光束就投影在了侧面的墙壁上。 光影视视频,显现着当时拍摄下来的情况。 众位海神阁长老们纷纷看去,每个人都若有所思。 嗯,是经过剧烈交战的。 按照唐武林所说,那名邪魂师擅长吸血,本身修为恐怕有接近或者达到超级斗罗的层次。 能够把他逼走,这个救了唐武林的强者实力非同一般。 蔡老眉头微皱着说道。 按金孔爪。 海神阁阁主双眼微眯,说出了简单的四个字。 听到这四个字,在场众位长老都流露出几分惊讶。 圣灵斗罗雅丽目光温柔的看向他,按金孔爪可是很少见啊。 而且,能够把按金孔爪修炼到这种程度的魂师,我怎么没听说过。 海神阁阁主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是的,我脑海里也没有这么个人存在。 但按金孔爪是没错的,修为也在超级斗罗以上层次,你们看,他们战斗留下的痕迹令大地不只是出现抓痕,而且,在那抓痕周围的泥土,岩石,全都变成了积粉。 这是按金孔爪修炼到了顶端的迹象。 卓氏,我记得唐武林也有按金孔爪这个能力吧? 卓氏点了点头,和按金孔爪略有不同,结合了他自身血脉的力量,他称之为金龙孔爪。 但他的能力来自于生灵台。 您的意思是? 这个救了他们的魂师有可能是传灵塔的人。 海神阁阁主微微汗手,不排除这个可能,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强大魂师,最有可能的来源就是传灵塔。 这些年来,他们可是越来越神秘了。 由于魂师对魂灵的需求,传灵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实力也是飞速膨胀。 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人造魂灵大力发展之后,让更多魂师有可能拥有强大魂灵,更让传灵塔地位飙升。 可谓富可敌国。 有这个可能,古月是传灵塔核心弟子。 天凤斗罗是他老师。 蔡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圣灵斗罗雅力。 听到天凤斗罗四个字,雅力微微一愣,海神阁阁主眼神中却闪过一丝不自然,尽管很快就掩饰了过去,但在场都是当势强者,就连郑华都看出来了。 不禁心中暗笑,传说海神阁阁主曾经和传灵塔赴塔主天凤斗罗冷瑶珠有过一段,看来是真的呀。 可,这件事我会向传灵塔求证。 说说邪魂师吧。 海神阁阁主正色道。 第533章 海神阁会议 邪魂师最近行动越来越猖獗,已经到了必须要打击的程度了。 联邦方面也向我们发来请求,希望我们能够配合联邦进行对邪魂师的打击。 这些邪魂师神出鬼没,只能是加强各个城市的安保措施,同时派遣更多的军方战力时刻关注。 海神阁阁主道,同意联邦的申请,学院内院弟子参与对邪魂师的围剿。 同时,联络堂门,发动我们的整体关系网,全面查找邪魂师所在。 一经发现立刻汇报。 是。 众位长老齐声应是。 阁主,还有件事。 星罗大陆代表团表示,希望我们能够派遣交流团前往星罗大陆,和他们当地的学院进行交流。 您看,蔡老问道。 海神阁阁主微微一笑,答应他们吧。 派外院一,二年级优秀学员前往。 数量就暂定为十人。 让五长空带队吧。 最近这两届新生都不错,尤其是一年级。 这个唐武林很能脚势吗? 宁娥里面要有他,省得携魂师惦记他。 郑华没骂微挑,但却没有说什么。 赤龙斗罗着实道,阁主,这些孩子们的能力都还没有成行,派他们前往会不会。 海神阁阁主摆了摆手,星罗大陆代表团才刚刚抵达不久,不会那么快返回的。 学院资源相对给这些孩子们倾斜一些,让他们尽快提升。 我们是去交流,不是去显摆自己的,没必要派遣高年级或者是内院学员。 同年龄的优秀,才是真的优秀。 蔡老汉手道,是的,他们大约半年后才会返回星罗大陆,所以现在也只是给我们的申请。 海神阁阁主道,就这么定了,月儿,你选人吧。 是。 蔡月儿功声答应。 接下来讨论的是针对邪魂师的一些措施,以及整体应对方案。 而唐武林和谷月却还茫然不知这些情况,此时刚到教室。 幸好今天是沈亿的课,而不是武长空。 虽然对于他们迟到很惊讶,但沈亿还是让他们先上课,没有多做询问。 班长迟到啊。 是不是乐不思蜀了? 谢谢碰了碰唐武林,一脸坏笑的低声问道。 唐武林瞥了他一眼,是啊。 乐不思蜀。 下次让你也试试,你就知道什么是乐不思蜀了。 他哪有什么乐呀,应该是嫌死孩生才对。 谢谢几眉弄眼的,就连许小颜,徐立志和叶星兰他们,看着唐武林和谷月的目光也有些怪异。 武思蜀的目光从不远处投来,看看唐武林在,再看看谷月,眉头皱起。 唐武林,谷月,你们俩来一下。 猜一下课,沈亿就把他们叫去办公室了。 你们俩怎么回事? 班长,副班长同时迟到,你们就是这么给其他同学做表率作用的。 而且还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说说吧,怎么回事。 沈亿虽然没有武长空那么严厉,但也不是好相语的。 尤其是现在一年级一般成绩斐然,别的年级的老师,学员们也都盯着呢。 唐武林挠了挠头,我们遇到邪魂师了,差点回不来。 他也没隐瞒,把这次前往天斗成遭遇的事情,以及最后是振华亲自送他们回来全都说了一遍。 邪魂师已经如此猖獗了。 沈亿眉头紧皱,脸色有些阴沉。 唐武林赶忙道,是啊。 连我师伯他们都要刺杀,分明是想要削弱魂师界的实力,必有图谋。 沈亿微微汗手,好了,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你们先回去吧,还有几天就是和三年级一般的比赛了。 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别输得太难看了。 唐武林笑道,您就这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输啊。 沈亿道,有本事你们赢啊。 赢得了三年级一般,你们参赛队员接下来制作一次窦凯需要的所有材料,学院给你们出了。 唐武林眼睛一亮,当真。 要知道,用来提炼这么多人的窦凯所需要稀有金属可是个相当庞大的数量。 那可是不少钱啊。 而且,制作核心法阵的时候,不只是需要稀有金属,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能量宝石作为核心法阵引动的基础和储存,这可都是钱。 窦凯制作到最后,核心部件是最重要的。 一般都是在胸凯阵中,也有在头盔上的。 这个核心法阵最难制作,需要的材料也最昂贵。 嗯,我问过蔡老,蔡老答应的。 据说星罗大陆代表团有邀请我们学院前往他们大陆进行交流。 蔡老有意从外院低年级选拔人才。 所以,你们只要展现出足够的实力,之后应该会有资源方面的倾斜。 太好了。 唐武林兴奋的差点跳起来,使莱克学院数万年底蕴,好东西能少的了。 别看传灵塔现在有钱,但有些底蕴却不是钱能够解决的。 如果有学院的资源倾斜和支持,他们成为一字窦凯师的时间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你去哪? 出了门,古月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道,我去专属修炼的修炼。 临阵磨枪吧。 咱们的配合,也不用磨合了吧。 战术大家都想想,明,后天咱们碰一下。 拼一把,说不定我们面对三年级学长真的有机会呢? 机会恐怕不大。 当初我们面对一字窦凯师的时候,大家一起上都不是一名一字窦凯师的对手。 你别忘了,咱们学院出来的一字窦凯师,又不是外界的一字窦凯师所能媲美的了。 而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会有一字窦凯师出现。 古月给唐武林泼了盆凉水。 横梗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年级那两位拥有完整一字窦凯的学员。 尽力而为吧。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说道。 一年级和二年级这几天都变得紧张起来了,尤其是即将代表参加和三年级交流赛的学员。 气氛最紧张的就是工读生宿舍这边。 连续两个晚上都是通宵达弹商量对策。 交流赛一共有十分。 三场一对一个一分,二对二是两分,最后的七人团战是五分。 最后一场比赛胜负占三分,表现占两分。 想要获得交流赛胜利,就需要拿到六分才行。 也就是说,无论每一场,都要尽可能的拿分。 和之前一年级,二年级比赛不同。 这次的交流赛,吸引了整个外院各个年级的关注。 因为在史莱克学院历史上,很少有年级跨度这么大的挑战。 按照正常入学年龄,一年级和三年级要相差六岁了。 而在浑师较低年龄阶段,差六岁那简直就是天欠一样。 三年级一班,教士。 班长,学院这么安排,分明是在鞭策我们哪。 一年级,二年级那些小家伙也想挑战我们。 真是不自量力。 一名身材修长,相貌有些猥琐的青年瞧着二郎腿,向身边的一名青年说道。 身为三年级学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十八岁左右。 被他称之为班长的青年身材高大,相貌古捉,算不上英俊,但却有种不动如山的威严感。 只是坐在那里,就有种让人心安的感觉。 似乎他就是整个教室内的中流砥柱,哪怕天塌了,他也能从容的将天顶起来。 李乾坤,三年级一班班长,也是三年级一班两位一字窦凯师之一。 今年十八岁,五十二级防御系障魂师。 他的武魂也非常奇特,名为乾坤球。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变异器武魂。 关于一年级,二年级的情况我听说过。 不能大意。 李乾坤淡淡的说道。 猥琐青年翻身做起,老大,不用那么认真吧。 他们顶天了也就是刚刚四十级,在魂师修炼的道路上才能走多远。 这次一对一可要算我一个,我估计学院让我们和他们交流。 主要是为了压一压他们的锐气,省得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猥琐青年名叫叶武,闽攻系战魂师。 擅长各种高速战斗,一字窦凯完成百分之七十,今年十七岁,很有希望在二十岁之前完成全套一字窦凯成为内院弟子。 是三年级一般的核心成员。 第五百三十四章开始。 叶武,你自大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叶武下意识的缩了缩头,赶忙站起身,转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莫姐,我这不就是说说吗? 其实我还是很认真对待的。 走过来的是一名少女,一头黑发披散在身后,身材中等,相貌甜美,但眼神却含义四射。 她一直走到李乾坤身边坐下。 我打听过了,这次那些小家伙们,至少有两个武魂融合技组合,其中一个字体武魂融合技,还有一个是真正的武魂融合技。 还有光明与黑暗的组合技。主力队员都在四十级修为以上,其中有几个人还具有了几块有灵金属打造的窦凯。 虽然实力上和我们还有差距,但绝对不像你们想象中那么巨大。如果不谨慎对待,很可能会让我们出丑。 默觉,三年级一班副班长,另一位一字窦凯师,魂力五十一级,在班里,他的威望甚至还在李乾坤之上,强势但护短,几乎班里绝大多数同学都得到过他的好处。 性格直爽,强势。 他和李乾坤,是三年级一班的定海神针,未来必入内院的存在。 这个学年结束,他们就要去参加内院的历练考核了,只要通过历练考核,就能正式成为内院弟子。 李乾坤看向默觉,两个五魂融合技。 威能如何? 默觉摇摇头,具体还不清楚,不过,我判断还是无法威胁到我们一次窦凯的。 毕竟,一次窦凯能够将我们的实力提升到相当于普通魂师魂圣层次的水平。 整体实力他们差得很远,但这些学弟,学妹们的天赋可是相当不俗。 据说有一个已经是接近六级锻造师水准了,所以才能锻造出有灵金属,而且还是融合度超过80%以上的有灵金属。 等我们历练考核回来,再向二次窦凯提升的时候,还用得着人家呢? 李乾坤微微一笑,那这么说,我们也不能太过分,还是要控制好节奏。 墨爵点了点头,正常参赛吧,其实我们只要守住了七对七的团战,前面的比赛让他们赢一,两场也没什么。 总要给学弟,学妹们一些信心。 按我的想法,咱俩分开一下,一个人参加团战,一个人参加一场一对一,确保我们至少能够获得六分,就差不多了。 好,听你的。 那你参加哪个? 墨爵笑道,我当然图省事了,我参加一对一吧。 团战到时候看情况,要是小家伙们太厉害,我就也上,前面我们优势太大的话,团战我就不上了。 也好。 包子再来几个?唐武林靠在椅子上,向徐立志招手。 徐立志有些担忧的看着他,老大,你吃这么多行不行啊?太多了吧。 唐武林今天的饭量比往日报增了百分之五十,已经吃的都要站不起来了似的。 唐武林苦笑道,没办法呀。 不多吃点,下午气血顶不住怎么办。 团战时你又不能参战,等我二对二那场下来,你给我准备多点包子。 比赛日终于到了。 由史莱克学院外院一年级,二年级联合,向三年级发起挑战。 这场挑战赛吸引了外院所有学员的注意。 一般来说,外院升入四年级还没有进入内院,就已经没有进入内院可能了,只能是看自己在未来六年级毕业之前能否达到一字窦凯师顺利毕业,拿到史莱克学院毕业证。 所以,高年级的三个年级,反而很少有一字窦凯师存在,因为他们达到一字窦凯师又超过二十岁的话,就可以直接从外院毕业了。 三年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学院外院最强的年级,最有天赋的学员还都在。 高年级最有天赋学院早都进入内院,或者是参加内院考核历练去了。 难得有这么热闹的比赛,切磋类才刚过午饭时间,就已经挤满了外院学员和老师们。 无疑,今天参加这场交流赛的学员们,全都是最有希望能够在未来进入内院的。 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最强实力。 一年级一班,二年级一班的学员们也早早就到来了,他们等待着见证奇迹。 而三年级学员们就明显显得轻松许多。 从实力上看,这只是一场交流赛罢了,无论怎么计算,一年级和二年级都不可能有获胜机会的。 实力强,五魂优秀的魂师确实能够越级挑战,但越级也是有限度的。 面对一次窦凯师这种有了窦凯巨大提升的对手,想要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袁恩叶辉和乐正宇早就已经来了。 对于这场比赛,他们心中都憋着古劲呢,二年级输给一年级,这本身就是很丢人的事情。 他们都希望依靠这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主席台上,外院院长蔡薇尔早早的就已经来了,圣灵窦罗雅丽也亲自到场,还有一众外院的老师们。 内院方面,赤龙窦罗,赤龙窦罗这两位也都到了。 他们主要目的自然是来看唐武林的。 众位封号窦罗以圣灵窦罗为首。 都准备好了吗? 武长空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员们,冰冷的面旁没有任何表情。 准备好了。 众人同时大喝一声。 一对一第一场,袁恩叶辉出战。 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排兵布阵,但这一场,你要竭尽全力,不要考虑后面的团战。 要尽可能战胜对手。 第二场叶星兰,五四朵第三场。 是。 三女同时汗手。 徐晓妍在谢谢身边低笑道,惭愧吗你们。 看看,一对一全都是我们女生出战。 谢谢哼了一声,我出战也有机会的。 只是让着你们女生罢了。 徐晓妍,呵呵。 喝你个头。 呵呵。 唐武林双眼微眯,按照武长空的安排,一对一他们要尽可能获得一场胜利,争取两场胜利。 二对二必须要取胜,二对二的压力就在他和谷月身上了。 团战他们想要战胜对手难度太大了,只能争取那两分的表现分。 如果前面能够拿下三分,到四分,最后团战再获得一点表现分的话。 这次的交流赛,目的也就达到了。 毕竟,双方的整体实力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圆恩,加油! 谢谢向圆恩叶辉高喊道。 圆恩叶辉瞥了他一眼,盘膝在原地坐下,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 作为二年级一班的班长,他的个体实力毋庸置疑。 这第一场,他是在必得。 三年级一班方面,班主任是一名中年女子,宋林,二字窦凯师,外院资深教师。 三年级一班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第一场,吴瑞,你上。 宋林向面前一名看上去十八、九岁的男生说道。 放手而为。 宋林淡然一笑。 吴瑞,武魂,天书,魂力四十八级,是三年级一班最强团队成员,控制戏战魂师。 但论一对一的个人战斗力显然不是最强的。 第535章 复刻 宋林也没打算要在这次交流赛上横扫一、二年级连队。 太过打压人家也不好。 所以,第一场,他派上了个人战斗力在班内前五的吴瑞。 当然,就算如此,在他看来,一、二年级方面想要战胜吴瑞也是非常困难的。 蔡老虚空一步跨出,只见一道荧光闪过,他已经落在了比赛台上。 双方第一场一对异学员登场。 两道身影同时从切磋类两侧腾身而起,顿时引起观战的各年级学员们一片欢呼。 吴瑞轻飘飘落地,他相貌如雅,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一手在身前,一手背在身后,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微微一笑,还向台下招了招手。 他本就是个人前险胜的性格,如果不是学院不允许外院出现学生恋情,恐怕他早就不闲着了。 圆恩叶辉平稳落在切磋类上,他今天依旧是男装打扮,没有丝毫出众的地方。 但他一上台,二年级一班这边,顿时一片欢呼。 三年级一班,吴瑞。 吴瑞面向圆恩,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眼神没什么挑衅,也没有蔑视,他只是努力的让自己保持着最帅笑容。 二年级一班,圆恩叶辉。 圆恩淡淡地说道。 吴瑞笑道,二年级一班班长啊。 我听说过你,双生五魂,挺厉害的。 加油哦。 圆恩叶辉没吭声。 吴瑞道,要是坚持不住也别太勉强,放心,学长会手下留情的。 毕竟咱们是同学嘛。 以后你好好努力,也有可能达到我这种高度的。 台下。 宋林后悔了,后悔第一场把这个话牢派上去了,这家伙实力是有的,就是爱耍贫嘴,爱耍帅,喜欢耍。 万人钱险胜。 此时当着六个年级这么多学员的面,显然是忍不住了。 闭嘴,你哪那么多废话。 蔡老眉头一皱,直接打断了他。 呃,蔡老,我只是表达一下跟学弟的友爱。 蔡老瞪了他一眼,比赛开始。 学弟,小心了哦,吴瑞还在耍嘴,圆恩叶辉却已经动了。 他平时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寡言少语的,一切用行动说话。 左脚猛的一跺地面,人就如同炮弹一般冲了出去,身在空中,骤然暴涨。 第三魂迹,金刚泰坦。 眼看着在自己眼前迅速变大的身影,吴瑞不禁瞪大了眼睛,一边释放着自己的武魂,一边忍不住说道,我恶个去。 好大,好大。 圆恩叶辉当空一拳,悍然砸落。 拳头还没到,一股恶风已然扑面而来。 控制细刻强攻系。 吴瑞对自己信心还是很足的,在他面前,光芒一闪,一本有着蓝色风皮的后书就出现在了身前。 书页自然翻动,翻开了第一页,顿时,无数藤蔓从那后书中蜂拥而出,飞快的朝着圆恩叶辉缠绕了上去。 这些藤蔓呈现为墨绿色,每一根都非常粗壮。 圆恩叶辉那么庞大的身影根本就没有闪避的可能,而事实上,他也没打算闪避。 拳头依旧轰击向吴瑞,整个人也冲入了藤蔓之中。 不明智啊,学弟。 吴瑞嘴上说着,手中后书再翻一页,光芒一闪,他竟然就那么凭空消失,下一瞬出现在十米之外,避开了圆恩叶辉的一击,而那一根根粗大的藤蔓,却已经缠绕上了圆恩叶辉的身体。 植物,空间。 两种属性。 唐武林看着台上的吴瑞,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 这种武魂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他的武魂天书,并不是元素掌控,而是能够储存一些能力。 每一个魂环能够让天书多一页储存魂迹。 藤蔓,瞬移都是他储存的。 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控制系。 这种武魂没有迹象可循,能力很可能天马行空,但只要储存得好,配合得好,很难缠。 武长空冰冷的声音给出了对于天书的解释。唐武林这才恍然,斗罗之大,武魂果然是无奇不有啊。 圆恩叶辉很明显陷入了麻烦,那一根根藤蔓缠绕上他的身体后,迅速收紧,看上去要比唐武林的蓝银草藤蔓强势多了。 哼! 圆恩叶辉怒哼一声,身上第一魂环光芒闪烁,泰坦之力。 粗壮有力的手臂猛的一震,伴随着一连串的撕裂声,那一根根藤蔓迅速破碎。 金刚泰坦加泰坦之力,但从纯粹的力量来说,在史莱克学院外院,能够和圆恩叶辉媲美的,也就只有使用黄金龙体的唐武林了。 好大的力气,学弟好猛。 再来。 又是一大堆藤蔓蜂拥而出,这次要比之前的数量更多,铺天盖地的朝着圆恩叶辉扑去。 吴瑞的战术很简单,身为控制系魂师,他只需要一直控制圆恩叶辉,消耗他的魂力,当他的魂力消耗殆尽时,自己就赢了。 当然,如果控制的把对方从比赛台上甩下去,自然就更简单了。 吴瑞不停地说话也不是随便说的,这其中包含了言语骚扰,激怒对方等多重用意。 吴瑞自己则是非常狡猾地,凭借着瞬移,在战场上他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圆恩叶辉冷哼一声,虚空一拳,朝着吴瑞轰去,对于缠绕到身上的藤蔓,他只是不断地撕扯,挣脱。 空气炮瞬间而至,吴瑞也吓了一跳,但他手中输液自动跳转,在他面前突然多了一面镜子。 空气炮在即将抵达他面前的下一瞬,突然调转,直奔袁恩叶辉而去。 镜像反射 吴瑞的第三魂技 这个魂技在团队战应用得当,能够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空气炮反向自己而来,袁恩叶辉受到藤蔓影响,身体灵活度有限,只能是再出一拳,化解了自己的空气炮。 此时,从观战角度来看,袁恩叶辉已经落入了吴瑞的节奏之中。 控制系魂师克制强弓系魂师,这本来就是无庸置疑的。 袁恩叶辉眼中光芒一闪,身体突然迅速缩小,紧接着,一捧紫黑色的火焰骤然从身上腾起,周围的腾蔓迅速灼烧起来,化为灰烬。 身形缩小,只有一身充满弹性的紧身衣附体,原本的男性形象迅速转化,露出绝美容颜。 一对黑色羽翼在背后展开,暗黑魔剑火焰跳动,几乎只是身形一闪,他就到了吴瑞面前。 堕落天使武魂,本身就兼具有强弓和敏弓的特性。 我去,变身了,男变女。 吴瑞尖叫一声,一个瞬移,再次脱离。 与此同时,他的书页再次变化。 一道金光闪耀,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袁恩叶辉身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袁恩叶辉的身体上,迅速分离出来另一个他,这个他只是没有袁恩叶辉灵动的眼神,其他地方都和现在他的堕落天使形象一模一样。 复刻 吴瑞的第四魂技 凭借着瞬移,缠绕,镜像反射,复刻,这四大控制系技能,吴瑞才能坐稳了三年级一般的第一控制系魂尸位置,并且在未来有机会进入内院。 面对另一个自己,袁恩叶辉也是愣了一下。 这家伙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啊。 但战斗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像这一类复刻魂技,复刻出来的复制体战斗力一定是要比本体弱小的。 否则的话,这就不只是魂技那么简单了。 暗黑魔剑横向带动,袁恩叶辉的身体突然变得有些虚幻了。 手中暗黑魔剑带起层层剑影,与此同时,一层黑暗天幕骤然从他身上绽放开来,覆盖全场。 复制体拥有袁恩叶辉全部魂技,但实力只有他的六成。 如果未来无锐能够把魂技等级提升到黑色魂环层次,那就能达到八成,要是十万年魂环的话,甚至可以达到九成。 但现在显然是不行的。 这个复制体主要是为他争取时间,寻找更多的机会。 复制体出现的同时,大量藤蔓再次蜂拥而上。 黑暗天幕也在同一时间落下。 在黑暗天幕之中,瞬移会受到很大程度影响,因为无论他瞬移到什么地方,都会在第一时间被袁恩叶辉发现。 第536章 震惊 吴瑞此时心中已是充满震惊,有关袁恩叶辉的情况,他们是之前调查过的。 二年级一班班长,也应该是这次和他们对抗赛最强的一人。 没想到第一场就出战了。 在他们原本获得的资料中,袁恩叶辉武魂泰坦巨猿,力量型强弓系战魂师,攻击距离覆盖范围大,力量极为强悍。 是二年级一般的领军人物。 对于袁恩叶辉的能力,他们研究的不少,但就是不太清楚他本来是女的,而且还有堕落天使变身。 吴瑞一上来遇到袁恩叶辉,他本来还是很兴奋的,他的能力最克制的就是袁恩叶辉这种力量型战魂师,凭借自己的控制和一定超过对手不少的魂力,足以通过消耗的方式战胜对手。 可谁想到,袁恩叶辉的泰坦巨猿武魂没有使用多久,就变成了堕落天使。 堕落天使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了闽弓,强弓甚至是控制系的特性,是极为全面的顶级武魂。 尽管他的天书武魂也非常罕见,但从品质来说,和堕落天使就有差距了。 此时,复制体虽然能够一定程度的帮他拖延时间,但复制体和本体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在黑暗天幕之中, 他的瞬移又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身为史莱克学院学员,他怎会不明白双生武魂的整体魂力比同级别魂师要强得多呢?拼消耗,也未必能拼得过袁恩叶辉。 既然如此,就只有。 黑暗中,一道璀璨的光芒骤然亮起,黑暗天幕再也无法遮盖那光芒。 天书悄然放大数倍,奇妙的光运笼罩下,无锐重新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一条条白色光带从他的胸口处向外翻卷而起,能够清楚的看到,那是一块洁白如玉的胸楷烙印在他胸前,白色光带缠绕,迅速护住了他的前胸后背,他自身气息也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 不仅如此,无锐双手连甩,一道接一道白光从他的储物戒指中飞出,再飞快的落在身上。 继胸楷之后,双肩楷,双臂楷,手甲,战裙先后出现。 只有双腿和头部没有被楷甲覆盖。 一般来说,手甲和前臂楷算一块,尖楷和大臂楷算一块,胸楷单独算一块,护腰和战裙算一块。 无锐身上,六大块豆楷覆盖,豆楷都是白色的,将他的身体护在其中,没有多么瑰丽的花纹,但当这些铠甲护住他身体之后,他自身气息顿时呈现出几何倍数的提升。 是的,这是豆楷,虽然是还不能融入自身的一字豆楷,但六块一字豆楷附体,无锐自身实力顿时几何倍数提升,气息明显变得不同。 面前天书闪电般翻动,比先前至少粗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藤蔓蜂拥而出,请客间覆盖了整个比赛台,就像是一张大网般,朝着袁恩叶辉覆盖而去。 六块豆楷 不愧是三年级学长啊。 台下已经有不少人惊呼出声。 无锐自身,也是有可能在二十岁之前成为一字豆楷师的天才学员。 是有可能进入内院的。 身为三年级一般主控魂师,这六块豆楷,才是他真正的底。 尽管一字豆楷还不华丽,但他对魂师的提升却是毋庸置疑的。 袁恩叶辉冷哼一声,仰天一声长啸,身上的紫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一道紫光冲天而起,他的身上气息顿时变得阴暗了,背后双翼变得巨大,一双眼眸变成了深紫色,背后,漆黑如墨的虚影带着紫色光边浮现而出。 第三魂环光芒大放 堕落天使降临 暗黑魔剑上迸射出仗许长的剑芒,剑芒挥动,切割开一道道藤蔓,悍然突进,向吴锐冲去。 不知道是该叫你学弟还是学妹,没用的。 豆凯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陆第一职业,就是因为最简单的圆恩,强大。 白色光蕴在身上每一块豆凯处蔓延,天书升起一层璀璨光蕴,光芒从天而降,再次落在圆恩叶辉身上,又是一个复制体出现。 和先前相比,这个复制体身上的气息明显要强盛得多,至少有圆恩叶辉七成修为。 有了豆凯的辅助,我的魂力持续能力比之前提升一倍,复制体实力也随之提升。 就算你的黑暗天幕,也无法限制我的瞬移了。 而且,我的瞬移将具备连续性,在战斗中,具有你无法想象的连续瞬移能力,这就让我有了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 你是不可能赢我的,认输吧,节省点体力,说不定后面比赛还有用。 吴锐戏谑的向圆恩叶辉说道,藤蔓辅助,复制体正面硬扛。 圆恩叶辉的攻势顿时受到了遏制。 伴随着豆凯的出现,吴锐一下就拿回了这场战斗的主动拳。 圆恩叶辉化为紫色的眼眸冰冷没有任何情绪,暗黑魔剑悍然展出,将面前的复制体震退。 他的身体就在下一刻凝固了,整个人仿佛都停滞在了那里,就像是化为了一尊雕像似的。 他在干什么? 吴锐愣了一下,但攻击却没有停止,一根根藤蔓缠绕而上,飞快地捆住了圆恩叶辉,复制体也柔身而上,同样是暗黑魔剑,向圆恩叶辉当头斩落。 就在这时,吴锐看到了一圈魂环,一圈漆黑如墨的魂环。 当圆恩叶辉变身成堕落天使的时候,他之前一直都只有三个魂环。 这第四个魂环出现的异常突兀,而且还是黑色的。 黑色代表,万年。万年魂环,甚至是万年魂灵。 背后虚幻的黑色光影瞬间变得凝湿起来,就像是多了一个长大后的圆恩叶辉,他一步跨出,身形吞没了圆恩叶辉的身体。 复制体的攻击才到,却瞬间融入到那黑暗之中消失了。 这是什么情况? 吴锐骇然之下,天书迅速翻动,又是一道复制之光落下。 他居然能够掩盖自己的魂环,四环才是他这堕落天使武魂真正的实力。 但是,当这道复制之光落在圆恩叶辉身上的时候,复制体却没有出现。 吴锐的魂迹,被抵抗了。 台下,别说是三年级一般的学员了,就算是唐武林他们也都一脸震惊。 什么时候圆恩不声不响的就拥有万年魂环了?这什么情况? 漆黑的身影伸展身体,依旧还是圆恩叶辉,依旧是堕落天使,但身高已经变成了三米开外。 暗黑魔剑不再虚幻,而是变得凝实,暗紫色的剑身上,密布着瑰丽的花纹。 一道道岛紫色电芒围绕在长剑周围闪烁,圆恩叶辉的双眸呈现出深邃紫色,在他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拍动着三对翅膀的紫色天使,他的眼神冰冷无情,甚至充斥着嗜血的光芒。 魂灵? 圆恩叶辉的魂灵? 而且一定不是第一魂灵。 暗黑魔剑虚空一展,切磋泪上的光芒突然变得扭曲起来。 吴锐骇然色变之下刚想要瞬移,但却发现,瞬移,失效。 他竟然凭借着黑暗之力掌控了空间。 这怎么可能? 无数藤蔓迅速蔓延而出,想要去抓去圆恩叶辉,给自己争取时间。 但吴锐却发现根本就锁定不了多方。 第537章 强大的圆恩 下一刻,强烈的危机感骤然出现。 吴锐赶忙抬起双臂,架在自己身前。 当,距离混合着恐怖的黑暗之力蜂拥而至,吴锐整个人被劈的倒飞而出,全身闪烁着暗紫色电光。 他身上的六块窦凯白光大放,尽可能的抵御和化解着这一剑的威能。 窦凯就是窦凯,没有窦凯的守护,恐怕这一剑下去,吴锐就要大败亏输了。 怎么会这样? 吴锐心中充满不解,下一刻,他倒飞得身体猛的一沉,下意识地想要控制身体,却感受到身上如同山岳般的巨大压力。 轰,吴锐坠地,空间的扭曲消失。 众人看到的,是袁恩叶辉的双膝跪在吴锐胸口处,将他硬生生地砸在地面上,手中按黑魔剑渐渐向下,指着吴锐的胸口。 窦凯固然能够护住他的身体,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完成一字窦凯,只要袁恩叶辉想,那么,他就能直接攻击吴锐没有被窦凯护住的头部。 结束。 蔡老的声音适时响起,宣布了这场比赛的胜负。 袁恩叶辉背后双一拍动,从吴锐身上悬浮而起,再一拍动,后退十米,缓缓落地。 欢呼声,就在这一刻响彻整个切磋类。 尤其是二年级一般的学员们,欢呼声此起彼伏。 他又变强了。 唐武林喃喃地说道,如果二对二那次,他有这样的实力,我们想要战胜他恐怕不容易。 他真正强大的竟然不是泰坦巨猿,而是堕落天使。 真没想到吧。 古月道,一般来说,第二武魂都会比第一武魂更加强大,只是选择提升的时机问题。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让自己的第二武魂拥有第二魂灵了。 看来,他在精神力方面应该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唐武林笑了,压力有点大呀。 大家成长的速度都很快。 他并不知道的是,袁恩叶辉之所以成长得这么快,和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他和一年级一般这些优秀学员们带来的压力,才让袁恩叶辉在压力中拼命前行。 这万年魂环,正是不久前刚刚才拥有的。 现在的袁恩,已经是真正的强大。 第一场,一、二年级连队胜。 吴瑞并没有受伤,但下场的时候却有些灰头土脸。 在拥有六块窦凯的情况下输给学妹,这绝对是件丢人的事情。 宋林眉头微皱,第一场就输了,这对于整个三年级一般来说都有些丢人啊。 但是,身为班主任老师,他却看得出,这一场输得不冤枉,袁恩叶辉的实力超乎想象的强。 难怪学院同一一,二年级连队向三年级挑战。 果然是有底蕴的。 在不考虑窦凯的情况下,袁恩叶辉绝对天赋一柄,双生五魂,全都达到四环,并且拥有一个万年魂灵。 这样的实力,在三年级都很罕见。 论天赋,就算是李乾坤和墨爵都不如他。 未来当他能够拥有一次窦凯的话,就真的要超越自己班里的这些优秀学员了。 但是,现在还不行,毕竟,他还不是一字窦凯师。 双眼微眯,宋灵扭头看向叶务,第二场你去。 他没有多叮嘱什么,这些学生都跟了他七年了,他什么性格学生们都清楚得很。 叶务眼中燃烧着亢奋的火焰,抬手拍了拍吴瑞的肩膀,吴大嘴,看歌给你报仇。 吴瑞撇了撇嘴,祝愿你遇到个更强的。 他输的其实还是有些不服气的,在堕落天使释放出第四魂环之后,分明克制了他的能力。 他能感觉到,那是凭借万年魂环的五魂压制。 否则的话,他的魂迹就不会失灵。 尤其是复刻这个魂迹失效之后,他的优势荡然无存,如果能够复刻,凭借着窦凯提升的魂力,他还是有信心周旋的。 天赋啊。 这是天赋的差距,不是我不行啊。 低年级连队这边,五长空的目光看向五思朵和叶星兰。 五思朵主动上前一步,五老师,第二场我来吧。 五长空微微汗手,发挥出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不要冒劲。 是。 五思朵答应一声,飘身而起,灵巧的落上了比赛台。 比他先一步上台的叶务只觉得眼前一亮,一名美少女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女孩子的发育总是比男孩子要早一些的。 所以五思朵虽然才只有十四岁,看上去和叶务也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差距。 学妹你好,我是三年级一般的叶务。 叶务笑咪咪的说道,之前的战役竟是削减了几分。 一年级一般,五思朵。 五思朵的回答就要简单多了。 听了他的名字,叶务眼中却是闪过一抹惊讶,这个名字他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少年天才榜前十,双生武魂,自体武魂融合技,无不招视着五思朵的天赋。 论单体武魂,他或许不如元恩叶辉,但他强在自身两个武魂是可以施展武魂融合技的,这个就很可怕了。 而且,虽然只是一年级,但他的修为也超过四环了。 这一届的一年级确实是可怕呀。 再给他几年发展,恐怕二年级就有可能突破到五十级吧。 不愧是被誉为数百年来史莱克最强新生班之中的佼佼者。 开始。 蔡老依旧非常简单的宣布了这场比赛的开始。 双方同时发动,切磋类上就像是出现了两道闪电,业务身体前冲的刹那,他整个人仿佛就燃烧了起来,背后喷吐着强烈的火焰,令他一瞬间就达到了超高速。 这样的速度另抬下一,二年级的学生们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闽公系战魂师们,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速度。 是的,业务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像是一道火线,只是一次眨眼的时间,他就到了伍斯朵面前。 伍斯朵自己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幽名灵猫极为灵巧,可双方的距离他才只是踏出了三分之一,对方就到了面前。 这是什么速度?伍斯朵也不禁心中亥然。但他的反应却是奇快无比的。 第一魂技,幽名突刺。 他这幽名突刺不是直奔对方使用的,而是自己略微调整了一下方位,借助幽名突刺突然爆发的速度,向侧面闪了出去。 火光闪过,两人的身体几乎是交错而过。 光影闪烁之间,叶武就已经到了切磋类的另一端,一直到接近比赛台边缘才改变方向,画出一道弧线,掉头再次向伍斯朵冲去。 他的速度好快,但似乎不够灵活。 唐武林低声说道。 可能就是因为太快了,所以才影响了灵活度吧。 同样是敏攻系浑师,谢谢也被叶武的速度吓了一跳,这家伙的直线突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他自问没有这样的速度。 但从叶武充实难以遏制就能看出,在超高速的情况下,他的灵活性还是受到了影响的。 第538章 火焰之体 火焰之体 这就是叶武的五魂。 他的火焰之体攻防一体,但在修炼过程中,叶武却另辟蹊径,借助火焰对空气的推动力,令自己成为了一名另类的敏攻系战魂师。 别说是同级别了,就算是比他高一个大境界的敏攻系魂师,在直线的冲刺速度上都是无法和他媲美的。 所以,对手往往再一上来,就吃了他超高速的亏。 武斯朵战斗经验丰富,感觉到不妙之后,第一时间做出了精准判断,没有和他正面硬碰。 而且,紧接着,武斯朵身上就出现了变化。 他的身体猛然拔高几分,胶躯变得壮硕起来,一头长发变成黑白相间,脖子处也有毛发悄然出现。 一双手臂明显胀大,变得粗壮。 武魂切换,白虎。 此时,叶武已经调转身形,再次向他冲了过去,看到变得强壮的武斯朵,他那隐藏在火焰中的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 怎么现在都这样了? 姑娘们为什么都有会让自己变得强壮的武魂? 这真是,好可怕呀。 白光闪烁,武斯朵双臂在身体两侧分开,利刃胡爪弹出,一层白光随之迸发。 这次他没有再闪躲,而是就站在原地,等待叶武的到来。 叶武速度奇快,转瞬间,二者就发生了碰撞。 轰,火光泵射,武斯朵被叶武撞击的向后倒滑出十几米才站稳,但叶武的充饰也硬生生的被他挡了下来。 强攻克敏攻,这就是武斯朵选择白虎武魂的原因。 凭借着白虎护身杖魂技,加上强大的体魄,硬汗对手高速冲击。 这一次碰撞双方都是气血奔涌,全都很不好受。 喝! 叶武大喝一声,身上的火焰光芒再次升腾,这一次,橘红色的火焰变成了青碧色,顿时,温度骤然拔高。 哪怕和他有十几米的距离,武斯朵也能感受到灼热扑面而来。 他的白虎武魂并不成熟,至少不如圆恩叶辉的第二武魂那么强,目前只有三个魂技,第二魂灵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第三魂魂亮起,身上的毛发骤然变成了灿烂的金色,身体也变得比先前更强壮几分。 一步跨出,悍然朝着叶武冲去。 叶武身形一闪,却没有冲向武斯朵,而是飞速朝着侧面奔驰开来,绕出一道大弧线,围绕着场地狂奔。 他的敏攻系战斗方式和绝大多数敏攻系魂尸全都不一样,凭借的并不是灵巧,而是通过超高速让自己具备超强的冲击力,用来攻击对手。 化为火焰肢体后,他本体承受无力冲击的能力极强。 带着强大的冲击力和高温火焰,往往能够重创对手。 也正是他这与众不同的战斗方式,当初才能被史莱克学院录取。 当然,他这种战斗方式也是有必定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与伙伴配合。 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加上个体实力足够强,才能成为三年级一般的最强团队成员。 业务飞速盘绕一周,再次出现在武斯朵面前的时候,又已经是以超高速撞了过来。 轰,双方同时倒飞而出。 武斯朵在地上翻滚一周重新站起,体内气血翻涌,心下骇然。 这家伙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这根本不是普通名弓系魂师能够达到的,他在白虎金刚变的情况下,抵挡起来居然都非常困难。 已经受了轻伤。 业务的身体在空中翻滚一周,落地之后就再次加速。 凭借着火焰肢体的半元素状态,他扛冲击力的能力要强得多,这本来就是他的战斗方式。 怎么办? 武斯朵心面电转。 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想要凭借幽冥灵猫追上去根本是不可能的,追不上对手。 但就这么在这里让他硬冲,自己的白虎武魂已经要扛不住了。 如果白虎有第四魂魂或许还好些,但现在的情况,硬碰明显对自己不利。 青碧色火焰虽然被白虎金刚便挡住了,但那份炽热却令他有些五内如焚。 深吸口气,武斯朵眼中光芒一闪,双手同时甩出,两道光芒飞射而出,落在他双臂之上。 结白带着淡金色纹路的两块钱臂铠加手甲覆盖在他双臂之上,紧接着是两块大臂铠从戒指中甩出,带着尖铠覆盖。 四块豆铠。 轰,第三次碰撞,倒霉的就是业务了。 他速度太快,以至于调整起来也有问题。 眼看着对方释放出豆铠,自己却有些来不及了。 剧烈碰撞之下,这次武斯朵却是纹丝未动,业务倒飞而出。 武斯朵哪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武魂瞬间切换,就连手臂上的豆铠似乎也随之变得虚幻起来。 幽冥突刺,瞬间就追到了业务面前,力找潜叹。 台下,宋灵看得满脸惊讶。 现在一年级学员都已经这么强了吗? 才一年级第二学年就已经有四块豆铠了,而且,还是适合双生武魂的四块豆铠。 同时能够作用于双生武魂,豆铠的制作难度是几何倍数增加的。 居然都被这些年轻人做出来了。 这还真的是令人震惊啊。 按照他这样的速度,二年级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就能拥有全套一字豆铠,成为正式的一字豆铠师了。 了不得呀。 台下,洛桂星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唐武林,鼓跃他们的方向。 是的,武斯朵身上这四块一字豆铠是他们心血的结晶。 虽然不是有灵金属一字豆铠,但想要适应双生武魂,在设计和制作的时候,要花费的心力同样是巨大的,为此,他们不得不减弱一些豆铠的威力。 在看到唐武林他们真的能够制作出有灵金属一字豆铠之后,武斯朵小队的成员们发奋图强,在这方面倾注了巨大的心力,武斯朵这几件豆铠几乎都是今年才完成的,其他人都只有一到两块豆铠的情况下,团队的心力全用在他身上,就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强大。 带领团队追逐唐武林他们的步伐。 此时,四块豆铠一出,瞬间就扭转了占据。 武斯朵的魂力,在整个一年级一般是最强的,现在已经达到了44级的高度。 和业务的48级虽然有差距,但并不是不可逾越。 眼看着幽冥突刺就到了业务面前。 业务身上却突然出现了变化。 青碧色的火焰突然变成了蔚蓝色,温度从炽热骤然收敛,但在一瞬间,武斯朵只觉得滚烫感扑面而来,那不只是身体上的灼烧,甚至连自己的精神力都被点燃了似的。 坑! 幽冥突刺和业务抬起的双臂碰撞在一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业务的双臂,双手已经被蓝色铠甲所覆盖,豆铠,同样是豆铠。 双方碰撞,业务因为先前承受冲击,这一下并没有占到便宜,被武斯朵拍击的倒飞而出。 但他的反应却是飞快的,身体在半空骤然调转身形,身上蔚蓝色火焰喷射,速度再次飙升,朝着反方向逃顿。 武斯朵再想追可就追不上了。 一边狂奔,业务双手不断甩出。 身上不断增加着一块块豆铠。 双前臂夹手甲,双肩凯加大臂凯,双小腿凯加战靴,双大腿凯。 虽然没有核心铠甲,但八块豆铠附体,数量上足足比武斯朵多了一倍。 这才是三年级真正的优势所在,真正的实力差距,最主要的方面也就在这里了。 业务的速度进一步提升了,更可怕的是,他身上那蔚蓝色的火焰。 挡不住。 武斯朵第一时间就判断出,当业务带着八块豆铠再次冲过来的时候,自己两个武魂任何一个魂技都挡不住对方的冲击了。 三年级学长,果然厉害呀。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武斯朵的双眸亮了起来,那是一种幽技的光芒,身上四块豆铠同样光芒大放,化为一道道流光,烙印在他身体上形成光纹。 身躯猛然变大,子体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闪烁着虚幻光芒的幽冥白虎横空出世,和以前相比,幽冥白虎大了一圈,看上去也更加凝实了。 在他出现的刹那,整个切磋类上的空间似乎都随之扭曲起来。 第539章 截杀 轰,夜舞带着喧赫的气势,为蓝色的火焰冲击而至。 下一刻,三年级一般的学员们就看傻了眼,一巴掌。 幽冥白虎只是拍出一巴掌,夜舞就被直接的给拍飞了。 能够清楚的看到,幽冥白虎的两只前爪上覆盖着鳞片一般的假咒,赫然正是五四朵那四块豆凯,豆凯直接作用在五魂融合技上,这也是用心良苦了。 双方的差距瞬间被五魂融合技拉近并超越。 夜舞被这一巴掌拍得七荤八素,身上八块蓝色豆凯光芒绽放,释放出一个光照,才勉强护住他没有真的受伤。 但他也是一脸的骇然。 好强。 这绝对超越了普通魂王修维啊。 不愧是五魂融合技。 幽冥白虎在空中优雅的跨出一步,再次攻向夜舞。 夜舞不敢硬碰,掉头就跑。 五魂融合技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持续时间上,凭借着超高速度逃顿,不让幽冥白虎追上,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但是,在幽冥白虎状态下,五四朵的速度比幽冥灵猫石要提升了一倍。 更重要的是,通过先前的战斗,夜舞的战斗方式固然强大,但同样也有弊病,那就是,轨迹。 狂奔中无法大幅度改变的轨迹。 五四朵早就发现了,在狂奔过程中,夜舞只能对自己的行进方向进行微调,而不能大幅度的变向,拐弯甚至是后退。 这是超高速的代价。 先前无论他是处于白虎还是处于幽冥灵猫状态,您知道对方有这个弊病,但速度跟不上也无法捕捉。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幽冥白虎瞬间调转身形,闪身朝着一个方向冲去,而这个方向,正是夜舞行进轨迹必然要经过的地方。 截杀 能够成为少年天才榜排名前十的存在,五四朵不只是个人实力强,在战斗悟性上绝对不弱。 他的光芒在一年级一般,就算是唐武林也不能完全掩盖。 论个人战斗力,他始终名列前茅。 当夜舞眼看着幽冥白虎出现在自己行进前方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麻烦了。 一咬牙,身上八块豆铠全都生腾起了蔚蓝色火焰,身体跃起,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带着轩鹤的火焰和豆铠护照,悍然撞向幽冥白虎。 可惜,在蜷缩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的是,幽冥白虎,燃烧了。 一层带着扭曲却无法辨别出真正颜色的光焰在幽冥白虎身上升腾而起,他的身体瞬间就变得更加虚幻了,但在那光焰的作用下,幽冥白虎的双眸却变得异常明亮。 轰! 剧烈的轰鸣在场地中爆响。幽冥白虎庞大的身躯几乎是瞬间崩解,化为无数流光,重新汇聚成伍斯陀,倒飞而出。 但他的对手却更加不堪,业务身上的光照破碎,整个人就像是炮弹一般被轰飞而出,撞在切磋类的防护罩上再反弹而回,狠狠地砸在地上。 伍斯朵脸色苍白的单膝跪倒在地,呼吸急促。身体都微微的颤抖着。刚才那一击,他不惜燃烧幽冥白虎的力量已在一瞬间获得更强的战斗力。他能感觉到,自己应该是成功了。两道白光从天而降,分别落在他和业务身上。 伍斯朵只觉得暖意瞬间传遍全身,先前强烈的虚弱感顿时快速恢复着,就连五魂融合剂带来的反噬也大幅度降低。 呼,长出口气,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另一边,在白光照耀下,足足数秒之后,业务才勉强抬起头,支撑着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他身上的八块豆楷,光芒明显有些暗淡,整个人也灰头土脸的,嘴角处还挂着一丝血迹。 是的,哪怕是在八块豆楷的保护下,他依旧受伤了。 一年级一般,伍斯朵,胜。 蔡老看看双方,给出了最终结果。 这场比赛其实是两败俱伤的,八块豆楷的业务,虽然被那一瞬间撞晕了,但实际上,伍斯朵也没有再占之力了。 但比赛就是比赛,伍斯朵起码没有昏迷过去。 以一丝险胜。 业务面部肌肉明显有些抽搐,在圣灵斗罗的圣光照耀下,体内的伤势迅速痊愈,体力也快速恢复着,他有些苦笑着朝着伍斯朵的方向比出了个大拇指,灰溜溜地下台去了。 伍斯朵眉头紧皱。 其实,对方真的未必输了。 如果给大家足够多的休息时间,生死搏斗的情况下,输的一定是自己。 圣灵斗罗的圣光能够治疗伤势,恢复体力,却没办法解决他武魂融合剂的反噬。 他不可能再施展一次幽冥白虎了,而得到治疗的业务,只要回复一会儿,还能继续战斗。 自己还不够强大,还要变得更加强大才行。 但伍斯朵也深信,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再过一两年,叶武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自己对手了。 看来,真的要给白虎武魂寻找一个合适的第二魂灵了。 就像元恩叶辉那样。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将元恩叶辉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两连胜,一、二年级连队,两连胜。 三年级一般的学员们都已经不吭声了,一、二年级这边却已经成为了欢乐的海洋。 每个年级差三岁呀。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获得两份。 实际上,这场交流赛他们已经赢得了尊重。 圣灵斗罗收回圣光,不禁微微汗手,新一代的孩子们天赋真是高超,两个双生武魂各有特点,未来都是潜能无限的存在。 不过,怎么没看到唐武林上场? 他对唐武林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 坐在他后面的赤龙斗罗着实道,武林应该是和古月在二对二那一场出战,然后团战出战。 雅丽有些惊讶的道,那最后一场一对一,一、二年级派出的是谁? 神圣天使家族那个小家伙吗? 好像不是。 是原来从内院出去的叶星兰。 星兰? 是这丫头。 正好看看,他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 宋林脸色有些难看了,但他也没有苛责业务,前两场输了,真的不是自己的学生不努力,或者是对方有太多的运气成分。 还真的是实力上的差距。 相差至少五岁,还能战胜自己的学员,袁恩叶辉和武斯朵几乎是未来必进内院,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内院领军人物的。 但他依旧不服气。 三年级如果输给低年级,这简直是太丢人了。 墨爵? 宋林眼神中亮起了光芒。 我知道的。 宋老师您放心,第三场,必胜。 墨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宋林身边,骄傲的扬起了面颊。 宋林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不只是这一场要赢,接下来的每一场,我们都不容有失。 捍卫三年级一般荣耀的时候到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在他身边的学员们却都是精神一阵。 是的,你们天赋优秀又如何,现在,还是我们三年级的天下。 墨爵没有跳上比赛台,而是一步步沿着台阶走了上去。 墨爵,是墨爵要出手了。 看,是墨爵。 台下,各年级学员们顿时出现了一片议论声。 第540章 黑天鹅 在不考虑已经进入内院的高年级学员情况下,外院最强的,就是一字窦凯师。 还没有参加内院考核之前,他们还是外院学员。 而这样的学员只有两人,墨爵和李乾坤。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外院的最强者。 外院最强,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叫叫的。 当墨爵走上比赛台的时候,很多学员的眼神都变得狂热起来。 这是他们的目标啊。 不久之后,墨爵就要和李乾坤一起进行内院试炼了,只要试炼通过,他们就能够成为史莱克学院内院学员,真正的天之骄子。 墨爵在第三场代表三年级一般出战,也就基本预示着,第三场,三年级一般,必胜。 三场一对一,最终结果注定是要二比一了。 只是不知道,一,二年级这边,是什么人出场,能否在这场战斗中给墨爵带来一些麻烦。 叶星兰同样是一步步走上比赛台的,她很沉默,在上台之前也没有和伙伴们多交流什么。 但当她一步踏上比赛台台阶的时候开始,她整个人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普通学员们眼中,此时的叶星兰,带给他们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压抑感,仿佛她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一团随时要爆发的暴风雨。 她在压制自己。 雅丽惊讶地看着缓缓登台的叶星兰。 莫爵比叶星兰早一步登上比赛台,在契机牵引之下,她一眼就看到了对面走上来的对手。 还是女孩儿,一,二年级连队三场一对一派上场的都是女学员。 和袁恩叶辉,伍斯朵相比,叶星兰在外院的名声要小得多。 一个是因为她进入外院最晚,另一个也是因为她平时的低调。 除了上课之外,她很少出现在其他人面前。 她的展露头角还是因为加入唐武林小队。 但在唐武林的队伍中,唐武林自身光芒太过闪耀,以至于大多数人注意到的都是她。 对于她团队中的其他人认识都不算太深。 只有作为对手的袁恩叶辉,伍斯朵等人才真正明白,在唐武林的团队中,强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部。 叶星兰登台,全场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台下,徐励志已经站起身,用力攥紧了拳头。 就像三年级一般调查过他们一样,他们也同样调查过三年级一般的情况。 墨爵,正是三年级一般的两名一字窦凯师之一啊。 三场一对一,最终面对最强者的,赫然正是叶星兰。 蔡老看了叶星兰一眼,再看向墨爵,开始。 合上一场一上来双方就骤然冲向对手不同,当蔡老宣布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墨爵身体周围的光线明显变得晦暗起来,她缓步上前,每一步跨出,身体周围的晦暗程度就会加深几分。 一圈圈魂环随之从她脚下升起。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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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那赫然是五圈紫色魂环。 一个千年魂灵可以支撑三个魂环,也就是说,墨爵身上现在有两个千年魂灵。 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后面两个紫色魂环的颜色要深邃得多,这是接近万年魂环的显著特征。 生灵台可以令魂灵升华,优秀的天才魂师们都有可能通过生灵台提高自己的魂环层次, 只是魂环越多,提升起来就越困难。 但很明显,墨爵未来必然是能够将第四、第五两个魂环提升到万年层次的。 同时,五个魂环,也意味着,魂王。 五环魂王级强者。 墨爵今年十九岁,以十九岁的年龄达到魂王层次,并且是一字窦凯师。 这种现象,只有在史莱克学院才会经常出现。 作为准内院学员,她现在就是外院的最强者之一。 一片片黑色羽毛出现在她的长发之间,顺着长发蔓延到身前,她身上的气息也随之变得越发粘稠起来。 黑天鹅。 这就是墨爵的五魂。 天鹅,在魂兽中始终是非常高贵的生物。 一般的天鹅类魂兽,都是擅长治疗类的能力。 传说中的十大凶兽之中,就有一位名为翡翠天鹅的存在,她的修为,在十大凶兽也是名列前茅的。 但墨爵的黑天鹅擅长的却不是治疗,她更不是辅助细战魂师,而是真正的战魂师,强攻细战魂师,擅长各种诅咒和远程攻击的强攻细战魂师。 在三年级一般,她的名声甚至还要在李乾坤之上。 如果说,李乾坤是三年级一般的中流砥柱,那么,黑天鹅墨爵,就是三年级一般的精神支柱。 史莱克学院外院的每一个年级都有领军人物,二年级无疑就是元恩叶辉,乐正宇,断魂霄。 那么,三年级就是李乾坤和墨爵。 像一年级现在这样,有着众多能够达到领军人物层次学员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面对缓步前行的墨爵,叶星兰却停下了脚步,她的眸光坚定,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对手是一位一字斗凯师就影响了自身战意。 站在原地,她整个人的腰杆挺直的宛如镖枪一般,也没有魂环释放,就那么站在那里,全身气息不断的升华,压抑。 墨爵双眼微眯,敏锐的感知告诉她,自己的对手绝对非同一般。 她没有大意,身为史莱克学员,她最了解史莱克学院是多么盛产怪物。 无锐看上去不可能输,输了。 叶武明明占据了上风,还是输了。 现在轮到了自己,无论自身认为有多么大的优势,也绝不大意。 黑天鹅,黑暗属性。 墨爵右手抬起,身上的第一魂环光芒一闪,她的右手朝着叶星兰的方向虚空一点。 顿时,毁忆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黑色骷髅头虚空出现,直奔叶星兰飞去。 也就在这一瞬,叶星兰终于动了。 此时的她,就像是一颗璀璨星辰,全身蹦射出灿烂的光芒,一道剑一瞬间从她身上迸发而出,那强烈的意念令整个切磋类周围的防护照都颤抖了一下。 剑气凛然,她也如流星一般,直奔墨爵而去。 空中的黑骷髅,居然就在叶星兰腾身而起的下一瞬溃散了。 墨爵眼底闪过一抹震惊,怎么可能? 黑骷髅是她的第一魂技虚弱诅。 虚弱诅,是物理防御和元素防御无效的,一旦命中,就会陷入长达十秒的虚弱时间,魂力至少会被压制两成以上。 唯有精神类的魂技,才能够对抗虚弱诅。 但叶星兰施展的分明不是精神类的能力。 剑意,是剑意。 她那凝实的剑意令虚弱诅咒一下崩溃了。 她小小年纪,剑意竟然强盛到了如此程度。 骇然色变的同时,墨爵双手一挥,两团漆黑如墨的光球瞬间在身前合拢,与此同时,在她背后,一对黑色翅膀张开,用力一拍,带着她悬浮而起。 两团黑色光球融合的刹那,一个墨绿色的骷髅头出现,紧接着,那墨绿色骷髅头就朝着叶星兰的方向喷出了一道墨绿色火焰。 第541章 剑意冲销 暗黑魔焰 灼烧身体和灵魂。 物理,精神双重攻击。 虽然只是第二魂技,但威力却非常强大。 暗黑魔焰本身还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粘连性,一旦被命中,就会如同复古之躯一般,持续燃烧。 叶星兰眼中没有骷髅,没有墨绝,也没有暗黑魔焰。 在他的双眸之中,只有剑。 他自己的星神剑。 以至于此时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他的瞳孔仿佛已经竖起,但那不是瞳孔,是星神剑的倒影。 剑神星 一点星光璀璨,直入暗黑魔焰之中。 璀璨星光照耀,暗黑魔焰骤然分开,就像是从中裂开了一道缝隙一般。 墨绿色骷髅头在下一瞬炸碎,无数暗黑魔焰四散纷飞,然后朝着叶星兰扑击而去。 但诡异的是,那么强盛的暗黑魔焰,只要到了他身前数米外,就会自行分开,就像是被利刃刨开了一般。 剑意冲销。 一道道璀璨见光在空中交织,化为一张大网,朝着墨绝笼罩而去。 所过之处,一切黑暗被纷纷切割。 这! 观战的学员们有很多人都在做出吞咽唾液的动作。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墨绝是必胜的,这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才对。 可是,比赛从开始到现在,不过几次眨眼的功夫,看上去却是墨绝处于了绝对的下风。 他那么强悍的黑天鹅魂技,在那个叫叶星兰的一年级学员面前竟然没有丝毫作用。 这可是五环魂王对四环魂宗的战斗啊。 三年级对一年级的比拼啊。 怎么会这样? 五魂的差距吗? 不,黑天鹅本身就是黑暗属性五魂中的顶级存在了。 星神剑虽然强,但也绝对还达不到压制黑天鹅的程度。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领悟,对五魂的领悟。 叶星兰强的不是魂技,而是,剑意。 多年以来,对剑意的领悟。 能够在加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直接被内院录取,后来因为内院要求必须一次斗凯师才来到外院的他,怎会没有超强天赋。 当初,唐武林在第一次遇到叶星兰的时候,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对星神剑的领悟。 在他的世界中,只有剑,极致于剑,剑之反馈。 星神网倒卷,滔天剑意弥漫。 墨爵可以继续高飞进行闪避,但他很清楚,如果自己那样做了,那么,所有的主动权就将全部失去,自己就会被一只压制。 这可是一年级的小学妹呀。 一抹光彩在他眼底闪过。 背后双翼猛然张开,再用力下拍。 第三魂环光芒大放,一圈墨绿色的光环伴随着拍动的双翼从天而降。 所过之处,星神网随之变成了墨绿色,然后,居然就那么一点点的在空中融化,直到消失。 墨绿色光环所过之处,就连空气似乎都要被融化出一个个孔洞。 黑暗侵蚀 以超级压缩的黑暗之力释放出最原始的黑暗吞噬,当初,墨绝就是凭借着这个魂迹的强大,考入的史莱克学院。 面对黑暗侵蚀,叶星兰没有退,星神剑猛然向天空展出,一道璀璨的剑芒冲天而起。 黑暗侵蚀光环和那剑芒碰触的刹那,剑芒开始笑容,但那风锐的剑意却是一透而过,硬生生的将黑暗侵蚀斩出了一个缺口。 任由光环落下,叶星兰却已经从那缺口处腾身而起,直取空中的墨绝。 好强势。 这就是叶星兰给人的感觉,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强大而影响到自己的必胜信念。 墨绝的眼底闪过一抹怒涩,被这样一个小学妹逼迫到这种程度,简直令她无法想象。 她当然可以直接释放出自己的一字豆楷去压制叶星兰。 可是,身为五环魂王,如果率先用出豆楷,岂不是意味着五环修为的她自认不如四环的对手吗? 墨绝的心何等高傲,这是她绝对无法容忍的。 第四魂环光芒闪烁,墨绝手中多了一柄长毛。 长毛呈现为墨绿色,顶端毛峰底部有着三个骷髅头。 长毛圈动,一圈圈光环从天而降。 有灰色,有绿色还有暗红色。 三圈光环点亮了长毛上的三个骷髅头。 它们分别代表着三种诅咒效果。 虚弱,恐惧,痛苦。 这三圈光环覆盖面积极大,叶星兰无法闪避,眼看着身上就多了三层颜色,看上去异常诡异,整个人的气息也仿佛随之被压制了。 空中一顿,它凭空下落,虚弱,恐惧,痛苦,三种负面诅咒飞快地向它体内渗透。 身在空中的墨绝总算是松了口气,叶星兰一上来的攻击实在是太猛烈了,那风锐的建议令它在震惊的同时也有些无所适从。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强烈的攻击手段,修卫明明比自己差了很多,但却逼迫得它魂迹不断失效。 长毛斜指叶星兰,无数墨绿色光芒飞快地向长毛中凝聚,毛风处光芒吞吐,一道墨绿色射线直奔叶星兰电射而去。 叶星兰落地的时候是低着头的,但她在下一刻却已经重新抬起头来。 她的眼眸异常明亮,在切磋肋上就像是两团璀璨星光一般瞬间绽放。 星神剑上,星光璀璨。 她猛地大喝一声,剑意再次滔天而起,强盛的剑意混合着点点星光升华,身上的诅咒光芒竟然寸寸崩解,三层诅咒纷纷消融。 一剑破万法,好个极致的姑娘。 主席台上,着视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星神剑上挑,一道剑芒横空出世,那剑芒居然就那么凝质在半空之中,凝而不散,落下的墨绿色锋芒和那剑芒接触,双方都迅速溃散,但很明显,剑芒更加凝实。 叶星兰抬头看向空中面露惊讶之色的对手,身上第三魂环突然亮起,紧接着,她整个人的身体都随之变成了灿烂的金色,自身就那么化为一团星光,身剑合一,冲天而起。 第三魂迹,剑星落。 黑天鹅墨绝眉头紧皱,这个对手的强悍超出了她的想象,她所有的诅咒类能力几乎在对方身上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和叶星兰的星神剑本身具备光明属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那风锐无比的剑意,所有诅咒作用在她身上,都会在短时间内被剑意粉碎。 手持诅咒之毛,墨绝身体在空中高速旋转起来,一双黑色羽衣上,一片片天鹅之雨飘飞而出,羽毛在空中飞荡,片片升空,迅速化为一道洪流,围绕在她身体周围。 升空的星光骤然陨落,速度比先前快了数倍,宛如流星一般,直奔末绝而去。 剑意凌空,所过之处,空气中发出刺耳的力笑,仿佛真的像是流星陨落一般。 这一刻,观战者们再也无法感受到那剑意的锋锐,所有剑意完全浓缩在那星光璀璨之中。 叶星兰的修炼,全都在剑上,她的专注,是同伴们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她每天都在进步,进步全都在剑与专注之上。 她刻苦修炼,心无旁骛。 在这方面同样是伙伴之中最强的。 星神剑的威能,当初二年级一般的强者们都曾经体验过,叶星兰曾经以一己之力力扛三名和自己同级别的强者。 每一次战斗,她都会变得更强。 黑色羽毛和从天而降的星光碰撞,羽毛迅速溃散,但却硬是挡住了剑星洛的下降。 第五魂迹,天鹅之语,乃是代表着魂王层次的第五魂迹啊。 而剑星洛却只是叶星兰的第三魂迹。 在双方魂力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此时看上去却完全是势均力敌的。 一道道风锐的剑气不断地切割着天鹅之语,黑色羽毛扩散,在空中化为一圈圈没绿色的气流,朝着叶星兰方向席卷而上,黑暗侵蚀光明,剑星洛的光芒逐渐开始变得暗淡,天鹅之语向上席卷而起,终于是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谁都看得出,对五魂的掌控,叶星兰绝对在没绝之上,没绝之所以能够反压制,是修为的原因。 第五百四十二章战 一字窦凯师 就在这时,天空中,一圈紫色光运荡漾开来,那分明是魂环释放魂迹时所展现出的光彩。 紫色光环,第四魂迹 叶星兰的身体借助天鹅之语的冲击,再次从空中腾起,身形旋转,那一簇簇天鹅之语带来的黑暗之力被他硬生生的凭借剑气逼迫在体外无法真正入侵。 紧接着,他身上的金光越来越强盛,刺目的光芒中饱含着璀璨光明,天空凝致,叶星兰化为一颗金色光球,无数剑芒从天而降。 那些剑芒如丝如缕,没有喧赫的气势,却如光雨一般从天而降。 天鹅之语的黑暗就像是沐浴在了光明雨水之中,迅速熄灭。 一片片天鹅之语纷纷融化,那金光璀璨,丝丝光雨,直接覆盖像黑天鹅墨绝的身体。 这怎么可能? 他的第四魂迹竟然比我的第五魂迹还要强大。 墨绝心中充满了震惊与不甘,但他已经竭尽全力在催动魂力了,在诅咒之矛的带动下,天鹅之语不断的释放,但却被压制的异常明显。 眼看着,那光雨已经越来越近,没有感觉到剑气,却令他头皮发麻。 那一丝丝光雨之中,分明蕴含着强烈的压缩剑气呀。 剑星雨,星神剑第四魂迹 光雨分散再聚合,直奔墨绝暂射而去,天鹅之语节节败退,眼看就要挡不住了。 被指轻咬下唇,墨绝哪怕是再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在多对方一个浑环的情况下,正常交锋,自己恐怕很难获得胜利了。 既然如此,那就强势压倒对手吧。 墨绝眼眸骤然睁大,右手一甩,一团墨绿色光芒飞射而出,墨绿色光芒在空中画出一条小弧线,反转落在他胸口之上,发出钉的一声翠鸣。 两块墨绿色胸凯瞬间从那光团众向两侧扯开,覆盖住墨绝饱满的胸脯,紧接着,他双手不断向外甩出,一块块墨绿色铠甲从空间储存装备中飞出,飞快的和他的身体相贴合。 墨绿色的甲皱没有花纹,但每一块的贴合,都会让墨绝身上的气息增强一份,天鹅之语重新变得强势,那一片片羽毛上开始燃烧气墨绿色的光焰,终于挡住了渐星雨的下落,并且渐渐反卷而起。 双臂,双肩,胸凯,护腰,战裙,双腿,双腿,双脚,最终,一顶带有三片羽毛状的头孤落下,套在墨绝的额头之上。 身在空中,四肢向外伸展,顿时,全身甲皱发出一声铿锵爆鸣,紧接着,墨绿色光芒从这一次窦铠中蹦射而出,墨绝的气息迅速攀升,天鹅之语比先前瞬间就多了数倍,压制的渐星雨逐渐回转到叶星蓝身边。 比赛台下,宋林眉头紧皱,暗叹一声。 无疑,这场比赛墨绝是不可能输掉的,凭借着一字窦铠的加持,他已经有了接近于浑胜层次的实力。 但明眼人却都看得出,墨绝其实是输了,在没有窦铠的情况下,他很可能打不过叶星蓝,他的窦铠分明是被对手给逼迫出来的。 这些一年级的小怪物,还真的够强啊。 我的窦铠,名叫,天。 完整的一字窦铠,已经有了署名的资格。 他的一字窦铠,就叫做,天,天鹅的天。 天墨绝。 他已经有资格这样来称呼自己。 全身窦铠比先前业务的八块窦铠看上去只是多了几块罢了,但气息却不可同日而语,墨绿色光运绽放,墨绝悬浮在半空之中,就像是变了个人。 整个切磋类上的光芒都变得暗淡了。 渐星雨渐渐殒灭,天鹅之雨反卷,向叶星蓝吞噬而去。 他那原本已经要结束的第二魂祭,就像是重新焕发了青春一般,恐怖而强势。 绝对的实力压制。 叶星蓝身体周围的光芒渐渐暗淡。 露出了他的本体。 他的表情依旧淡漠,但在淡漠的同时,眼底深处,有一抹疯狂闪烁。 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从来都是,当初刚认识唐武林的时候,就是因为这股不服输而导致双方骄恶。 五环魂王怎样? 一字窦砍师又如何? 就算是书,也要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紧握着星神剑的右手猛的震荡了一下,一颗璀璨星光在他右手手背上亮了起来。 已经即将崩溃的剑星雨突然增强了几分,一块洁白带着点点星芒的手甲缓缓缓从他手背上浮现而出,并且迅速向上延伸,覆盖了小臂。 走步,又是一点星光亮起,洁白铠甲浮现,点点星芒汇聚,护住了大臂,然后是右肩。 星芒再次向上蔓延,这一次出现星光的是右手手背,星光璀璨,覆盖。 双前臂手甲,右臂尖铠加大臂铠。 豆铠,是的。 三块豆铠。 熔断有灵合金。 仅仅只是三块豆铠,却令叶星兰的气势骤然暴增,剑星雨竟然暂时抵挡住了天鹅之雨的侵袭。 三块豆铠。 一年级第二学年就有三块豆铠了。 而且,他那豆铠还是。 几乎所有老师和学院高层们心中都有同一个念头,现在的年轻人,了不得呀。 学院高层有不少人都听说过一年级有人制作出了有灵金属一字豆铠的事情,但也只是听说而已。 剑道还是第一次。 而且还一下就是三块。 各年级学员认识有灵金属一字豆铠的却不多,他们只是感觉到奇怪,为什么邪星兰身上的豆铠会和二字豆铠一样可以融入自身呢? 有灵金属一字豆铠单纯从增幅效果来说,和普通一字豆铠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因为是合金,所以,本身的坚硬程度和增幅特效的数量就要超过普通的一字豆铠了。 三块有灵金属一字豆铠,足以媲美五块左右的普通豆铠。 叶星兰是唐武林团队中一字豆铠数量最多的,因为作为主要的豆铠制造师,她的实力提升能够确保制作出更多的豆铠。 因此,唐武林在每个人都拥有一块一字豆铠之后,让叶星兰先为她自己打造豆铠,朝着一字豆铠师的方向努力。 等她自身全都打造完毕,再给其他伙伴打造,这样才是最节省时间的。 大家都赞同这个方式,所以就有了叶星兰现在已经是三块豆铠拥有者的情况出现。 叶星兰在豆铠的增幅下变得更加强烈,三块豆铠上绽放着点点星光,光明气息比先前浓烈众多。 可是,毕竟莫爵是真正的一字豆铠师啊。 短暂的停顿之后,天鹅之羽继续向上侵蚀。 就在这时,叶星兰的眼神猛的一凝,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她身上的第一,第三两个魂环同时亮起。 同时使用多个魂技,这是非常高端的技巧,哪怕是在史莱克学院也是如此,需要魂技彼此配合默契,同时还要对五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控力。 毫无疑问,叶星兰做到了。 已经渐渐减弱的金光重新变得强烈起来,所有的剑星羽骤然收敛,天空中,叶星兰的身影逐渐消失,只剩下一柄放大版的星神剑凌空,那是由无数剑翼,剑气凝聚而成。 以剑星羽为基础,融合剑星落,再加上剑星寒的锋锐形成。 第五百四十三章 决绝叶星兰 天鹅之羽席卷而上,触碰到那巨大的星神剑给她渲染上一层层幽深的黑暗,但羽毛也纷纷碎裂。 切磋泪上,黑暗气息变得越发浓烈了,在疑似窦凯的增幅下,强势的天鹅之羽已经掌控全场。 莫爵目光灼灼的看着空中的叶星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挣扎都是无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巨大星神剑突然迸发出一声力笑,猛的从天而降,破开一层层天鹅之羽,直奔莫爵而去。 巨剑带着绝绝,带着一往无前的惨烈气势。 在众多天鹅之羽中破浪前行,竟是在刹那间,破开层层阻隔,悍然落下。 莫爵也吓了一跳,在实力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对手竟然能够依旧攻击向自己本体。 他的武魂果然强悍。 剑尖处那一点星光越来越近,虽然在天鹅之羽的不断阻挡下,那剑芒似乎很难来到自己面前。 但莫爵还是没有大意,背后双翼拍动,拉开和星神剑的距离。 凭借着大量的天鹅之羽,他本身就能处于不败之地了。 终究还是实力上的差距呀。 看台上的史莱克外院学员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这就是一次窦凯师在拥有了全套窦凯之后的强大。 星神渐渐忙渐渐暗淡,在那天鹅之羽中渐渐变得迟缓,他虽然依旧坚持着,支撑着前行,可是,他明显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了。 结束了,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莫爵脸上总算是流露出一丝微笑,虽然赢得兵不痛快,但终究还是赢了。 就在这时,突然,一点星光瞬间放大,穿透重重阻隔,就在莫爵已经自认必胜的时候,那星光已经到了他面前。 那一点星光并不是从天鹅之羽中冲过来的,而是在空中幻化出优美的轨迹,从一片片刚刚有所放松的天鹅之羽缝隙中钻过,虚幻的宛如鬼魅。 当他抵达莫爵面前的时候,莫爵才刚刚反应过来。 星光突然放大,化为夜星蓝的身影。 远处的星神剑已经寂灭,新的星神剑却出现在了莫爵面前。 一剑斩落,直接劈在了莫爵的尖凯之上。 一次窦凯瞬间光芒大放,疯狂的抵消着星神剑的攻击,但星神剑何等风锐,在三块窦凯的增幅下,星神剑是被尖凯挡住了,但那风锐的剑翼还是冲入了莫爵体内,令他闷哼一声。 夜星蓝没有给他反应过来的机会,身形一闪,就到了他身后,手中星神剑骤然爆发,第二魂环闪耀,剑神网在极近距离内骤然绽放,将他的身体完全卷入其中。 一时间,只见莫爵身上窦凯光芒疯狂闪烁,他口中甚至发出一连串的尖叫,但那剑神网上亮起的光芒却就是那么强悍的向内侵袭。 这一切变化都来得太突然了,哪怕是身为裁判的蔡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有人都认为一场应该结束的比赛却突然出现了异变。 剑神网围绕,攻击的莫爵窦凯上光芒大放。 他自己也在震惊的同时有些慌乱。 自身魂迹每当要释放的时候,无数风锐剑意就从四面八方侵入体内,硬是打断他的魂迹。 窦凯虽强,却也不是绝对的。 被如此近距离的攻击,窦凯只能帮他化解攻势,但剑意实在是太强烈了,影响的最主要的是他的心神。 第三魂魂光芒闪耀,剑星罗又一次出现,这一次,却是金光包袱之中,不只是覆盖了夜星蓝,也同样覆盖了墨绝。 一团刺目金光冲天而起,转瞬间已经冲到了切磋类顶端,狠狠地撞击在防护罩之上。 整个切磋类的防护罩都亮了起来,这防护罩的强度是针对八环以上强者的,剑星若冲击在他上面,就像是撞在了一个巨大的橡皮筋上似的,在反弹而回的时候,速度比先前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轰! 金色光团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切磋类表面,一层军裂痕迅速出现。 问哼声中,光芒渐渐收敛,露出了先前战斗中的两人。 夜星蓝在上,墨绝在下。 夜星蓝的双膝跪在墨绝的小腹上,双手紧紧地握住星神剑,星神剑从墨绝尖凯和胸凯的缝隙中竟然撕了进去,鲜血崩陷。 墨绝的眼神有些涣散,而邪星蓝却就那么低着头,一动不动。 这! 谁能想到,这场比赛最后的一刻会突然变得如此酷烈,谁能想到,身为一字窦凯师的墨绝居然会如此惨烈。 蔡老迅速来到两人面前,切磋泪上还同时多了另一道身影,正是圣灵斗罗亚历,两位封号斗罗全都来到了比赛台中央的二女面前。 墨绝并没有昏迷,窦凯帮她化解了巨大的冲击力,但她清醒的双眸之中,却充满了恐惧。 看着跪在自己身上,已经闭上了双眸,但身上却依旧充满了疯狂建议的叶星蓝,此时的她,只有恐惧。 太可怕了。 她真的是她可怕了。 当最后时刻,两人在剑星落的作用下从天而降的时候,她看到的,是一双充满了疯狂味道的眼眸。 那疯狂和执着,深深的烙印在她脑海深处。 以夜星蓝的实力,就算有三块有灵金属一字窦凯的增幅,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破开墨绝窦凯凯的防御。 但是,她就是借助剑星落的坠落,甚至借助了防护罩的反弹,在最终坠落的那一瞬,硬是破开了她窦凯的缝隙,星神剑狠狠地刺入了她的肩膀,尽管那时她已经释放不出剑意,但肩膀处的冰凉却令墨绝心中被含义充满。 这是个怎样疯狂的丫头啊? 墨绝真的恐惧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她一直都是三年级一般众星捧月的存在,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一字窦凯师,未来史莱克内院的学员。 可就在今天,她感受到了差距。 不是实力上的问题,而是战役,她并没有那种必胜的疯狂战役,而她的对手,却有。 圣灵斗罗亚利从后面抱住夜星蓝的身体,将她提了起来。 柔和的圣光随之融入她体内。 夜星蓝虚脱了,最后时刻,她完全燃烧了自己的魂力,她一直都承受着黑暗的侵蚀,承受了最后的大震荡,正是最后那一刻,她不只是用手,更是用自己的右肩铠甲顶住星神剑,才最终刺入了墨绝的窦凯之中啊。 墨绝在蔡老的辅助下,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但她的眼神依旧是呆滞的。 这场比赛,她赢了。 是的,夜星蓝就算再狠,也只能是选择窦凯随连接处,才勉强能够破开,是无法威胁到她生命的。 当两人落地的下一刻,如果她想,足以反败为胜。 可是,她真的赢了吗? 她的心,赢了吗? 三年级一般,胜。 蔡老淡淡的宣布。 鲜血,顺着肩膀流淌而下,墨绝的身体晃了晃。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胜这个字是那么的讽刺。 不只是她,整个三年级一般,没有一声欢呼伴随着胜负的宣布而出现。 圣光落下,治疗着墨绝的身体。 她缓缓转过身,朝切磋擂台下走去。 三年级一般班主任宋林迅速来到切磋擂台边。 墨绝下来了,来到她面前,看着宋林,她身上窦凯缓缓收起。 嘴角处勾勒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宋老师,我赢了吗? 伴随着这七个字的出现,墨绝眼前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直接软到了下去。 宋林赶忙一把抱住她,支撑着她的身体,才让她不至于摔倒。 她的脸色很难看,身为资深教师,她知道,墨绝输的不是比赛,而是心。 她的心输了。 心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心灵上的伤害,是最难以治愈的。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恐怕永远都无法进入史莱克学院类院了。 三年级一般,一片寂静。 三场一对一,两副一胜,胜得却如此艰难。 毫无疑问,以墨绝现在的情况,不可能再参加后面的团战了。 她可是一字斗凯师啊。 却都无法获得一场完胜。 第五百四十四章 震撼全场 叶星兰的战斗方式,震惊了全场,也证明了,普通魂师对斗凯师,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圣灵斗罗是亲自将邪星兰从切磋类上抱下来的,把她送到唐武林等人面前。 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但嫌绷得太紧,需要休息一下,不能再参加后面的比赛了,所以我没让她醒过来。 真是个优秀的姑娘。 雅丽由衷赞叹。 谷月和徐小妍一起把叶星兰接了过来。 她们都没有说话,但每个人眼中都燃烧着熊熊火焰。 叶星兰没有输,在她们心中,叶星兰才是真正的赢家。 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四环修为,拼掉了一名五环魂王一字斗凯师啊。 墨绝明显也无法在后面的比赛上场了。 团战,我们要赢。 唐武林沉生说道。 这场交流赛开始之前,她们从未想过一、二年级连队能够获得最终胜利,但是,当叶星兰从天而降,把墨绝砸在地面上,刺破她的窦凯防御那一刻。 所有人的战役被彻底点燃了。 一字窦凯师又如何? 谁说我们就不能战胜一字窦凯师了。 我们要赢,要赢得胜利。 唐武林看向谷月,谷月也看向她。 元恩叶辉从旁边默默地走过来,接过了叶星兰。 一种莫名的气氛,在她们彼此之间生疼。 在这一刻,每个人的眼神都在燃烧。 看台上,一年级一般区域,此时也同样沉默,输了没法欢呼,但叶星兰这输掉的一场比赛,却要比前面获胜的两场带给她们更多的震撼。 她们的血液仿佛在燃烧,在为那不屈顽强的战役燃烧。 洛贵星,徐于成,杨念夏,正宜然都坐在前排。 此时,四人的眼神各有不同。 一直以来,她们都在努力地坚定自己的信念,努力地去追逐前面的脚步。 可就在刚刚这一瞬,她们却分明感觉到,追逐的步伐并没有拉近差距,反而,有些变得更远了。 刚刚的叶星兰,在她们眼中,是不可战胜的。 差距,这就是差距呀。 洛贵星下意识地攥紧了双拳,指甲完全刺入掌心软肉之中。 徐于成的眼神剧烈地拨动着,她的目光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邪星兰。 从今天开始,她是我的女神。 冷冰冰的徐于成沉声说道。 众人为之侧目。 她却抿着嘴唇,眼神中同样燃烧着什么。 她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感情拨动,有的,只是浓浓的战意。 从叶星兰身上,她找到了自己应该要走的路。 身体脆弱又如何? 魂灵层次低又怎样? 那是因为自己不敢尝试才导致的。 没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又怎么可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天赋是一回事,能否疯狂,又是另一回事。 只有真正的疯子,才能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顶点。 郑宜然的眼神有些暗淡,她一直都对唐武林的团队很不服气, 但现在她却发现,自己已经距离他们太过遥远。 杨念夏目光深沉,她没有看叶星兰,而是看着站在台下,永远都是团队核心的那个人。 她挺起胸膛,她的眼神中燃烧着夺目的火焰,叶星兰这一战,不只是让所有人见到了她的强大,更是展现出了对伙伴们的信任。 她用行动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这个男人和伙伴们。 杨念夏分明注意到,当叶星兰最终昏迷前,她的头,是歪向那名少年方向的。 那名少年,应该也清楚的看到了。 主席台上。 了不得呀。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得呀。 是龙斗罗峰无语难难的说道。 难得的,着实没有反驳她的话,是啊。 那小丫头比你当年还要封上几分。 现在我要承认,这一代的一年级,确实是数百年来最强的一代。 这小丫头不只是疯狂,疯狂之中还隐藏着战术,所有前面的强势,都是为了最后那一瞬间剑神星技巧的演示。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剑神星那最后一次的身剑合一,用的是唐门鬼影迷宗部的技巧。 正是因为拉近了距离,才能让一名擅长远程攻击的一字豆凯狮吃了那么大的亏。 他不只是迷惑了对手,那一瞬,连我们都被他迷惑了。 一个疯狂又聪明的姑娘,未来必成大气。 我看,新一代的史莱克奇怪,她可以作为人选之一了。 蔡老站在台上,也是半天才平静下来。 眼底闪过一抹骄傲,所有外院学员都可以说是她的弟子。 这一场,三年级的气势恐怕。 二对二,双方选手登场。 蔡老陈生说道。 三年级一般方面,一男一女,相貌起码有八成相向的两名学员站起身来,共同向比赛台走了上来。 另一边,一、二年级连队这边。 唐武林和谷月并肩而行,大步登上比赛台。 三年级一般这边的一队学员明显气场有些压抑,唐武林和谷月也同样压抑,但却是即将喷发火山的那种压抑感。 三年级一般,李孟阳,李孟田。 一年级一般,唐武林,谷月。 双方各自介绍了自己。 观众席上,终于重新活跃了起来。 是李孟阳,李孟田哪。 他们是孪生兄妹,配合最是默契了。 还有武魂融合技的。 是三年级一般最强团队中的中间力量。 两兄妹都是强弓系战魂师。 被称之为活武耀阳。 非常厉害。 连队那边出场的又是一年级,刚才那女孩儿也是一年级的吧? 这一届一年级真是很强啊。 二对二居然都是一年级的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那个唐武林可是一年级一般的班长,虽然只是三环,但本身却是一名武级锻造师,在一年级一般那么多天才的情况下,好像对他都非常服气的。 古月是副班长应该。 不过好像没听说过他们擅长二对二。 看看就知道了。 据说一年级和二年级去年进行过一场交流赛,最终获胜方可是一年级。 不可能吧? 二年级一般那个圆恩叶辉多强啊? 如果没有一字窦砍师的情况下,我看三年级都未必有人是他的对手。 一年级能赢得了他们。 这有什么不能的? 你没看刚才那个叶星兰有多强啊? 现在的学弟,学位们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再不努力,恐怕就不是他们对手了。 看比赛吧,要开始了。 实力会证明一切。 台下一片议论声,切磋肋上,蔡老出奇的没有直接喊开始,分别看了看双方,目光尤其在古月和唐武林身上要停留得久一些,然后才沉声喝道,比赛开始。 伴随着他这一声宣布,李孟阳,李孟田两兄妹,身上瞬间升腾起两促强烈的火光。 不仅如此,他们同时甩手,一块块窦凯从储物戒指中飞出,再契合于己身。 他们的窦凯是火红色的,上面隐隐带着火红色花纹,双手带小臂,双肩带大臂,再加上护妖战裙,各自都是五块窦凯。 第545章 碾压 这对兄妹在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才只有十二岁,今年不过才刚刚十八岁而已。 五块窦凯拥有,距离全部窦凯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他们也还有两年时间,未来是有机会冲击一次窦凯师进入内院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武魂融合剂拥有者,他们很可能会被学院给予更多的时间。 火焰生疼,两人的身体也随之出现了变化,低沉的怒吼声响起。 他们的武魂虽然都是火属性,却各有不同。 李孟阳身上响起的,是低沉的狮吼,而李孟田身上响起的,却是幽深的虎啸。 一时间,狮吼虎啸,切磋泪上,强烈的气势直奔唐武林和谷月压迫而去。 两皇两子,这是李家兄妹的魂环,都是四环魂宗层次。 唐武林冲出去了,在对方释放武魂和窦凯的同时,他就已经冲出去了。 两圈金色魂环瞬间出现在他身上。 尽管他很清楚蓝银草的第三魂纪蓝银金光阵能够限制对方的元素属性,削弱对方实力。 但此时此刻,唐武林心中憋着一团火,他一点都不想使用技巧,他只想用最强势的方式和对手碰撞,来绽放自己内心的火焰。 谷月缓步向前,身体周围,一层层奇异的光运闪烁,空气中,仿佛有无数光芒朝着他汇聚过去,他的眸光始终都在唐武林身上。 从未离开片刻。 李孟阳,李孟田兄妹同时向前跨出一步,动作整齐划一,宛如一人。 两人甚至连亮起的魂环都一样。 他们的头发同时变成了火红色,一个垫步,就朝着唐武林冲了上来。 第一金色光环闪耀,金色鳞片迅速覆盖全身,金龙爪探出。 以一对二,唐武林却没有丝毫畏惧。 他看都没看李孟田,左脚在地面上猛的一跺,一闪身就到了李孟阳面前,金龙爪握拳。 直奔对方轰去。 李孟阳冷哼一声,炽热火焰燃烧,将他的右拳包覆,同时一张嘴,一团火焰猛的从口中喷出,直奔唐武林面门烧去。 唐武林面对对方喷吐而来的火焰连闪都不闪,依旧是右拳轰出。 一团冰墙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两人面前,火焰喷吐在冰墙上,冰墙瞬间融化,但这一口吐息也就被抵消了下来。 冰墙融化的同时,唐武林的右拳就已经到了李孟阳面前。 毫无疑问,冰墙是谷月释放的,他选择的时机只能用妙道豪颠来形容,既帮助了唐武林抵挡对手火焰吐息,又没有影响到唐武林的进攻。 冰墙升起的是两层,一薄一厚,薄的在这边,厚的却刚好把李孟阳阻隔在外。 李孟阳也没想到唐武林和谷月配合得如此默契,但他本身也是强攻细战魂师,面对修为比自己还要弱的唐武林,自然不会是弱。 轰,双拳碰撞。 李孟阳只觉得自己仿佛撞上了一辆混倒列车一般,右臂,右手巨痛,巨大的冲击力带动着他的身体直接旋转了出去。 唐武林已经破开了四道金龙王封印,身体之强悍,力量之大,绝对不能用正常情况来衡量。 三年级一般能够打停到的有关于他的消息毕竟还是较为模糊的,就算知道唐武林力气大,也绝不会想到能大到如此程度。 李孟阳几乎是旋转着飞出去的。 如果不是他最后关头猛的借力跃起,恐怕手臂都要断裂了。 不过他也确实了得,身在空中,一头红发完全炸起,一声怒吼从口中发出。 第二魂环随之光芒大放。 狮子吼。 一盆巨大的火焰喷出同时,那巨大的声浪震荡的唐武林身体略微迟滞了一下,另一边,后兵壁随之破开,李孟田已经冲了过来,一双虎掌抡起。 直奔唐武林侧面拍击而来。 他们兄妹一个是火焰魔狮武魂,一个是火焰魔虎武魂,孪生兄妹心意相通,功底所必就。 唐武林体内气血逆韵,右脚猛然跺地,一声激昂龙吟响彻全场。 李孟阳还未结束的狮子吼背硬生生的压制了下去,八条龙形气流以唐武林的身体为中心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朝着这兄妹二人蜂拥而出。 李孟田双掌不得不拍向地面。 金龙汉帝,那可是在金龙王血脉激发,气血逆运情况下的超强自创魂技。 就算是袁恩叶辉全胜状态下和唐武林拼金龙惊天,金龙汉帝,也未必能占到便宜。 论个体实力,李孟阳和李孟田距离袁恩叶辉还有不小差距呢,窦凯拉近了这个差距,但依旧存在。 而且,他们兄妹的双腿还都没有窦凯。 轰鸣,气爆,响彻整个比赛台,观众们看到的,是李孟阳兄妹同时被震的飞了起来,身上窦凯光芒连闪,才能抵抗住金龙汉帝强大的冲击力。 唐武林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身体在闪,猛的窜向李孟阳。 眼中寒光闪烁,右手悍然挥出,五道岸金色光芒横空出世,正是金龙孔爪。 李孟阳只觉得一股恶风扑面,心中暗叫不好,第四魂环瞬间点亮。 一层赤红色光照覆盖全身,他整个人的身体也随之膨胀的强壮起来,双臂护在头顶上方,窦凯上闪烁着璀璨光芒。 轰! 李孟阳整个人直接被金龙孔爪狠狠的拍击在地面上,更加恐怖的是,他那双臂窦凯上响起了一片细碎的爆裂声,虽然没有破碎,但上面却已经出现了细密裂纹。 一口鲜血喷出。 李孟田此时才刚刚落地,飞速冲向胸掌方向,他们现在都已经认识到,这一年级一般,简直就是个超级怪物班级啊。 想要战胜他们,就只能依靠五魂融合技了。 荧光一闪,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 滚开。 李孟田娇喝出声,一双虎爪拍出,两团虚幻着影悍然而出。 谷月同样也是一掌拍出,一团蓝莹莹的火球挡在他面前。 轰,李孟田全身冒着蓝色火焰被直接带得飞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直径超过一米,长满尖刺的恐怖冰球就已经追了上来。 李孟田双臂猛然下落,凭借着自己的窦楷砸向冰球。 冰球破碎,但他也是闷哼一声,被撞击得更远了。 唐武林一步跨出,就已经来到了李孟阳身边,右脚再次跺地,金龙汗的直接把刚刚爬起来的李孟阳震得飞入空中。 紧接着,金龙惊天,金色龙头仿佛要将李孟阳吞噬一般,轰向他的身体。 一团银色月光终于绽放,挡在了李孟阳身前,金龙惊天钻入其中,没有带起半点能量波动,消失不见。 蔡老一把抄住空中的李孟阳,向唐武林点了下头。 另一边,眼看哥哥被确认脱离比赛,李孟阳大吉,落地之后迅速冲出,身上的第四魂环闪亮,一声唬吼骤然响起,一只火焰巨虎从他身上释放出来,隐约中能够看到,有魂灵融入那巨虎之中。 直扑古月 古月站在原地不动,荧光一闪,他身前就已经多了一道身影,全身覆盖着金色鳞片的伟岸身影。 金色鳞片骤然变成了镜面状,火焰魔虎分身撞击在他身上,只能让鳞片加速闪烁。 然后李孟阳就听到了一声嘹亮龙银,巨大的金色龙头,直接就出现在他面前。 银月再次闪耀,挡在了李孟阳面前。 又一次吞噬了龙头,但这一次不同的是,那隐约之中分明传来一连串清晰的轰鸣声,隐约有银色波光荡漾。 全场寂静。 唐武林和谷月此时刚好站在整个切磋类的正中央。 两人并肩而立,唐武林身上的金色鳞片还隐约闪烁着淡淡的光芒,他的眼神充满了强势与霸气,只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谢谢站在台下,看着台上的唐武林,忍不住喃喃的说道,老大这战斗方式真是越来越粗暴了,也越来越狂野了。 不过,我喜欢。 好过瘾看着。 一年级一般,唐武林,谷月,圣。 蔡老把手中的李孟阳兄妹放下,也同时宣布了这场比赛的胜负。 赢了,一年级一般又一次赢了。 第546章 认输 而且这一场和前面三场一对一都不一样,那三场一对一彼此纠缠,而且至少实力相差不大。 叶星兰那一场可以说是惨烈,但绝没有出现过完胜。 但这场二对二,在所有人眼中,却是一场碾压式的胜利。 比赛刚开始时,李孟阳,李孟田兄妹一上来还想要试探性的战斗,可到了最后,他们却被硬生生的分割开来,甚至连武魂融合计都没能用的出来,就输掉了比赛。 输得惨不忍睹。 兄妹二人脸色都是一片惨白,不只是因为受伤,也是因为站在切磋类中央的两人。 身上依旧隐隐有龙银声的唐武林,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无法战胜的感觉。 金色魂环,金色鳞片,在没有斗铠的情况下,几方两人都是五块斗铠的情况下,却从始至中都被压制。 他们输了,心中不服气,可意志却已经屈服了。 唐武林身上鳞片缓缓收敛,却并没有下比赛台,接下来,将是七对七的团战,依旧有他们出场。 他之所以用如此酷劣的手段战胜对方,就是为了要给七对七团战打基础。 无疑,参加二对二的对手是一定会继续参加接下来七对七比赛的,他要给对方心中建立一个不可战胜的印象。 连队这边,袁恩叶辉,乐正宇,徐晓妍,谢谢,徐励志五人陆续走上比赛台,来到唐武林和谷月身边。 叶兴兰不能出场了,徐励志代替了他。 徐励志平时总是笑呵呵的胖脸此时变得阴沉如水,走到唐武林身边,把一个个恢复大肉包不断的递给他,为他补充气血之力。 七个人站在那里,一股无形压力瞬间弥漫全场。 反观三年级一般这边,一片沉默,唯有李乾坤,默默地走向比赛台。 等一下,宋林抬手抓住李乾坤的肩膀。 李乾坤回过头来,有些不明白地看向他。 宋林闭上双线,长出口气,当他重新睁开眼眸的时候,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向台上的蔡老沉声说道,蔡老,团战我们放弃,我们认输了。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认输了。 三年级一般,认输了。 竟然认输了。 在还有一名一字窦凯师,三年级一般最强者李乾坤还没有出手的情况下,三年级一般竟然认输了。 为什么宋老师? 李乾坤急切地问道。 宋林苦笑着向他摇了摇头,看看你的伙伴们吧。 团战,我们没机会的。 李乾坤呆了呆,目光首先看向已经清醒过来,但坐在场边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末诀。 再看看业务,业务此时目光呆滞,正盯着台上的唐武林看,似乎是吞咽着唾液。 台上,李孟阳,李孟田兄妹相互依偎着,在他们眼神之中闪烁着的分明是恐惧。 再看看其他还没有出场过的伙伴,他们接收到李乾坤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低下了头。 他们的信心,崩溃了。 在前面五场比赛之中,他们的信心被依,二年级连队打没了。 宋老师,我要打这一场,哪怕是一对七,哪怕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打。 李乾坤攥紧了双拳。 宋林却摇了摇头,我不想你像魔爵那样。 我已经决定了。 李乾坤的呼吸顿时变得粗重起来,狠狠的盯视着比赛台上的唐武林七人,看着他们眼中仿佛生腾着的火焰,他猛的怒吼一声,转身就跑。 三年级一般输了,当着所有外院六个年级的面,他们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甚至连最后一场七对七的比赛都没有进行就输了。 确实,他们还有一字窦凯师李乾坤没有出手,可是,他们恐怕还有完整战力的也就只有一个李乾坤了。 他要面对的是七个人,七个强悍的对手。 宋林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再被打击一次。 如果七对七也输掉,那连李乾坤在精神上也必将受到重创。 这绝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比赛台上,唐武林站在最前面,身边是他的六位伙伴,谷月,徐小妍,谢谢,徐立志,元恩叶辉和乐正宇。 西明带着青春朝气的少男,少女们,眼中燃烧着火焰,带着必胜的信念站在那里。 史莱克学院外院六个年级,近五百人看着他们,都有种恍惚的感觉。 这几个孩子,了不得呀。 圣灵斗罗此时已经回到了主席台上,轻轻的赞叹着。 当着整个外院学员的这一站,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终于露出了争容。 一年多来的厚积勃发,令他们展现出了自身真正的实力。 他们不只是个体天赋卓绝,更重要的是那份必胜的信念。 哪怕面对一次窦凯师也绝不切莫。 这就是他们。 青春的他们,年少的他们,执着的他们,强大的他们。 着实看向身边的风无语,风无语也刚好在看着他。 难得的,双圣龙并没有斗嘴,从对方眼中,他们都看到了欣慰。 加上叶星兰,这八个年轻人平均年龄十四岁半,再给他们几年,等他们达到十八、九岁的时候,相信,那时的他们,一定能支撑起史莱克的新生代。 阁主是对的,这样优秀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历练。 三年级一班放弃七对七对抗,挑战赛,一、二年级连队获胜。 蔡老一锤定音,宣布了最终结果。 直到此时,整个一、二年级的看台上,才发出了一片惊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尤其是一年级一班。 作为学院的新生班,他们来到学院一共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呢。 却以主力之资,战胜了外院应该是最强的三年级一般代表队。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站在了外院巅峰。 至少在未来几年之内,整个外院都不太有可能超越他们的存在了。 唐武林高高地举起了双臂,徐力智跳下切磋类,飞快地跑到已经清醒过来的叶星兰身边,在叶星兰低声惊呼之中,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又重新跑回到切磋类之上。 我们是最棒的。 叶星兰翘脸微红,低声道,快放我下来。 她此时身体酸软无力,想要反抗也做不到。 啊?你说什么? 徐力智大声说道。 此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她仿佛听不到叶星兰的声音。 我说你快放我下来。 叶星兰美好气地说道。 啊?你让我别摔到你。 放心吧,星兰姐,我一定会抱紧你的。 一边说着,小胖子向上震了震手臂,把她抱得更紧了。 你这个死胖子。 叶星兰忍不住在她手臂上掐了一下,徐力智低下头看着她,憨憨一笑。 三年级一班代表队在李乾坤的带领下,大步离去。 整个三年级一班的学员们也都飞快退场,今天,这里不属于他们。 我宣布一件事。 蔡老的声音响彻全场。 封号斗罗层次的气息,迅速将全场的欢呼和嘈杂声压了下去。 第547章 星罗大路 目光随之集中在蔡老身上,蔡老沉声道,鉴于一、二年级连队在本场挑战赛的优异表现。 学院将从两个班级中选出一批学员,参加半年后前往星罗大路的交流活动。 你们需要更加努力,争取前往的星罗大路的名额。 交流时间为一年。 星罗大路 唐武林惊讶地看向蔡老,对他们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星罗大路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 无疑,身为班长的他,肯定会是被挑选的范围。 他不由地想起了之前在锻造师协会的那对前来挑战的师徒。 就像他们那样去交流吗? 应该不是吧? 坦白说,他并不太愿意去,自从进入史莱克学院之后,他的实力提升可谓一日千里。 这里有最好的修炼资源,再加上唐门那边提供的资源。 只要继续保持下去,唐武林有信心,一年级结业之前,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字窦凯师了,而那时候,他才十六岁,哪怕是在天才辈出的史莱克学院,他们也绝对是佼佼者了。 然后再进入内院深造,走向成为强者的道路。 但这中间要前往星罗大路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只是他,身边的伙伴们也都有些茫然,谷月若有所思,袁恩叶辉明显皱起了眉头。 学员们陆续离开切磋类,各自去忙自己的修炼了。 唐武林等人直接回了宫读生宿舍。 袁恩、郑宇,你们先别忙着回去,咱们讨论一下今天蔡老说的事情啊。 好。 袁恩叶辉和乐郑宇停下脚步。 宫读生宿舍就只有他们八个人住在这里,倒是最清静的。 兴罗大陆,大家有谁知道多少的吗? 唐武林问道。 谢谢道,我了解过一些。 在咱们斗罗大陆,最初是有两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叫天斗帝国,还有一个就是兴罗帝国,两大帝国之间有着一些小国。 大约在一万多年前,随着地壳变动,一个名为日月大陆的大陆板块撞击过来,和我们接壤在一起。 日月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更发达的混岛科技,那时的天斗帝国也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于是,战争开始了。 那是属于灵兵斗罗霍宇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最终还是日月帝国占据了上风,他们吞并了天斗帝国分裂而成的两个国家,并且兵临城下,准备进攻兴罗帝国。 使灵兵斗罗霍宇号和龙蝶斗罗唐武统带领着伙伴们力挽狂澜,最终是什么原因不清楚,但至少日月帝国暂时停止了对兴罗帝国的攻击。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 天斗帝国残存的皇族带领着追随着远赴海外,最终找到一片大陆并且占领了那里,就是现在的天斗大陆。 而在咱们斗罗大陆,日月帝国的实力越来越强,灵兵斗罗和龙蝶斗罗升入神界,不再管理世间事物。 无奈之下,星罗帝国暗自派出船队,终于也寻觅到了一片资源丰富的大陆,然后悄悄开始进行移民,迁徙。 最终,星罗帝国有大量人口移民离开,日月帝国统一了大陆,后来几经发展,形成了现在的联邦。 所以说,无论是天斗大陆还是星罗大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咱们斗罗大陆的原住民,而且对联邦是有明显敌意的。 咱们要是前往星罗大陆交流,恐怕不会很太平,将会面对许多挑战。 不确定性一定不小。 乐正宇点了点头,谢谢说的基本上也是我知道的情况。 星罗大陆这一趟要是去了,估计会遇到很多事。 不过我倒是挺有兴趣的,去看看异域风情也不错呀。 学院方面一定会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听说,星罗大陆之前也派遣使团前来咱们联邦进行交流了。 星罗大陆那边的发展情况咱们都不清楚,去看看总没坏处,但想来应该是不如联邦先进吧。 唐武林看向袁恩叶辉,你好像不怎么想去呀。 袁恩叶辉默默的点了点头,我还是习惯这边的生活,不太愿意离开。 现在大家的修炼都走上了正轨,耽误一年其实挺重要的。 唐武林道,我估计学院肯定会选上你的,毕竟你是二年级一般的班长。 而且,既然让我们去,在修炼方面,学院应该会有所补偿吧。 袁恩叶辉耸了耸肩膀,非要让去那就去吧。 半年时间,你能打造出足够多的有灵金属吗? 唐武林心中一动,怎么? 你还想成为一字窦凯师不成? 我就算打造得出来,也制作不出来呀。 袁恩叶辉双眼微眯,道,至少打造出一整套,我觉得如果我们八个人全力以赴的话是有可能的。 唐武林眼中一亮,你的意思是? 袁恩叶辉道,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未来半年锻造出足够我们八个人制作全套一字窦凯的有灵合金,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然后我们争取给其中一个人制作出一整套有灵金属,然后在未来前往星罗大陆的这一年,用准备好的稀有金属继续为大家制作窦凯。 这样才能不耽误我们的进度。 此言一出,唐武林的目光不由的看向了叶星兰,论窦凯制作,他的水平是最高的。 叶星兰道,我现在还是五级机甲制造师的水平。 想要完成一字窦凯,需要提升到六级机甲制造师,否则一字窦凯最终的核心部件是没法完成的。 我会尝试努力一下。 争取在半年内有所突破。 唐武林点了点头,好,那你在这半年内,就心无旁骛的为你自己打造全身窦凯。 只有你的整体实力变强了,未来继续制作一字窦凯速度才能更快。 元恩、郑宇,你们的意思呢? 我没意见。 元恩叶辉点了点头。 乐郑宇道,我也没意见。 不过,我也是制造师,我自己的窦凯还是要自己打造。 我慢慢来了,资源都向星兰倾斜没问题。 他还差一点才能达到五级制造师,为了在半年内提升团队的整体实力,先提高叶星兰的窦凯数量显然是最合适的。 而且,今天这一战,叶星兰也用强大的实战能力证明了自己。 虽败犹荣,为了团队最终能够获得胜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否则的话,如果黑天鹅魂师莫爵能够参加最后的七对七,有两名一字窦凯师坐镇的情况下,三年级一般怎么可能认输? 他们获胜的几率也会非常小。 唐武林伸出右手,那这半年,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谷月习惯性的把手掌伸到他的掌心下面,其他人分别把手叠在上面。 今天绝对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是宫读生彼此最团结的时刻。 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变得更忙碌了。 一年级一般的学员们,学习氛围比任何年级都要更好,唐武林他们起到的带头作用令整个一年级都充满了斗志。 最强一年级的名称也不进而走,得到了整个外院的认可。 除了唐武林之外,他的整个小队队员们都已经是四环修位了,他每天就只有两件事,修炼魂力,锻造有灵合金。 前往星罗大陆的交流名额很快就出来了,一年级一般,唐武林,谷月,叶兴兰,徐立志,谢谢和徐小言。 二年级一般,袁恩叶辉,乐正宇。 正是他们八名攻读生。 带队老师武长空 除了武长空之外,总领队,银月斗罗蔡月儿。 武长空带队当然是唐武林他们都很愿意的,但蔡老同去,却让唐武林几人有些压抑。 毕竟,当年刚刚入学的时候,蔡老可没少刁难他们。 半年后,史莱克学院外院,领兵广场。 纳尔坐在广场旁边的石台上,轻轻的荡着双腿,他穿的是长裙,双腿荡起时,露出一节洁白如玉的小腿。 银发更长了,披散在脑后,在这傍晚的余晖中闪烁着淡淡的光泽。 哥,你什么时候走? 纳尔轻声问道。 第五百四十八章何时能到四十集? 唐武林微笑着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呢。 应该就最近这几天了。 老师不肯让我去呢。 纳尔撅起了红唇,一脸的不满。 唐武林呵呵一笑,又不是不回来了,一年而已。 纳尔不满得道,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吗? 而且也不知道兴罗帝国什么情况,我担心你呢。 唐武林摸了摸他的长发,乖了,这世耳已经无法改变。 纳尔,你的一字窦凯完成了吗? 纳尔摇摇头,还差最后一件就完成了。 加油哦,说不定,一年后哥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字窦凯失了呢。 唐武林笑道。 纳尔也笑了,才不信呢,你到现在都还只有一块豆楷,哪有那么快呀? 唐武林道,不知道什么是天赋异禀吗? 纳尔扑吃一笑,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大了? 话说,你还没到四十级呀? 我看你每天这么拼,都没时间陪我,还差多少能突破? 唐武林苦笑道,三十八级了,还差两级。 哎,我这天赋也是醉了。 魂力提升得特别慢。 他自己也为这视耳头疼,半年过去,他的魂力才三十八级,虽然距离三十九级已经非常接近了,但很显然无法在前往星罗大陆之前突破到四十级。 到不了四十级,就意味着他无法成为六级锻造师,也无法拥有第二魂灵,第四魂环。 而这每一个,都是制约他实力提升的因素。 身为队长,修为最低,怎能不让人郁闷呢? 魂力最高的袁恩叶辉,都已经四十五级了。 古月也四十四级了。 乐正宇四十四级。 叶星兰四十三级,谢谢,徐小言,徐励志都四十二级。 就他孤家寡人一个三十八级。 突破四十级之后,大家的实力提升都很快,唐武林一直努力修炼魂力,其他方面进步不算特别大,只有气血变得更加雄浑。 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被大家拉开了。 别气美,很快就会突破的。 说不定,到了四十级之后,哥你就能一马平穿了呢。 纳尔笑咪咪的说道。 唐武林其实倒是没觉得太郁闷,自从不断突破金龙王血脉封印之后,他的魂力就有些不一样,虽然总量上不去,但却越发的凝实。 最初修炼玄天宫时的洁白魂力,现在已经变成了淡金色的液体,修为只有三十八级,但持续战斗力却并不比伙伴们弱。 只是因为等级不够,层次不够,导致无法突破到更高境界,但根基肯定是非常扎实的。 借你吉言,希望吧。 唐武林对四十级已经渴望很久了,一旦到了四十级,所有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就算是想要成为一字窦凯师,最低标准也是要达到四十级啊。 正在这时,混倒通讯器的铃声响起。 老师。 一看号码,唐武林脸上就流露出了笑容,是牧尘老师。 在学院吗? 牧尘温和的声音响起。 在呢,老师。 唐武林恭敬的说道。 到校门口来一下。 牧尘道。 好,我马上来。 唐武林向身边的那儿道,牧尘老师来了,我去见见他,你回内院吧。 哦。 那儿有些不情愿的答应一声。 唐武林飞也试的跑了,直奔学院大门方向而去。 你跟他不可能的。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那儿耳边响起,他猛的回过身来,只见不远处,古月正站在那里,目光灼灼的看着他。 那儿右手一按石台,腾身而起,站定在石台上。 怎么就不可能了?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那儿愤怒的说道。 古月只是默默的看着他,不说话。 那儿的情绪渐渐平复了,恨恨的瞪了古月一眼,转身飞跃而起,一头银发在空中飘扬,转瞬间消失不见。 直到他远离而去,古月才喃喃的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唐武林飞快的跑到史莱克学院外院大门外,他的眼神立刻变得惊讶起来,学院门外,不只是牧尘在,牧尘身边,还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振华。 振华看到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唐武林赶忙跑过去,恭敬行礼,老师,师伯。 牧尘微笑道,这么快就出来了。 本来以为你还要一会儿呢。 唐武林呵呵一笑,您们怎么来了? 有事的话,叫我过去就是了。 牧尘道,走后门的事,还是不要在协会比较好。 走后门。 唐武林疑惑的看着老师。 牧尘的目光则看向旁边的振华,振华微微一笑,我们这次来,是带一件东西给你的。 一边说着,他把右手伸出,张开了手掌。 在他掌心之中,赫然有一枚徽章,徽章是白底色,上面有六颗紫色星星闪烁着高贵的光泽。 这是,唐武林惊讶的看着振华,师伯,可是我还没有达到六级的层次啊。 振华微微一笑,其实,按道理说,你早就够六级了,唯一不够的只是魂力修为罢了。 一旦魂力达到,那么,有灵金属灵断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多的难度,你的积累足够深厚。 你马上要去星罗大陆一年,一年内你的修为肯定会突破到四十级,那么,在这之前,这枚徽章就先给你了。 等你归来的时候,必然已经是实至名归的六级锻造师。 牧尘道,拿着吧,这是你师伯亲手为你做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中分明有着几分酸味而,他也不得不承认,在锻造方面,自己和振华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一代神将啊。 谢谢师伯,谢谢老师。 唐武林也不客气,把徽章接了过来。 能让锻造师协会会长亲自给自己走后门,提前授予六级锻造师徽章,这绝对是史无前例了吧。 郑华沉声道,此行注意安全,早日突破魂力修为。 你的基础很扎实,但魂力提升还是有点慢了。 等你这次从星罗大陆回来之后,如果魂力修炼速度还上不去的话,我们会帮你想想办法。 谢谢师伯。 唐武林自然明白他说的办法是什么。 但在他内心之中,还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提升魂力。 这一年来,他虽然魂力提升非常缓慢,但积累下来,他对魂力的感受,甚至是对蓝银草武魂的感悟明显随着修炼加深了许多。 如果是通过天才地宝来提升自身修为的话,一定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郑华面带微笑的看着唐武林,道,这次你前往星罗大陆,估计会有些惊喜的。 惊喜? 是什么? 唐武林好奇地问道。 郑华神秘地道,既然是惊喜,怎么能提前告诉你呢? 等去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唐武林求助似的看向牧尘,牧尘也是一脸微笑,却向他摇了摇头。 好了,我们走了。 祝你此行一路平安。 郑华向唐武林挥了挥手,师兄弟二人转身而去。 第549章你今天怎么了? 目送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唐武林苦苦思索,却怎么也想不出他们所说的惊喜会是什么。 难道说,在星罗大陆还有什么我认识的人不成? 不可能啊。 那可是星罗大陆。 带着满脑子莫名其妙,唐武林却没有直接返回学院,就要离开了,他还要去唐门一趟。 他现在是唐门那堂斗魂堂的白急斗士,要远离宗门这么久,总要汇报一下。 自从加入斗魂堂,他得到的修炼资源着实不少,唐门也从来没有给他分派过什么任务。 在向宗门出售锻造金属的时候,还有额外的贡献点加成,可以说是只获得好处却一直都没什么付出。 这次要离开这么久,总要向宗门报备一下。 轻车熟悦的来到唐门,唐武林直接找到了斗魂堂堂主郭霄旭。 嗯,你要去星罗大陆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那边多看少说,注意安全,平安回来。 郭霄旭面带微笑的说道。 你白急斗士的徽章记得带着。 一边说着,郭霄旭从怀中摸出一封信递给唐武林,远离斗罗大陆,魂岛通讯是无法联系上我们的。 这封信你带到星罗大陆星罗城唐门分部,交给那里的负责人,如果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向他们求助。 啊? 唐武林呆了一下,唐主,您是说,在星罗大陆也有咱们唐门的人。 郭霄旭微微一笑,你说呢? 不只是星罗大陆有,天斗大陆也一样有。 而且不只是我们,传灵塔比我们覆盖的更广泛。 有些组织,并不是大陆就能阻挡的。 当然,史莱克学院除外。 学院是不愿意向外扩张罢了。 他眼含深意的看着唐武林,道,你还小,出去走走挺好的,开阔一下视野。 你比同龄人性格要沉稳,记住浴室要冷静。 你的斗魂堂徽章背面有按钮别忘了,一旦遇到危险,立刻按下,只要你周边有同门, 都会立刻前往救援。 是。 郭消旭不提醒,唐武林还真的有些忘记了,自己这白级都是徽章还有这个功效。 出了唐门,唐武林抬头望天,今天的天气一般,有点阴沉沉的。 希望这次星罗大陆之行能有些收获吧,唐武林长出口气。 本来按照他的计划,自己应该是在前往星罗大陆之前突破到四十级,拥有第二魂灵,拥有第四魂环。 锻造师提升到六级。 但现在只有锻造师达到了,还是走后门。 他心中多少有点郁闷。 豆凯方面,叶星兰现在只差三块豆凯就能完成他自己的全身豆凯了,其他人都还是一块。 对此唐武林倒是没什么怨言,一旦叶星兰成为了一字豆凯师,那么,他在锻造时的把握性和速度都将很大程度提升。 伙伴们成为一字豆凯师自然不在话下。 有灵合金他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哪怕是在星罗大陆,也可以继续制作豆凯。 拿出魂导通讯器,唐武林拨通了古月的号码。 怎么了? 古月的声音传来。 古月,你能弄到生灵台的入场券吗? 终极生灵台的。 唐武林问道。 古月道,应该可以。 你想干什么? 唐武林道,最近一直在刻苦修炼,也没什么成果,我想去发泄一下。 反正走之前也到不了四十级了。 活动活动筋骨好了。 你在哪? 古月问。 在唐门总部这边呢? 古月道,那你等我,我来找你,然后咱们一起去。 唐武林笑道,靠谱。 时间不长,一辆混岛出租车停在唐武林面前。 古月朝着唐武林招了招手,唐武林走过去,钻进车内。 混岛出租车平稳启动,想传灵塔总部方向行进。 你也跟我一起进生灵台吗? 唐武林好奇的问道。 古月点了点头。 好啊。 唐武林笑道,一边笑着,他很自然的握住了古月的手。 古月却像是触电式的把自己的手抽了回去。 怎么了? 唐武林愣了一下,他们平时经常会有一些身体接触,但古月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过。 此时他才发现,古月的情绪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同,眼神中多了几分冷漠。 男女瘦瘦不侵,你自重。 古月淡淡的说道。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那你主动拉我手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 古月脸色僵了一下,扭头看向窗外,不理他。 唐武林挠了挠头,女人心,还抵针,这真不是说说呀。 这莫名其妙的,算咋回事啊。 他也没吭声,混倒汽车出了史莱克内城,着实是开了好一会儿,才抵达传领塔总部。 一路上,古月都在没和唐武林说话,唐武林也没有主动开口去讨没去。 古月主动赴了车钱,下了出租车,他率先向传领塔总部走去,唐武林赶忙跟上。 凭借着自己的徽章,古月带着他进入总部。 来到史莱克城这么久了,一直在学院修炼,唐武林还真没来过这边的生灵台,今天也算是突发奇想了。 当年还在东海城的时候,他们的实战能力就是凭借生灵台练出来的。 传领塔总部的生灵台在后方,两人换了两趟电梯,才终于到了地方。 古月带着唐武林通过两道关卡来到一个金属房间之中,熟悉的屏幕,熟悉的密封舱呈现在他们面前。 帮我们进入终极生灵台。 古月向房间中的工作人员说道。 好的。 工作人员也不多问,只是有些好奇的看了唐武林一眼。 唐武林向古月低声问道,进入这里的终极生灵台要多少钱? 古月瞥了他一眼,没吭声,镜自走到一个密封舱钻了进去。 唐武林眉头微皱,这是怎么了今天,自己好像没得罪他呀。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生灵台了。 别别扭扭的,在里面估计也配合不好,能坚持多久就难说了。 不过来都来了,总要进去发泄一下。 钻进密封舱。 密封舱闭合。 各种仪器扫描开始。 唐武林闭上双眼,他现在的身体能力可比当初刚从东海城来的时候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伴随着能量波动传来,眩晕感迅速出现,足足持续了一分钟之久,唐武林只觉得身体一清,已经呼吸到了清晰的空气。 进来了。 睁开双眸,他一眼就看到身边不远处的古月。 周围是茂密的大森林。 和当初他们在东海城进入生灵台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唐武林上前几步,来到古月身边,同时目光谨慎的观察着四周。 虽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过生灵台了,但警惕性可没有半点降低。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面对巨大的危机,一切都要谨慎小心才行。 古月站在他身后,默默的看着身前身材挺拔的少年,眼神略微有些迷惘。 半年来,唐武林的身材又长高了一些,肩膀宽阔,相貌也越发英俊了。 已经有了几分青年的模样。 近十五岁的唐武林,此时身高已经有接近一米八了,除了脸上还有些稚气之外,外表已经和成人没什么差别。 作为一年级一般的班长,个人实力强大,又长得如此英俊。 一年级,二年级喜欢他的人可着实不在少数。 只是唐武林自己却有些茫然不知,每天都忙碌在修炼和锻造之间,根本就没什么接触人的功夫。 古月甚至觉得,连武思朵看唐武林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我真的不懂什么是喜欢吗? 你发生了冷啊?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唐武林一扭头,看到古月居然没有跟上自己的脚步,站在原地没动,不禁有些急了。 先前他情绪不对就算了,这里可是终极生灵台,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的。 浑兽可不会因为他们失神而手下留情。 古月没吭声,默默地走到他身边。 你没事吧? 唐武林再次问道,但这次语气中却没有责怪,只有关切。 他甚至还抬起手尝试着去触摸他的额头。 我没事。 古月轻推开他的手。 唐武林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这才重新转过身,继续向前行进。 第五百五十章 野猪群 他和古月都是灵海静的精神力,精神感知非常强,至少直径百米范围内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感受到。 古月一抬手,两团青光附着在二人身上,令他们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 唐武林感受到他似乎恢复了正常,这才放松几分。 如果计算到明天早上的话,我们大约有十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再升灵台内闯荡,咱们加快点速度吧。 到深处去看看。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普通魂兽是不足以威胁到他们的。 唐武林这次近来没想过要让自己的魂环生灵多少,主要是为了找一些强大的魂兽发泄一下。 精神力联系着身边的植物,他的感知顿时随之增强了许多。 在专属修炼的苦修这半年多,魂力虽然提升速度不太理想,但唐武林和植物之间的联系明显变得紧密了许多。 他更能让自己融入到蓝银草的感觉之中,去感受着远方的一切。 远远的,一点淡淡的光芒在空气中闪耀,唐武林迅速靠近,一步跨出就已经腾越而起。 那一点光芒瞬间收缩,须于远离。 好像是只小鸟。 唐武林从空中落下,向古月说道。 对于弱小的魂兽,他并没有猎杀的心思。 当下加快脚步,继续深入。 突然间,前方传来低沉的轰鸣声,声音宛如闷雷一般,但却似乎是在较为遥远的地方。 唐武林丹西跪道,将自己的耳朵紧贴在地面上的蓝银草之上,默默凝神感受。 恐惧,他感受到的是远处蓝银草传来的恐惧情绪。 似乎是兽群。 我们先上述。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古月说道。 他快步来到古月身边,右手探出,拖在古月叶下,带着他猛然纵月而起。 借助鬼影迷宗部,脚尖在树干上一点,带着他再次借力,就已经登上了一根粗壮的树枝。 古月倚靠在树干上,唐武林伸手抓住更高处的树枝稳定住自己的身体。 听这声音的变化,似乎是朝着咱们这边来的。 规模不小啊。 唐武林眉头微皱。 这种低沉的梦想,首先应该是兽群,其次,应该是体积相当庞大的浑兽才对。 否则无法发出这么剧烈的声音。 果然,声音越来越近了,距离越近,那声音也就越是轰鸣。 唐武林脸色微微变化,这是什么兽群? 怎么动静这么大?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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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的轰鸣令整个大森林仿佛都剧烈的震荡着,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压迫力。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骇然,眉头紧锁,眼中紫一闪过,透过树棺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眺望。 很快,他的脸色变了。 不好,恐怕有麻烦了。 是金刚野猪群。 金刚野猪,群居类浑兽。 疯狂状态下的野猪,甚至比狮虎还要可怕。 金刚野猪体型庞大,头部坚硬如钢铁,三双獠牙如铲子一般,前端风锐无比,狂奔起来,具有超强的冲撞力。 就算是一些实力非常强大的魂兽,也不愿意正面承受它们的冲击。 那真是千军之势。 金刚野猪的猪牙是非常好的材质,坚硬,致密,适合用来雕刻。 所以,在上古时期,这种魂兽灭绝得非常早,而在生灵台内,却完美地将它们呈现了出来。 轰,轰,轰,轰鸣不再只是野猪狂奔跺地的声音,更有着一棵棵大树倒地的声音。 成年金刚野猪,重达两吨,身长超过五米,高两米。 急速狂奔起来,正面的冲撞力可想而知。 普通的树木,根本无法阻挡它们前进的步伐。 唐武林扭头看了一眼自己和古月此时所在的大树,顿时暗叫不好。 这猪看上去不过百年树林的大树,恐怕。 才想到这里,金刚野猪群已经进了,远处,一株猪大树纷纷倒地,野猪群身上的兴气扑面而来。 唐武林看到,为首一只金刚野猪,身体极为硕大,通体毛发呈现出青黑色,猪毛宛如钢针一般根根树立,比普通成年金刚野猪要大了一倍。 所过之处,一株猪大树纷纷被撞倒。 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才进入终极生灵台就遇到了这种大麻烦。 古月,小心了。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下面的野猪不要撞到它们这边来。 但是,运气显然没有站在它们这边,眼看着,为首那头硕大的野猪,狂奔方向正是它们这边。 轰。 大树根本承受不住金刚野猪的撞击,轰然倒塌。 荧光一闪,古月带着唐武林已经瞬移到了半空之中。 但距离旁边的大树还有一点差距。 没法直接瞬移过去,待人的话,古月的瞬移距离会受到影响。 两根蓝银草及时甩出唐武林上身攻起,把古月背在背上,用力一拉蓝银草,凭借着强大的拉扯力,把两人送向了另外一株大树。 但就在这时,它刚刚缠绕的大树也被其他野猪冲撞,同样是朝着地面倒去。 越是在危机时刻,唐武林就越是能够保持清醒,双手用力一甩,凭借着蓝银草的震荡力,将自己送入空中,身在半空,它再次将蓝银草释放出来,缠绕向另一侧的大树。 一棵棵大树不断被野猪群撞倒。 唐武林就凭借着蓝银草的牵引,背着古月在树林中不断的转变方向。 蓝银草的缠绕效果,在这个时候被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控制着不让自己和古月落下去。 古月浮在唐武林背后,双手紧紧的搂住她的脖子,一双长腿盘绕在她腰间,两人身体紧密贴合。 她能够清晰的听到唐武林稳定而强健的心跳声。 她分明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局面而失去冷静。 沉稳的应对着眼前的一切危机。 那种安全感令古月下意识的歪过头,把自己的面颊贴在她的颈尖处,闭上双眼。 身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身前是那暖热而充满安全感的身体。 她脸上的冰冷和先前的抑郁似乎全都消失了。 一抹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面颊之上。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无论怎样,先享受所有的一切吧。 喂,你清点好不好? 快勒死我了。 唐武林抱怨的声音响起。 原来,不知不觉间,古月收紧了搂住她的手臂。 她赶忙放松一些,我这点小力气,还能勒死你。 唐武林一拉拦银草,再次改变了方向,带着两人腾空而起。 此时的她,只觉得自己如同猿猴一般,在树林中纵横腾挪,倒是也有几分畅爽的感觉,不禁笑道,我是脆弱的小鲜肉,你要保护我才对。 古月清脆一声,在她肩膀上垂了一下。 总算,下面的金刚野猪群跑过去了,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唐武林最后一拉拦银草,把两人送入空中,脚尖在前方树干处建立腾月,再次落下时,已经直奔地面坠去。 空间 唐武林向古月说道。 这个时候,只要古月带着她一个空间传送,立刻就能化解充饰。 可谁知道,古月却根本没有施展的意思,只是搂紧了她的身体。 第551章 恐怖 霸王龙 喂! 唐武林惊呼一声,地面已经到了,无奈之下,她在双脚落地的一瞬间,带着古月瞬间翻滚过去。 她的身体力量何等强大,双脚落地时就化解了超过七成的充饰,带着古月在地面上一阵翻滚,柔软的草地卸掉力量,足足翻滚几周,两人才倒在地上,算是彻底化解了充饰。 唐武林躺在蓝银草上,满脸都是无奈,古月就躺在她身边,脸上却是笑吟吟的。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太不正常了。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 古月笑吟吟的道,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几天吗,理解万岁。 没几天? 唐武林转过身,看向古月,看到她脸上的笑容,不禁愣了愣。 就是那几天? 一抹红晕飞上古月的面颊。 没懂。 唐武林傻傻地问道。 你不需要懂。 古月没好气地说道。 唐武林疑惑地看着她,咱们还能不能继续了? 不能的话索性就退出去吧。 你都不配合我,这种感觉好差。 古月白了她一眼,好了,不跟你闹了。 正在这时,她们突然感觉到,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暗了下来,下意识地转头向空中看去。 下一瞬,两人同时骇然。 那是一个巨大的头颅,她正低着头,一双宛如水缸般的大眼睛,正疑惑地看着地面这对渺小的人类。 这是什么玩意儿?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一拉古月,翻身就跳了起来。 因为大量的树木被金刚野猪群撞倒,并没有太多的遮蔽。 她们能够清楚地看清这个庞然大物的整个形象。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物,身高超过六十米,身形枝庞大,宛如一座小山一般,全身是厚重的灰黑色鳞甲,每一块都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巨大的头颅几乎占据了整个身体的四分之一。 一双巨眸中带着几分疑惑,看着面前这对对他来说十分渺小的人类。 粗壮的尾巴拖在身后。 大嘴微张,那巨大的口气足以轻松吞下先前最大的那头金刚野猪。 唐武林暗骂自己,怎么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了,能让金刚野猪群疯狂逃命的家伙,在这大森林之中,一定不是什么好相遇的存在。 眼前这巨大的怪物,巨口之中那宛如利刃的森白牙齿上,还带着鲜血,显然是刚刚猎杀过什么。 吼,怪兽猛的张开嘴,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巨大的声浪,竟然化为恐怖音波,直接将唐武林和谷月吹飞了出去。 好强。 这根本无法判断对方是多少年曾次的魂兽,在唐武林的记忆中,也似乎并没有这种魂兽存在。 霸王龙,亚龙众之王。 古月的声音在唐武林耳中响起,同时荧光一闪,两人已经凭空消失,再次出现时,在一片倒地的大树旁边。 唐武林低声道,你确定? 这家伙是亚龙众? 我确定。 没想到在生灵台中还有这种存在。 霸王龙其实在上古时期就已经灭亡了才对。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课本里面并没有对他的介绍,我还是在传灵塔的图书馆看到过相应介绍。 成年霸王龙是足以和巨龙媲美的存在。 这只我看足有万年修为,但就算一般的十万年浑兽,也未必会比他强。 这下我们麻烦可大了,他的嗅觉极其敏感。 殊死一搏吧,如果我的血脉影响不了他的话,你就直接脱离战场吧。 一边说着,唐武林一按身边树干,猛的腾空而起。 因为他已经清楚的感觉到,那霸王龙在接近。 如此庞大的生物,走起路来居然落地无声。 这也是为什么先前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原因。 昂,激昂的龙吟声从唐武林口中迸发而出,腾身而起的同时,他瞬间释放出了自己的血脉气息,黄金龙体。 浓郁的气血波动瞬间爆发,在他刻意拟运起血的情况下,一身黄金龙血脉波动冲天而起。 双掌脱天,巨大的金龙头浮现而出,正是金龙惊天。 只不过唐武林此时所施展出的金龙惊天并不是针对那霸王龙怪兽的,而是对着空中。 从对方的体型和谷月的描述唐武林就能感受到,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这家伙,完全不是一层次的存在,那么,就只能凭借下虎才行了。 吓住对手,才有跑的机会。 金龙惊天无疑能够把他的血脉气息最大程度释放出来,成不成就在此一举了。 果然,当唐武林腾身而出的时候,霸王龙已经来到了他们附近,似乎是没有见过人类这种生物,他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有些好奇的凑过来。 从唐武林和谷月身上散发出的魂力波动,根本就不足以对他构成任何威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急于攻击。 吼,在唐武林激昂的龙吟声中,霸王龙仰天怒吼,巨大的声波甚至令天空都有种色变的感觉。 唐武林只觉得体内气血一阵奔涌,但紧接着,一种强盛的意志就从自己的金龙王蜂印深处释放了出来。 昂,唐武林推出的金龙惊天黄金龙头居然自行发出一声咆哮,和唐武林口中发出的相比,这一声龙吟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强大压迫力。 更有着一种威压天地的感觉。 声音分明没有霸王龙发出的吼叫强烈,但那吼叫却丝毫无法掩盖他的清悦。 唐武林只觉得体内仿佛有股力量绽放出来,居然虚拖住了他的身体,暂时悬浮在半空之中。 然后他就吃惊地看到,那高度超过六十米的霸王龙庞然大物,居然朝着他的方向匍匐了下来。 低下了他庞大的头颅。 在霸王龙巨大的头部阵中,有一点金光亮起。 唐武林愣了一下,无形之中,体内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听不懂,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朝着霸王龙巨大头颅方向飘浮了过去。 霸王龙头顶正中那点金光变得越来越明亮了,唐武林此时已经看清,那分明是一块菱形菱片。 霸王龙全身的鳞片都是不规则的,大多数都是椭圆形和半圆形,唯独额头正中,这块正在亮起,闪烁着夺目金光的鳞片是金色的。 那是灿烂的金色,是菱形的金色。 竟是和唐武林的鳞片一模一样的菱形,有棱有角,充满质感。 这是。 霸王龙扬起巨大的头颅,一双星红色的巨眼看着他。 唐武林心中有些紧张,他现在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能够悬浮起来,竟然不是因为自身的力量,而是来源于面前这头霸王龙的魂力。 这家伙真的好强大,至少是唐武林目前所面对过的魂兽中最强大的存在。 我的血脉究竟能够对他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唐武林心中有些打鼓,虽然他曾经凭借自身血脉之力镇压过不少魂兽,但像霸王龙这种层次的却是第一次面对。 血脉威慑固然对所有龙类魂兽以及龙类武魂都有效果,但那也要修为局限在一定层次内。 譬如,他的金龙王血脉同样可以影响到赤龙斗罗和赤龙斗罗,但两位封号斗罗受到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除非有一天他的修为提升到接近他们的程度才有可能真正的对他们产生影响。 看着唐武林,一人一兽就那么僵持着,唐武林现在心中已经在考虑,如果自己被霸王龙撕碎,承受的痛苦会对自己的精神力造成怎样的冲击。 尽管他现在的精神力已经提升到灵海净层次,但这却绝对不会降低他所承受的痛苦,甚至还会有所增强也说不定。 人为刀祖我喂鱼肉,这就是唐武林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他只能是全力催动血脉之力,保持着金龙惊天,一滴冷汗却随之滑落。 霸王龙的嘴缓缓张开,因为距离近,唐武林能够清楚的看到,他那每一根巨大的牙齿恐怕都有数米长,需要两人合围才能抱的过来吧。 森白的牙齿上,带着血红色和肉渣,伴随着他的大嘴越长越大,唐武林甚至觉得他一口下去,足以把一座小山丘吞噬进去。 第552章 消失的霸王龙 不行了,压力太大了。 唐武林已经想要去按脱离按钮了。 至少还有这个机会。 可就在这时,他却骇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突然不能动了,从霸王龙身上传来一股奇异的能量,和他命运的气血产生了诡异的沟通。 在这种沟通中,唐武林就像是中了定身术一般,悬浮在空中,无法动弹分毫。 也就是说,他已经无法主动脱离生灵台了。 怎么会这样? 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只能张口结舌的看着那在自己面前越长越大的龙口。 如果真的要被他弄死的话,那把我吞进去得了。 唐武林真是有些不敢想象,如此巨大的牙齿要是咀嚼自己一下,那将会是怎样的感受。 就在这时,霸王龙动了,他那巨大的头颅猛然向前一探,张着大嘴。 完了。 唐武林脑海中一片空白。 紧接着,他就感觉到一股大力传来,自己也在瞬间失去了呼吸的能力。 唰,唐武林身体腾空而起,全身黏黏腻腻的说不出的难受。 但诡异的是,呼吸恢复了,而且,还没有痛苦传来。 身体重新恢复了控制能力,他赶忙调动魂力,提起轻身,减少自己下坠的力量。 下降的过程中,他分明看到,霸王龙的嘴正在闭合,还有一条粗大的舌头刚刚收回他那大口之中。 此时的唐武林,全身湿淋淋的。 这! 他不是要咬我,而是舔了我。 刹那间,唐武林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也有种死里逃生的放松。 霸王龙巨大的头颅向前一探,刚好将从天而降的唐武林接了下来。 唐武林落下的地方,恰好是那块菱形的金色菱片处。 双手支撑,保持身体的稳定。 就在唐武林双手按在那金色菱片上的刹那间。 霸王龙突然猛的抬起头,释放出一声震耳欲聋,震撼着整片森林的龙吟。 唐武林突然听懂了他的情绪,他在欢呼,他在雀跃,他在兴奋。 金色,莫名的出现在唐武林身上,黄金龙体释放着柔和的金色光韵,然后,金色也在向霸王龙全身蔓延,从他额头上那块金色鳞片向下蔓延。 唐武林体内的血脉波动变得越发剧烈了,尚未开启的十四道封印也在轻微的颤抖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桀骜,从血脉深处传来,从他身上释放出去。 似乎是感受到了这份气息,那么强大的霸王龙,竟然缓缓下蹲,然后匍匐在地。 唐武林下意识地站起身,然后从霸王龙头顶上跳了下去。 脚踏实地,在回身看向霸王龙的时候,这庞然大物全身已经被金色渲染。 紧接着,一件令唐武林震惊莫名的事情发生了。 霸王龙巨大的双眼缓缓闭合,在闭合的一瞬间,唐武林分明看到他眼神中充满了解脱的味道。 紧接着,他那庞大的身躯开始变得透明,一道金色烟雾从他额头上的金色菱形鳞片上飘荡而出,朝着唐武林的方向飞了过来。 金色弥漫,覆盖唐武林全身,唐武林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气息似乎在向自己体内渗入,他无法阻止,而那气息也变得越来越强盛起来。 一时间,他整个人都在金色烟雲包围之中,他的身体,却如海纳百川一般,吸收着这些金色烟雲。 古月早已经从旁边的树木中走了出来,就站在不远处看着这神奇的一幕,他有些呆滞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忘了,霸王龙之所以能够成为帝龙之王,那是因为,他身上流淌着的是金龙王的血脉呀。 并不纯净,但却单一。 金色烟雲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才渐渐收歇。 当唐武林能够重新看清楚外界的景物时,却吃惊地发现,那么庞大的霸王龙不见了。 如果不是地面上还有着他巨大的后肢留下的痕迹,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似的。 唐武林觉得自己身体里多了些什么,但他说不清楚,宁神内势,也丝毫感觉不到。 剩余的十四道金龙王封印依旧稳固,魂力也没有什么变化,气血依旧旺盛,却并未增强。 下意识地释放魂环,也同样没有任何质变。 可是,那些融入自己体内的金色气流去了什么地方呢? 那究竟是什么? 虽然这是在生灵台之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自己的魂灵,魂环都没有增强。 一切就都像是没发生过,可唐武林却完全可以肯定,自己身上肯定是多了些什么,多了些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 至少霸王龙带来的危机消失了。 长出口气,唐武林那种想要释放的感觉都因为刚才这一阵惊吓消散了许多。 他又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还太过渺小,至少和真正的强者相比,相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不过,刚才就算是武老师,遇到这霸王龙的话,恐怕也要逃命吧。 这家伙真的是太强大了。 唐武林扭头看向远处的谷月,谷月也正在看着他。 他赶忙跑到他身边。 你都看到了吗? 那霸王龙怎么消失了?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自己一点变化都感觉不到。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 谷月摇摇头,若有所思的道,我只是觉得,他是心甘情愿和你融合在一起的。 就像传灵塔最初创建时魂灵和魂师彼此达成的契约。 那时候,完全要双方自愿才能完成。 而现在,却已经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了。 唐武林笑道,总不可能他变成我的魂灵啊,我还没到四十级呢。 谷月笑笑,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总算是避免了成为他的食物。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唐武林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当然需要了,你不知道,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他真是太可怕了,单纯他的吼叫声我们都承受不住,更别说正面碰撞了。 让我先缓缓,而且我估计,刚才他那一连串怒吼,这周围也不会有什么不开眼的魂兽感凑过来了。 说起来,你们传灵塔的管理有问题啊。 这才是终极生灵台,怎么就。 唐武林才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周围整个空间仿佛都变得扭曲了。 古月也是一样,两人才刚流露出震惊之色,下一瞬,眼前一黑,暂时失去了知觉。 这个过程似乎很短暂,当他们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赫然发现,他们已经在传灵塔进入声灵台的地方了。 舱盖开启,古月正从里面爬出来。 被传送回来了。 唐武林翻身坐起,然后就吓了一跳,因为在这里已经站满了人。 为首一位,正是古月的老师,有天奉斗罗峰号的传灵塔副塔主,冷瑶珠。 唐武林坐起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聚在他身上。 冷瑶珠目光灼灼的看着他,别紧张,只是声灵台出了一些意外,我们需要进行一下调查。 来吧,你们两个都跟我来。 第553章 不屈魂灵 换了是别人,或许唐武林还会紧张几分,但眼看是古月的老师,他自然也就是然了。 这不是对冷瑶珠的信任,而是对古月的。 他绝不相信古月会不帮自己。 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声灵台中忙碌着,冷瑶珠带着唐武林和古月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你们的情况刚才我都已经看到了。 霸王龙出现在终极声灵台是传灵塔的失误,他本来是终极声灵台通往高级声灵台之间的守护者,而且是最强的一位守护者。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小心让他跑到了外围。 到了他这种层次的魂兽,实际上传灵塔对他的控制也是有限的。 但是,你把他吸收走了。 说到这里,冷瑶珠看着唐武林的表情就明显变得怪异起来了。 霸王龙出现在终极声灵台大杀四方,这虽然算是传灵塔的失误,但最多也就是在事后补偿遇到霸王龙的魂师就行了。 他之所以出现在声灵台入口那边,是因为眼前这个小家伙,居然莫名其妙的把霸王龙给吸收走了。 这神奇的状况瞬间就震惊了整个传灵塔总部。 冷瑶珠在得知古月也在其中之后,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然后就又一次见到了唐武林。 他到的时候,刚好是看到唐武林最后吸收霸王龙的情况。 霸王龙变成烟云,完全被他吸收入梯了。 面下,如果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信不信? 唐武林一脸苦笑的说道。 我信。 说说你当时的感受吧。 天凤斗罗并没有对唐武林的话表示怀疑。 眼前这毕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且身世清明。 早在唐武林上次在魂灵台帮同伴获取魂灵的时候,冷瑶珠就已经调查过这个和自己学生关系密切的小家伙了。 唐武林道,我的血脉之中似乎有龙类的气息,但却并没有真正觉醒悟魂,或者说是一种另类的觉醒。 血脉的力量会催动我这个能力。 对于绝大部分龙类魂兽,都能产生一定的压制效果。 所以,在面对那霸王龙的时候,我们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但既然进入生灵台了,总要试一试,然后我就。 他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当时的感受以及吸收之后身体没有任何变化的过程,全都说了一遍。 冷瑶珠目光深邃的看着他,武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们生灵台的失误。 但是,这次的事情比较特殊,你恐怕要接受一系列的身体检查才行。 还没等唐武林回答,旁边的谷月却已经皱眉道,老师,为什么? 我们这次在生灵台的历练被打断了,您也说了,这次是咱们传灵塔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武林还要接受检查? 冷瑶珠瞥了他一眼,如果只是单纯的这种情况当然好说,我们还会做出一些赔偿。 但是,你应该明白,生灵台内的魂兽,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真正存在的。 此言一出,唐武林顿时吓了一跳,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是知道了神秘心。 冷瑶珠看着他瞪大了眼睛的样子,微笑道,别害怕,只是一些例行检查。 其实,关于生灵台的情况,很多高阶魂师都是清楚的,告诉你也没什么。 生灵台内你们所见到的魂兽,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通过仪器,让你们的精神意识带着自己的身体烙印进入其中,你们在里面击杀魂兽后,魂兽的能量就会依附在你们的精神力和身体烙印之上,再通过仪器被带出来。 而你们所见到的所有魂兽,实际上都是传灵塔创造出来或者复制出来的魂灵。 传灵塔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创造魂灵,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残次品,这些残次品不适合魂师直接吸收,但经过培养之后,再通过一些特殊手段将它们送入生灵台,它们就会具现化,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将它们击杀后,它们自身所拥有的魂兽特性,魂力特性,会转化为纯粹的能量被你们的魂环吸收。 这就是生灵台的由来。 但是,在生灵台之中,并不是所有魂兽都是残次品,为了完善生灵台,尤其是中级和高级生灵台,我们也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完整的人造魂灵,还有一些真正的魂灵在其中。 从而让整个生灵台体系变得更加完善。 唐武林这才恍然,原来生灵台竟是由此而来,同时心中也不禁对传灵塔大为佩服,天凤斗罗说的轻巧,但这其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何等之多? 是传灵塔几千上万年来的智慧结晶,才最终会有生灵台的出现。 窦凯,人造魂灵和生灵台,都被誉为化时代的产物。 它们都极大程度的提高了人类魂师的整体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魂兽在魂师面前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 传灵塔在这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听了冷瑶珠一席话,唐武林才算是对传灵塔更加了解了。 面下,那我们刚才遇到的霸王龙是? 冷瑶珠眼含深意的看着他,道,那是真正的魂灵,也被我们称之为,不屈魂灵。 不屈魂灵? 唐武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 冷瑶珠点了点头,道,传灵塔在历代都保存了大量的魂灵,一般来说,魂兽死去之后,魂灵就会逐渐消散。 为了能够保住这些魂灵,传灵塔用了很多特殊的技术。 保存好它们,同时也便于在未来给它们找到最合适的魂师。 就像现在我们在研究的魂灵回收系统,一旦成功。 那么,未来魂师如果是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只需要在死亡后三天内被送到传灵塔,它以前所拥有过的魂灵就能被提取出来进行保存。 这样就极大程度的节省了资源。 当然,这项研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善。 同时需要魂师家人的配合,毕竟被提取了魂灵之后,魂师的身体将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唐武林瞪大了眼睛,传灵塔的科技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吗? 冷瑶珠继续道,在我们保存的这些魂灵之中,并不是所有魂灵都能够被魂师吸收,从上古时期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这些不能被吸收的魂灵,绝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骄傲,或者是桀骜。 这些魂灵就被我们称之为不屈魂灵。 一旦魂师想要强行吸收它们,一定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 对于这类魂灵,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记录,以确保魂师们不会遇到。 但是,不屈魂灵一般都很强大,单纯的储存对于传灵塔来说是巨大的消耗。 有了生灵台之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送入生灵台之中。 一个是完善生灵台,另一个,也是让它们有了去处,节约成本。 霸王龙就是不屈魂灵。 唐武林问道。 冷瑶珠汗首道,是的,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其中最桀骜的存在之一。 这方面,能和它媲美的还真没有几个。 霸王龙的性格疯狂而霸道,曾经有人类魂师在达到九十级的时候想要吸收它作为最终魂灵,但却硬是被它强行冲破阻阁,导致那位魂师惨死。 它那不屈的意志从来都没有人征服过。 而在传灵塔的魂灵储存中,霸王龙这种上古时期就已经濒临灭绝的魂兽,魂灵也就只有这么一个。 还是颠顶层次的存在,它也是非常不老实的,经常会吞噬生灵台内的其他魂兽。 我们曾经考虑过要将它抹杀,但考虑到它本身的历史太过久远,同时又实在是稀少,也就由得它了。 今天却被你吸收走了。 这实在是令我们很好奇。 所以我们需要在你身上留下一份数据,包括未来对你的一些观察。 虽然不屈魂灵无法被吸收,但这头霸王龙身上,传灵塔花费的资源和金钱统计下来绝对是天文数字。 就这么消失,我们总要给传灵塔议会一个交代。 你放心,不会对你怎样的,都是常规检查,而且检查结果我们也会给你一份。 我已经让人通知你们史莱克学院了,稍后你们学院那边会有人来,亲自监督对你的检查。 第554章情敌 闹得这么大?连学院方面都被通知了。 不过,听了冷瑶珠的话,唐武林也算是心安下来,传灵塔做事还是非常靠谱的,有学院的人在,自己自然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好的免下,我一定配合。 他笑咪咪的说道。 霸王龙让冷瑶珠这么一形容,似乎就更加强大了,可惜的是,他那么强大,整体似乎也都融入到了自己身体之中,可为什么自己身体却没有半点反应呢? 冷瑶珠让他们先做,对唐武林的检查,要等史莱克学院来人之后才能开始。 换了是别的魂师,恐怕早就直接被拉去检查了,但唐武林不一样,他不只是古月的伙伴,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学员,冷瑶珠身在传灵塔,都听说了一些有关于唐武林的情况,毫无疑问,史莱克学院对他是非常重视的。 贸然对他进行详细身体检查,很容易和史莱克学院产生矛盾。 所以他们才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学院方面。 免下,史莱克学院那边的人来了。 时间不长,一名中年女子来到冷瑶珠房间,低声说道。 来的是谁? 冷瑶珠淡淡的问道。 中年女子略微迟疑了一下,才低声说道,是圣灵窦罗免下。 听到这个名字,冷瑶珠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随后站起身,请。 很快,唐武林就见到了圣灵窦罗。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打扮了,今天的圣灵窦罗更显清雅,一身洁白的长裙仙尘不染,整个人都有种缥缈的美感。 白皙的肌肤水嫩的仿佛一捏就破,哪里像是成名多年的封号窦罗,就算说他今年不过双十年华,也绝不会有人不信。 天凤缅下。 圣灵窦罗向天凤窦罗微微汗手。 雅丽姐,什么时候这么见外了? 冷瑶珠笑咪咪的迎上去,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 圣灵窦罗微微一笑,这不是公事公办吗? 好久没见你了,甚是想念。 怎么? 武林这孩子给你们惹麻烦了。 天凤窦罗微微微一笑,确实是有点小麻烦,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通知了你们,不过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他简单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雅丽没有询问唐武林,以他对天凤窦罗的了解和天凤窦罗代表的传灵塔,都不可能对他说谎。 那就配合你们检查一下吧。 我全程在场就可以了。 圣灵窦罗微笑着说道。 当然。 圣灵窦罗这才来到唐武林身边,不用担心,我会全程陪着你。 检查之后咱们就回去。 他始终面带微笑,话语平缓,但其中隐含的那份自信与骄傲却是谁都听得出来的。 唐武林觉得今天的圣灵窦罗似乎和以往有些不同,以往的他总是那么随和,温柔如水。 但今天的他,却似乎多了几分丰锐。 唐武林被带到了一个满是仪器的巨大房间之中。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检查开始了。 这里的仪器绝大部分唐武林都不认识,各种扫描,测量不断进行。 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木偶一般,不断的被各种摆弄。 所幸,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 抽血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唐武林的肌肤太过坚韧,普通的抽血针根本就刺不进去。 最后还是唐武林用自己的金龙爪划破了一点肌肤,这才抽血成功。 谷月一直都跟在他身边,当他看到唐武林抽血的时候,明显皱起了眉头。 整整折腾了两个小时,各项检查才算是完成了。 平时修炼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疲惫的唐武林,此时真是有点晕头转向。 结果谷月递来的水,喝了几大口,坐在那里这才缓过境来。 总算是完事儿了。 唐武林长出口气。 谷月低声道,对不起。 啊? 对不起什么? 唐武林疑惑的问道。 谷月低着头道,我不该跟你耍小性子的。 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想着来生灵台。 其实,我今天看到你和那儿了。 唐武林愣了愣,怎么能怪你,我本来就想来的。 只能说我们运气比较差罢了。 那儿? 那儿怎么了? 他? 没事。 谷月突然迅速的打断了他的话。 这时,两位封号斗罗已经走了过来。 武林,我们回去吧。 雅力主动拉起唐武林的手。 天凤斗罗面带微笑着道,雅力姐,好久不见,不如让我请你吃顿饭吧。 检查结果再有两个小时也就全都出来了,你看。 雅力微笑摇头,不用了,我回去还有点事。 他还等着我呢? 我们走吧。 一边说着,他拉着唐武林就向外走去。 站在门口处的中年女子看向脸色明显阴沉下来的天凤斗罗,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 天凤斗罗轻轻的摇了下头。 圣灵斗罗就那么带着唐武林走了,没有任何一位传灵塔的工作人员阻拦。 哼,冷瑶珠猛的一巴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脸色分明有些铁青。 谷月吓了一跳,他还从未见过老师生这么大的气。 老师,您怎么了? 他关切的问道。 冷瑶珠恨恨的道,他就是来跟我示威的。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装什么圣洁? 哼。 谷月有点发猛,这都什么情况? 出了传灵塔,圣灵斗罗大手一挥,一团白色光蕴卷住自身和唐武林。 周围的景物顿时变得模糊起来。 感觉不到在飞行,甚至看不到外面的一切,就像是身处于一个舒适的独立空间之中。 是不是有些好奇我的态度? 圣灵斗罗看着唐武林有些呆呆的样子,忍不住微笑着问道。 唐武林老实的点了点头。 今天的圣灵斗罗确实是变得与众不同啊。 圣灵斗罗道,本来今天不需要我来的,但我一听是冷瑶珠就过来了。 总不能让他欺负了你。 告诉你个笑咪咪,他算是我的情敌吧。 武林啊! 你很有修炼天赋,未来也一定能成大器。 但在感情方面可要注意,正因为你的优秀,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女孩子。 但不要烂情,专一才是好男人应该有的,千万不要像某些人那样。 海神阁 某些人突然打了个喷嚏,鼻子有些发痒。 什么情况? 自己早已经寒暑不亲,为什么会这样? 谁在念叨我不成? 传灵塔 检查结果出来了。 会议室内,冷瑶珠坐在主位,下面都是传灵塔总部各个部门的主管,其中也包括终极生灵台方面的管理者。 嗯,给大家说说。 冷瑶珠向工作人员说道。 工作人员立刻打开投影器,唐武林的身影随之被投在了白墙上。 谷月就站在冷瑶珠身后,看着投影中的唐武林图像,不禁有些怪异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看着唐武林呢。 这时候的他,显得有些无助势的,莫名的,他心中有些抽痛。 第555章分析报告 唐武林,男,十四岁。 史莱克学院外院,一年级一班学员,班长。 这一届的一年级,被誉为史莱克学院的最强新生班。 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能够在这样的班级担任班长,他的能力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今天,他前来生灵台。 接下来是对整个生灵台内发生情况的讲述。 我们对他的身体进行了详细检查和分析,得到了很多令人吃惊的结果。 首先,在他的身体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霸王龙的蛛丝马迹。 也就是说,明明看到霸王龙是被他的身体吸收走了,但却并没有存在的迹象,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此言一出,会议室内顿时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一名老者沉声道,这不合常理,霸王龙是不屈魂灵,本身具备的能量极为庞大,虽然只是魂灵,但就算是一般的十万年魂兽魂灵,都未必比得上他的强势。 这样的魂灵所能产生的能量,按照正常情况来判断,绝不是一个只有三十几级魂力的少年能够承受住的,现在却消失的洪飞明明,这太不合理了。 是不合理,但却是事实。 田老,我们进行了所有细致的检查,真是没有任何发现。 那孩子没说谎,霸王龙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冷瑶珠摆了摆手,道,继续说其他分析。 是。 唐武林身上虽然没有霸王龙存在,但我们却发现了很多特异的地方。 首先,他的武魂是蓝银草,一种本来不应该有成长机会的武魂,而他的血脉之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我们分析了他的血液,他的血液虽然是正常人类血液,符合人类的一切特征,但其中蕴含的能量之庞大,却远远超过了人类。 混血吗? 先前的老者又一次问道。 工作人员却摇摇头,不是魂血,就是纯粹的人类。 可是,在他的血液中蕴含的庞大能量也非常清晰。 简单来说,他的血液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能量和血红细胞混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将能量分离出来,但这很像是武魂和血脉结合产生的能量。 但正常情况下,血液一旦离开人体,武魂赋予的能量就会在空气中消散,但他的却没有,反而和血液结合得非常紧密。 这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种融合在他体内的血脉非常强大。 同时,我们又详细检查了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强度,怎么说呢? 用量化来说的话,已经超过普通的六环魂帝了,而且还要是强弓系战魂师的六环魂帝。 无论是骨骼,经络,内脏,全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会议室内变得有些安静。 半晌之后,一名中年人道,好家伙,真不愧是史莱克学院培养出的小怪物,果然是够怪呀。 工作人员苦笑道,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他的精神力经过我们检测,大约在六百五十到七百之间,在他这个年龄,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灵海净层次。 但是,当我们想要深层次检查他的精神力状态时,我们的仪器失灵了。 无法探查到他的大脑深处。 仪器失灵? 这次,连冷瑶珠都吃惊了。 是的。 考虑到他史莱克学院学员的身份,没有对他使用更大强度的仪器,否则很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大脑。 但正常来说,就算是比他再高一个大层次精神力的浑尸,我们的普通仪器也可以完成全部检查。 接下来是数据分析,他的血红细胞含量。 一系列的数据很快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基本上,唐武林身上的数据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尤其是肌肉密度,骨密度这些,都不知道要超过正常人多少倍。 根据我们的判断,他的力量一定大的惊人。 怎么说呢? 我们对他的综合评价是,人形凶兽。 这小家伙如果一直能够这么成长下去的话,当他成年之后,单是身体的强度,就将是非常惊人的存在。 除了魂力不算特别出挑之外,其他方面,都远超正常魂师范畴。 冷瑶珠眉头皱起,听起来,唐武林身上的检查数据都不正常,远超常人。 但这实际上才是正常情况,因为,它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正常人存在了? 而他们想要检测到的霸王龙魂灵却是没有一丁点的下落,真的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来在传灵塔都是第一次出现。 霸王龙魂灵固然价值极为高昂,但以传灵塔的底蕴还承受得住。 但问题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会不会和生灵台自身有关? 生灵台作为传灵塔的核心存在,一旦出现问题,那可就是能够动摇传灵塔根本的了。 冷塔主,请您示下,我们后续该如何处理? 是不是要继续找那个唐武林再来深入检查一下? 不行。 冷瑶珠还没开口,在他身后的谷月却突然说道。 顿时,房间中数十道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谷月并没有因为这些目光而退缩,不行的。 他马上就要代表史莱克学院前往星罗大陆进行交流了。 学院肯定不会再让他接受任何检查了。 一名中年人看看他,再看看冷瑶珠,那这件事。 我们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对我们的损失。 冷瑶珠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损失的时候。 终极生灵台这边暂时关闭,进行一个月的自查,以确保生灵台本身不出问题。 所有数据保存下来。 过一段时间,等到他代表史莱克学院交流归来之后,再对他进行一次检查。 我会想办法说服史莱克学院的。 谷月 弟子在。 你也会随同前往星罗大陆。 这段时间你多注意观察唐武林,他身上要是出现什么意想记得回来及时向我反应。 是,老师。 谷月答应着。 他知道,自己刚才突然开口,不让唐武林再继续检查,是担心深入检查会伤害到他,而并没有什么其他理由。 在那一刻,他根本就没有控制住自己,完全是脱口而出的。 无疑,传灵塔在这件事情上吃了个哑巴亏。 但没办法,谁让唐武林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呢? 就算是以传灵塔现在在大陆上呼风唤雨的能力,也还不敢正面得罪史莱克学院。 这就是今年威压。 就算把唐武林弄来继续检查,如果什么都发现不了也没办法。 甚至没法让唐武林赔偿,原因很简单,他赔不起啊。 如果他只是个普通魂师,和史莱克学院没关系,冷瑶珠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加入传灵塔,只要成为传灵塔的一份子,无论吸收霸王龙魂灵对他产生了什么好处,都是和传灵塔息息相关的。 回到学院,唐武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自己的专属修炼地。 冥想,感受自身变化。 可惜的是,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所感受到的就只有,没变化。 真的没有半点变化,霸王龙气息盯点皆无,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第556章一年后见 这着实是让唐武林很是无奈。 那么一个大家伙,说没就没了。 而且还是什么不屈魂灵。 这要说不奇怪都没人相信吧。 不知道传灵塔那边会有什么反应。 反正他自己这里是没办法了。 早晨修炼了紫棘魔童之后,唐武林在食堂见到了谷月,询问了传灵塔那边的情况。 谷月告诉他,传灵塔那边没事,让他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唐武林总是觉得怪怪的。 传灵塔没那么好说话吧? 毕竟,那可是霸王龙啊。 但既然谷月说没事,那应该也就没事了。 这和学院有关。 果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圣灵斗罗亲自前往,实际上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上课。 武长空走到讲台后面,宣布今天课程的开始。 起立。 唐武林习惯性的叫道。 起身,行礼。 课程开始。 上课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 唐武林,谷月,谢谢,徐小言,徐励志,叶兴兰。 你们六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上课,明天给你们一天休整时间,后天出发,参加前往星罗大陆的交流活动。 我将带队。 所以,今天的课,也是未来一年内我的最后一堂课了。 唐武林和谷月的班级职务,由武斯朵、洛桂星赞贷。 武斯朵为班长,洛桂星副班长。 帝增扬念夏为副班长及锻造委员。 虽然很多人早就知道唐武林他们要走了,但听了武长空的宣布,才真正意识到,时间终于到了。 唐武林他们要代表学院出去一年。 有羡慕的,但只是极少数人而已。 因为所有人都不认为,有什么地方比史莱克学院更适合修炼的。 一年交流活动,固然会提升很多阅历和建文,但纯粹对修炼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下课灵响起。 武斯朵走到唐武林面前,一年后回来,别让我超过了。 唐武林微微一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杨念夏走到他身边,大手一伸,搭在他的肩膀上,班长,锻造就交给我了,你放心,我会带领好大家的。 唐武林咳嗽一声,苦笑道,平时也是你带领大家的,本来这个锻造委员就应该是你的。 他自己确实是没怎么进过锻造委员的职责,平时都是自己独自练习锻造。 但在班里却没有任何人有怨言,因为唐武林经常会免费或者是只收很少费用为大家锻造,他锻造出来的东西,那品质,绝对杠杠的。 近两年的时间,唐武林在一年级一般的威望,早已经无可替代。 骆桂星的眼神有些迷惘,喃喃的道,其实我很想去外面走走的,我的梦想,就是能做一位旅行家,尽可能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去看一看。 没想到你们快了我一步,等我毕业了,一定会去。 徐于诚冷冷的道,毕业。 你还早着呢? 是啊。 他们都是很有机会进入史莱克学院内院的,虽然没有有灵金属一字窦凯,但他们现在的一字窦凯都已经制作了超过三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二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定都能够成为一字窦凯师。 甚至是都能达到五十级以上,成为魂王级强者。 这就是必然能进入内院的了。 而内院想要毕业,需要成为二字窦凯师才行,成为二字窦凯师之前,都不允许离开学院。 那个过程的长短,就要看天赋了。 可可,二字窦凯师好像有点难。 骆桂星一脸无奈的道,看来我的梦想还要推后了。 唐武林笑道,好了,不要伤春杯秋的,我回头带点纪念品回来给大家。 真的? 问出这两个字的竟是五四朵。 真的? 唐武林郑重的说道。 谢谢在一旁悠悠说道,不用抱太大希望,以班长的抠门,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的。 唐武林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不说实话你会死吗? 纪念品,什么是纪念品,有意义就行了。 价值高低有什么关系? 众人不由的都笑了起来,是啊。 他还是那个抠门的唐武林。 聊着天,唐武林几人却都没有离开教室。 他们嘴上谁都不说,但是,谁都有些舍不得这里。 尽管来到这里之后就在不停的忙碌,不停的学习和修炼。 但也正是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才渐渐变得强大,才懂了更多东西。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全大陆,甚至是整个斗罗星最顶级的学院。 这里,是能让每一名学员都为之骄傲的史莱克呀。 就要离开,而且还是一年之久,他们怎会没有不舍的心情。 一年之后,再回来时,他们就要升入二年级了。 好了,回去吧。 回去收拾一下。 唐武林终于站起身,看看班里一百多张桌椅,大步走出教室。 再回来的时候,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星罗大陆,我们来了。 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明媚的有些热辣。 这种天气却总是会给人心情舒畅的感觉。 至少毫不压抑。 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来到了一座他熟悉的城市。 天海城 斗罗大陆东海最大的城市。 当年,唐武林,古月他们第一次见到徐立志和叶星兰就是在这里。 史莱克学院一行识人,领队,银月斗罗蔡月儿,带队老师,天兵五常空。 学员,唐武林,古月,袁恩叶辉,乐正宇,谢谢,徐小言,徐立志,叶星兰。 八名攻读生齐全。 他们是来天海城和星罗大陆代表团会合的。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流,星罗大陆代表团将从这里乘船返回星罗大陆。 因为空域没有开放,是不能乘坐长途飞行工具离开的。 而事实上,机甲也没法飞行这么远的距离。 长途飞行工具,目前来看,只有斗罗大陆这边才有。 联邦不可能冒着最新研制出来的混岛飞机被盗取科技的危险宋星罗大陆代表团。 因此,乘船离开就是唯一的方案。 吃,可进而吃。 今天我请客。 唐武林十分豪爽地招呼着伙伴们。 叶星兰一边吃一边撇嘴,无他,这家小餐厅,正是当初唐武林没付钱,把他和徐立志扔在这里的那家。 虽然确实是很好吃,但一想起当初的事,他就不由得不生气。 那个家伙,哼。 严考虞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众人都是大快朵仪。 只有武长空吃的斯文,蔡老的饭量很小,只是吃了一点海鲜就停下来了。 蔡老此时的眼神有些发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唐武林吃饭时候的样子。 这小子,也太能吃了吧。 他在学院一直都是这么吃饭的。 蔡老忍不住向身边的武长空问道。 武长空嘴角抽搐了一下,点了点头,道,是的。 封老答应管他伙食。 所以他的饭费都是封老出的。 蔡老玩耳道。 难怪封老头一听说我们要出发了,脸上一副如是重副的模样呢。 原来是被这小子吃怕了吧。 武长空脸上的冷意似乎变得柔和了几分,扭头看向在那里大快朵仪的唐武林,脑海中不经回忆起了曾经的画面。 如果他还在,该多好。 看着一群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们一边吃喝,一边说笑。 青春真好啊。 原恩,你多吃点。 谢谢把一盘子鹰嘴虾递到原恩叶辉面前。 这鹰嘴虾的味道确实非常好,可坚硬,但里面的虾肉却非常鲜美,再加上卤汁的咸味儿,简直是绝了。 唐武林和徐励志那种饭量,对这种不过手指长的小虾是有些嫌弃的,但却着实是很鲜美。 原恩叶辉看了谢谢一眼,接过盘子,放在面前默默的吃着。 谢谢眼神一喜,他隐约觉得,现在原恩叶辉似乎没有那么排斥自己了。 这真是个好的开端啊。 这次前往星罗大陆,也可以算得上是公费旅游了,说不定就能极大的拉近关系。 大家渐渐都吃不动了,虽然他们饭量都不小,但和唐武林、徐励志这一对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 第557章 杳无音讯的父母 眼看着两人面前渐渐堆积如山的盘子,众人不禁笑了。 这俩家伙,比平时的战斗力还强啊。 你们可是真能吃啊。 我店里的存货都让你们吃光了。 店老板早就瞠目结舌。 几年不见,唐武林长大了许多,但通过饭量,他还是把这个小家伙认了出来。 闻,八成宝。 唐武林满足的说道。 徐励志抬起头来,叶青兰递过一张纸,他擦了擦嘴,其实我早就已经吃饱了,但我就想试试,和你有多大差距。 唐武林没好气的道,那你不是在浪费食物吗? 还不如留给我。 结账吧。 一共是一万六千四百三十联邦币,算你们一万六千好了。 店老板走到武长空面前说道。 这一行识人,只有他一个成年人,菜老看上去年纪大了,其他都是孩子。 武长空看向唐武林,唐武林这会儿却在仰头望天,好像他隔着天花板都能看到外面不错的天气似的。 给。 武长空把账结了。 唐武林第一时间跳了起来,武老师万岁。 您怎么结账了,我本来说我来请客的呀。 我怎么也算半个地主。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 武长空瞥了他一眼,冷冷的眼神中带着一抹忧怨。 没有。 唐武林立刻收声。 走吧。 菜老站起身。 他们才刚刚抵达天海城,正好到了饭点,就被唐武林引到这里来吃饭了。 一顿饭着实是价格不菲,不过对于他这位封号斗罗来说,近前根本算不了什么。 联邦给出了这次的集合地点,在天海大酒店。 星罗大陆使团会陆续来到这里集合,然后再从天海城港口乘船离开。 他们自己来的时候就有大船,这次斗罗大陆方面也会派遣一艘大船跟随。 以便于一年后把唐武林他们这些代表斗罗大陆前往交流的人接回来。 天海大酒店是天海城最豪华的酒店。 一行人乘车,很快就找到了这里。 毕竟,不是每座城市都像斗罗大陆那么大的。 武长空负责办理所有手续,史莱克学院在任何地方都是金字招牌,很快,房卡办理完毕。 武长空和蔡老都有单独的房间,学员们是两人一间。 唐武林,谢谢,徐励志和乐正宇。 袁恩叶辉,叶兴兰,谷月和徐小妍。 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自由活动,但晚上天黑之前必须要回来。 武长空叮嘱说道。 唐武林原本还担心蔡老会不会针对他们,但现在看来,蔡老显得很随和,一路上都没怎么开过口,所有行程都是武长空老师在安排。 这就让唐武林大大的松了口气。 这位毕竟是封号斗罗,只要他不为难自己几人,有他跟着当然是大好事了,绝对有安全感的。 晚上大家想吃什么? 唐武林在回房之前,向伙伴们问道。 走在最前面的蔡老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然后加快了脚步,脸上忍不住失笑,他不是才刚吃完吗? 这小子,还真是个吃货。 天海大酒店的房间非常好,哪怕是两个人的标准间也有六,七十平米大,拉开窗帘,直面大海。 看着窗外的海景,不禁令人心情为之开阔。 唐武林从小就在海滨城市长大的,对于大海无形之中就有种亲近的感觉。 只是,此时的他看着大海,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自己和那儿在海边玩耍的景象。 爸爸,妈妈,你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还不联系我? 想到这里,唐武林心中突然充满了冲动,摸出自己的浑岛通讯器,拨通了一个号码。 号码接通,想了半天之后,才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盲天老师。 唐武林叫道。 武林啊。 怎么样,在学院那边还顺利吧? 盲天的声音比以前叫道唐武林的时候要显得柔和了许多。 唐武林道,挺顺利的,老师,您还好吗? 盲天道,和以前没什么区别,挺好的。 自从唐武林拜了牧尘为师之后,盲天就已经没有再指导过他什么了,事实上,论锻造水平,唐武林甚至已经在他之上。 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唐武林对他的尊敬从未有半点降低。 老师,唐武林停顿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多少有些恐惧。 他特别希望能够获得父母的消息,但又怕得来的消息是不好的。 他们依旧没有联系过我。 盲天显然是明白他想要问什么。 唐武林脸色一胯,轻叹一声,都这么久了,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盲天老师,他们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盲天肯定的道,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你父亲当初的留言已经很清楚了,对于抓走他们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 既然有利用价值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你也不用太过担忧。 你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就按照你爸爸说的路线走下去吧。 等你能够从史莱克学院顺利毕业,相信你也就有去寻找他的可能了。 嗯? 唐武林答应一声。 是的,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去寻找爸爸、妈妈,重新回到他们身边。 无论他们在哪里,自己的心始终都和他们在一起。 挂断了通讯,唐武林原本略有疲惫的心重新焕发活力,为了找回爸爸、妈妈,自己也必须要努力。 爸爸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完全依赖并且信任的人,就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一定能找到他们的,等自己多为唐门做一些贡献,就可以发动宗门的力量了吧。 唐主不是说过吗? 就算是在其他大陆上,也同样有唐门的势力。 还没有父母的消息呢? 谢谢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唐武林轻轻的摇了摇头,还没有。 这一去就是一年,希望回来的时候。 能够有好消息吧? 谢谢道,一定会的,说不定那时候,你爸爸,妈妈已经在家等你了呢。 谢你吉言。 唐武林笑了笑,走回床边,坐了上去开始冥想。 接下来的几天,唐武林绝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酒店中修炼,无论怎样,都要先冲过四十级再说。 到了四十级,自己必然能够脱胎换骨。 至于金龙王封印,他倒不是太担心,他已经突破了第四层封印,按照老唐的意思,至少在两年内,只要他的身体不出现特殊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危险了。 当然,有些东西还是要提前准备的。 唐武林曾经问过老唐,如果自己拥有了窦凯,身体强度会不会承受能力更强一些? 老唐并不确定,他似乎对窦凯并不了解。 整整过了三天,唐武林才得到消息,人已经到齐了,星罗大陆代表团将启程返回星罗大陆。 天海大酒店一层,人满为患。 第558章 赛宇林玉涵 星罗大陆此次前来斗罗大陆的代表团多达上千人,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而斗罗大陆回访人员的数量也同样不少,天海大酒店的大厅已经足够宽敞了,却依旧站了个满满当当。 史莱克学院众人站在酒店的角落中默默等待着,联邦专门负责接洽的负责人已经来拜会过蔡老了。 蔡老恢复了平时的冷漠,并没有过多的交流,只是告诉对方,史莱克学院这便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唐武林站在角落中,目光看向星罗大陆代表团方向。 星罗大陆人看上去和斗罗大陆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衣服的样式要古朴一些。 其中步伐气息强大的存在。 突然,唐武林眼睛一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或许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也或许是运气使然,那人回过头来,刚好也看到了他。 看到唐武林,林玉涵明显愣了愣,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然后朝着唐武林的方向挥了挥手。 唐武林向他笑笑,点头致意。 耳边却传来一个得意的声音,看,快看那边那个小美女,向我招手呢,这果然是个靠脸吃饭的世界呀。 颜值高,真是没办法。 乐正宇撩了一下自己的金色长发,英俊的面庞上满是迷人的微笑。 谢谢撇了撇嘴,不臭屁你能死吗? 乐正宇淡然道,你这种普通人是不会懂我们帅哥世界的。 看,他过来了。 怎么样? 长得不错吧? 看起来还是兴罗帝国那边的,我突然对这次交流有点兴趣了。 体会一下抑郁风情也是不错的嘛。 一边说着,他站直身体,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昂首阔步的迎了上去。 乐正宇已经十六岁多了,在众人中他和袁恩叶辉的年龄是最大的,他的相貌确实英俊,或许是受到神圣天使武魂的影响,全身都有种充满阳光的味道。 论相貌,在团队中也只有唐武林能够超过他了。 你好。 乐正宇向走上前来的林玉涵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林玉涵有些疑惑的看了他一眼,我不认识你。 乐正宇发愣的时候,林玉涵就已经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一直来到唐武林面前,笑脸上微戴一丝朝红,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这算是巧合吗? 唐武林笑道,我却猜到会见到你了,因为不是巧合,我们是代表斗罗大陆前往你们星罗大陆进行交流学习的。 乐正宇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人家并不是向他招手的呀。 谢谢来到他身边,搂住他的肩膀,严肃的道,这是一个靠脸吃饭的世界,高颜值的世界你不懂。 乐正宇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扭头看向谢谢,突然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反手也搂住谢谢的腰,柔声道,没关系的,其实,我对女孩子不太感兴趣。 我去,谢谢宛如触电般躺开。 徐小言和徐励志已经在旁边笑得打跌了,原恩叶辉也是一脸玩耳,叶兴兰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谷月则看着唐武林和林玉涵的方向。 林玉涵好奇的向唐武林问道,你是去交流锻造的吗? 又有什么新成果? 唐武林摇了摇头,也没有什么,没有突破。 林玉涵道,等到了我的地盘,我一定要和你再比一次。 我会努力超过你的。 唐武林微微一笑,好啊。 压力才是动力,我也期待着和你的下次交锋。 林玉涵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队长,你可真是交流广阔呀。 乐正宇带着几分不正经的味道看着唐武林。 唐武林道,那是。 乐正宇看向谷月,他成天在外面招花惹草的,你知道吗? 谷月瞥了他一眼,他没有。 是花草主动招惹他。 唐武林一正言辞的道,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哎呦。 他这话还没说完,武长空一巴掌就已经抽在了他后脑勺上,你才多大。 冰冷的声音令众学员顿时安静下来。 可可,您当我没说。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看了武长空一眼。 武长空一袭白衣,站在他们后面更角落的地方,很显然,刚刚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中。 乐正宇抗声道,武老师,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们这叫青春,青春无敌。 我们这个年纪,是幻想最多的时候。 现在不多想想,等年纪大了能有情商吗? 武长空愣了一下,没有吭声。 徐小言扑斥一笑,对,就你情商高。 为了泡妞要个通讯号码,直接买个酒吧。 乐正宇面部表情一僵,买酒吧怎么了? 我那酒吧现在可是日进豆金。 一边说着,他还偷眼看了袁恩叶辉的方向一眼。 袁恩叶辉正冷冷的看着他,乐正宇咳嗽一声,那个,回头工资我都不计你哈。 哼,一想到自己因为他丢了工作,袁恩叶辉就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总算这么多日子同学,而且误会也说开了。 谢谢不懈的看着乐正宇道,就你这种由头粉面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不服单挑。 乐正宇眉毛一挑。 单挑就单挑,怕你不成。 现在的谢谢可是有底气多了。 好了,别让别人看笑话。 他们这边声音有点大,已经吸引了不少目光过来。 唐武林赶忙阻止他们再继续闹下去。 大厅内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官方的组织下,还算有趣。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通过浑岛扩音器传遍整个大厅。 大家好,我是联邦秘书长潘文。 这次前往星罗大陆的交流活动将由我带队。 稍后请星罗大陆的交流团先清点好人数率先出发,上一号到二十五号混倒大巴车。 然后是我们自己这边,上二十六号到五十二号大巴车。 现在各部门清点人数。 人多了组织起来总是会麻烦一些,就看主办方的能力了。 不得不说,联邦这边的组织能力非常强,整体超过两千人的两个使团有序的出了天海大酒店,登上大巴车。 混倒大巴车在专门的机甲护卫队指挥和带领下缓缓出了酒店,直奔码头方向而去。 唐武林坐在大巴车靠后的位置,他靠近过道,靠窗那边是谷月。 一般来说,除了住宿之外,旅途上大家都会很自觉的把唐武林旁边的位置让给谷月。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约定俗城的情况。 谷月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自从那天跟唐武林闹过一次之后,他仿佛就恢复了正常,依旧寡言少语的,但和唐武林始终默契。 从酒店到码头并不远,当大海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两艘巨轮也随之出现在他们视线之内。 目光能够看到的,每一艘巨轮甲板上都有至少五层,巨轮通体散发着金属光泽,上面还有明显安装魂倒武器的炮口。 大海可不是什么平静的地方,按照联邦测算,大海中所拥有的魂兽数量,至少是陆地上的五十倍。 当然,这是从前。 自从陆地上的魂兽濒临灭绝之后,人类的手就伸向了大海,以至于海魂兽数量锐减,但就算如此,海魂兽依旧是目前斗罗大陆上存在着的数量较多的魂兽。 只有这种攻击,防御都非常强大的巨轮,才能在海上长途航行。 当然,每一艘巨轮的价值都是天文数字。 唐武林听人说过,这次星罗大陆初始过来,也不无显示自己巨轮武力的意图。 当然,论科技发展速度,他们想要追上联邦,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陆续下车,登船。 令唐武林有些惊讶的是,两艘巨轮并不是分别承载星罗大陆和斗罗大陆的使团,而是双方混边。 每一艘巨轮都同时承载双方的人。 顺序已经安排好了。 据说这样是为了交流。 作为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在如此庞大的使团内,并不会被太注意到。 直到安排他们登船的时候。 第559章 登船 蔡老您好 联邦秘书长潘文亲自来到蔡老面前,恭敬的向他致意。 潘文是一名身材中等的中年人,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模样,有些谢顶,相貌也很普通,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这位却是被誉为联邦政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据说是有竞争下一任议长可能的。 你好,潘秘书长。 蔡老不嫌不淡的打了个招呼。 史莱克学院对联邦从来都没有太亲密的态度。 潘文微笑道,蔡老,是这样。 为了已便于双方交流。 这次给贵学院安排在星罗大陆那边的星罗号远洋巨轮上。 和你们共同登传的,还有星罗大陆星罗帝国的星罗皇家学院成员。 这次他们前来大陆交流过。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在本次前往星罗大陆漫长的航程中与你们交流切磋。 蔡老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唐武林等人立刻打起了精神。 哦,就是那个这次想来我们学院交流,被我们拒绝了的学院呢。 此言一出,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有点安静。 潘文不愧是正客,迅速反应过来,哈哈一笑,道,是啊。 这次贵学院正好时间不合适,就没安排。 这不正好在船上就可以交流了吗? 嗯? 还好,蔡老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潘文道,那好,蔡老,这边请。 我带您和众位史莱克学院的高材生过去。 联邦秘书长亲自领路,面子已经给足了。 实话说,潘文心中也是很无奈的,史莱克学院在大陆上什么地位他在清楚不过。 一直以来,学院这边都是联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历任联邦,最希望做成功的两件事,就是分别掌控史莱克学院和传领塔。 当然,这也就是想想罢了。 这两个地方,在大陆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集中着大陆上的最强武力。 传领塔那边还好说一些,在一定的利益驱使下还能比较顺畅的合作。 但史莱克学院这边,却如大海中最坚硬的礁石,任由你风吹雨打,我就是窥然不动。 但偏偏史莱克学院有着大陆最顶尖的强者,联邦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然,这也和史莱克学院没有任何野心有关。 学院方面,从来都没表示过要有扩张的意思,学员们也如同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并没有囤积势力的意思。 这才让联邦勉强认可了他们的相对自制。 在攀文的亲自带领下,史莱克学院一行人鱼贯登船。 登船有专门的扶梯,以魂岛科技推动。 平稳但有些漫长。 唐武林一眼就看到,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也有一行衣着整齐的人。 正在登船的过程中。 他们都是白色校服模样,平均年龄时期,八岁的模样。 看到一身绿色校服的史莱克学院众人这边时,不时指指点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那就是兴罗皇家学院的学生吧。 谢谢低声道。 乐正宇摆弄着自己修长的手指,管他是哪里的,赶诈刺就弄他们。 谢谢瞥了他一眼,我不信,有本事你自己上去弄。 我就不信你能弄得过他们。 挑逝儿是不是? 原恩叶辉瞪了谢谢一眼。 乐正宇顿时得意了,看到没。 我们班长还是向着我的,挑逝儿别怪班长对你不客气。 原恩叶辉瞥了他一眼,他说的也没错,你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饿。 这次换了谢谢大笑起来,一脸得意的看着乐正宇。 徐立志站在后面,也憨憨的笑,叶星兰瞥了他们一眼,无聊的难受吧,这两个家伙。 事实上还真的是,不只是乐正宇和谢谢。 就算是叶星兰,徐小妍他们,也都有些无聊的难受。 忙碌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 他们平日里在学院之中都已经习惯了忙碌学习,修炼。 这次出来之后,每天都没什么事而干,无非就是自行修炼。 还真的是有些无聊。 在没有安稳地方的情况下,叶星兰也不方便制作他的豆楷,而且,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现在制作一次豆楷其他部件还可以,成功率已经很高了,但如果是最复杂的核心部件,还是有些力所不补。 除非他能升到六级制造师。 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不小距离的。 昨天他已经和唐武林商量过了,等他自身豆楷除了核心部件之外其他部件全部完成之后,就开始给伙伴们制作豆楷。 等时机成熟,再完成自己的一字豆楷。 登上巨轮,再回头看岸边时,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渺小。 已经有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这就不是豆罗大陆这边的工作人员了,而是来自于星罗大陆方面。 接下来自然是安排住处。 巨轮承载量是足够大的,实际上所有人都登上一艘巨轮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为了宽敞一些,还是分成了两边。 很快,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自己的仓房钥匙,因为地方足够多,每个人都是单间。 蔡老静自走了。 他住的地方当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巨轮的最上层。 攀文亲自带路。 史莱克学院的校服可真够难看的。 你们怎么受得了啊?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 史莱克众人回身看去,只见先前他们曾经看到的那几名身穿白色校服的星罗皇家学院学员已经走了上来。 一共十二人,看上去年龄都差不多,八男四女,都凑了上来。 说话的是一名矮个子男生,身材不高,但看上去却非常结实。 乐正宇突然摆了摆头,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喃喃的道,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 那名星罗皇家学院的学员个子虽然矮,但也没矮到完全看不见的情况啊。 乐正宇这样子和话语一出,顿时引发了众怒。 小子,你说什么呢? 那矮个子学员第一个就不干了,一个箭步就窜到了乐正宇面前,用自己的胸膛向他撞去。 乐正宇不闪不闭,哎呦,原来在这儿呢? 真不好意思,我这人颈椎不太好,不习惯低着头看人。 不过,您这发育的吧,嘖嘖,也确实是有点问题吧。 哼,双方胸膛碰撞,那矮个子青年是跳起来撞击上来的。 乐正宇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矮个子青年却感觉到自己仿佛撞上了铁板,身体落下,向后退了两步。 高下立判。 实力差距。 这是你们星罗大陆人亲热的方式吗? 好奇怪呀。 你们女生也是这样的吗? 一边说着,他有些好奇的描向了那四名星罗皇家学院的女学员。 唐武林站在后面已经蒙上了脸,然后淡定的道,我们不认识他,你们随便。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乐正宇这家伙,实在是太会挑逝了。 唐武林走,谷月自然是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跟他一起走,谢谢是最后一个转身后退的,拍了拍乐正宇的肩膀,自求多福哈。 第五百六十章启程 你们有没有人性? 乐正宇大惊失色。 他虽然自负,但一个对十二个这种视儿,也不太好吧。 星罗皇家学院那边的十二名学员明显是面色不善的凑了上来。 等一下。 乐正宇双手向前伸出,沉声大喝。 这样吧。 我从这里跳下去,这视儿就这么算了。 当我没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 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乐正宇身形一闪,就从甲板上窜了出去。 要知道,甲板距离海面足有七十多米,这要是普通人掉下去,哪怕下面是大海,也必死无疑啊。 星罗皇家学院众人不离一阵惊恶,趴在栏杆上看去,只见乐正宇宛如自由落体一般下落,眼看着就要到海面的时候,突然,一道金光从他背后亮起,化为一对绚丽的洁白羽翼,猛的一拍,止住落势,然后就朝着另一侧滑翔飞走了。 这! 星罗皇家学院的学员们这才反应过来。 但已经晚了,人家会飞,而且飞得还挺快。 身上四个紫色魂环分外夺目。 砰! 没一起! 砰! 没一起! 乐正宇气哼哼地走在仓房通道之中,每经过一个仓房,就在房门上拍一下。 因为他隐约记得,伙伴们都住在这几个仓房之中。 突然,仓房门开,露出一张冰冷而英俊的面旁。 说谁呢? 武长空冷冷地看着他。 呃,我说我自己,我说我自己。 乐正宇飞也是的跑了。 唐武林此时才从隔壁仓房走出来,看着飞快跑回自己房间的乐正宇忍不住失笑。 这家伙平时在学院的时候还算老实,这一出来就放了疯了,真是一天不折腾都难受啊。 星罗大陆方面给他们安排的仓房还是相当不错的,足有四十平米大,仓房内有自己的卫生间可以洗澡。 每一间仓房还有阳台,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吹吹海风。 还是相当舒服的。 原本很不愿意参加这次交流活动的唐武林,上船之后,心中终于有了几分期待。 一直紧绷着的情绪似乎也放松下来。 正午时分,伴随着三声汽笛响起,两艘远洋巨轮缓缓缓驶出马头,朝着深海的方向逐渐加速。 巨轮就像是大海中的怪兽一般,乘风破浪,稳健前行。 站在阳台上,甚至感受不到丝毫的晃动,吹着海风,明媚的阳光洒落全身,说不出的舒服。 喂!正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呼叫。 唐武林扭头看时,只见古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阳台上了。 古月就在他隔壁,两个阳台也不过相隔两米罢了。 两人相视一笑。 我突然觉得,这次出来也是对的,我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但还从来都没有深入过大海呢。 唐武林向古月说道。 我也没有。 古月微微一笑。 大海波澜壮阔,很快,陆地就只剩下一条黑线,周围的一切尽是波涛。 海水清澈,偶尔能够看到有一些较大的鱼游过。 武林,古月突然叫道。 闻。 唐武林目光疑惑的看向他。 没事了。 古月轻笑着摇了摇头,我回房睡觉去了。 说完,他就返回自己的仓房去了。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也没有继续留在阳台上。 就算是很放松,而已依旧要修炼呢。 不然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四十级啊。 压力始终伴随,返回仓房,他开始冥想打坐。 古月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大海,美眸有些迷茫,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他真的很好。 娜尔,或许,你是对的。 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 深吸口气,一抹坚决从他眼底一闪而过。 巨轮平稳,两艘巨轮相隔数千米,因为体积巨大又没有任何遮挡物,依旧能够清楚地彼此看到。 有几分守望相助的味道。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在海上看夕阳余晖,别有一番风味。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 广播声突然在每一个仓房内响起。 欢迎大家登上了新罗号远洋巨轮。 今晚,我们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酒会欢迎大家。 请大家盛装出席。 这将是一场联谊活动,以促进两座大陆友谊长存。 同时,我们还将进行一些有趣的小游戏。 欢迎大家参与。 联谊活动 唐武林从冥想中清醒过来,或许是因为身心放松的原因,他隐隐感觉到,38级通往39级的瓶颈似乎已经到了,总算是自己命中。 他没白努力,突破到39级,再向前一步,自己就可以冲击到40级了。 40级啊! 到了那时候,自己就是六级锻造师了呢。 一想到锻造,他心头就不禁一阵火热。 他早就打停过了,在船上有专门的锻造师可以租给客人使用,当然,是要付费的。 不过,稍后的晚会,盛装出席。 盛装这玩意儿,自己有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除了校服,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衣服了。 砰,砰! 敲门声响起。 唐武林走过去打开房门。 广播听到了。 谷月站在门口。 闻! 联谊活动呗,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 唐武林有些雀跃着说道。 谷月没好气的道,你就知道吃。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不吃我还能干什么。 谷月道,要求盛装出席,你没有吧? 唐武林道,史莱克学院的校服,还不算盛装啊。 谷月哼了一声,就知道你没有。 给你。 一边说着,他手上光芒一闪,一套衣服就出现在他双臂之上,递给了唐武林。 这是。 谷月笑笑,盛装啊。 衣服接到手中,唐武林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布料细腻的质感。 而且有很多贱,一看就不是凡品。 你哪来的? 唐武林目瞪口呆的看着谷月。 谷月淡淡的道,当然是买的。 我找人给你定做的。 我猜到会有这种活动了,给你做了起身。 唐武林呆呆的看着他,他给我做衣服。 谷月笑脸微红,扬起高傲的小脑袋,省得你给我丢人啊。 待会儿换上。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捧着手中的衣服回到房间内,把衣服先放在床上,唐武林才渐渐回过神来。 突然,他的眼眶有些温热。 上一次这样接过衣服的时候,是多少年前? 武林,妈妈给你做了身心衣服,过年的时候穿过。 你看,棕色的小西服,好看不好看。 哎呀,我儿子最帅了。 好看,真好看。 以后妈妈每年都给你做一身,等你长大了,娶媳妇的时候,都给你拿走,看着从小到大的西装,可以见证你成长的过程。 妈妈走了,爸爸走了。 妈妈的愿望终于还是落空了。 小时候的几套西服还都在东海城家里。 他给我做了衣服。 他给我做了衣服。 或许对于谷月来说,他只是想给他做身衣服,可对于唐武林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想起了妈妈,想起了自己的家。 他的心里暖融融的。 仿佛家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561章 着装 他平时虽然冷淡,但他真的为他做了很多事,很多事。 谷月,谢谢你。 唐武林轻声的呢喃着。 每个人都听到了来自于广播的声音。 乐正宇在自己房间中喜滋滋的。 他正摆弄着自己的衣服,凭借着空间储存装置,他带的衣服着实不少,衣柜里明显是挂不下的。 就是他了。 一定厌绝全场啊。 乐正宇眼睛一亮,从衣柜里拿出一套西装放在床上。 那是一套洁白的西装,领子处有淡淡的金色纹理,那是神圣天使家族的族徽。 白色西装,白色长裤,白色腰风,白色衬衫,再加上白色领结。 还有一双白皮鞋。 通体雪白,唯有西装长长的枪歌领上有着金色纹路,宛如画龙点睛。 这身西装可是出自明家之手。 金色足灰花纹配上他那一头金色长发。 今晚,我绝对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个人。 乐正宇洋洋自得的说道。 换上衣服,站在镜子前面,他目光痴迷的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喃喃的自言自语道,原来,一个人可以帅到这种程度,帅到连我自己都想要强奸我自己啊。 实在是太帅了。 整了整自己的领结,拿出一块带有金色花纹的洁白口袋巾塞入西装上身的口袋之中,乐正宇心满意足的拉开仓房门走了出去。 说来也巧,他对面的仓房门同时开启,徐晓妍从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打了个照面,都是一愣。 看着一身白色西装,头发疏拢得一丝不苟的乐正宇,徐晓妍只觉得自己被晃了一下。 乐正宇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高大英俊。 修长的身材,身高他和唐武林差不多,身材比唐武林略瘦一点,此时在白色西装的衬托下,挺拔,修长,还戴着特有的高贵气质。 脸上露出一抹斜斜的笑意,更是令徐晓妍心头微微的颤抖了一下。 乐正宇看到徐晓妍也同样发呆,今天的徐晓妍穿了一身连衣裙,准确的说是连衣短裙,而且和他不谋而合的是,徐晓妍这身极西的连衣短裙也是白色的,上身是简洁的露霜肩的小礼服。 下身则是白褶裙,白色的长裙上,有着点点金星作为装饰。 一般来说,魂师在定做自己衣服的时候,都喜欢制作一些和自己武魂有关的。 乐正宇如此,徐晓妍也不例外。 但他们此时面对而立,却都惊讶的发现,对方的衣服竟然和自己的十分搭配,甚至有几分情侣装的感觉。 你今天真漂亮。 乐正宇由衷的赞叹道。 徐晓妍俏脸微红,谢谢。 唉。 谁叫我? 旁边另一个门中,谢谢跳了出来。 和乐正宇刚好相反的是,这丝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结,是最传统的正装。 谢谢的相貌实际上并不比乐正宇差多少,只是略微比他矮一点,他的长相天生带着几分冷峻的味道,就像当初唐武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样。 此时一身西装上身,别说,还真有几分玉树临风的味道。 谢谢对门开启。 圆恩叶辉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还是男生模样,红色长裤,黑色衬衫,虽然他的男人形象并不是那么英俊,但圆恩叶辉身材修长,黑衬衫,红裤子这一衬脱下来,别有几分挺拔的味道。 再加上众人都知道他是堕落天使武魂的拥有者,更觉得眼前一亮。 许小妍笑道,圆恩,你要是嘴上再叼一朵玫瑰花,我或许会爱上你哦。 圆恩看看他,再看看乐正宇,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啊? 没有了。 许小妍顿时修的俏脸通红,转身就先跑了。 乐正宇瞥了谢谢一眼,挺起胸膛,谢谢,没想到你装扮一下,长得也还挺帅的嘛。 谢谢有些得意的道,那是。 乐正宇轻叹一声,就是比我还差了一份高贵。 说完,他也转身走了。 我乐个去。 你什么意思,你给我站住。 谢谢大怒,尤其是当着圆恩叶辉的面,这个家伙。 追着他跑了。 圆恩叶辉有些无奈的摇摇头,也跟在他们后面,同时心中暗想,玫瑰花。 好像是自己是挺喜欢的,尤其是红玫瑰。 他们前脚刚走,徐立志和叶兴兰的房门几乎是同时打开,两人同时看到对方,也都是一愣。 徐立志没有换衣服,还是一身墨绿色小腹,脸上带着憨憨的笑容。 叶兴兰换了一条墨绿色长裙,看上去有些保守,但配着他清冷的气质,动人的面庞,依旧绝美。 兴兰姐,你好美。 徐立志呆呆的看着他,下意识的还吞咽了一下唾液,腮帮子上白胖胖的肉上下动了动。 你怎么不换衣服? 叶兴兰问道。 我? 我没有啊。 徐立志挠挠头。 要不,我就不去了吧。 没事,去吧。 你等我一下。 一边说着,叶兴兰关上房门又回去了。 徐立志站在那里有些发呆,自嘲的笑笑,我这身材,穿什么衣服也不会好看的。 时间不长,叶兴兰的房门重新打开,当徐立志在看到她的时候,不禁瞪大了眼睛,兴兰姐,你。 叶兴兰还是那个叶兴兰,但衣服换了,史莱克学院校服。 走吧。 叶兴兰走上前,有些宠溺式的捏了捏她脸上胖肉,拍拍她宽厚的肩膀,率先向外走去。 吞咽了口唾液,徐立志赶忙跟了上去,兴兰姐,对不起,我。 说什么对不起? 又不是你想要这么胖的,这是你的武魂决定的。 而且,胖胖的挺可爱呀。 你要做一个熊一样的男人,平日里趴着,傻傻的可爱,抱着能取暖,靠着能荡肉店。 当冬天饥寒交迫淡尽粮绝的时候,还可以牺牲自我充当储备粮食,可一旦遇到危险,站起来,就是世界上最凶恶的魂兽。 哦,多有安全感啊。 哦,那我也只是你的熊。 兴兰姐,你喜欢白熊还是黑熊? 或者是棕熊? 我喜欢傻熊。 我,我挺傻的呀。 呵呵。 兴罗号的大宴会厅在二层,宽阔的大厅足以同时容纳上千人用餐。 此时,大厅内,已是人满为患。 因为是交流联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被撤走了,只有一些高脚桌摆在大厅内,上面摆放着一些小食和饮品。 不得不说,兴罗帝国和斗罗联邦这边用心良苦。 双方都有着想要拉近关系的打算。 大厅内装饰的金碧辉煌。 一个个使团成员盛装进入,很快,大厅内就热闹了起来。 所有宴会使用的酒水都是气泡酒,气泡酒最能让人预约,因为酒水中的二氧化碳会用最快速度将酒精送入人体各处,所以,气泡酒也被称为最让人愉悦的酒。 乐正宇是史莱克学院这边第一个来到大宴会厅的,眼看着到了门口,他立刻挺起胸膛,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刚好露出四颗洁白牙齿,缓步进入宴会厅之中。 第562章宴会开始 他这一身装扮,加上英俊的相貌,果然是吸引了很多人注意。 不过也就是注意一下罢了。 毕竟,今天盛装出席的人可不在少数。 乐正宇虽然装扮不错,但毕竟只有16岁,还缺少了成年人成熟的气质。 乐正宇,你给我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了。 谢谢锦跟着乐正宇就走了进来,他嗓门有点大,吸引的人反而比乐正宇还多点。 乐正宇回过身,笑眯眯的看向他,亲爱的,你想让我说什么? 谢谢本来是满腔怒火的,但却被乐正宇这一句亲爱的叫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像是兜头一盆凉水泼来,瞬间火就灭了。 我不认识你。 谢谢立刻转脸,拿起一杯饮料,就转向了一旁。 元恩叶辉和徐小妍是先后进门的。 谢谢一看到元恩,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快步走到他面前,元恩,乐正宇调戏我。 你说他是不是人? 元恩叶辉淡淡的道,你们俩的事别问我。 和我没关系。 徐小妍扑哧一笑,低声道,在一起,在一起。 谢谢的脸皮从来都没比乐正宇薄过,文言顿时向元恩叶辉腼腆的道,你看,小妍都说让我们俩在一起了。 滚! 元恩叶辉白了他一眼,自行向里面走去。 谢谢向乐正宇比了个手势。 乐正宇毫不示弱,向他五妹的一笑,笑得谢谢直发毛,赶忙追着元恩叶辉跑了。 此时乐正宇才走到徐小妍面前,美丽的小姐,今晚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徐小妍痴痴一笑,你怎么知道今晚有跳舞? 乐正宇笑道,一般晚宴都会有吧? 怎么样? 做我的舞伴如何? 徐小妍道, 好啊。 乐正宇打了个响指,你真是个好姑娘。 徐小妍认真地点头道,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我都不嫌妮丑。 乐正宇苦笑道,别这么毒舌好不好。 不过。 说到这里,他突然拉长音,然后突然探身向徐小妍贴近过去。 徐小妍下意识地向后闪躲,整个人上身都向后弯了下去。 乐正宇惊讶地发现,他的腰支真的非常柔软,这后折轻松就超过六十度了。 不过什么? 徐小妍就这么厚仰视地看着他。 不过,你真的认为我丑吗? 乐正宇一双蔚蓝色的眼眸注视着徐小妍,眼神中充满了真挚的光芒。 没来由的,徐小妍一阵心慌,好了你,快起来,像什么样? 乐正宇这才直起身,同时轻轻一带徐小妍,把他也拉得直起腰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乐正宇低声道。 徐小妍哼了一声,我对花花公子一向美好感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花花公子? 乐正宇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徐小妍哼了一声,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在调戏圆恩? 还不是花花公子? 呃,那个不能算,当时我以为他是邪魂师,故意那样的。 其实,我都没交过女朋友的。 是不是大大的出乎你意料之外? 乐正宇一脸腼腆地说道。 徐小妍意正言辞地道,你今年多大,才十六岁吧? 按照联邦法律规定,十八岁才算成年。 十六岁你就开始想什么男男女女的事情已经很不对了,竟然还想要交女朋友? 你这种行为,将会受到社会谴责。 一个失足青年,还跟我说什么出乎意料? 不过你放心,我们大家会努力挽救你的。 比演技,徐小妍什么时候落后过别人了? 说完这番话,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与众心长地道,不要被青春期和尔蒙左右了你的思想。 长发一甩,偏然而去。 乐正宇目瞪口呆地看着徐小妍向里面走去,一时间也不禁目瞪口呆,这都神马情况。 果然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呀。 这丫头竟然这么厉害。 先前他还以为,徐小妍被自己英俊的外表迷住了呢? 此时,大厅内陆陆续续已经来了许多人。 能够代表两座大陆成为使团成员的人,无疑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什么出身的都有。 但要说年龄,史莱克学院这些学员们绝对是最小的一批。 很快,乐正宇就看到了蔡老和武长空。 蔡老穿了一件银白色长裙,优雅,高贵,隐约间全身有种难以言表的光华,他一出现,立刻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虽然他相貌沧桑,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在他身上都感觉到了风华绝代的味道。 武长空站在大厅的角落中,拿着一杯冰水慢慢地喝着。 如果不是蔡老要求,他甚至不愿意来参加这种宴会。 他本来就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他和平时的装扮没什么不同,一袭白衣,白衬衫,白裤子,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但穿在他身上,却就是那么卓尔不群,与众不同。 尽管他是站在角落中的,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至少被自诩相貌不俗的女士们搭讪了七次。 武长空总是很有礼貌,但却面容冷俊地向对方摇头。 他站在那里,仿佛本身就在散发着僧寒的气息。 但被他拒绝的女士们依旧不愿意远离,都在附近偷瞄他,不时眼中泛出花痴的目光。 从外形来看,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一头长发披肩,全身散发着清冷味道的武长空简直无可挑剔。 绝对是女人们梦中的白马王子形象。 武长空的目光在场内只是捕捉着几名弟子的身影,他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袁恩叶辉,看到了徐晓妍和乐正宇。 随后,他又看到了身穿校服就走了进来的叶兴兰和徐立志。 虽然主办方要求盛装出席,但也并不是硬性规定,叶兴兰也徐立志并没有被阻拦在外,还是允许他们入内了。 两人直接找了个角落,准确的说,找了个有吃的的地方,徐立志总是拿过一些食物递给叶兴兰,叶兴兰摇头,他就直接扔到自己嘴里,叶兴兰接过去,他就面露憨厚笑容。 可是,唐武林和谷月呢?时间已经到了。他们怎么还没来? 武长空双眼微眯,若有所思。 在关注着他的姑娘们眼中,冰冷王子突然多了一抹忧郁的味道,顿时令他们的目光更加痴迷了。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宴。 你们好,我是来自新罗大陆,新罗帝国的外物大臣司马兰骁,很高兴见到这么多来自于斗罗大陆各行各业的好朋友。 今晚,让我们不醉不归。 今天,我们将进行一些小游戏。 我们将选出今天全场的最佳着装男士和最佳着装女士,还有最英俊男士,最英俊女士,以及武姿最优美的一对组合。 他们都将获得来自于我们新罗帝国提供的奖励。 司马兰骁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相貌英俊,一头金发,他的声音很有雌性,也非常具有感染力。 一番话说出来,顿时令全场气氛随之提升。 各种酒水被服务生鱼罐送入场内,很快,晚宴的气氛就变得热烈起来。 第563章 惊艳出场 晚宴场地中央,有一个直径达到50米的巨大圆形舞池,音乐响起,在新罗帝国方面安排的灵武们进入舞池后,也宣布着这场晚宴正式开始了。 正在这时,入口处,两道身影缓步而入。 当他们走进来的一瞬间,因为音乐声也刚刚响起,一道光束刚好打到入口位置。 光束牵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那光束还没有挪动的时候,参加晚宴的人们,顿时看到了那出现在门口处的两人。 如同精灵般的少女,穿着一件银白色连衣裙,银色长裙上,有着充满质感的纹路,一头黑发披散在肩膀上,眉宇间自有几分清冷和高贵。 她不是特别美,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灯光的照耀下,她就像是海上升起的明月一般,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那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气质,牵引着每个人的心弦。 裙摆不长,刚刚极西,露出一双修长白皙的小腿,她的腿非常美,笔直圆润,增一分贤肥,少一分显瘦。 配上一双银色宛如水晶般的鞋子,她就像是下凡的月之精灵。 她的双手戴着银色手套,那是完全镂空蕾丝状的,一直蔓延到肘部,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装饰。 她的左手挽着身边的青年,青年身材挺拔,修长却不坚瘦,肩膀宽阔,腰杆挺拔。 一头同样的黑发柔顺披散。 黑色笔挺长裤,长裤两侧裤线处各有一根黑色亮条笔直下垂,黑色腰风,白色衬衫白褶从上到下,隐藏是扣子,黑色领结。 在灯光的照耀下,最耀眼的是她那件紫色丝绒质感的礼服上衣,领子适量黑色,在灯光的照耀下,那完全贴合身体的紫色礼服光彩夺目。 如果说,她身边的少女是气质吸引全场,那么,她除了身材和衣着之外,那英俊的相貌更是引起了全场的赞叹声。 大大的眼睛,令所有女人都要极度的长睫毛,挺直的鼻梁。 她是纯粹的英俊,哪怕是不考虑气质,也是那么的完美,在这一身定制礼服的衬托下,她完美无缺。 如果非要挑出一些瑕疵的话,那可能就是她太年轻了一些,多上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 尽管如此,她们出现的那一瞬,依旧引起一片惊呼。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灯光是人为控制的,当她恰巧捕捉到了这对身影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停在了她们身上。 这一刻,她们宛如成为了这场晚宴的王子和公主。 站在较高位置的司马兰霄一眼就看到了她们,而且她可以肯定,这一对逼人来自于斗罗大陆,因为星罗大陆使团的每一个人她都认识,在她心中都有印象。 过目不忘,这是一名外务大臣必备的能力。 看来,我们今天的奖项多了有力的竞争人选,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问,你们来自于斗罗大陆什么地方? 唐武林穿着这身衣服其实是有些别扭的,平时她的衣着都很随意,以舒适为主,每天修炼,锻造,哪顾得上什么外表。 礼服非常合身,也就意味着多少对身体有些限制,但她也明显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因为礼服而变得挺拔了。 古月是很自然的挽着她的手臂走进来的,当灯光照耀在她们身上的时候,唐武林也是一阵发愣。 但她毕竟经历过许多大场面,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已经反应过来。 我们来自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 唐武林的声音悦耳却不激昂,声音听上去平和,但却远远传去,没有魂倒阔音器,仅仅凭借她自身的底气加上魂力的推动,就让全场没一个人都能清晰的听到。 欢迎你们的到来。 司马兰霄神色微动,微笑着说道。 光束终于离开了唐武林和古月,音乐声音变大,场中的的舞者们开始翩翩起舞,各种食物也被送了上来。 哇哦,班长,你这样可不好。 徐小妍第一个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 唐武林疑惑的道,怎么不好了? 徐小妍嘻嘻一笑,你打扮得这么帅,就不怕我爱上你吗? 唐武林翻了个白眼,你今天也很漂亮啊。 徐小妍挽住古月的手臂,月姐,是你吧? 我可不信班长自己会把自己弄成这样。 不过,你就不怕她被别的女孩子吸引走吗? 我刚才转了一圈,漂亮的小姑娘可不少哦。 古月微微一笑,我不怕。 很简单的三个字,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却是信心十足。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看着他们,随着大家的年龄增长,都已经到了青春萌动的阶段,哪怕是她,对女孩子们的关注也明显要比以前多了。 如果不是修炼太辛苦,或许,她也会有更多心思在这方面。 她一直都克制着自己,不敢分心。 或许是因为父母失踪这座大山一直压在心头的原因,她心中所想,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争取早日救回父母。 其他人也都已经走了过来,乐正宇的嘴角明显牵动了一下,她这身打扮和唐武林比起来,连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单薄了,关键是,唐武林的相貌实在是太英俊,在相貌,身材上都要高出她一层,这还怎么比? 唐武林,你这样以后是没朋友的你知道吗? 乐正宇愤愤愤的说道。 唐武林瞥了她一眼,哦,你朋友很多吗? 乐正宇嘴角抽搐了一下,看着唐武林似笑非笑的表情,哼了一声,我离你远点。 她正准备离开,却发现身后被堵死了,一个个略有些熟悉的面庞出现在面前。 可不正是白天时候,那些来自于星罗皇家学院的学员吗? 人数他们明显要多一些,全都脸色不善的看着乐正宇,这家伙嘴太讨厌了。 着实是令人愤恨。 唐武林微微一笑,你们好,正式认识一下,我是史莱克学院本次前往星罗大陆交流的学员队长,我叫唐武林。 他主动走上前,挡在了乐正宇面前。 此时和下午不同,这是正式场合,身为队长,他则无旁贷。 星罗皇家学院方面,一名身材高大看上去十八、九岁的青年上前一步,抬手和唐武林相握,你好,我是星罗皇家学院本次前往斗罗大陆交流小队的队长骆清寒。 两人伸手相握。 唐武林瞬间就感觉到一股大力从对方手掌上传来,宛如铁钱一般。 这里是晚宴,一旦他吃痛叫出来,自然是大为丢人的事情。 较劲啊。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很高兴认识你们。 以后大家多多交流。 洛清寒的脸色一瞬间就变了,变得惨白无比,因为他只觉得自己正在发力的手掌就像是陷入了绞肉机一般被捏紧。 唐武林伴随着晃动手臂,手掌轻微的滤动着,巨大的力量带着轻微的揉搓,令洛清寒手掌的骨骼不断的出现轻微错位来回摩擦,那是带着静卵的剧痛,绝非正常人能够忍耐的。 但洛清寒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叫出来,只能咬紧牙关,脸色苍白的同时,汗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史莱克学院这边,众人都是笑吟吟的,他们哪能看不出唐武林和洛清寒在做什么呀。 只是,和唐武林比例起,这种事而反正史莱克学院外院估计是没有人会干的。 实在是,太傻了。 唐武林只是晃动了几下,就松开了洛清寒的手,向他点头致意后,就那么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两名兴罗皇家学院的学员一横身,就挡在了他身前。 唐武林就像是根本没看到他们似的,继续向前走,双方肩膀碰撞在一起,两名兴罗帝国学员就像是触电一般向旁边跌退两步,然后唐武林就那么走了过去。 史莱克学院这边,其他人也很自然的跟在他身后走过。 洛清寒没有阻止,他把右手插在裤兜里,手掌还在颤抖着,太疼了,这家伙真是。 第564章舞会 他明显能感觉到唐武林比自己年纪要小,但就是这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家伙,却展现出了极度的强横霸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流,就用最强硬的手段冲开了他们的阵型。 这里是晚宴,无疑,对方就是堵他们不敢在这里直接动手。 这种场合,谁先动手谁就输了。 四名兴罗皇家学院的女学员看着唐武林的目光各有不同,有弱有所思的,有异彩连连的,有充满好奇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英俊的唐武林吸引了他们所有人的关注。 这吃到什么时候能吃饱啊? 唐武林一脸愁苦的看着面前的高脚桌。 高脚桌上,摆着一盘小食,每一个都只是用勺子盛放,看上去非常精致的小糕点。 但对于唐武林这种饭量来说,这玩意儿哪辈子能吃得饱? 徐励志呵呵笑道,我已经吃了三桌了,但我觉得吧,想要吃得饱,很难,很难。 唐武林挠挠头,吃不饱饭可不是什么让人愉悦的事情。 吃饭和他的修炼息息相关。 足够的营养能够提升他的气血,令血脉之力更加强盛。 强盛的血脉之力自然而然的压缩着他的魂力。 对于自己的魂力强度和持续战斗能力唐武林从来都没担心过,他其实自己也明白,之所以一直没能突破四十级,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魂力被压缩了。 唐武林问过五常空,这种情况对自己是好是坏,五常空的解释很简单,一般来说,超过五环修为后,所有人都要压缩魂力。 早点开始压缩,他的魂力会更加精纯,现在修炼困难,未来反而会有优势,不是坏事。 无非就是让他成为窦凯师会晚一些。 有了武老师的解释,唐武林也就放开胸怀,每天努力修炼的同时,持续提升气血和自己的身体能力。 其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伴随着第四道金龙王封印的解开,自己融合了金龙王精华之后,现在战斗时总会下意识的享用一些最简单直接,甚至是粗暴的手段。 纯粹的以利压人。 这种战斗总会让他血脉喷张,特别的爽。 而且,他在这样战斗的时候,无形中身上就会多几分气势。 唐武林明白,这应该是血脉变化带来的,目前看,并没有任何坏处,反而是自己的正面战斗能力越来越强了。 咋办? 队长? 徐立志问道。 唐武林叹息一声,苍蝇也是肉,吃吧。 能吃多少吃多少呗? 反正总不会每天都这样。 实在不行,咱们想办法去海里捞点鱼吃。 徐立志吓了一跳,海里可是有海浑兽的呀。 直接去捞鱼,这个不好吧? 哈哈,我只是开玩笑的。 唐武林笑道。 捞鱼是个好办法。 正在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唐武林身边响起。 这个声音分明有些熟悉。 唐武林下意识地回过身,他的眼神瞬间就呆滞了。 一名身穿白色厨师服的中年人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放在他面前的高脚桌上。 唐武林目瞪口呆得道,厨,厨师大叔。 您怎么? 眼前这位一身厨师装扮的,可不正是本体宗宗主,同时也是神级机甲拥有者的牧野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就算是他作为使团代表,也不应该是以厨师身份呢? 他可是。 嘿嘿,我可是一名合格的厨师。 我在大陆上有十几家酒楼,这次作为交流团的厨师代表来参加的。 你房间号告诉我。 牧野微笑着说道。 唐武林赶忙说了。 嗯,在这儿吃不饱没关系,晚一点我去找你。 牧野淡淡的说道,上下打量了唐武林几眼,点点头,衣服不错。 说完,他这才走了。 唐武林眼中满是不敢置信,本体宗宗主,一位封号斗罗级别强者,神级机甲师,甚至还有可能是四字斗凯师的存在,竟然会以厨师身份来参与这次交流活动。 他是为什么而来? 他不禁回想起上次见到牧野的时候,牧野曾经对他提出过的要求。 难道,他是为了我? 事实上,牧野还真的是为他而来的,那次唐武林离开之后,牧野思前想后,最终还是不能不认清见识。 像唐武林这种完全适合本体宗修炼的天才实在是太少见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更不愿意看着本体宗就此没落。 门底观念固然重要,但首先是宗门要能传承下去才行啊。 本体宗有着无数的辉煌历史,如果这份历史都消失了,那么,门底观念还有什么意义? 振华就曾经跟他说过,唐武林只要能够顺利的成长下去,未来必成大器,他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把握,唐武林未来能够成为神将。 有这样一位传承者,别的不说,如果未来唐武林成为了神将,至少本体宗方面在打造高端窦凯师的时候,就不愁没有顶级稀有金属了。 而且,唐武林的品性是禁得住考验的,几次面对邪魂师他的表现足以证明,再加上史莱克学院那是什么地方。 能够通过史莱克学院考核,并且成为班长,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 事实上,牧野一直都在注意着唐武林,也一直都在注意着他的动向,包括他们击败了三年级一般,牧野全都知道。 那时候,他也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唐武林成为本体宗的一份子,哪怕他本身已经是唐门的人。 所以,他来了,以他的能力,想要混入使团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牧送着牧野离开,唐武林微微皱眉,不过这并不是坏事,船上多一名熟悉的人,而且还是如此强大的存在,对自己又是善意的,对此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是第一次晚宴,所以参加的双方使团成员都相对比较保守,连进入舞池跳舞的人都很少。 主要以聊天为主,每个人都显得很清闲。 很快,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发来编号,每个人胸前都要贴上,用来参加稍后选择那几个最佳的小游戏。 我们进行选择的方式很简单,两个使团各选出五位得高望重的人来进行初选,初选之后,最佳着装男士、女士、最英俊男士、女士,以及最佳舞伴都将有十位入选。 然后再由所有人进行投票,来选出我们最终的获胜者。 其他的我并不担心,只是,现在我们舞池中的舞者数量却太少了。 我们两个使团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需要活力,不要再压抑你们内心的激情了,来吧,一起跳舞。 司马兰骁的声音充满了蛊惑的味道,在他的提议下,舞池中的人总算是多了起来。 你会跳舞吗?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唐武林身边响起。 唐武林扭头看去,只见一身浅蓝色长裙的林玉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自己身边。 此时谷月和徐小妍、叶星兰、袁恩叶辉在旁边不远处。 正在吃东西聊天,唐武林旁边就只有徐励志。 第五百六十五章跟着我动 啊? 我不会。 唐武林赶忙摆手。 从小到大,他哪有学习跳舞的机会呀? 不难的,我教你呀。 林玉涵落落大方的伸出手。 唐武林正在发愣的时候,就已经被他拉住了手腕,拉向了武池。 哇,武林被拉走了。 是那个兴罗帝国的女孩儿。 徐小妍嘀呼一声,碰了碰身边的谷月。 谷月扭头看去,看到唐武林被林玉涵拉向武池,眉头顿时微微皱起。 怎么办? 月姐。 徐小妍低声说道。 谷月淡然一笑,没什么。 徐小妍笑道,队长可真是受欢迎啊。 你可要看紧了他。 谷月道,自己的男人如果被别的女人吸引走,只能证明自己的魅力不足罢了。 叶星兰抬头看向谷月,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圆恩叶辉也不禁笑了起来。 还是我忠贞不渝,再漂亮的女生也不可能把我拉走。 谢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过来,就站在圆恩叶辉身边,义正言辞的说道。 滚远点你。 圆恩叶辉低声说道。 其他三女不禁玩耳。 林玉涵真不愧是锻造师,这手镜儿可不是一般的大,唐武林被他拉着走进舞池,总不好真的发力挣脱。 坦白说,他对林玉涵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 男人学习锻造都已经很困难了,更别说他一个女孩子。 锻造师所有副职业之中最难学习的,也最难出成绩。 以林玉涵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也能够达到五级锻造师,他付出的无疑是巨大的。 唐武林自己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多少艰辛才能达到现在的锻造水平,他太清楚了。 林玉涵比他就算有些差距也不会差得太多,一个女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心智之间亦可想而知。 大家是同行,天然就有种亲近感,所以他也就跟着林玉涵进了舞池。 林玉涵身形一转,面对着他,握着他的手没有松开,而是举了起来,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你只要跟着我动就行了,我带着你,你的手放在我腰上。 林玉涵低声道。 啊! 唐武林有些发懵,除了谷月和那儿之外,他还从没有跟女孩子如此接近过。 下意识地抬起手,轻轻地放在林玉涵腰上。 林玉涵的腰之纤细,很有弹性。 唐武林毕竟是青春少年,跟女孩子接触又不多。 顿时有些心跳加速,面旁微红。 看着他明显有些僵硬的样子,林玉涵不禁扑斥一笑,我要开始咯。 一边说着,他左脚一个滑步,带着唐武林滑入舞池之中。 从他的双手之上,自然而然地传来一股力道,带动着唐武林的身体。 唐武林虽然不会跳舞,但他可是学过鬼影迷宗部的,反应速度绝对足够。 虽然步伐上总是会慢一点,但总算能够勉强跟得上林玉涵。 显得生疏,但还能跳。 林玉涵的动作渐渐加快,唐武林的步伐也开始变得熟练起来,跟着音乐走,他渐渐找到了一些窍门。 男的英俊,女的靓丽,他们的舞姿虽然算不上有多好,但还是很容易吸引人的目光。 林玉涵一边带动着他跳舞,一边低笑道,你可珍重。 看上去不胖,可不轻哦。 确实,唐武林的体重远远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他的骨骼密度,肌肉密度都要远远大于常人。 所以,他实际的体重是相当惊人的。 唐武林有些尴尬的道,我真是不会跳舞。 你跳得挺好的。 林玉涵道,等到了我们兴罗帝国,我邀请你去我们的帝国锻造学院做客呀。 唐武林微笑道,好啊。 你们在锻造方面一定有特殊的见解,正好我学习,学习。 林玉涵白了他一眼,你还用学习? 你已经够强的了。 在我们那里,我就是最优秀的天才了。 但还是比不过你。 你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你多打开始学锻造。 唐武林道。 我六岁。 开始跟老师学习锻造基本功。 我天生力气比普通人大一些。 所以可能沾点便宜,一直到现在了。 林玉涵哼了一声,那你还没有我锻造的时间长呢? 我三岁就开始摸锻造锤了。 我爸爸是锻造师。 我才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我的玩具就只有锻造锤,然后随着我的年龄增大,玩具就是不断变大的锻造锤。 可以说,我和锻造师融入血脉中的感觉。 我一直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锻造了。 却没想到遇到了你这个怪物。 唐武林惊讶地看着他,虽然林玉涵说得轻巧,可他一个小姑娘,从小到大一直是伴随着锻造锤长大的,其中的艰苦处可想而知。 你爸爸很严厉吗? 唐武林问道。 林玉涵略微撅嘴,然后轻轻地点了下头,老师就是因为看不过去爸爸对我太严厉了,所以才让我跟他出来参加这次交流的。 你不知道,这一年多来,是我过得最轻松的日子。 斗罗大路真是好玩,我都有些不想回去呢。 尤其是一想到回去就要面对爸爸。 唐武林轻叹一声,但至少你还能见到爸爸,我爸爸却不知道被什么人抓走了,已经很多年了,我想见他都见不到。 我想,他对你这样的严格要求,也是希望你能继承他的衣钵吧。 这么多年都扛过来了,继续努力吧。 等你成为圣将之后,相信他也就不会再对你严厉了。 林玉涵看着他眼中闪过的那一抹悲伤,不禁愣了愣,似乎和他相比,自己还算是幸运的。 你真会开解人。 对不起,让你伤心了。 他轻声说道。 唐武林摇摇头,没事,我也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把爸爸,妈妈找回来。 他们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那时候我们就能一家团聚了。 嗯啊? 你一定可以的。 这时,一居完毕,舞池中的人们也随之停了下来。 虽然只是一首曲子,强大的身体协调,反应能力,让唐武林已经略微适应了跳舞。 他们也同样停了下来,唐武林赶忙松开搂在林玉涵腰间的手。 林玉涵微笑道,跳舞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要不要再来一次? 唐武林赶忙摆摆手,不要了,我紧张。 刚才你没发现我一直低着头吗? 唯恐踩了你的脚。 林玉涵眼口轻笑,正要说什么,却发现唐武林身边多了一个人。 不好意思。 他向林玉涵轻轻的点了点头,右手挽住唐武林的手臂。 是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子,林玉涵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勉强笑道,你们有事。 古月淡然一笑,他是我的舞伴,下一手我陪他跳。 唐武林惊讶的看向他,什么时候就成舞伴了。 然后他就看到,古月眼神中的幽怨,好像还有一丝霸道。 哦! 林玉涵应了一声,然后向唐武林笑笑,但他也不走,还站在那里。 下一首乐曲紧接着就响了起来。 古月轻轻一带唐武林的身体,来。 哦! 唐武林只得跟着他重新回到舞池之中。 林玉涵捐了捐嘴,这才走向一旁,但他却暗暗攥紧拳头。 优秀的男孩子总会有很多人喜欢的,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从小到大,他全都在锻造的日子中度过,每天枯燥的陪伴着锻造锤。 直到这次前来斗罗大陆,他才真的身心放松了许多。 行商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 心怀放松,就连锻造也更上层楼。 如果不是特别苛刻要求的话,已经超过四环修为的他,可以算是六级锻造师了。 从小他就知道,在锻造方面自己是绝对的天才,在整个星罗大陆上都没有人比自己更强。 女人总是会被强者所吸引,那次和唐武林的比赛,虽然当时他有些不服气,但后来回想,他却不得不承认,唐武林的锻造能力在自己之上。 同龄人呢? 他从未想到过,同龄人之中,竟然还有锻造水平能够超过自己的。 从那天开始,唐武林英俊的相貌就经常会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第五百六十六章 热舞 这次再次相遇,他有些不可自拔的去关注他,甚至放下了少女的矜持,主动邀请他跳舞。 当唐武林刚刚和谷月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他今天真的好帅呀。 几乎符合了他心中的完美要求。 喜欢异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林玉涵其实也并没有多懂这方面,只是愿意接近唐武林。 他自问相貌不弱于谷月,而且和唐武林又是同行,自己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首乐曲明显要激昂几分,是司马兰骁可以安排的,他需要把晚宴的气氛调动起来一些,气氛活跃了,有助于双方交流。 谷月拉着唐武林进入舞池之中。 唐武林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谷月就停下了脚步。 他猛的回过头,狠狠的瞪了唐武林一眼。 谷月,我。 激昂的音乐恰好在这个时候响起,谷月一拉唐武林的手臂,把他的右手放在自己腰间,同时他左手抬起,带着唐武林的左手高举过头顶。 紧接着,谷月整个人,就在高举左手的银领下,高速旋转起来。 一身银色连衣裙的他,旋转之中,就像是绽放着银色光彩的宝石一般。 裙摆飞扬,唐武林刚要提醒,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谷月里面已经穿上了七分裤。 这一刻的谷月,不再冷静,不再淡漠,而是充斥着一种难言的狂野味道。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拨动了一般,心弦微颤,血液蒸腾。 谷月的高速旋转也顿时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紧接着,他突然左脚在唐武林大腿上一踩,整个人见识腾起,就飞伸到了唐武林肩膀上,他的动作优美伸展,充满了美感,脚尖点在唐武林肩头,整个人再次旋转起来。 这一下,顿时令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了过来。 凌空倒翻,双手抓住唐武林肩膀,此时的谷月,仿佛化身为一条美女蛇,整个人环绕着唐武林的身体滑落,腰肢又重新落入唐武林手中,向后一拉,唐武林自然的身体前叹,谷月整个人腰肢向后弯折,就像是折断了一般,双手撑地,一双长腿向上甩起,夹住唐武林的脖子。 唐武林的双手还在他腰上,谷月的每一个动作都和音乐无比合拍。 把我抛飞起来。 谷月的声音在唐武林耳边响起。 唐武林双手用力,猛地一拖他那纤细的腰肢,他的力量何等巨大,向上一甩,谷月身形旋转着就冲入空中。 大宴会厅足有三十多米高,谷月被唐武林这一甩起来,几乎直接就到了接近顶部的地方,他人在空中一直旋转,上身不断做出各种伸展的动作,在高速旋转之中缓缓落下,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银莲花。 舞池之中,其他人早已经停下了舞蹈,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谷月和唐武林身上。 他从天而降,唐武林右手抬起,在他腰上轻轻一带,把他放回到地面上。 谷月拉着他的手,就围绕在他身边翩翩起舞,唐武林的动作不多,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谷月的牵引下做出,但却就是那么合拍。 唐武林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谷月的眼眸,他的眼神不断变化,从开始的吃惊,渐渐变成惊喜,惊喜之后是振奋,然后是狂热。 他的舞姿真是太美了。 谷月身材极好,腿特别修长,腰肢纤细,虽然没有成熟女性那种特别丰满的美,却充满了青春活力。 他的舞蹈在高速中依旧能够展现着优雅与高贵,他就像是他身边的精灵,始终围绕在他身旁,始终为他翩翩起舞。 当音乐最后一个尾音响起的时候,谷月旋转着靠入唐武林怀中,他缓缓抬起头,眼中的恨意和幽怨消失了,俏脸上只有淡淡的微笑,靠在唐武林的怀抱中,抬起手,轻轻地放在他的面颊上。 四目相对,唐武林的眼神是灼热的,而他却只剩下温和。 轻轻一待,谷月旋转一周,站直身体,双臂展开,带着唐武林向观众们致意。 热烈的掌声瞬间响彻整个大宴会厅,一时间,口哨声,掌声,令整场宴会瞬间就到了高潮。 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欢呼,为他们鼓掌。 谷月面对唐武林,帮他整了整领结和衣巾,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就算要学跳舞,我教你就足够了。 下回再跟别的女孩子跳舞,我就…… 你就什么? 唐武林搂住他的腰支。 谷月仰起头,丝毫不闪避他的目光,微笑着道,我就打断他的腿。 谷月拉着唐武林,排众而出。 就像是骄傲的孔雀一般,把他拉回了先前的地方。 哇塞,月姐你太棒了。 徐晓妍因为兴奋,笑脸长得通红,一把就抱住了谷月,教我跳舞啊。 以后你也教我跳舞好不好。 谷月微笑点头。 原恩夜灰眼神中带着几分怪异看向唐武林,谷月做得对,有些人,就不能惯着。 没错,这惯什么毛病就有什么毛病。 谢谢立刻在一旁附和。 唐武林眉毛一挑,谢谢,你不觉得跳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 一个男人,如果有优美的舞姿,一定特别容易吸引女孩子。 谢谢愣了一下,看看身边的原恩夜灰,他清楚的记得,刚才看着唐武林和谷月翩翩起舞的时候,原恩夜灰的目光始终盯视着,而且眼底还闪过一抹羡慕。 什么意思? 你要教我? 我看你也不太行吧? 唐武林道,这玩逆儿,熟能生巧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 而且,你是闽宫系战魂师啊? 一定学得很快的。 走,我来教你。 两个男人跳舞,会不会有点怪? 谢谢有些迟疑,但还是来到唐武林身边。 如果学会跳舞,会不会在原恩夜灰那里加分呢? 唐武林一把搂住他的肩膀,拉着谢谢就向舞直方向走去。 徐小妍疑惑的向谷月问道,队长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他真的迷上跳舞了? 谷月淡淡的道,不,应该是因为我刚才告诉他,谁跟他跳舞,我就打断谁的腿。 呃,徐小妍先是呆了一下,紧接着顿时爆笑出声,队长太坏了,他也太腹黑了。 可怜的谢谢。 原恩夜灰也是随之失笑,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最终,唐武林和谢谢还是没有一起跳舞成功,原因很简单,今天的初选要开始了。 斗罗大陆方面,蔡老赫然是五位德高望重者之一。 接下来的选择中,唐武林赫然成为了最佳男士着装的候选人,同时也是全场最英俊男士候选人。 最佳武兹组合候选人。 一下就上了三个提名。 他的武兹当然不值一提,但他是谷月的舞伴啊。 令唐武林有些意外的是,一直都站在角落中,没有走进场地中央的武长空,赫然也被提名了最佳着装男士和最英俊男士。 他还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武老师比上一比。 第567章 入海 至于最佳女士着装,史莱克学院这边,谷月、徐小妍分别进入初选,男士着装那边乐正宇也进入初选了。 包括最英俊男士也有他。 而最美女士出选十个名额中,谷月、叶星兰、徐小妍、林玉涵全部入选。 谷月的舞蹈太震撼了,以至于他纯粹看相貌虽然要略训,却依旧是大热门。 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最终,唐武林获得了最佳着装男士,他和谷月一起获得了最佳舞姿。 而最佳着装女士是谷月的,最美女士并不是她们之中,是一名新罗帝国双十年华的美女获取。 而最英俊男士的获得者,赫然正是,冷傲男神,天冰雪寒武长空。 武长空上台领奖的时候,唐武林分明看到,他眼神中闪过一丝尴尬。 估计这种情况,武老师也是第一次遇到吧,如果不是有蔡老在,或许他连上台都不会。 奖品其实没什么,只是新罗帝国的一些特产罢了。 但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中,两片大陆使团的关系明显变得融洽了许多。 你的舞跳得真好。 林玉涵来到谷月面前,微笑着道,恭喜你获奖。 谷月微笑道,你也跳得不错。 二女四目相对,隐约中有火花泵射。 武林,明天你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请教几个锻造的问题,川上有锻造工作室,要不要练练。 林玉涵转向唐武林。 唐武林刚要答应,腰间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咳嗽一声,道,这个,明天我可能不太行,要修炼,还有其他事情安排。 改天,改天吧。 好吧。 我住五二一房间,你可以拨打川上的通讯电话找我。 进入大海,所有浑岛通讯都没有信号,只能是传上各个房间的通讯彼此联系。 好。 林玉涵有些不甘心的走了,谷月的手这才从唐武林后腰处收回来。 唐武林看向他,他也睁仰着头看向他。 好酸,好酸。 哪里的醋瓶子倒了? 乐正宇哈哈笑道,一边笑着,他率先跑了。 这一场晚宴举办得非常成功,斗罗大陆和星罗大陆的使团成员们明显熟络了起来。 使团成员的身份都是十分复杂的。 是农工商皆有,当然也少不了战力的交流。 唐武林听武长空提了一句,双方都有非常强大的机甲师,斗凯师参与这次交流活动。 而他们代表的自然是学院了。 从先前的接触,唐武林能够感觉到,星罗皇家学院的学员们实力虽然不俗,但在有年龄差距的情况下,也未必就比他们强。 至于具体的交流显然不会是在船上,当然,也不排除在船上。 返回仓房,脱下谷月送给他的这身衣服,把衣服挂入房间内的衣橱之中。 唐武林脑海中回荡着的却是谷月那极优雅,高贵何况也为一身的物资。 他怎么也没想到,谷月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但又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谷月与众不同,那动人的物资深深的烙印在他心中。 换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 唐武林打开阳台门,让海风吹入房内。 清凉的海风拂面,吹拂着身体特别舒服。 唐武林深吸一口湿润的空气,抬头看天。 今天天气不太好,没有星月光辉照耀,大海就是漆黑的一片,只能隐约听见海浪声传来,但却又额外有种令人体内分泌亢奋的静谧感。 外面的世界果然与众不同啊。 他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庆幸来参加了这次活动。 随着上船之后见到的种种新奇事物,他一直因为修炼紧绷的心弦也随之放松了下来。 走上阳台,双手扶着栏杆,唐武林眼中紫光闪烁,运转紫急魔童向船下看去。 紫急魔童对视觉的增幅果然是非常有效的,借助船上的灯火,他能看到下面的海水了。 夜晚染黑了大海,无法寻找到光明,却充满了神秘感。 大海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地方。 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曾经讲过,大海几乎覆盖了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百分之七十的表面。 星球,这个概念好有意思。 不知道除了斗罗大陆这颗星球之外,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星球? 天文学这个新星的学科已经开始逐渐发展了,人们已经开始尝试着通过高倍数望远镜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可惜,唐武林虽然很有兴趣,但却因为繁重的修炼和学习任务,并没能接触到那方面。 正在他脑海中思绪万千的时候,突然,唐武林只觉得后脖梗一紧,整个人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腾了起来。 不好。 强烈的危机感瞬间传遍全身,他下意识的催动魂力,却发现一股怪异的能量传入体内,断绝了自己与魂力之间的沟通。 体内血脉奔腾想要强行抵抗。 但后颈处一麻,药害被捏住,全身顿时一阵酸软。 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危机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面对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慌乱。 继续努力的调动着自己的气血和魂力。 寻找脱身的机会。 腾起的身体当然不会飞翔,冲出护栏之后,紧接着就是下坠,急速的下坠。 扑通一声,全身冰凉,掉到海里了。 刹那间,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全身都已经被海水浸透,周围的光线顿时暗了下来。 那只大手一直捏着他的后脖梗,强行压着他向海水下面沉去。 唐武林自身的体重远超常人,而在这个时候,身体密度大带来的却不是好处而是坏处了,他就像一块石头般快速向下沉去。 无法呼吸了。 唐武林只能强行避气,努力的想要挣扎,却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脖梗后那只大手。 视线已经变得一片模糊,一片漆黑。 体内的魂力,血脉之力被压制,无法呼吸。 鞭闷杆随之传来。 紧接着就是随着不断沉入大海更深处带来的压力。 要死了吗? 唐武林完全猜不到是什么人要害自己,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人要比自己强大的太多,太多。 以至于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无法呼喊,无法呼吸,巨大的水压压迫着身体,他足够强壮,但在不能呼吸的情况下,压力压迫着他体内的氧气迅速流失,强大的鞭闷杆令唐武林的肺部仿佛要炸开一般痛苦。 体内血脉在这样的压迫下,已经开始了疯狂的躁动。 不,不能这样,我要活下去。 顽强的意志骤然冲起,唐武林自身潜能在危机时刻再次爆发了。 一层淡淡的金色光韵从他身上浮现而出,体内气血突然疯狂沸腾起来。 浓烈的气血波动瞬间催动着黄金龙体出现。 薄梗后的压力也随之变小几分。 金龙王血脉的威力显现,伴随着气血的沸腾,鳖闷感略微减弱了几分。 鳞片浮现。 唐武林双肘全力向后撞击而出。 气血在瞬间完成匿运,金龙惊天已走步爆发。 与此同时,金龙霸体随之释放。 全身鳞片骤然变得闪亮起来。 他需要机会,需要一个挣脱的机会。 上面的船还没有走,只要冲出海面,就有被人发现的可能。 远洋巨轮上,双方使团强者如林,只要让他们发现,自己就安全了。 砰! 水下响起一声问响,双肘仿佛撞上了铁板一般, 如果不是唐武林的身体足够坚韧,这一下恐怕就会让他骨骼碎裂。 脖梗上的大手压力陡增。 但在这个时候,金龙霸体的效果爆发了出来。 全身鳞片急速闪烁,唐武林猛的向前一冲,借助先前双肘带来的反冲力,硬生生的从那只大手上挣脱了出来。 人在水中,猛然转身,右手悍然挥出,五道暗金色着影以近乎疯狂的姿态悍然批出。 在生死危机面前,唐武林的潜能完全爆发,这一剂借助金龙霸体增幅的金龙孔爪,绝对算得上是他的巅峰之作。 一爪挥出,海水未知撕裂。 而转过身的唐武林,也看到了控制住自己那个人。 那是一个全身呈现未暗金色的人,看不惊样貌,只有纯粹的暗金色。 第568章 生死边缘 对于金龙孔爪,唐武林还是有相当自信的,这是手掌魂骨与自身血脉的结合。 也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 这一击发出的同时,匿运血脉沟通魂力,几乎将他自身三分之一的能量加上黄金霸体吸收而来的能量全部批出。 唐武林自信,就算是五环魂王级别强者,想要挡住自己这一击也绝不容易。 但是,他下一瞬就傻眼了。 那人面对金龙孔爪根本没有闪避的意思,武道暗金色光刃狠狠的斩在他身上,光刃崩解破碎,那暗金色的身躯却没有丝毫变化。 没等唐武林向上逃走,眼前一花,一只大手就已经卡住了他的咽喉。 身体继续下沉,这一次的封锁,硬生生的将唐武林调动起来的气血全都压制了下去。 他没事,他竟然没事。 被金龙孔爪直接劈中,居然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从身体到灵魂,唐武林已经是一片冰冷,他知道,自己撞上铁板了。 这个人,绝不是自己能够对抗的,其实力之强大,自己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海水的压力越来越强,先前的爆发也令唐武林自身衰竭的更快。 巨大的压力令他的身体开始发麻,憋闷杆更是令他的大脑开始出现了些许的恍惚。 皮肤表面龙林依旧在,散发着若隐若现的金光,体内血脉还在努力的想要冲击,可敌人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压制的他根本没有任何破开压制的办法。 完了,唐武林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笑。 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死在这大海之中。 或许,不久之后自己就会成为海魂兽的食物吧,成为这大海中的养分。 眼前一片漆黑,连对方身上的暗金色都已经看不到了。 唐武林的四肢开始放松,幻觉越来越严重,他仿佛看到了一条漆黑的通道,在通道的那端,仿佛有什么人在招呼着自己似的。 就在这时,卡在他脖子上的大手突然松开了。 在他松手的瞬间,唐武林体内血脉顿时一冲,血脉运转,令他的幻觉消失几分,也恢复了几分意识。 隐约看到,一道身影向上而去,而他自己的身体还在下沉。 他以为我死了。 唐武林此时身体依旧处于极度严重的缺氧状态,但求生本能令他瞬间清醒了几分。 如果对方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活命的机会也就来了。 猛的一咬舌尖,借助强烈的刺痛让自己更加清醒几分。 他没有第一时间就尝试上浮,而是先勉强挥动手臂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不再下沉。 他需要等那个莫名的敌人距离更远一些,否则的话,一旦被对方发现,自己必死无疑。 足足又等了数十秒,体内仿佛要爆炸般的痛苦令他再次出现幻觉。 唐武林不敢再等了。 再次咬舌尖,凭借刺痛让自己勉强清醒。 换了普通人,在如此巨大的水压和长时间缺氧的状态下,早就已经死了。 但他有金龙王血脉,生命力极为顽强,再加上自身潜能在生死危机面前被完全激发。 他猛的一挥手臂,勉强调动体内残存不多的魂力,向上游去。 从小在海滨城市长大,游泳对于唐武林来说并不算什么。 总算是海水中浮力较大,在他控制魂力减轻自己体重的情况下,身体开始快速上浮。 水压开始见效,但缺氧却依旧令他眼前幻觉重重。 唐武林咬紧牙关,生死在此一举,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坚持住。 大海中一片漆黑,看不到尽头,看不到海面,他只能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来压榨自己的身体。 气血运行的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慢了,四肢沉重如贯迁一般,他依旧勉强滑动手臂,带动着自己的身体徐徐上浮。 水压越来越小,但唐武林的动作也变得越来越慢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距离海面还有多远。 身体终于支撑不住,四肢挥动无力,强烈的缺氧,令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高密度的身体受到体重牵累,开始再次下沉。 不,唐武林在内心中嘶吼。 竟然猛的又清醒了一下。 在这一刻,他只觉得自己体内仿佛又迸发出一股力量,双臂全力一挥。 这一下,他那一双手臂上全都覆盖了金色鳞片,身体也猛然腾起,体内的十五道金龙王封印同时压缩, 仿佛是在压榨他体内最核心的力量。 身上金光若隐若现,胸口的鳖门居然略微缓解了一分,唐武林拼命的挥动着手臂,蹬踹着双腿。 无论是回光返照也好,还是其他也好,他都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力量了,如果不能冲出海面就完了。 激发的力量终于还是渐渐衰竭,呼吸越发困难。 不行了,真的要不行了吗? 不 内心咆哮,又强行挤压出一份力量,再次提升了上浮的速度。 终于 扑,头部钻出水面。 一个波浪打来,令唐武林上身后仰。 他猛的张大了嘴,一口空气瞬间冲入口腔,冲入肺部,瞬间传遍全身。 剧烈的喘息爆发,他整个人的身体仿佛都在贪婪的呼吸着。 剧烈的痛苦从四肢百骸传来,甚至是从五脏六腑传来。 从至少深达数百米的深海如此快速的上浮,水压变化带来的症状冲击着他的身体,极度缺氧又到空气吸收带来的变化也让他整个人仿佛都有种被撕碎了一般的感觉。 勉强化动着手臂,让自己能够浮在海面上,大口大口的贪婪呼吸,体内气血终于重新运转起来。 从没有像先前那一刻那样觉得距离死亡如此之近。 唐武林漂浮在海面上,整个人的身体仿佛都瘫软了一般。 全身剧痛,那种仿佛是被掰开揉碎了的感觉痛苦的令他呻吟出声,但他却在笑,是的,他在笑。 痛苦在这一刻带给他的是快感,感觉到痛,至少证明,他还活着呀。 终于,强大的体魄自我调整能力令气血运转渐渐变的规律,体内的痛苦也随着气血的滋润逐渐减弱。 这时候,唐武林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食物,总算是没白吃啊。 关键时刻,还是自己旺盛的气血救了命。 他虽然明知道远洋巨轮已经远去,自己的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这一望无尽的大海之中,如果找不到船也依旧必死无疑。 但至少这一刻,他活下来了。 双臂挥动,控制着身体勉强漂浮在海面上,唐武林脸上满是苦笑。 两艘远洋巨轮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就算能看得见,他也不认为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能够通过游泳追得上远洋巨轮的速度。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终究还是要葬身大海中吗? 高密度身体需要他不断的对抗体重才能不沉下去。 而这也自然会不断的消耗他本就残存不多的体力。 他突然想到一个词,苟延残喘。 正在这个时候,他的瞳孔骤然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一道暗金色。 第569章 本体宗的修炼方法 暗金色的身影就那么轻松的在大海上行走,步履从容,一步步朝着他的方向而来。 是那暗金色的身影,高约两米五,完全不是正常人类的高度,全身都被暗金色笼罩其中,就像是镀上了一层金属似的。 完了。 唐武林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道,你是谁? 总要告诉我,我是死在谁手里吧? 暗金色身影身形一闪,下一刻,唐武林就被他提出了海面。 身体脱离大海,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全身都软绵绵的。 紧接着,周围突然狂风呼啸,那暗金色身影已经带着他飞入空中,急速飞行。 他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又不动手了? 唐武林心中有些疑惑。 时间不长,他惊讶地发现,远处竟然看到了两艘远洋巨轮。 唐武林双眼微眯,积蓄着自己的体能,他准备找个机会无论怎样,都争取让船上发现自己的情况。 但是,还没等他的准备做好。 那暗金色身影突然加速,唐武林只觉得眼前一花,狂风收歇。 脚踏实地的瞬间,他人已经贪软在地。 从来没有觉得大地是如此的美好,尽管这里还不是大地,但至少也脚踏实地了呀。 他目光有些呆滞的看到,自己又回到了自己居住房间的阳台上,而那暗金色身影就站在他身边。 暗金色徐徐退去,露出了令他熟悉的面旁。 你,唐武林惊怒交加地看着对方,眼前一黑,终于再也支撑不住,昏迷了过去。 一抹玩味的微笑浮现在穆也的面旁上,把地上的唐武林抱了起来,走到房间内,三下五除二脱掉他的衣服,把他扔在床上。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穆也有些赞叹着说道。 抓走唐武林,把唐武林弄到大海深处的当然是他。 唐武林的身体重量,密度是他先前就已经知道的。 但当沉入深海,唐武林竟然能够从自己手中挣脱出来,却还是令他吃了一惊。 要知道,唐武林的修为和他相比可以说是天差的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挣脱并且发出攻击,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之后,穆也松开唐武林,当然是故意的。 他刻意在唐武林还有一些意识的情况下松开他,看他的身体能否继续应对。 同样的痛苦,他当年也曾经承受过。 他记得,那时的自己,最终勉强挣扎着向上游了不到三十米,就再也无法继续,进入冰死的边缘。 他的神级机甲一直都在水下,默默地观察着唐武林,一旦唐武林的生命体征低到一定程度,立刻就会对他展开救援。 穆也上浮之后,通过神级机甲他观察到,唐武林居然一动不动,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上浮。 他还以为唐武林承受不住了,但很快就观察到,他没有再下沉,而是凭借双手滑水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都到了生死边缘了,他还能有这个意识,知道等自己远离之后再自救。 面对危机能做到如此冷静,不容易啊。 在之后,自然就是观察唐武林能够上浮多少了。 事实上,当时他们已经在五百米以下的深海。 唐武林很快就超过了他当年上浮的距离。 当快要衰竭的时候,他身上竟然金光闪烁再次加速。 又衰竭,又加速。 这一切令木野看得目瞪口呆,他更没想到的是,最终,唐武林竟然真的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冲出了海面,自救成功。 在本体宗的记载中,做到这一步的,只有创立本体宗的初代祖师。 而当初,初代本体宗祖师是被人陷害沉入大海,但就是在大海的压力之下,令自身五魂二次觉醒,拥有了强大的本体五魂。 因此,这种深海考验也成为了本体宗入门所必须要经历的。 根据考验成果就能判断出入门者的天赋如何。 毫无疑问,唐武林带给他的是大大的惊喜。 这不只是身体上的,同时也是意志上的。 本体宗经历了上万年的发展,始终无法像唐门那样壮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修炼方法的特殊性。 本体宗的修炼,是需要有大毅力的,因为过程太过痛苦,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啪!木野一掌拍在唐武林胸前,顿时令他整个身体从床上弹了起来。 一连串的拍击声响起,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木野的双掌就在唐武林身上连拍数十下。 他的双手再次变成了暗金色,每一次拍击在唐武林身上,都隐约有一股暗金色气流注入其中。 唐武林的身体轻微的震战着,他依旧处于昏迷之中,但伴随着木野的拍击,他皮肤表面也随之散发出金色光韵, 那是一层金色纹路,和他鳞片的样子有点像,呈网状散布在全身。 木野每一掌拍下去,唐武林身体就是一阵颤抖,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最终跌落在床上,全身轻微的抽搐着。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这小子的气血之强盛,生平谨鉴啊。 为他放弃门第之剑值得了。 昏迷之中,唐武林只觉得自己陷入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仿佛身体被不断的烘烤着,体内血脉迸发, 哪怕是在睡梦之中,那炽热感也折磨得他愈生愈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痛苦渐渐平复,他才沉沉的睡了。 砰,砰,砰。 敲门声响起,唐武林勉强睁开眼睛,他只觉得全身酸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有气无力的道,谁呀? 队长,吃饭了。 听到吃饭这几个字,唐武林这才猛的坐了起来。 身体虽然充满不适,但更加不适的是肚子啊。 强烈的饥饿感令他赶忙站起身,刚要去开门,却发现自己全身光洁溜溜的。 昨晚的记忆随之出现。 看了一眼阳台方向,门关着,难道说,昨天是做梦? 不可能啊。 这梦境也太真实了吧。 好,我马上出来,等我一下。 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唐武林真是觉得,自己连拿牙刷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 全身软绵绵的,就像骨骼都融化了似的。 换上衣服,推门而出。 伙伴们都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你怎么了? 谷月惊讶的声音响起。 是啊。 队长,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没事吧。 谢谢也是一脸惊讶。 唐武林现在的样子着实不怎么好。 黑眼圈不说,脸色苍白如纸,而且看上去有气无力的。 就连眼神都明显暗淡。 这和平时精神抖擞的他简直是天壤之别。 没什么。 昨天修炼的有些不顺利,状态不太好。 走吧,我好饿。 立志,先弄个包子来吃。 唐武林一边说着,一边来到徐立志身边,搂住他的肩膀。 看他对吃还是充满渴望,谷月脸色略微放松了几分。 谢谢凑到唐武林身边,低声道,老大,你不会是昨晚看了谷月跳舞之后,也不能累吧? 幻想太多男女之事可是伤身的哦。 唐武林翻了个白眼,真想把这家伙扔到海里去泡一泡,但他现在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是瞪他一眼。 第五百七十章大补 包子有肉不在折上。 徐立志念了句咒语,一个恢复大肉包就递了过来。 唐武林三两口就把大肉包在入口中,继续向徐立志伸手,在走到位于三层的餐厅之前,他就已经吃下了近二十个大肉包。 恢复大肉包的效果确实非凡,唐武林那病奄奄的模样明显得到了缓解。 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 船上的餐厅非常大,因为要同时容纳上千人吃饭,各种设施齐全,和昨晚那种让人不过瘾的冷餐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每个桌子上都摆放了冷菜,粥,各种不同的卵类还有海鲜类。 其他人很自觉的没有跟唐武林做一张桌子,因为他们知道,那一桌子的饭菜恐怕还未必够他一个人吃的。 这惠尔时间还早,餐厅内的食物虽然都准备好了,但也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吃饭。 唐武林找了张角落里的桌子坐了下来,双手齐出,抓了六个鸡蛋在自己面前,刚要开吃。 耳边却传来一声轻疑。 武林?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吃饭? 唐武林抬头看去,可不正是林玉涵吗? 林玉涵看看隔壁桌的史莱克学院等人,尤其是古月,再看看唐武林,眼神不禁有些疑惑。 嗯嗯? 唐武林现在饿得不行,哪有时间解释,直接就开始大吃起来。 隔壁桌? 月姐? 徐小言向古月挪了弩嘴。 古月自然也看到林玉涵了,脸上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却没有要过去的意思。 十分钟后? 你,你可真能吃。 林玉涵目瞪口呆的看着面前风卷残云的唐武林,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她的话,风卷残云再合适不过。 她的吃香着实是不太美观,一桌子饭菜,就这么惠儿的功夫已经下去了三分之二。 嗯嗯? 唐武林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继续大吃。 肚子里的食物越多,她发现自己的虚弱感就越小。 果然,想要补充气血还是要靠吃的呀。 可惜的是,船上的食物营养有限。 林玉涵吞咽了一口唾液,那我也先去吃饭了呀。 眼看唐武林没时间理会自己,再加上她给她带来的全新印象,林玉涵快不走了。 这是被吓跑了吗? 徐小妍终于明白为什么谷月不过去了。 唐武林吃饭的时候,眼中除了饭菜啥也没有。 这种时候找她交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吃这个。 低沉的声音在唐武林身边响起,然后一个大托盘就送到了她面前。 金属托盘上,有着一块块切成长条呈现为暗蓝色的肉。 足有二十几条之多。 唐武林抬头看去,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可不正是牧野吗? 早上清醒过来后,记忆也随之回魂,她当然知道昨天晚上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也明白牧野把自己带入深海可能是有什么目的的。 对于牧野带来的食材,她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但今天却有些小心的问道,这是什么? 昨天晚上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那种冰死的感觉可不好受啊。 牧野道,深海千年金枪鱼的鱼男。 最优质的鱼游。 昨天顺手抓了一条,这些精华便宜你了。 稍后还有。 你先把这些吃了。 哦。 深蓝色的鱼肉显然是新鲜的,并没有经过其他处理。 在唐武林看来,味道应该不会怎么美妙。 用叉子插起一条鱼肉咬上去,鱼肉竟然有种弹牙的感觉,需要特别用力才能咬下来。 但让唐武林意外的是,这鱼肉不但没有任何腥气,入口后反而有种浓香感。 几次咀嚼之后吞咽。 一股暖融融的感觉滑入腹中,那暖意迅速向四肢百海涌去,说不出的舒服。 这。 好东西呀。 唐武林眼睛一下就亮了。 他现在身体正虚弱着,最需要的就是大补食材,一时间也顾不得其他,立刻埋头苦吃。 等他一盘子生鱼吃完的时候,木野又来了,还是一个大盘子,大盘子上放着一个巨大的鱼头,鱼头的直径足有半米多,带着脖子。 被烤制成金黄色,滋滋冒油。 和先前的生鱼不同,这大鱼头拿上来,浓香味道顿时传了出去。 以至于周围不少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唐武林也不客气,一手一把大叉子,就开始狂吃起来。 鱼肉和鱼脖子的味道别有一番风味而,肉质弹性十足不说,里面还明显有浓香的胶质感,此时唐武林腹中已经如火烧一般。 全身滚烫,但那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舒适感。 厨师,他吃的是什么? 我们桌怎么没有? 有人忍不住询问木野。 木野淡淡的道,人家自己钓的鱼,拿给我们加工的。 你们如果有也可以。 自己钓鱼? 在这巨轮之上怎么钓鱼? 没等他们再发问,木野已经走了。 巨大的鱼头,唐武林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如刨钉解牛一般,把他们全都变成了骨头。 吃完之后,他只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骨骼,肌肉之间,隐约还有些发痒。 我先回去了。 有事儿叫我。 唐武林和伙伴们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返回自己的仓房去了。 海上路途遥远,他们并没有安排什么特殊的事情。 就是自行修炼就是了。 回到房间,唐武林看了一眼自己明显有些发红的皮肤,直接躺倒在了床上。 全身蒸腾着暖热感,太舒服了实在是。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昏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所有的痛苦似乎都在那暖热感之中逐渐消失了。 体内血气奔涌,不断在体内流淌变化。 浸润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皮肤表面,金色纹路再次浮现出来,但要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几分。 伴随着呼吸,他身上明显有浓郁的气血波动传出。 这一觉一直睡到傍晚,当唐武林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是夕阳夕下了。 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轻松睡眼。 唐武林下意识地伸了个懒腰,全身骨骼迅速传来一连串的噼啪声。 仿佛整个身体都舒展开来了似的。 难以言喻的舒适感令他呻吟出声,虚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仿佛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充满了力量。 清醒过来的他重新睁开眼睛,赶忙推门而出,在隔壁敲了敲谷月的门。 醒了。 谷月打开门,看他精神抖擞的样子,眼睛不禁一亮。 唐武林脸色红润,身上明显散发着浓郁的阳光味道,充满活力。 嗯? 怎么没叫我吃中午饭? 你就知道吃。 我中午去叫你了,你睡得像死猪似的也不开门。 我从阳台跳过去,到你房间看你。 见你睡得那么香甜,就没叫你起来。 你昨天晚上究竟去干什么了? 怎么这么疲倦的样子? 唐武林苦笑着摇摇头,关于牧野的事情,还真不方便说出来,可能是修炼得太辛苦了。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走吧,我们去吃晚饭。 古月 晚饭木野并没有再出现,而且唐武林惊讶的发现,自己晚饭的饭量竟然小了很多,只吃了正常人七八倍就停了下来。 可能是体内营养太丰富了吧,他心中盘散。 你们吃完饭去干什么? 唐武林向伙伴们问道。 古月道,我去练习机甲设计。 叶星兰道,我继续制作豆楷。 乐正宇道,我到处转转去。 徐小言和袁恩叶辉表示要回房修炼,谢谢则是去船上专门的修炼的修炼。 唐武林道,那我也回房修炼去了。 对于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他心中还是有些疑惑的,只有通过冥想,深度感受自己的变化,才能把握到关键点。 回到房间,唐武林刚打算冥想,阳台门开启,木也如同幽灵一般,没有发出半点声响的走了进来。 大手一挥,一层稀薄的暗金色光芒就笼罩了整个房间。 你,你干什么? 唐武林警惕的看着他。 木也道,感觉怎么样? 唐武林一愣,什么感觉? 第五百七十一章我要活下去 木也没好气的道,你这个没良心的小子,一条千年蓝旗金枪鱼的所有精华全都让你吃了。 你还问我这个? 你知不知道,就算是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这么顶级食材的。 好吃,有营养。 唐武林说道,厨师大叔,您昨天晚上是。 木也道,只是为了测试一下你的身体潜力。 事实证明,你的潜能比我预测的好。 今天早上你身体疲倦是因为昨天的身体和血脉负荷太大。 但我们本体宗修炼,就是要把自身压榨到极致,然后激发身体更甚的潜能,彻底挖掘人体的秘密。 这是我们专门的修炼方式。 本体宗的修炼方式。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他。 木也点了点头,本宗修炼方法有很多,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榨取自身潜能。 你听过武魂二次觉醒吗? 唐武林点了点头,在学院听老师讲过。 武魂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是有可能二次觉醒产生变异的。 变异有好有坏,但效果都会非常明显。 木也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不错,没白上学。 那么,你也就应该知道,武魂二次觉醒的难度有多大。 历史上,只有一些底蕴特别深厚的家族,拥有古老传承的武魂,二次觉醒的机会才大一些。 对不对? 唐武林道,是的,我们上学时候就是这么学的。 木也眼中流露出骄傲之色,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上,二次觉醒是可以认为掌控的。 我们本体宗,就有刺激武魂二次觉醒的方式。 而且必然是有意二次觉醒。 啊?唐武林大吃一惊。 有关于武魂二次觉醒的知识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如果一名魂师的武魂能够二次觉醒,那么,对他的实力提升将是巨大的。 但他却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可以刺激觉醒,而且还必然是有意的。 这个价值可就太大了呀。 要使自己的蓝银草武魂能够二次觉醒,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厨师大叔,您是认真的吗? 唐武林忍不住问道。 木也没好气的道,什么厨师大叔,叫师父。 师父! 唐武林赶忙道,我没答应您要加入本体宗啊。 我已经是唐门弟子了。 木也用鼻子出了长气,有点不耐的道,算了,算了。 不用你脱离唐门了,我收你入本体宗就是。 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自己天大的让步。 唐武林弱弱的道,可是,我作为唐门的一份子,在没有宗门同意的情况下,恐怕不能再加入别的宗门吧。 木也瞪大了眼睛看着唐武林,你说什么? 自己都已经如此让步了,这个臭小子。 唐武林的语气明显变得坚定了,是的,我不能背叛宗门。 对不起啊木也叔叔。 非常感谢您的看重,但我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了。 所以。 少废话。 行也要行,不行也要行。 你小子已经得了我本体宗的好处,就是我本体宗的人了。 唐武林还要争辩,眼前一花,就已经被木也一把掐住了脖子。 下一刻,腾云驾悟。 不会吧,又来。 扑通。 入海。 木也直接按着唐武林就落入了深海之中。 身体迅速下沉,水压骤增。 但和昨天相比,今天的情况明显要好得多,因为唐武林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对于水压的抵抗力明显变强了。 木也就那么按着唐武林迅速沉入深海,漆黑再次降临。 几乎经历了和昨天一幕一样的过程,过程令人痛不欲生那是肯定的。 当唐武林好不容易爬出海面的时候,他贪婪的大口,大口呼吸。 嗯,比昨天强多了,至少今天没有特别严重的失去意识。 但那巨大水压带来的压迫力还是令他全身一阵酸软。 千年金枪鱼果然是好东西,此时唐武林还能感觉到体内一股股热流传遍全身,帮他恢复着体能。 一身暗金色的木也出现在他面前。 木也叔叔,咱们该回去了吧。 唐武林苦笑着说道。 木也淡淡的道,我们本体宗最大的秘密,就是如何刺激魂师完成五魂二次觉醒。 这个秘密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要将人的潜能压榨到极致,在绝境中刺激新的潜能出现。 既然你坚持不愿意加入我本体宗,那不好意思,我只能杀人灭口。 在唐武林惊骇的注视下,木也身形一闪,就再次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按入深海之中。 再次沉入深海,刚刚恢复不多的体力迅速消失,这一次,木也似乎特别坚决,一直将他压制到了深海之中,唐武林的意识在剧烈缺氧和强大的水压之下渐渐迷糊。 当木也松开手的时候,他残存的一丁点意识在求生本能的作用下面抢滑水。 但今天比昨天显然更加极致。 很快,他眼前就陷入了一片黑暗。 醒过来。 低沉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唐武林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精神世界之中。 老唐就悬浮在自己面前不远处。 醒过来。 老唐的声音再次响起。 老唐,我这是怎么了? 唐武林下意识地问道。 你现在进入了假死状态。 本体宗的修炼方式,对提升你的身体强度非常有帮助。 坚定的毅力是激发潜能的根本。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求生的意志。 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地压榨自身,让自身出现更多的潜能。 而你的身体之中有金龙王封印,本身潜能就是远超常人的。 而且,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金龙王前九层封印和后面九层截然不同。 前面九层,在拥有足够的天才地宝情况下,我还比较有把握你能扛过去。 但到了后九层,其中蕴含的能量才真正恐怖。 那时候,你每一次都将面对比先前更加危险的生死危机。 本体宗这种修炼方法固然残酷,但却是打熬身体和意志力的好办法。 坚持下去,你就有可能在未来突破金龙王封印的时候活下来。 唐武林还想再说什么,眼前一片虚幻,强烈的窒息感和剧烈的痛苦重新出现,他的意识又恢复了几分清醒。 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他用力一咬舌尖,原本已经失去的身体用力一正,双臂挥动,推动着自己的身体,重新向上冲去。 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他在心中怒吼。 四肢百骸中,若有若无的些微力量涌出,推动着他的身体缓缓向上。 唐武林没有看到的是,在他身后不远处,红色身影已经悄然出现。 正是木野的神级机甲。 刚刚他已经判断唐武林的生命体征即将消失,正准备救援。 却没想到,他竟然又一次清醒过来。 木野能够共享自己神级机甲的所有数据,此时在海面之上的他眼中满是惊讶,这小子的潜能,还真是要全力压榨才行啊。 第五百七十二章七七四十九天 当唐武林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已经一丝力气都没有了,甚至连大口呼吸的能力都失去。 全身苍白的如同死鱼一般。 没有钉点人色。 一根管子被直接插入了他咽喉之中,柔和的氧气随之传入,辅助他呼吸和身体恢复。 唐武林现在大脑完全是空白的,他只是知道,自己活了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份空白才重新变回漆黑。 今天的天色还不错,点点星光在空中摇曳,海水奔涌,带动着他的身体一动一动的。 足足一刻钟之后,唐武林才恢复了自主呼吸的能力。 身体一清,呼呼风声响起。 他眼前一黑,再次晕了过去。 最后的意识停留在,原来木野大叔并不是要真的杀了我。 第二天早晨,清醒过来的唐武林脸色和前一天并没有什么区别,难看到了相当的程度。 木野又带来了深海中一种暗紫色的大虾给他吃,虾肉是淡紫色的,非常奇异。 不过这次没有送到食堂去,而是直接拿到了房间给他。 您完死我得了。 唐武林有气无力的对木野说道。 一抹笑意从木野眼底闪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你所承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唐武林苦笑道,大叔,可是我真的不能加入你们本体宗啊。 木野脸色一变,一巴掌抽在他脑袋上,你这臭小子,能不能不要气我。 加入宗门的事情回头再说,等回去了你去问唐门。 现在你就跟我学,老子认倒霉了。 但就算不入宗门,难道你不该叫我一声师父吗? 这次唐武林没有犹豫,立刻恭敬地叫道,师父。 木野的脸色这才好看了几分,行了,吃了这紫荆龙虾你白天用多一点时间冥想。 尽量不要睡觉,冥想恢复的效果比睡觉更好。 而且你也更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 丢下这句话,他就走了。 并没有传授唐武林任何修炼的方法。 吃了紫荆龙虾再去吃早饭,唐武林的脸色就恢复了许多,紫荆龙虾和昨天的千年金枪鱼不一样,带来的不是灼热感,而是清凉,那清凉感浸入肺腑,全身仿佛都轻飘飘的。 早餐之后,回房修炼。 被虐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冥想。 或许是受到紫荆龙虾的影响,唐武林很快就进入了入定状态。 果然不一样了。 首先令唐武林惊喜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修为竟然已经突破到了三十九级。 也就是说,距离四十级只有最后一步了。 这比他预想中突破的时间要早了一些。 看来,压榨潜能不只是对自己的身体修炼有帮助,就连魂力修炼也有帮助啊。 当然,这和那些天才地宝般的美食分不开。 然后出现变化的就是他的身体,唐武林以前就发现,伴随着金龙王金华被自己不断吸收。 自己的骨骼、肌肉、内脏、血液中,都蕴含着一层淡淡的金色,而这次他分明感觉到,这金色变得明显一些了。 而且,他还发现,自己内饰时对身体观察变得入微许多。 这意味着,精神力似乎也有所增强。 巨大的痛苦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提升,唐武林隐约已经有些明白了本体宗这种修炼方式了。 牧野再次前来的时候已经是晚饭后,看到他,唐武林下意识地抖了抖,还要来。 当然。 牧野淡淡地说道。 唐武林苦笑道,师父,什么时候能休息一天哪? 那种生死边缘的痛苦,只要经历过就绝对不想再来一次。 牧野道,大约七七四十九天,你的身体凝练就算有效成了。 如果那时候能刺激的你武魂出现二次觉醒,修炼方式就可以改变。 七七四十九天,唐武林目瞪口呆地看着牧野,师父,您确定这种修炼方式不会玩死人吗? 牧野淡淡地道,在本体宗的历史上,死在这种修炼方式下的人大约有三成左右吧。 牧野看着唐武林,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这种方式来刺激自身的。 否则的话,我们本体宗早就统治魂师界了。 事实上,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刺激自身潜能的魂师少之又少。 必须是自身气血非常强盛,而且潜力惊人的才行。 第一天把你带入深海,就是为了要测试你潜能的能力。 如果你的潜能不行,也不会继续。 本体宗无法扩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修炼方式太极限了,极限到一个不好,就会付出生命代价。 因此,能够被本体宗看上的人少之又少,能够坚持下来的就更少了。 存在万年以上的强大宗门,面临的却总是人才凋零的问题。 每一代本体宗强者,总会有精彩绝艳的存在,但却绝不会是普遍现象。 师父,唐武林还要再问什么,却被木野一把提了起来,然后就又落入了深海之中。 就这样,唐武林开始了他水深火热的生活。 别人在船上都过得很是无聊,毕竟,远洋巨轮再大,他能够拥有的娱乐设施也就那些而已。 时间长了,娱乐性也就没什么了。 魂师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房间之中冥想。 冥想是最能消耗时间的。 只有唐武林,他的日子过得着实是精彩分成。 从第一天的一次潜入深海他就险些挂掉,到第六天的时候,他已经从深海五百米到了一千米深度,还能最终浮出海面。 到了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深入大海两千米能活着出来了。 深度到此为止,这片海域最深的地方,也就只有两千米。 在没有任何呼吸设备的情况下,沉入如此深的海底还能挣扎着出来,唐武林的潜能激发可想而知。 但很明显,为了追求极致,牧野是不会放过他的。 大海深度没办法再增加了。 牧野给唐武林增加的新难度是,当他沉入海底两千米之后,一只凶利的千年海魂兽会出现在他面前。 他必须要在海魂兽的追杀下浮出水面。 如果是陆地上,一只千年魂兽对于唐武林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对方干掉。 但这是大海之中啊。 两千米深的大海,水压是他最大的敌人,再加上窒息。 他根本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第一次面对海魂兽的时候,他差点直接死在海里。 因为一旦受伤,巨大的水压就会压榨着他体内血液疯狂涌出。 幸好,黄金龙体的防御力救了他。 关键时刻。 唐武林骤然爆发。 用自己的蓝银草缠绕住那海魂兽。 在海魂兽的带动下,被拉出深海鸡百米。 然后瞅准机会,一记金龙孔爪解决问题。 从那天之后,他面对的海魂兽就开始变得千奇百怪起来。 也不知道牧野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 海魂兽一天比一天强。 唐武林每天都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如果不是每天有大量的高营养美食支撑着,他恐怕连精神都要崩溃了。 第573章 老师你玩死我吧。 从斗罗大陆航行到星罗大陆,全过程大约要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还是最先进的远洋巨轮的速度。 又是一个傍晚。 吃过晚饭后,唐武林的神经已经变得坚韧多了。 既然跑不掉,就努力扛过去吧。 今天是第49天了。 牧野的声音响起,唐武林精神随之一阵。 他清楚的记得,当初牧野曾经对他说过,第一阶段修炼就是49天。 感觉上49天在修炼的过程中似乎不算长,至少相比过去十年,这不过是很短暂的时间而已。 可是,这短短49天,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挣扎,那岂是度日如年所能形容的。 唐武林人都瘦了一圈,但却显得更加结实了,当然,在痛苦的同时,他自己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所发生的变化。 不停地压榨自身潜能,超高的水压,随时面临的生死危机,第二天的高营养食物补充。 短短49天时间,唐武林觉得自己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从内视来看,自己身体骨骼。 内脏,经络,细血的颜色从原本淡金色渐渐变成了有些明亮的金色。 而且老唐已经明确告诉他,突破第五层金龙王封印不需要再服用天才地宝了,他现在的身体强度足够支撑,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尝试冲击。 一想到省钱了,唐武林心中就动力十足,不过,他现在一点都没有想要去冲击第五层封印的意思,冲破一层,就要准备面对下一层。 还是再等等,后激勃发再说。 老唐在唐武林修炼到第十天的时候又再次出现,充分肯定了本体宗这极限修炼之法,生死边缘激发潜能的方式对他非常有用。 让他一定要坚持下来。 正是这样,唐武林咬紧牙关,坚持了四十八天。 他的魂力在这四十八天进步的也特别快,哪怕提升的都是压缩魂力,现在也已经接近三十九级巅峰了。 要知道,每十级魂力提升,最后一级都是最困难的。 总算要熬出来了,最后一天了。 今天对你来说,也将是一个关卡。 第一阶段的训练成功与否,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来计算的,只是说,四十九天是一个标准节点。 如果在今天,你能够出现五魂二次觉醒激发成功,那么,才能证明你有足够的天赋成为顶级的本体宗精英。 否则的话,就要开始第二个四十九天,直到完成二次觉醒。 木野的声音很平淡,但听在唐武林耳中却分明有点晴天霹雳般的感觉。 不是结束啊。 实际上,木野心中其实也很奇怪。 身为本体宗宗主,当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本体宗的修炼之法了。 唐武林并不知道的是,他这四十九天承受的并不是普通的本体宗修炼法门,而是加了数倍难度的。 唐武林的身体承受能力之强,尤其是在潜能激发方面,远超木野的判断。 在本体宗的典籍记载中,唐武林这种情况都没出现过几次,而出现过类似情况的本体宗历代强者,最终都成为了极限斗罗。 正因如此,木野一直都以最高标准来要求他,给他最大的困难,每次务必要压榨的将他体内潜力全都激发出来才肯罢休。 可是,按照本体宗点击记载,像这种修炼方式,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一般来说,有个十几次,二次觉醒就应该完成了。 本体宗这种修炼法门,对于刺激武魂二次觉醒的成功率高达95%,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武魂,二次觉醒的可能都非常大,前提是能够在这种生死边缘修炼过程中坚持下来。 绝大多数人只要一次,就会崩溃了,要么是身体上的崩溃,要么是心理上的。 所以,在原本木野想来,唐武林早就应该完成武魂二次觉醒了。 可直到现在,整整四十八次了,他却依旧没有任何要二次觉醒的迹象。 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呀。 一般来说,能够承受这种修炼方式,并且觉醒时间长的,都是武魂极为强大的存在。 越晚觉醒,就证明武魂越强。 可四十九次刺激潜能是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还没能觉醒,那就在那十分稀少的百分之五里面了。 这意味着,唐武林的武魂太过平庸,一点古老血脉的基因都没有,无法二次觉醒,自然也就意味着无法变成强大的本体宗门人。 牧野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的,唐武林是史莱克学院精英,更拥有着如此强大的体魄,远超常人的意志力,如果他还不能完成武魂二次觉醒,这简直就不科学呀。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实际上,他要比唐武林更加紧张。 而为了唐武林能够觉醒成功,能够进一步的激发自身潜能,他今天也给唐武林准备了一份大礼。 可可,老师,您可不要打压我的必胜信念呢。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看着牧野。 牧野大步走到他面前,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沉声道,你今天要做的和之前一样,但又有些不一样。 因为我不会救你,我以一名封号斗罗的荣誉发誓,哪怕你面临生死危机,我也不会帮你分毫,一切,都只能依靠你自己。 这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对你最后的考核,所以,活下来。 唐武林还从未见过牧野如此郑重的和自己说话,下一刻,人已经腾云驾雾,在牧野的带领下飞出了舱房。 这一次,牧野飞得极快,而且也没有第一时间把唐武林押入大海之中,足足飞行了一刻钟,远离了两艘远洋巨轮之后,他才停了下来。 活下来。 他再次沉声说道,然后手一松,唐武林就如同自由落体一般从天而降。 扑通。 一声,唐武林坠入海水之中,清冷而汹涌的海水迎面而来。 经过这些天在大海中的折磨,唐武林的水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他第一时间深吸口气,让自己体内的空气增大,但让他惊讶的是,牧野并没有要将他押入深海的意思,而是身形一闪就消失了。 浸泡在海水之中,唐武林有些不明所以,但他心中警惕却保持在最高状态。 以牧野老师那么郑重的情绪来看,今天自己要面临的,肯定比之前更加困难。 现在多想什么都没用,只有全力以赴去面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武林浸泡在海水之中依旧没有遇到任何情况。 他不禁有些怀疑,难道说牧野老师是要让自己就这么在大海中考验生存能力不成? 他摸了摸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有不少食物,如果是硬扛的话,就算在海上漂浮个十天半月,自己应该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大海并不缺乏食物和水,只是营养不够均衡罢了。 今晚的月光很美,大海上的夜色带着淡淡的银色光辉。 突然,唐武林看到远方,仿佛有几块银色鳞片若隐若现。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块,很快,就变成了数十块。 再下一刻,他就看到了牧野的身影,牧野身在半空,双手不断虚空挥动,淡绿色的光影在空中挥洒,冲击在大海之中,发出一声声轰鸣。 牧野老师这是在干什么? 很快唐武林就知道答案了,因为他看清了那些银色鳞片的来历。 那哪里是什么鳞片? 那分明是一块块竖起的鲨鱼旗啊。 鲨鱼旗分开水波,就像是一只只银色利剑一般,直奔唐武林他们这边而来。 一抹亥然之色闪过,这可不是一条鲨鱼啊。 根本就是一群鲨鱼。 跑。 唐武林根本没这想法,他虽然自问水性不错,但要说在大海中跟鲨鱼赛跑,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他终于知道自己今天的考验是什么了。 活下来。 在一群鲨鱼的攻击下活下来。 毫无疑问,这绝不是普通的鲨鱼。 这,这是传说中海魂兽霸主之一的魔魂大白鲨吧。 老师,你玩死我吧。 小怪被捐迫。 在一群鱼鱼中身上。 这早就请 duration, Jos老师,起来。 在一群鱼鱼。